张扬穿越到一个浩瀚无边的三千大道世界 随身携带的复印机发生了变异 有无穷妙用 丁 你复印了不死受归的长生道果 从此长生不老 丁 你复印了远古龙象血脉 力之道天赋暴涨万倍 丁 你复印了无敌道地的十万年搏杀经验 丁 你复印到炼体神丹一枚 是否现在服用 丁 你复印到顶级盗宝屁天赋 可以大杀四方了 丁 检测到霸天女帝战力超级恐怖 是否复印一个做贴身护卫 从此废财便妖念 神党杀神 佛党屠佛 天才 天骄 道地 只是一颗颗等待我复印的韭菜而已 前世是弱小的社会底层 卫贝言轻 今世是无敌的永生道神 一言九鼎 前世孤独终老 今世美女环绕 第一章 穿越了 这一世必须老婆孩子热扛头 张扬你的道书病奄奄的 永远也不会开花结果 你做仆人都不够格 也只有我心肠好 愿意收你 这废物做奴仆 张扬你还不赶紧拜线 贺坤凝聚的 可是金之道道果 是人中之龙 做他的仆人 好处大大的有 张扬你也可以做我的仆人 虽然我领悟的是农夫之道 但跟着我也可以吃香喝辣 美死你呢 乾坤大陆 唐国 武冈二高院一般教室内 坐在位置上的张扬 看着这几个正在欺负和羞辱他的同学 满脸猛逼 卧槽 我穿越了 刚穿越就被同学欺负和羞辱 你们是不是受心功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 穿越者 是你们这几个菜币能招惹的 张扬没理会他们 开始阅读脑海中的记忆 原来这竟然是一个三千大道事件 修行的是三千大道 这里的人天生脑海中就有一座道工 里面有一株道树 经过各种修行和感悟 道树就可能开花 甚至结出某种大道的道果 那就成了修士 有力之道修士 能搬山填海 有火之道修士 能火烧苍穹 有长生之道修士 火百万年 还宛若少年 即使是仅仅领悟了农夫之道的修士 也能凭借农夫之道法则 种田又快又好 种植万亩粮田都很轻松 而且还能高产 正是因为修士神通广大 所以把控了各行各业 种田的 有掌控农夫之道的修士 种菜的 有掌握木之道的修士 至一的 有掌握裁缝之道的修士 绘画 书法 有掌握绘画或者书法之道的修士 舞蹈 有舞蹈之道的修士 屠夫 有杀之道的修士 经商 有财富之道的修士 至于那些领悟时间 空间 力量 雷霆 命运 生命 死亡 五行 阴阳 等等厉害大道的修士 那就更爽了 直接成为人上人 过上奢侈的生活 而普通人 只能成为修士的附庸 天生就低人一等 前身也叫张扬 曾经是修行天才 高二就悟到了 道术上 结出了雷霆道果 雷霆知道 那可是顶级大道之一 威力无穷 当然前途大好 可惜 他凝聚道果的时候 不在院内 而是在山上 动静太大 电闪雷鸣 惊天动地 引来了一个 戴着面纱的强大女修 用秘法 挖走了他的雷霆道果 道果的确是可以夺取的 但必须在刚刚 凝聚出来的十分钟内 还要用近百种 价值不菲的珍稀药材配合 才能嫁接成功 女修没杀张扬灭口 不是心慈手软 而是因为 一旦张扬死了 挖走的道果 也会跟着崩溃 失去了道果 张扬痛苦 绝望地想撞墙 拼命地修炼和感悟 想要领悟第二种道 凝聚第二种道果 可惜 一直没能如愿 毕竟 绝大部分修士 都只有一种天赋 两种天赋的很少 三种就更少了 偏偏曾经和他 海誓山盟的女朋友 韩冰云 也第一时间 就抛弃了他 为了断绝他的念想 还转校去了圣经 加上同桌贺坤 喜欢欺辱和羞辱他 成了压垮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刚才 他活生生气死了 被来自地球的张扬取代 系统 系统 你在吗 张扬在心中呼唤 前世看过不少网络小说 知道穿越者 都有系统 从而能引起白富美 踏上人生巅峰 只要有系统 废财又如何 同样能逆天崛起 一路吊打 任何天才添骄 可惜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没系统 不应该啊 难道 前世活得窝囊 这是 还要继续 张扬有点郁闷 想起前世 他想掉泪 本来生活过得去 但贷款买了一套 恒大的房后 就没法过了 房子烂尾 贷款还要继续还 一直还了三十年 租了一辈子房 更没结婚 孤寡老人一个 六十多岁 还开着一家复印店 穿越前 他正在修理复印机 触电而亡 我就不信了 有前世的知识和经验 还能比前世惨 我的要求也不高 有一套 属于我的房子 没有贷款的那种 外家老婆孩子热扛头 张扬给自己打气 翻了翻抽屉里的课本 三千大道概论 误道理论 巨道要素 药材大权 道法基础 他的嘴角 就抽了抽 这都是什么动动啊 搞毛啊 别慌 先看看倒数情况 张扬努力冷静下来 开始内视自己的脑海 果然这世界的人都具备内视能力 脑海中真有一座宫殿 神秘古朴 散发出奇异的气息 里面长着一株稻树 哈哈 有变化 张扬满脸惊喜 从记忆中得知 自从失去了稻果 稻树一直病奄奄的 无精打采 仿佛要死去一样 但现在 却截然不同了 枝繁叶茂 生机勃勃 而且长高长大了不少 更神奇的是 稻树虽然没开花 但枝鸭上 却掉着一个形状 诡异的果子 看上去 就是一台复印机 这不是前世殿里那台复印机吗 怎么出现在我的道宫中 掉在稻树上了 难道 复印机也跟着穿越了 成了我的一枚稻果 复印知道的稻果吗 张扬又惊又喜 而就是这么一想 他的脑袋轰然一声大响 就如同打开了一个仓库一样 前世对复印的各种了解 外加维修复印机的众多经验 迅速地转化成了 对复印知道奥义的理解 让他瞄懂了复印知道 低层法则 直接100%圆满 在这一瞬间 他悟到 倒数开花 入道 倒数结果 连破两个境界 他猜对了 复印机真的穿越了 成了他的复印知道道果 而复印 真是三千大道中的一种 功能很牛逼 一旦和别人 有身体上的接触 就可以复印别人的道果 等于复印了别人的天赋 哈哈 我领悟了一种心道 功能逆天 丝毫不亚于传说中的系统 我就说嘛 老子堂堂的穿越者 岂能没穿越者福利 张扬在心中狂笑 虽说这是三千大道世界 但实际上并没三千大道 有记载的 只有两千八百多种 也就是说 还有一些道没出现过 一旦领悟了 没出现过的道 就是心道 嘿嘿嘿 先复印个道果试试 张扬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开始扫视全班同学 第二章 复印道第一枚道果 全班五十人 只有五人凝聚出道果 所以就喜欢欺负 和羞辱梅无道的同学 毋庸置疑 领悟了金之道的 同桌贺坤 是最近的目标 金之道能攻擅守 还能控制敌人的武器 很厉害 于是张扬试探着 用手肘轻轻挨着贺坤的手臂 丁 检测到金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几乎同时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声 复印 张扬毫不犹豫地下令 丁 复印开始 预计时间五分钟 复印机亮起 开始工作 张扬有点小紧张 生怕贺坤发现什么异常 但他多虑了 贺坤一无所绝 可惜 贺坤把手臂收了收 也就脱离了接触 丁 复印失败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声 原来 一接触别人 复印机就可以检测到别人的道果 提醒我复印 还有 复印道果的时候 别人一无所知 非常方便和隐秘 但 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而这些凝聚出道果的同学 都看不起我 不会丢五分钟 接触时间复印的 但 必须尽快复印到一种道果 张扬暗喜的同时 下定了决心 两个月后 就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五考 和前世的高考差不多 时间不多了 你带水了吗 突然 贺坤一巴掌拍在张扬的肩膀上 恶狠狠问 没带 那还不快去给主人买水 贺坤一把提起张扬 砰的一声 扔出了教室门外 这混蛋力气够大 复印知道没什么战力 不过不要紧 迟早会复印到 善于搏杀的道果 那个时候 就能狠狠地教训贺坤了 只是万事开头难 怎么才能复印到第一个道果呢 张扬捏紧了拳头 若自己很强大 那打晕目标 然后复印就行了 可惜自己很弱小 根本做不到 难道下药 贺坤不是让我买水吗 下药在水中 等他昏迷 我就可以随便复印了 这办法好 不过 也可能出意外 比如被别的同学发现 从而误会 我要毒杀贺坤 让我失去复印机会 甚至可能被救醒过来的贺坤打死 暂时保留 还有别的万无一失的好办法吗 对了 这世界可神奇了 人族可不是乾坤大陆主人 占据的面积不到1% 其余地狱属于别的种族 同样修行三千大道 甚至有一些变异动物和植物 也凝聚出道果 动物抓不到 但植物呢 可不会跑 不要说五分钟 就是接触五十分钟也没问题 想到这里 张扬毫不犹豫 飞奔着下楼往学校后山去了 哈哈 这白痴买水还是很积极的 做仆人让他欢喜风了 贺坤得意的大笑 凝聚出道果的感觉真好 欺负人的感觉也真好 太过分了 众多没凝聚出道果的同学 都很气愤 但不敢出声 生怕引火烧身 学校后山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高 但面积还是比较宽阔的 由于在人类区域 即使曾经有强大的道兽和道职 也早就被人类强者干掉了 所以 危险性不大 张扬也仅仅就是想找到一种 刚刚凝聚出道果 但没什么站立的植物 他一路抚摸各种大树 小草 荆棘 他自己没分辨能力 但复印机可以分辨 寻找了一天一夜 终于有了收获 当他摸着一株一米 来高的无名小树的时候 复印机终于发出了提示 检测到转移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对于张扬而言 不亚于天籁之音 哈哈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张扬在心中 欢喜地大笑 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株不起眼的小树 竟然凝聚出了道果 转移之道 也没出现过呀 也是一种心道 不知道厉不厉害 但好不容易才寻到复印的目标 即使道果无比垃圾 也不可放过 复印 张扬毫不犹豫地下令 丁 复印开始 预计时间五分钟 请保持接触 复印机亮起 又开始工作 小树当然是有神通的 但现在 他就仿佛人类的婴儿 还没成长起来 所以也不攻击张扬 任凭张扬握着树干 也没任何反应 免得泄露秘密 其实 他就是在伪装 伪装成一株普通植物 这当然就方便了张扬 他假装在这里休息的样子 人畜无害 摸着树干 也非常的温柔 丁 复印完毕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张扬的道工之中 早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倒树的一个枝丫上 快速地长出了一个转移道果 开始只有米粒那么大 之后一直在变大 最后就长大到了花生米那么大 比昔日 张扬凝聚的雷霆道果还要小一些 也远比复印道果要小 但却是闪烁着七彩光芒 非常的显眼 仿佛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 倒树似乎得到了养分一样 蹭蹭蹭地长高了几尺 显得越发地生机勃勃 还真复印到了一个道果 张扬震撼至极 而且不用嫁接 直接就出现在枝丫上 就仿佛是自己的倒树 结出道果一样 这太神奇了 太方便了 今后岂不是可以复印到 三千大道的道果 那我该有多牛逼 转移道果 你有什么功能 过了好一会 张扬才平静了下来 开始用意念和转移道果沟通 希望能得到反馈 没让他失望 转移道果亮起了 璀璨光芒 一股意念 快速地流入了他的脑海 全是转移之道的玄奥 张扬迅速地领悟了 转移之道的第一层法则 但没到百分之一百 仅仅只有百分之十 显然 无名道术非常稚嫩 才悟到不久 刚刚踏入入道境 处于入道境初期 而张扬也瞄懂了 转移之道的功能 有两种 一 转移伤害 若是受到致命攻击 可以把伤害转移出去 甚至可以转移给攻击你的敌人 比如敌人斩你一刀 就等于斩了他自己一刀 比如敌人对你施展了火焰攻击 那烧死的就是他自己 这比虚无之道还要牛逼 虚无之道 只能把伤害化成虚无 不能转移给敌人 二 转移位置 可以随便转移物体 包括自己和敌人的位置 具备部分空间之道的功能 这么厉害的吗 吊打贺坤 岂不是很轻松 张扬又惊又喜 第三章 贺坤被打忙 找个地方试试威力 张扬马上往回走 不在这里试验 是不想小树 知道他的秘密 刚走了十几步 就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赶紧回头看去 却见那棵小树竟然从地上拔了出来 一闪就去到了十米之外 再一闪又远去了十米 连续不断 几个呼吸时间就如同流星赶月一般 消失在森林深处 显然 小树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 用最快的速度离去了 换个地方猥琐发育 好快 张扬目射金光 满脸赞叹 他知道 这就是转移神通中的位置转移 完全就等于顺移了 可以和空间之道和速度之道媲美 要知道 小树还很弱小 仅仅领悟了转移法则第一层10% 若领悟到第二层 第三层 那转移位置的距离又会提升多少 或许有几十公里 甚至几百公里 几千公里 也不是不可能 转移之道 大有可为啊 位置转移 既然小树逃了 张扬也就无所顾忌了 开始试验 眼前那块半人高的石头 突然动了 诡异地出现在十米远处的空中 轰然坠落下来 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完全就是毫无征兆 非常诡异和突兀 蹭蹭蹭 张扬开始转移自己的位置 每一次转移都是十米的距离 快如闪电 仿若鬼魅 让人眼花缭乱 练了好一会 他更加熟练了 转移的距离能随心意 可能是三米 可能是五米 八米 反正就是在深周十米区域内 快速转移 诡计不定 是不是可以飞翔呢 张扬突发奇想 开始尝试 下一秒 他就把自己转移到十米的空中 不等落下 又继续往上转移 蹭蹭蹭 他很快就去到了森林的上空 然后开始平行转移 每一次都是十米 潇洒帅气的不行 张扬停止转移位置 从大约十来米的空中 如同陨石一样的坠落下来 重重地砸在地上 咔嚓 附近一棵大树 毫无征兆地断裂 倒塌了下来 而张扬却是毫发无损 连痛感都没有 因为他把伤害转移给了那一棵树 太牛逼了 张扬对转移伤害的神通 非常满意 而现在 自己终于掌握了一种 非常实用的心道 具备多种道的功能 适合搏杀 还能飞翔 至于复印之道 虽然牛逼到变态的地步 但却是不适合搏杀 也不适合展落 要永远隐藏 不让任何人知道 该回笑了 张扬微微一笑 腾空而起 蹭蹭蹭 他如同鬼魅 闪化出一道道残影 划过虚空 几分钟时间 就已经飞了十几公里 咦 那不是贺坤吗 突然 张扬惊讶出声 冷笑着降落了下去 树林中 贺坤撅着屁股 把手摁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有金色的光芒 从他的手掌扩散开去 咔嚓咔嚓 岩石开始破碎 然后就寸寸崩溃了下来 化成了一堆粉末 而贺坤的手中 却是出现了一堆金属粉末 这是他用金之道提炼出来的金属 他把金属粉末堆积在一处 又提炼了一会 终于有了一堆可观的金属粉末 差不多了 贺坤把手奔在金属粉末堆上 金光蔓延开去 粉末就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慢慢地化成了一把匕首 而且开封了 他测试了一会 满意地点点头 嘿嘿嘿 晋级入到后期 果然可以提炼金属 制作武器了 爽 爽 等下让你爽个够 张扬从树后走出来 张扬 让你去买水 你一天一夜不归 现在我问你 水呢 贺坤勃然大怒 指着张扬的鼻子问 水没有 热茶倒是有一泡 你要喝吗 张扬做事就要解裤袋 给他来上一泡黄老吉 好胆 贺坤气炸肺 一天一夜不见 这个废材竟然胆子变大了 敢反抗 敢还嘴了 这还了得 他没有任何犹豫 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狠狠一拳 就打在张扬的鼻子上 碰 张扬若无其事 啊 而贺坤的鼻梁骨 却是莫名其妙的断裂 鼻血从他两个鼻孔之中 如同泉水一样地流淌出来 剧痛攻心 让他难以忍受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就如同杀猪 怎么回事 剧痛的同时 贺坤满脸猛逼 无比的疑惑 挨打的张扬没事 打人的自己 却遭受了重创 见鬼了不成 爽吗 张扬看着贺坤痛的扭曲的脸 坏笑着问 你用了道具 贺坤气急败坏地问 修行有九个境界 悟道 入道 炼道 玉道 容道 化道 合道 天道 道天 一旦晋级炼到镜 就可以制作道具 其实也算是道的巨蟹 各种道具 都有各种妙用 比如 独之道道具 能放出剧毒 精之道道具 是金属工具 空间之道道具 是空间带 可以储物 你猜 张扬怪笑一声 用了道具我也不怕 看我的金钟罩 贺坤冷笑一声 他施展了金之道神通 全身皮肤都金属化了 金灿灿的 看上去真就像一口人形金钟 然后他飞起一脚 踢在张扬的小腹上 碰 张扬的确被踢飞了 但却是若无其事地爬了起来 但贺坤却是猛然感觉小腹剧痛 仿佛肠子断了一样 啊 他捂住小腹蹲了下去 额头上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邪门 贺坤越发的震撼和疑惑 自己都施展了金钟罩 具备了超强的防御力 怎么还是中招了 长子莫名其妙就受伤了 张扬到底用了什么道具 为何如此诡异 看来伤害转移 可以无视别人的防御 爽啊 张扬却是暗暗欢喜 你到底用了什么道具 贺坤死死盯看张扬 愤怒地问 我没用道具 身上什么也没有 张扬把衣兜都翻开了 果然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你的道具用完了 嘎嘎嘎 看我怎么教训你 贺坤取出刚才制作的匕首 跳起来一个飞扑 狠狠在张扬的小腹刺了一下 但张扬还是毫发无损 不 衣服上有个洞 而贺坤小腹上 却是出现了一个深深的伤口 血如同喷泉一样的喷尸而出 又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这怎么可能 贺坤捂住伤口 连连后退 满脸震撼和不敢置信 这个昨天还被他羞辱和欺负的同桌 怎么今天就掌握如此恐怖的神通了 是误到了吗 什么道有如此诡异的能力 第四章 金之道道果道手 来啊 继续 往我这里捅 张扬指着自己的胸口 我我我 不同 贺坤结结巴巴 连续不断地后退 他心中血量 若刺中张扬 那承受伤害的 还是自己 张扬一定是领悟了一种诡异的斗 能转移伤害 你不捅 那我捅 张扬一把夺过匕首 做事就要刺入自己的胸口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我不该欺负你 贺坤吓傻了 满脸的恐惧 那捅你总可以了吧 张扬一匕首 就刺在贺坤的胸口上 当 发出了如同打铁一样的声音 胸口仅仅出现一个白点 没有任何伤口 金之道的防御能力 果然牛逼 扑 张扬随手一匕首 就刺入了一棵大树 伤害转移给贺坤 贺坤的大腿处 就出现了一个深深的血洞 金钟赵丝毫无用 啊 贺坤倒在地上 发出如同杀猪一样的凄厉惨叫 张扬同学 我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大 请你饶我一次 复印 张扬一把 捏住贺坤的脖子 开始复印金之道道骨 昨天复印不成功 看来是复印的方式不对 必须像今天这样 同时 他变着花样 折腾和羞辱贺坤 谁让贺坤以前专门欺负前身呢 现在就是给前身报仇 丁 你复印到金之道道骨一枚 你掌握了金之道第一层法则的80% 五分钟时间很快过去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声 嘿嘿 金之道道骨到手 张扬暗暗嘀咕着 老大 你就饶小弟我一命吧 这是小弟我孝敬你的 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的贺坤 从怀里掏出20块道石 恭敬的城上 道石就是这个世界的货币 分成低级 中级 高级三种 普通人可以握在手里感悟 若天赋好 迟早有一天能悟到 从而一步登天 变成人上人 区区中级道石 你倒没见过钱吗 张扬满脸的不屑 还有这个 贺坤又肉痛地掏出一个玉瓶 里面有一粒绿色的丹药 名叫悟道丹 悟道丹是擅长丹之道的修饰 用众多珍贵的药材炼制出来的 那些入道了的修饰 用之修炼 就会加快悟道速度 从而领悟更高深的法则 是目前张扬最需要的修炼资源 若他能让转移之道 第一层的法则领悟到20% 那他的转移神通就会暴涨 转移伤害的能力 当然就会大大提升 每次位置转移 距离就远超10米了 至于复印之道 却是不着急提升 因为并不能增强自己的战力 老大 我可以走了吗 我想去看医生 贺坤小心翼翼问道 他小幅和大腿 虽然用精之道神通止血了 但鲜血还是染红了衣服和裤腿 看上去的确很狼狈 很可怜 看医生就不必了 我给你治疗一下 张扬一把抓住贺坤的手腕 心念一动 就把贺坤的伤 转移给了旁边的大树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贺坤小幅和大腿的伤口都不见了 断裂的鼻骨也神奇的好了 连个疤痕都没有 仿佛没受过伤一样 嘿嘿嘿 我的转移之道 还具一之道的功能 可以治病疗伤 今后我就是一级高超的医生了 张扬非常高兴 转移之道 有着无穷的妙用啊 老大 你到底领悟了什么道 怎么这么神奇啊 贺坤目瞪口呆 羡慕极度恨啊 自己的精之道够牛逼的了 攻守兼备 还能控制敌人的兵器 甚至还可以提炼金属制作兵器 但张扬的道 似乎更加厉害 滚 张扬懒得理他 小弟告辞 对了 昨天你逃课 林老师很不高兴 正在找你麻烦 你可要小心了 贺坤谄媚的说完 转身走了 一转过身 他的脸色就变得冰寒 拳头也捏得紧紧 张扬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张扬丝毫也不在乎林老师找麻烦 他开始试验精之道神通 心念一动 全身皮肤就变得精灿灿的 仿佛一口人形精中 他用手指敲了敲 发出当当当的声音 不错不错 防御的确很厉害 张扬赞叹着 他走了几步 地下出现了深深的脚印 因为他沉重了很多 仿佛背负着百斤重担 显然 增强了防御 却增加了重量 降低了速度 若是遇到高手 只能成为靶子 不过 有转移之道配合 却是不用担心 敌人攻击他 伤害的永远是敌人自己 张扬又寻了几块岩石 提炼金属 现场制作了一把锐利的匕首 一点也不亚于兵器店出售的那种 今后我可以制作兵器 我还是医生 能治病疗伤 算是有两门厉害的手艺了 是一个能赚钱的男人了 张扬非常满意 现在 自己有三种道果 复印 转移 金 算是不错的天才了 不过 还远远不够 还要复印更多的道果 做最最顶级的天才 学校的练武场上 高三一班正在上剑道课 班主任林老师 气势如山站立 生如红中 剑之道和别的道不一样 只要你努力练剑 日积月累 剑技提升 就有很大可能领悟剑之道 现在 随我一起练剑 修修修 几十个学生 一起出剑 寒光耀眼 剑气凌空 场面非常壮观 众学生都很认真 一点也不敢偷懒 都期待能领悟剑之道奥义 让道树开花 因为剑之道非常恐怖 剑之道道道地 可以斩下高空的星辰 还能遇见斩杀万里之外的强敌 可惜的是 全班五十个学生 没有一人能领悟剑之道 让林老师脸上无光 也无比郁闷 这一届学生不行 都没剑之道天赋 就在这时 张扬走了过来 看着这宏大的炼剑场面 他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剑之道啊 遇见飞翔 遇见杀人 多么的牛逼啊 别人领悟不了 但我可以啊 复印林老师的道果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那炽热的目光 就落在了林老师身上 第五章 复印剑之道道果 九丈剑芒 张扬 为何昨天逃课 为何今天又迟到 林老师让同学们继续练习 黑着脸盯看张扬 昨天我修炼忘记了时间 今天我是中毒了 身体不是 所以来晚了 张扬摇摇欲坠 满脸痛苦 中毒了 林老师恶忍 装的还是真的 但还是一闪而至 一把抓住张扬的手臂 开始检查 很快就发现 张扬皮肤发黑 精神涣散 还真是中了剧毒 怎么中的毒 林老师醋没问 我也不知道啊 张扬满脸茫然 其实就是他故意吃了一种剧毒 反正可以伤害转移 不用担心 但却是可以一举两得 一个逃过迟到的惩罚 二个或许还可以复印到 剑之道道果 你是个死人啊 连怎么中毒都不知道 林老师气得破口大骂 张扬以前是天才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倒数发生了变化 变得病奄奄的 估计是开不了花 结不了果了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废材 身为老师 喜欢的就是天才学生 比如贺坤 讨厌的就是废材学生 比如张扬 他当然对张扬没有任何好脸色 就是贺坤给我喝了一瓶水 张扬开始胡说八道 反正就是拖延时间 毕竟 复印已经开始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给你水喝了 贺坤气得要命 刚被你狠狠地打了一顿 你还勒索了我 事情不是了结了吗 你又污蔑我 太混蛋了吧 张扬 你竟然还敢污蔑贺坤 林老师的脸更黑了 至于贺坤欺负张扬 他一点也不认为 有什么不对 修饰欺负普通人 那算欺负吗 完全就是应该的 整个社会风气 就是如此 是的 由于贺坤 没把张扬悟到了的事 说出去 所以 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 我没有 真是贺坤下毒 他欺负我 张扬满脸的冤枉 继续摇摇欲坠 反正就是一副 林老师不拉着他 他就会摊在地上的样子 竟然还倦 等一下 让你爸妈过来一趟 林老师气坏了 怒吼道 韩家长 就是对学生最大的惩罚 一般而言 只要用出这一招 任何学生都会吓坏 老师 贺坤疾我领悟了剑制道 所以下毒害我 张扬认真的说 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不 张扬这白痴 竟然敢当着老师的面吹牛皮 他的道术病奄奄的 连花都开不了 领悟各批的剑制道啊 我们这么多天才都没领悟 张扬若能领悟剑制道 我道理拉泻 众多同学都笑喷了 贺坤也彻底无语 虽然张扬已经误到了 但绝对不可能是领悟了剑制道 这家伙疯了吗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你真领悟了剑制道 林老师也满脸怀疑之色 千真万确 张扬认真的说 可惜现在我中毒了 不能现场掩饰 那我给你治疗 等下你掩饰 若是骗我 那你要想想后果 林老师冷冷地说完 就取出了一个医道道具 就是一个注射器 里面装着一种药液 这是掌握医之道修饰 制作出来的 可以治病疗伤 掌握医之道的修饰 晋级练道径 就可以具献出道具 可以治百病 包括中毒 林老师直接就在张扬的手腕上 打了一针 立竿见影 张扬的剧毒就解了 人也彻底地恢复了过来 林老师当然也就松开了它 但张扬已经达到了目的 丁 你复印到剑之道道果 领悟了剑之道第一层 法则百分之九十 道工的道数上 出现了一个剑之道道果 形状看上去 就如同一把剑 只不过只有牙签那么大 汉 林老师也不怎么强大 也就是入道后期 张扬暗暗地摇头 入道境分成四个阶段 前期 中期 后期 圆满 分别领悟 第一层法则的百分之零至三十 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百 张扬同学 掩饰你的剑之道 林老师把剑塞进张扬手中 没有任何期待 他根本不相信张扬领悟了剑之道 现在就是要拆穿张扬 然后 他要狠狠地修理这个 胆大妄为的废材学生 竟然还敢骗老师 简直无法无天 我想到要喊我爸妈来 就无力掩饰 张扬耸耸肩膀 你 林老师气得要命 若你真的领悟了剑之道 就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不必喊家长 我还会惩罚贺坤 要的就是这个承诺 张扬很满意 开始掩饰剑之道 他铿锵一声拔剑 闪电般斩出 咻 剑爆射出九杖剑芒 冰寒撤骨 隔空斩断了一棵 核爆粗细的大树 轰然坠落下来 激起了满天的烟尘 哈哈 你真领悟了剑之道 而且是入道境后期 很快就可以晋级圆满境了 实力一点也不亚于老师 不错不错 老师很欣慰 林老师脸上的怀疑瞬间消散 被洗色所取代 而所有的同学 却是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天哪 张扬竟然真的领悟了剑之道 而且达到了入道境后期 这怎么可能啊 但 为何一直忍受着 贺坤的欺负 为何不反击 当然不亚于你 毕竟是复印了你的剑之道嘛 张扬怪异的 看了林老师一眼 没想到啊 真的没想到 原来张扬才 是我的一波弟子 我终于教出了一个剑之道学生 林老师还在感叹 嘴巴都笑歪了 距离无考 还有近两个月 张扬有很大 可能晋级练道境 那怎么也可以考上一所名校 将来大有可为 而自己 也能得到丰厚的奖金 林老师 贺坤对我下毒 必须狠狠惩罚 张扬说 我没有 你污蔑 贺坤本来是一点也不担心 老神在在 就现在 确实有点慌了 特么的张扬 竟然领悟了剑之道 境界还很高 张扬成了林老师的一波弟子 那老师还会偏袒他贺坤吗 贺坤 初恋 林老师 杀气腾腾的贺道 第六章 误道店出狱林轻舞 老师 我没有 真的没有下毒啊 是他污蔑我 我冤枉啊 贺坤畏畏缩缩走出来 趴下 不许用金之道对抗 否则 喊家长 林老师贺道 我冤枉啊 贺坤差点哭了 不得不照做 他可不想喊家长 张扬 你用剑 狠狠抽他屁股一百下 林老师说 当众打屁股 爽啊 张扬得意地笑了 开始狠狠地抽打 喷喷喷 声音连续不断 打得皮开肉绽 血肉横飞 打得贺坤惨叫连连 痛苦至极 在这一刻 他真的后悔了 后悔欺负张扬 结果这混蛋竟然一而再地报复 变着花样欺负回来 哈哈 贺坤的屁股开花了 打成八半了呀 张扬的报复真狠啊 众多学生都在大笑 终于 一百下打完了 贺坤奸奸一息 林老师用了一个医疗道具 把贺坤治疗了一番 贺坤恢复了过来 愤怒地说 张扬 你太过分了吧 我就这么过分 你能怎么样 张扬挑衅道 贺坤不敢硬气 搭拉着脑袋 不说话了 贺坤和张扬单挑啊 你的金之道 恰好克制他的剑之道啊 难道你还怕他 有同学疑惑地问 的确如此 由于金之道 可以控制任何金属 当然也可以控制 张扬的剑 让他发不出剑之道的威力 他不用剑更恐怖啊 贺坤恐惧地打了个寒战 显然是想起了先前的悲催场面 张扬同学 今后我的剑之道课 你就不必上了 你应该去误道店修行 林老师笑盈盈地说完 带着张扬去学生管理处登记 不再是废材 而是入道径天才 旋即张扬 就从普通宿舍搬进了一个小洞府 这是专门给入道径学生准备的 洞府相当于一套 两室一厅的房子 分成卧房 修行密室 外家大厅 当然也有洗手间 非常舒服 嘿嘿 不错不错 张扬非常满意 这么好的住宿条件 必须谈个女朋友 想起女朋友 她的心莫名一痛 一个是心痛自己的前世 孤独终老 二个是前身 对女朋友韩冰云的执念 而从记忆中得知 韩冰云的确很美 虽然比不上校花铃青舞 和穆青青 但也称得上是美女 让前身非常痴迷 兄弟你就别惦记韩冰云了 那种女人不值得你爱 你这一辈子 虽然短暂 虽然不幸 但至少有过女朋友 相比于前世的我 已经好多了 我前世 可是没谈过女朋友 没享受过女朋友的温柔 一辈子孤独终老 不堪回首啊 张扬男男道 她收拾了一番 就出门看美女去了 不对 是去物道店修行 不过 物道店的美女很多 也是实话 物道店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图 时间之道 空间之道 力量之道 五行之道 都是和道修饰 制作出来的 蕴含着某种道的玄奥 虽然五纲二中 有五百多高三学生 但物道的学生 也只有五十来人 入道的更少 不超过三十 但即使是普通学生 也可以参悟道图 前提是你 和某种道图 有特殊感应 那可以让你的道数 更快地开化 所以 物道店一般都使人满为患 尽管要给钱 架不住有钱的学生很多 张扬就很穷 以前从没进去修行过 穷文富武 自古亦然 物道店非常的高大 也装修得非常的气派豪华 静静出出的学生很多 张扬取出二十块中级道石 对守门的老师说 我修炼两小时 他有四种道果 复印 转移 金 剑 复印之道 和剑之道最牛逼 处于入道境大圆满 转移之道处于 入道境初期 仅仅领悟了 第一层法则的百分之十 经之道处于 入道境中期 因为领悟第一层法则的百分之八十 虽然说复印 转移是心道 但见合金不适 里面定然有道图 修行一天 几天都没问题 奈何他没钱 这些道石 还是抢和坤的 两小时的效果不好 最佳的修炼时间 是一天 负责登记的老师解释道 没必要 我只修炼两小时 张扬轻描淡写 现在他的目的 就是仓物道图试试看 到底效率如何 再做另外的打算 张扬同学 你是不是手头不方便 没关系 我借给你 一个女生 迈动着一双大长腿 带着淡淡的幽香 走了过来 雪白的景身裙 把他绝美的身材 彻底凸显出来 真就是最完美的S曲线 五官精致 肌肤胜血 头发很长 黑色瀑布般 倾泻到那堪堪一卧的腰盘 整体看去 青春中带着妩媚 妩媚中带着优雅 优雅中又带着性感 倾国倾城 壁花修院 赫然就是领悟了 时间之道 水之道 美之道 武之道的天才 笑话灵青舞 这妞也太好看了吧 张扬倒抽了一口凉气 前世 在手机上看多了美女图片 也算见多识广 具有免疫力了 但遇到林青舞这种美女 她还是被震撼 被深深地吸引了 不过 记忆中 自己和林青舞 没任何交情 连话都没说过 她怎么会主动帮她 心肠也太好了吧 这怎么可能 老师和附近的同学 都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林青舞 从来都不对任何男生 假以辞色 何曾主动借道士给男生 难道 这男生 有什么特别吗 屁的特别啊 那家伙 名叫张扬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材 因为他的道数啊 没有一点生机 并奄奄的 连花都不开不了 悟到也就遥遥无期了 估计终生无望 而且他还是个穷鬼 高中三年 这还是第一次 想入悟道殿修炼 总不能是因为 张扬很帅的原因吧 我不相信 女神会如此肤浅 我认为林青舞 是同情她 天哪 女神好有同情心啊 意润纷纷 张扬领悟见知道的事 还没传扬开去 他们都还不知道 那就谢谢了 我一定会还你的 张扬感激地说 不用客气 林青舞的声音 清脆悦耳 仿佛大猪小猪若玉盘 很快 林青舞就附了 两人修行一天的道食 两人走了进去 第七章 空间道徒的妙用 墙壁上密密麻麻 挂着各种道徒 怎么也有镜板 大殿中的学生不少 都盘膝 坐在葡团上参悟道徒 张扬仔细地寻找了一番 没发现复印和转移道徒 又去放在桌子上的 那本大道目录中 查询了一番 的确没这两种道 的确是心道 要感悟完全靠自己 现在张扬最想提升的 就是转移之道 一个是境界太低了 二个是威力非常强 虽然说是心道 但却是和空间之道有关联 因为不管是伤害转移 还是位置转移 都涉及空间法则 于是他在空间道徒区域 找了个位置 盘膝坐下 开始参悟 空间道徒看上去很复杂 众多杂乱的线条 构筑成了几个复杂的漩涡 张扬关注的 就是最小的漩涡 慢慢地他感悟到了什么 他的转移道徒 亮起了淡淡的绿色光芒 道树也越发地变得生机勃勃 显然是得到了养料 道法的进步 就是道树和道果的养料 显然 参悟空间道徒 也能让转移之道进步 张扬取出了那一粒悟道单 服用了下去 药力从腹中扩散开来 他很快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神秘的 顿悟境界之中 悟道的速度暴涨了多倍 对于转移之道的理解 在渐渐地深入 天亮时分 药力终于用完 第一层的转移法则的领悟 有不少的进步 提升了1% 如今达到11%了 若有足够多的悟道单 或许用半年时间 就可以把转移法则第一层修炼圆满 若用高级的悟道单 或者另外的珍贵单药 甚至一些罕见的天才地宝修炼 那时间还能提前 看来得想办法赚钱 张扬没多想 继续感悟空间道图 直到把一天的时间用完 才不得不停止了感悟 可惜 这小半天的感悟 仅仅只提升了0.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张扬走出大殿 而林青武也走了出来 问 这次修行有效果吗 效果不错 张扬笑道 你呢 我感悟的是时间道图 服用了两粒高级悟道单 时间法则进步了0.1%的样子 林青武答 时间大到很难领悟 太难了 水滴石川 绳巨木段 坚持就是胜利 张扬鼓励道 暗暗却是很兴奋 自己仅仅服用了低级悟道单 但进步很大 看来 那一棵小树的转移天赋很好 我走大运了 水滴石川 绳巨木段 这话很有含义啊 林青武深深地看了张扬一眼 林青武同学 你怎么认识我的 昨天你可是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张扬问道 因为你很帅呀 想不认识都很难 林青武俏皮的一笑 对对对 我还是大帅哥 张扬眉开眼笑 自己的确是学校第一帅哥 女生没有不认识他的 就如同林青武是第一笑花 没有男生不认识他一样 这理由非常强大 他们边走边聊 一路回到了洞府 两人的洞府竟然相邻 我们这么有缘 竟然是邻居 张扬笑道 那你同时和三个女生有缘 因为我住的是大洞府 住着三人呢 林青武调侃道 就是你们三人组成了凤凰寻宝队 张扬的眼睛亮起 你猜对了 林青武点头 听说你们每次寻宝 都有斩获 我能加入吗 张扬问 虽然可以凝练金属 制作兵器 但也值不了几个钱 至于给人疗伤赚钱 暂时也没门路 探险寻宝才是正道 既然你也住进了洞府 显然也入道了 你入了什么道 林青武问 金之道 入道后期 剑之道 入道大圆满 张扬说 至于复印之道 那是绝对不说的 转移之道 也暂时隐瞒 你竟然真的入道了 你的道数 不是一直并奄奄的 不能开花 不能结果 林青武满脸惊讶 他认识张扬 不仅仅因为张扬帅 还因为张扬是高三 最大的废材 道数出了问题 所以他才怜悯他 借给他道实 但他竟然突然领悟了 两种道 而且境界颇高 突然对这两种道有了感悟 所以就悟到了 张扬谎言道 但昨天你参悟的是空间道徒 莫非你还想领悟空间之道 林青武好奇地问 我似乎对空间之道有天赋 所以就尝试一下 张扬又搪塞道 我组建的凤凰寻宝队 全是女生 不收男生的 不过 可以带你一次 那你就有经验了 可以自己去寻宝 也可以组队去寻宝 明天我们去荒原禁区 林青武沉吟了一下说 荒原禁区就在城外 大约三十公里处 出产各种宝物 灵药 灵果 甚至还可以猎杀到兽 又不算太危险 适如道径修士历练的好场所 约定好出发的时间 两人就回了各自的洞府 修炼了一天一夜 还是很累的 所以 张扬喜悦了一番 马上就睡了 临睡前 还想了一下林青武 如此优秀的大美女 就住在自己的隔壁 迟早能找到复应的机会 若是复应到她的时间道果 那就厉害了 时间之道 那可是最顶级的大道 太让人眼馋了 第二天早上 张扬在洞府门外 见到凤凰寻宝队三名成员 队长林青武 折一身绿色的盔甲 腰配长剑 显得腰细腿长 英姿飒爽 副队长也是一个超级美女 容颜归丽 如牡丹一样艳丽 腰细臀胸大腿长 也有一头秀法 配上那高雅的气质 妥妥的绝世佳人 她名叫穆青青 她的道数天生就特别高大 所以潜力很大 现在也很不凡 凝聚出了穆之道和生命之道道果 生命之道可是顶级大道 领悟这种道的修饰 寿命特别长 至少能活十万年 所以 她早就被天山道门特招 她也是校花 和林青武齐名 被无数男生暗恋 第三个成员 名叫向美云 榜大腰圆 身高两米 魁梧至极 仿佛一座塔 她名凝聚出力量道果 兵器是一把千斤重斧 极为擅长近身搏杀 终于见到记忆中另外一名校花了 竟然如此的美丽性感 若是要从她和林青武中选一个做女朋友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选择 张扬无比惊艳 看来 乾坤大陆的美女质量很高 却是一个好地方啊 感谢命运 让我穿越来到了这里 第八章 我不是牛皮大王 嗨 帅哥你好 沐青青微笑着和张扬打招呼 非常友好 显然 也是外貌协会的 喜欢帅哥 以前我们凤凰寻宝队去寻宝 都是我们三人 这一次 为何要加上他 一个男生 不怎么方便吧 其实啊 有我向美云在 凤凰队不需要任何男生 向美云却是不怎么高兴 嘟囔道 有时候 多一个人 不但不能增加战力 反而会成为累赘 张扬看上去就是累赘啊 这一次 我们探索要更深入一些 多一个帮手 也就多一份保障 而张扬 擅长金之道和剑之道 防御和攻击都不错 反正就只待他一次 同学骂 互相帮助 别生气了 林青五 欠然道 好吧 向美云勉强同意了 但又狠狠地瞪了张扬一眼 你的盔甲和兵器呢 双手空空去探险 你当时去郊游吗 我有这个 我还有金钟罩 不用盔甲 张扬从怀里取出一把匕首 还运起了金钟罩 和穿上盔甲差不多了 金之道果然不凡 盔甲都可以省了 林青五打圆场 其实他心中血量 张扬就是穷 买不起兵器和盔甲 青五很不对劲哦 难道他欣赏张扬 向美云在沐青青的耳边嘀咕道 听说他的道数一直有问题 还被寒冰云抛弃了 现在确入了两种道 可能是有奇遇哦 所以青五对他产生了兴趣 穆青青也小声说 好了 好了 别嘀嘀咕咕了 我们出发吧 林青五瞪了两人一眼 他们三个 各自从空间容器之中 取出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道具 都是青一色的木马 是擅长速度之道的修饰 制作出来的赶路工具 但往往只能使用三五年 就会崩溃 化成飞灰 还有更高级的鸟形道具 附中有空间 可以快速飞翔 是擅长空间之道的修饰 制作出来的 价格比木马要贵十倍 甚至百倍 三人操控了一下 三匹木马就快速地变大 他们翻身而上 同时看向张扬 向美云惊讶地问 你不会连赶路的道具 也没有吧 我的确没有 张扬坦然道 他真是穷光蛋 没空间容器 没兵器 没盔甲 没赶路的道具 简直就是一穷二白 不过 等自己也修炼到练到劲 就可以具现道具 获得稳定的经济利益了 所以 他并不自卑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少年穷没事 就怕老年穷 那你还去寻什么宝呀 要不 青武你带他一程 向美云似笑非笑地 看着林青武 去校店买个道具吧 林青武说 不必 我能跟得上 张扬有点失望 林青武竟然不愿意带他 否则 两人共做一个道具 岂不是就可以复印他的时间 和水之道道果了 可惜啊 难道他的剑知道 晋急了练到劲 能遇见飞翔了 三个女生都很疑惑 但也没问 开始策马奔驰 速度怎么也能达到 一百公里每小时 当然 他们还回头看来 倒要看看 张扬怎么跟上 张扬的确跟上了 一晃就是十一米 再一晃又是十一米 连脚都不用动 似乎是瞬移 空间神通的一种 看上去是无比的潇洒和帅气 原来他还领悟了空间之道 如此之快的速度 至少也把空间法则 领悟到第一层的50%以上了 沐轻轻惊叹道 轻武 这一次 你还真的找来了一个了不起的高手 还领悟了空间之道 怪不得他参悟空间道图 那他领悟的三种道 空间 剑 金 都是很厉害的大道啊 林轻武也暗暗惊讶 甚至还白了张扬一眼 昨天问你 你还保密呢 害怕我对你不利不成 张扬 原来你竟然领悟了三种道 怎么先前不说啊 不把我当兄弟 向美云也眼睛亮起 大大咧咧道 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女生 对于他欣赏的男生 是很热情的 而张扬就凭借着现在的表现 让他另眼相看了 他虽然很自负 因为他领悟的是力量之道 顶级的大道 但张扬领悟的空间之道 也是顶级大道 何况 剑之道 金之道也非常厉害 就天赋而言 张扬可以吊打他了 他可没资格嫌弃张扬了 其实 我领悟的不是空间之道 而是一种心道 名叫转移之道 这就是转移神通 位置转移 张扬也没隐瞒 微笑着解释 转移之道 一种心道 三个女生很惊讶 灵亲五第一时间就提醒道 心道很难修行的 没有道徒参悟 要靠你自己独自摸索 进展很慢 你最好还是主修金和剑之道 等将来你强大起来 有自保能力 才抽时间领悟转移之道 否则 浪费修行时间不说 还因为太弱 而遭遇意外陨落 别的大道 我应该不用自己修炼 复印道果就行了 张扬暗暗嘀咕 但他还是礼貌地谢过 你最好想办法 领悟生命之道 那就能拥有十万年寿命 定然有时间 把心道修炼到合道境 那就可以制作道徒 开宗立派了 穆青青也建议道 若你有兴趣 我可以和你讨论讨论 生命之道的奥义 嗯嗯 我记住了 一定向你请教生命之道的奥义 张扬连连点头 穆青青的建议真不错 而若有和他独处的机会 或许就可以复印道 他的生命之道到果了 就说是他指点的好 岂不妙哉 可以活十万年的大道啊 太让人期待了 青青你就别乱来了 灵青舞白了穆青青一眼 又对张扬说 你傻啊 还真信 生命之道 那可是顶级大道 领悟起来无比艰难 这样的天才 全国每年也出不了几个 你若真去领悟 那定然浪费大好光阴 其实 昨天我和生命道徒发生了感应 只是以前我没修炼资源 没进过悟道殿 所以不知道 张扬认真地说 穆青青灵青舞 彻底无语 当然是压根也不信 向美云 甚至扑呲一声笑了 见过会吹牛的 但没见过这么能吹的 第九章 悟道茶果 荒野禁区的密林中 张扬四人 正在缓缓地前行 手里都拿着兵器 脸上满是警觉 这里的密林 可不是学校后面的那种山林 要高大和茂密的多 当然也要危险很多 有非常强大的道直和道兽 也有普通的野兽 但即使是普通的野兽 也非常凶残 实力也很强 深入了大约三十公里 终于遇不到什么人了 各种宝物也多起来了 最多的就是各种灵药 他们挖得很开心 张扬还一直暗中抚摸各种植物 想要找到一株道直 复印一种道果 可惜今天运气不太好 一种都没遇到 不能前行了 前方是危险区域 有道兽和道直 林青武停下了脚步 但收获不大呀 张扬心有不甘 还没复印到一种道果呢 但安全更重要 三个女生同时严肃地说 他们出来寻宝多次了 经验比较丰富 野兽来小心谨慎 所以才自此安全而归 正要返回 一阵风吹过来奇异的幽香 呼吸一口 让人格外的精神 似乎脑子被水洗过一样 什么香味 好好闻 张扬惊讶到 应该是悟道茶果成熟发出的香气 前方有悟道茶树 三个女生的眼睛同时亮起 林青武兴奋地说 悟道茶果是一种非常好的天才地宝 能帮人快速地悟道 比高级悟道单的效果都要好上很多 当然是非常珍贵的 四人顿时就挪不动脚步了 商议了一番 就再次深入 寻找香气来源 运气不错 很顺利地抵达了一座悬崖之下 有瀑布从悬崖上冲击下来 简直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非常壮观 一株弯弯曲曲的茶树 就长在悬崖的缝隙之中 被众多的荆棘和茅草掩盖 隐藏得很好 若不是茶果成熟了 发出茶香 那张扬四人也绝对发现不了 真是悟道茶果 这一次我们走大运了 至少有十几枚茶果 发财了呀 四人欢呼雀跃 兴奋激动不已 但乐极生悲 一条巨蟒 突然就从瀑布掩盖的洞穴之中 探出头来 荷抱粗细的头颅 冰寒的两眼 心红的蛇性子 让人望而生畏 欢呼声戛然而止 就如同被掐住了脖子一样 一定是盗兽 看样子非常强大 怪不得悟到 茶树没被人发现 是因为有盗兽守护 我们还是撤退吧 三个女生先后说 她是什么盗兽 擅长什么盗 张扬不但不害怕 反而眼睛亮起 终于有复应的机会了 其实三个同伴的盗果都可以复应 奈何他们都是女生 可不会给你接触五分钟的时间 但这条蛇就不一样了 不要说接触五分钟 就是十分钟 也不会怪罪 十有八九就是独知道 非常可怕的道 林青武忌惮地说 毒之道的确很恐怖和邪恶 能让人无声无息地中毒 从而失去任何反抗能力 仅仅只有毒 那不用担心 你们感觉 他的防御怎么样 张扬问道 他身上有鳞片 看上去非常的厚实 防御一定很强 他应该是练到劲到兽 走吧 这巨蟒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林青武说 还不等他们撤退 巨蟒却是动了 如同利剑一般的跳跃而下 张嘴就喷出黑色的夜景 铺天盖地射向四人 嗖嗖嗖 四人快速地后退 可惜 毒液来是太快了 笼罩了他们 根本就躲避不开 时间减缓 林青武用出了时间神通对抗 但也仅仅只让一个小范围的区域 时间放缓了 毒液从四面八方附着在这区域上 还在缓缓降落 也就是说 仅仅减缓了他们中毒的时间而已 可怕的是 毒蛇马上就杀到了 完了 三个女生的脸上都浮出了绝望之色 也无比地后悔 知道这区域很危险 但还是侥幸进入 结果就落入了如此绝境 不用担心 有我呢 张扬满脸自信 转移神通发出 笼罩而来的毒液 全部倒飞了回去 淋在巨蟒身上 嘘嘘嘘 巨蟒的鳞片都在融化 冒出了黑色烟雾 显然 剧毒非常厉害 连巨蟒自己 都有点抵挡不住 巨蟒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庞大的身躯 也轰然砸了下来 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树木倒塌 尘土飞扬 快走 快走 三个女生又惊又喜 招呼张扬赶紧逃命 向美云断后 跑什么跑啊 我们可以猎杀那条毒蛇 还能得到污到茶果 张扬哭笑不得 三个女生的胆子太小了 这都还没正式交手呢 那是炼刀劲的毒蛇 我们对付不了 三个女生都没好气大喊 仅仅高出一个境界而已 我们可以越级 杀死她 只要如此这般 算了 和你们说不清楚 看我出手 我一人就可以干掉她 张扬大胆地走向巨蟒 三个女生面面相去 这家伙这么忙的吗 是愣头青 还是真有把握 好 巨蟒皮糟肉后 砸下去并没什么大碍 她也早就解了自己中的剧毒 尾巴在地上一拍 身躯就暴尸而起 射向走来的张扬 这一次 她接受了教训 不喷毒了 而是张开血盆大口 狠狠咬向张扬 小心 向美云从张扬背后跳出 全力一斧 斩在舌头上 碰 鳞片破碎 出现了浅浅的伤口 而向美云 却是受到巨大的反振之力 双手虎口崩裂 人也倒飞回去十几米远 摔在荆棘丛中 呲牙咧嘴 痛苦至极 爬不起来 给我绑 沐青青第二个越过张通 伸手一指 一根藤腕就快速地变大变长 缠绕在巨蟒的身上 但却是被巨蟒瞬间正断 一蛇尾把沐青青甩飞 卡在一棵大树的枝鸭中 出不来了 蹊跷流血 气息奄奄 灵青五第三个冲上去 用时间神通控制巨蟒 但巨蟒太巨大了 太强大了 他控制不住 反而遭受了时间法则反噬 维米倒在地上 失去了战力 交手一瞬 三个女生全军覆没 仅剩张扬了 第十章 复印毒之道道果 张扬 你快跑 三个女生竟然还在拼命地大喊 希望张扬能逃出生天 先前张扬救了他们 他们也认可了张扬 所以才如此奋不顾身地出击 简直就是添乱 张扬有点淡痛 他还以为三个女生很强 哪里知道原来就是一群菜鸟 对上巨蟒 简直不堪一击 他不再耽搁 狠狠把匕首刺入大地 伤害转移给巨蟒 所以 巨蟒的喉咙深处 突然就爆出了一个深深的伤口 血暴射而出 吼 巨蟒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 但没退缩 还是狠狠咬向张扬 但 张扬鬼魅一样不见了 眨眼出现在巨蟒侧面 又对着大地疯狂地刺入 我刺 我刺 巨蟒的喉咙 七寸等关键部位 迅速出现了一个个血洞 血从这些血洞之中 如同喷泉一样地喷出来 染红了荆棘和茅草 巨蟒痛得疯狂地打滚 凄惨狼狈至极 怎么可能 难道转移之道 不仅仅可以转移位置 还能转移伤害不成 三个女生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羡慕无比 掌握一种这样神奇的道 真是太帅太爽了 吼吼吼 巨蟒还在翻滚惨叫 他无比憋屈 他可是比张扬强大无数倍 但张扬竟然擅长如此邪恶的攻击 不用近身 就可以重创他 这还怎么打 终于 巨蟒奄奄一息 失去了反抗能力 张扬趁机抓住巨蟒 用匕首疯狂地刺入巨蟒的伤口 同时开始复印道果 五分钟后 巨蟒终于咽气 死得无比的屈辱 定 你复印到一枚毒枝道道果 你掌握了毒枝道第一层法则100% 第二层法则30% 复印机也发出了提示声 几乎同时 张扬的道数上多出了一枚黑色的道果 比复印 转移 金枝道道果都要大上一些 爽 张扬暗暗欢喜 直接就进入练刀镜了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你怎么样 张扬把林轻武搀扶起来 我没事 你去看看他们两个 林轻武微微羞涩 这还是第一个和他有身体接触的男生 沐青青 你还好吗 张扬腾空而起 来到树上 然后他就脸红了 因为沐青青两个部位太过丰满 卡在枝丫中 怎么也出不来了 但现在却是显得越发巨大 绽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好家伙 张扬暗暗地感叹 同时飞快地斩断了树枝 带着他转移了下来 又去拉起向美云 他受伤较重 连站都站不稳了 张扬给三个女生转移了伤害 其实这是最好复印他们道果的机会 但复印一枚道果 就需要五分钟 三人可是有近十个道果 那就是五十分钟 这是危险区域的密铃 张扬担心 有强大道兽出现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就放弃了 三个女生马上恢复了过来 一个个木犯一彩 转移之道如此神奇啊 还能疗伤 效果还这么好 速度这么快 就一个瞬间 向美云你在下面警戒 我们三个去摘物道茶果 张扬说 我上不去 林青武和木青青同时说 悬崖太高了 太陡峭了 他们没领悟空间之道 或者青之道 当然是上不去的 我带你上去 张扬大胆搂住他们的小蛮腰 十几次转移位置 就去到了悬崖上 同时暗暗感叹不已 美女的腰就是不一样啊 搂住的感觉真好 上辈子没老婆 这辈子一定要找一个 必须有林青武和木青青 这么漂亮和优秀 要不 试试追求他们 但 到底追求哪一个呢 好难抉择啊 好多误到茶果 林青武和木青青 可不知道张扬的龌龊心思 一上了悬崖 就欢呼雀跃地开始摘 本以为误到 茶树不大 茶果不多 但现在才知道 在下面看到的 仅仅是一个枝鸭 其余部分隐藏在树木荆棘之中 枝鸭上揭满了茶果 淡黄色的 花生米那么大 非常漂亮 全部摘下 仔细地数了一下 竟然有近千个 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旋即 他们又有新的发现 瀑布之后有一个洞窟 赫然就是毒蛇的老巢 里面有四个蛇蛋 篮球那么大 颜色洁白 好宝贝 三人的眼睛都放光了 因为这是盗兽的蛋 若孵化出来 十有八九是毒之盗盗兽 那可是能驯化的 可以成为守护兽 甚至能随身携带 只要放在盗兽袋中就行了 玄机就是分饱了 悟到 茶果是不会卖的 直接就可以用来修炼 由于这一次 全靠张扬 所以 三个女生把悟到茶果 全部分给张扬 张扬也没拒绝 但确实也给了他们好处 三个兽蛋让他们一人一个分了 虽然兽蛋也值钱 但当然不能和珍贵的悟到茶果比 那就谢谢了 三个女生都笑叶如花 张扬人品不错 由于天已经黑了 他们不打算返回 而是准备在巨蟒老巢中过夜 洞窟在瀑布之后 非常隐秘 应该很安全 至于毒蛇尸体 也早就被林青舞 收进了空间戒指 盗兽尸体全身都是宝 皮肤 骨头 都可以练气 血液可以练丹 肌肉可以吃 非常滋补 所以这一次 他们的收获巨大 张扬在山洞中煮茶 然后喝茶悟道 效果特别好 一夜之间 张扬的转移法则 就晋级到了第一层的15% 至于精之道和毒之道 复印之道 张扬根本没敢悟 这一次能杀死巨蟒 全靠转移之道 所以 必须全力修行转移之道 从而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张扬出动试验了一番 发现转移的距离达到了15米 转移伤害的能力 当然也变强了 谢谢 也结束修行的林青武和木青青 坐在岩石上 就着瀑布洗脚 林青武清纯艳丽 仿佛牡丹盛开 木青青性感妖娆 仿佛艳丽的红莲 都绽放出惊人的美丽 牢牢地吸引了张扬的目光 现在我和他们的关系得到改善了 稍微接触一下 是没什么问题了 但 接触五分钟 还是有难度的 复印他们的倒果的时机 还不成熟啊 张扬同学 你是不是好纠结 两个都绝世无双的美丽 两个都让你心动神谣 到底追求哪个才好呢 向美云从术后走出 戏学道 第十一章 因祸得福 早上好啊 你的修行有进步吗 张扬转移话题 虽然向美云误会了 但他不想解释 因为解释不清 何况 他也的确起过追求的心思 也的确不知追求哪一个 误到茶果就是神奇 我已经领悟了 励志道法则第一层的30% 一夜提升了三个点 向美云喜气洋洋 虽然悟到茶果都分给了张扬 但张扬又用市场价 卖给了他们一些 那你努力啊 尽快晋级练道劲 张扬鼓励道 只要和向美云处理好关系 将来等他变强之后 再复印他的道果 事半功倍啊 所以 向美云固然是 给他自己修炼 但也是给张扬修炼 等用完这些悟到茶果 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 我绝对可以一辅 就斩杀那条独猛 打你也轻松得很 向美云自信满满 打我也轻松得很 张扬似笑非笑 你确定 当然 向美云说 我早就看明白了 你的转移之道虽然厉害 但也是有转移极限的 只要我的力量足够大 你就只能转移一部分 剩下的你就承受不住 会重创你 至于你攻击大地 转移伤害给我 只要我离你足够远 你也就转移不成功了 这么聪明 张扬暗暗地吃惊 虽然向美云 说出了转移之道的弱点 但她却是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她掌握的 倒会越来越多 你不信 向美云果然聪明 从张扬脸上的表情 看出了什么 没有没有 你说得对 张扬不和她辩驳 走到一边 轻轻地探出右手 掌心之中 快速地涌现出了 黑色的毒液 嘿嘿嘿 练道径的毒之道 果然可以制作道具 毒液了 张扬暗欢喜 从此 可以出售毒液 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了 众多炼刀进修室 都有这样的本事 只是 有的道具没什么用处 也不值钱 比如土之道 你去献出一些土 送人都没人要 不知道值不值钱 张扬看着手中的毒液 满脸期待 原来你还领悟了毒之道 而且晋级炼刀进网 怪不得你不怕毒莽的剧毒 你瞒得我们好苦 三个女生走了过来 当然就看到了张扬手中的毒液 林青武和穆青青是无比的钦佩 向美云却是非常尴尬 刚才还在吹嘘呢 哪里知道 张扬竟然早就晋级炼刀进了 我忙个傻啊 以前我根本没有 张扬在心中吐槽 既然你能炼到 得到毒液 根本就不缺钱修炼吧 林青武又疑惑地问 我能炼制的毒液不多 卖不到什么钱 哪里够修炼啊 所以 我希望今后 能继续跟着你们寻宝 行吗 张扬说 张扬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不过 也正常 谁让我们凤凰寻宝队 有两个千娇百妹的笑花呢 向美云调侃道 胡说八道 两个笑花都红了脸 冲着向美云 就是一顿输出 打得向美云连连求饶 一阵笑闹 三个女生又讨论了一番 最后还是同意 吸收张扬入队 从此 张扬成了凤凰寻宝队的一员 实在是这一次张扬的表现太优秀了 让他们的收获 前所未有的大 很好 关系又进了一步 迟早能找到复印道果的机会的 我也迟早能做出追求哪一个的抉择 张扬心中大喜 三个女生分别有着时间 生命 力量道果 都是最顶级的大道啊 拥有任何一种 都是超级天才 但自己迟早都会拥有 他们没再继续寻宝 而是开始返回 等消化了这一次的收获 变强之后 再来寻宝 那就安全很多 效率也定然高很多 突然 一声刺耳的鸟鸣响起 一只颜色鲜艳的巨鸟 从空中俯冲而下 它的速度太快了 四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幸好巨鸟 仅仅攻击了一人 钢铁巨爪狠狠抓住张扬 翅膀一扇 就划过一道 美妙的弧线 腾上了高空 急速往近地深处 飞走了 张扬 三个女生大惊失色 痛苦至极 但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单瞪眼 因为它们都不掌握空间法则 不能飞 也没飞翔道具 或者法宝 卧槽 反应过来的张扬 也头皮发麻了 竟然被鸟抓走了 怎么办呢 检测到火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就在此时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 擅长火之道的巨鸟 张扬更是忌惮 当然 毫不犹豫就下令复印 复印到火之道道果之后 才能对抗火焰攻击 否则 必死无疑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 巨鸟还是在飞翔 而张扬的倒数之上 却是多出了一枚火之道道果 鲜艳如火 非常漂亮 自然而然 张扬领悟了 火之道第一层法则100% 外加火之道第二层法则的50% 不错不错呀 练到静中期了 张扬眉开眼笑 欢喜无限 巨鸟终于开始降低高度 显然是要降落 而下方就是一座小山峰 长满了巨树 其中一棵树上就有一个巨大的鸟巢 里面还有几只小鸟 张扬再不耽搁 手心中出现了黑色的毒液 涂抹在巨鸟的脚踝上 巨鸟当然发现了张扬的小动作 那是勃然大怒 区区实物 也敢反抗 找死呢 爪子疯狂地收拢 深深地陷入张扬体内 但张扬还是若无其事 反而巨鸟的翅膀上出现了伤口 有血流出来 巨鸟无比疑惑 自己是怎么受伤的 但 无庸置疑 是爪子中的人干的 所以 他马上开始反击 身上冒出了熊熊火焰 包裹了 他自己和张扬 化成了一个巨大的炽热的火球 若张扬没复印 倒火之道倒果 估计要化成飞灰 因为他的转移之道 还很粗浅 不可能持续转移 这么恐怖的伤害 但现在 张扬的身躯表面 也出现了火焰 化成了火甲 把巨鸟发出的火焰 全部阻挡在外 他取出匕首 疯狂地斩杀巨鸟的脚踝 当当 巨鸟的脚 如同钢铁打造 丝毫无损 他甚至还被激怒 狠狠一口啄在张扬的脑袋上 但痛的是他自己 脑袋上瞬间就出现了一个血洞 伤害转移 是真的很牛逼 基本上无减 摔死你 巨鸟气急败坏 松开了爪子 张扬如同陨石一样地坠落下去 第十二章 一窝端了 碰 张扬重重地摔在地上 身边的一棵大树 咔嚓一声断裂 转移伤害的结果 张扬翻滚了几圈 就一动不动了 似乎摔死了 搜 巨鸟利剑一般俯冲而下 犀利的爪子狠狠抓向张扬 你上当了 张扬一个位置转移 躲避开去 然后狠狠把匕首刺在地上 一次两次三次 巨鸟的脖子部位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血洞 巨鸟惨叫着 重重地砸在地上 翻滚着想要攻击张扬 但张扬的转移神通 可不是吃素的 每次都可以转移开去 再攻击大地 转移伤害 巨鸟脆弱部位的伤口 越来越多 两个眼睛也爆裂了 但还是很凶残 它释放出了恐怖的火焰 瞬间就笼罩了张扬所在的区域 可惜 还是做无用功 复印到了火之道 盗谷的张扬的火焰盔甲 轻松挡住了火焰 所以 张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熬战了大约五分钟 巨鸟终于不干心地 躺下不动了 血都流干了 还不死才是怪事 累死我了 张扬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喘息 他道宫中的转移道 国已经尾米了 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休息了好一会 张扬才恢复了一些 他站起身 踢了巨鸟尸体一脚 小样 敢打本少爷的主意 不知道本少 是天选之子吗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吧 然后他腾空而起 来到树上的鸟巢处 鸟巢真的巨大 怎么也有三十平方米的面积 里面铺设了很多树枝和杂草 三只小鸟光秃秃的 没长什么羽毛 连眼睛都没睁开 显然才孵化出来不久 好宝贝 张扬满脸喜色 这种鸟的脉象燕里 体积巨大 而且是火焰属性的盗鸟 做女性的坐骑 非常合适 三只小鸟绝对很值钱 他把三只小鸟 装进了背带 正要离开 突然又看到了 黄色的一角 那是什么 张扬眼睛一亮 把那黄色的东西 从卵草中拉了出来 赫然是一个黄色的空间带 属于空间道具 是掌握空间之道的修饰 制作出来的 价值不菲 可惜 有点陈旧了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报废 十有八九 这是遗物 主人早就进了巨鸟的肚子 张扬又翻找了一回 可惜再没找到 有价值的宝物 只有一些衣服 和人瘦骨头碎骨 下了树 把巨鸟尸体 装进了空间带 腾空而起 开始返回 一个瞬间十五米 再一个瞬间 又是十五米 速度一点也不亚于 刚才那一只 掠走它的巨鸟 有另外的鸟类 想要打张扬的主意 在它的头顶盘旋 张扬赶紧释放出火焰 才吓退了它们 也幸好这里 还不是境地深处 否则 定然还有更加强大的 到手到直 它未必能安全回去 张扬死了 张扬你死得很惨啊 三个女生 还在原地哭哭啼啼 悲伤至极 没想到 张扬杀死了巨猛 却没逃过巨鸟的袭击 那可是长鱼火鹰 擅长火之道 还力大无穷 就是练到静修士遇上 也必死无疑 张扬是绝对逃不过的 我还没死呢 你们哭什么哭啊 张扬从空中落下 摇摇欲坠战不稳 一副很凄惨很狼狈的样子 张扬你没死 还逃回来了 三个女生又惊又喜 沐轻轻眼疾手快 飞快地抱住张扬 把她横放在地 头枕在她的大腿上 张扬应该是法力用尽 必须好好休息 发现穆之道 和生命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复印道果 发出了一年 张扬在路上 休息了不少时间 直到复印道果 彻底恢复过来 她才回到他们面前 就是要炮制出一个 接触五分钟的机会 现在似乎如愿了 虽然张扬最想复印 时间之道道果 可惜林轻武比较矜持 没来抱她 不过 穆轻轻的两种 道果也不错 尤其是生命道果 那可是 能让她拥有十万年寿命 复印生命之道道果 张扬下令 不能一次复印两种 那要十分钟 而且复印两种 未必能支持住 因为消耗太大 她继续装出一副 筋疲力尽的样子 大口呼吸着 如同拉车的老牛 暗暗却是心中荡漾 这躺在眉腿上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哇 还捉回三只小鸟 林轻武发现了 张扬放在一边的背包 惊呼出声 还长出了一点点羽毛 是红色的 不会就是那只 长鱼火鹰的崽子吧 向美云也凑过来 指指点点 我看看 穆轻轻忍耐不住 将张扬放在地上 跑过去看小鸟了 娘嬉痞 复印当然就失败了 张扬气得要吐血了 竟然是小鸟 坏了她的好事 当初就不应该带回来 直接烤了吃掉 之后张扬继续装 可惜三个女生 都没再给她机会 最多摸摸她的额头 听听她的呼吸和心跳 接触五分钟 根本不可能 张扬终于装不下去了 睁开眼睛 爬了起来 张扬 你是怎么脱险的 三人好奇地追问 张扬半真半假地搪塞过去 又嫌弃地看了三只 坏了她好事的小鸟一眼 这三个小家伙 你们要吗 送你们也行 送 你这么大方 向美云愕然 但很快就一拍脑门 坏笑道 我明白了 青武和青青 是你喜欢的人 现在是送定情信物 至于我 就是个天头 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 林青武和沐青青 又羞又气 开始追打向美云 啊 向美云也太会脑补了 我只是想取得你们的好感 好接触五分钟 复印你们的道果而已 而且 我这是在客气 你听不出来吗 张扬看着打闹的三人 有点无语 之后林青武和沐青青 当然不愿白拿 但他们 也的确喜欢小鸟 养大后 就是很好的做起啊 绝对拉风 所以 最后他们三个 花钱买了下来 并不想占张扬的便宜 因为他们知道 张扬很穷 比他们三个穷多了 张扬同学 你定情信物送不出去啊 有没有很欲骂 向美云还在一边取笑 第十三章 杀人夺宝 三个女生 各自抱着一只小鸟 簇拥着张扬 欢欢喜喜地返回 很快就来到了境地边缘 好胆 你们竟然敢偷我的长鱼火影 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突然就拦住了他们 贪婪地看着三女生 手中的小鸟 你胡说 这是我们寻宝所得 怎么可能是偷的 三个女生气得速速发抖 三个剑户 你们是不是想死 女人铿锵一声拔剑 剑芒暴涨几十米 犀利冰寒 杀气冲天 剑直到修饰 炼到镜大圆满 三个女生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她们的经验丰富 根据剑芒长度 判断出了女人的境界 连张扬都无比忌惮 她虽然领悟了剑之道 但仅仅是入道境 境界差对方太多 转移之道 估计也对付不了女人 若对方一剑 斩断她的脖子 或者洞穿她的心脏 她直接就死了 转移不了伤害的 转移的前提 就是自己还活着 既然知道我的厉害 就乖乖地听话 否则 我不介意杀了你们 女人宁笑道 好 我们给 三个女生终于屈服了 乖乖把小鸟放在地上 拉着张扬就走 等等 把空间戒指 空间带全部交出来 女人得寸进尺了 吃定了四人 也是 就是四个学生而已 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 他们能得到三只长鱼火鹰 或许还有别的收获 都拿出来 我交给前辈 张扬对三个女生打眼色 三个女生装出一副肉痛的样子 取出空间戒指 空间带 给了张扬 张扬又取出了自己的空间带 拿着送了上去 前辈 给你 女人得意地接过 看了看里面的宝物 惊叹道 宝物还挺多呀 价值不少 为了避免你们记仇 只能斩草出根了 都去死吧 手中的剑 猛然斩向首当其冲的张扬 但却剑出无力 速度和威力 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当然是因为 张扬暗中释放了剧毒的原因 由于是缓缓放出 剧毒弥漫空中 无影无形 女人并没发现 中了剧毒 还不自知 张扬趁机转移位置 躲避开去 女人的剑落空 把地面斩出一条裂缝 她并没慌张 飞快地服用了一粒解毒单 讥笑 你竟然还凝聚出了毒之道道果 但没用 今天你们都必须死 呵呵 死的是你 张扬狠狠一匕首 刺在大地上 女人的脖子上 瞬间就出现了一个 深深的伤口 血暴事而出 啊 女人发出了七粒惨叫 但汉勇无比 举剑 疯狂斩向张扬 但三个女生的攻击 却是来临 福子 藤蔓 外加时间法则攻击 虽然不至于重创女人 但却是给她造成了阻碍 给张扬争取到了时间和机会 我刺 我刺 张扬疯狂地攻击大地 女人的脖子变成蜂窝 但她非常强大 伤口在快速地愈合 显然还领悟了生命之道 她也很快就摆脱了三人的阻拦 疯狂追杀 对她威胁最大的张扬 张扬全力转移位置 竟然还是摆脱不了 甚至都没时间攻击大地 若不小心被斩断脖子 就彻底凉凉 呵呵 抓住你了 女人终于追上了张扬 抓住了张扬的脖子 狠狠一剑刺向张扬的心脏 死的是你 张扬左手抓住长剑 右手搂住了女人的腰 她的身上爆射出了炽热的火焰 把她自己和女人一起淹没 啊 女人虽然强大 但却是没办法抵挡火焰攻击 也没办法熄灭火焰 她凄厉惨叫 疯狂把剑刺入张扬的胸膛 但因为张扬握剑 剑刺入的速度降低了 张扬趁机把伤害转移给女人 女人的胸口出现了一个伤口 在快速伸入 痛得女人死去活来 怎么也用不上力 洞穿不了张扬的心脏 加上火焰的烧灼 女人很快就失去了战力 变得奄奄一息 检测到生命之道道果 和剑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复印机也已经发出了提示 复印剑之道道果 张扬毫不犹豫 她仅仅领悟了剑之道 第一层法则的百分之九十 对那个剑之道道果不怎么满意 现在她很好奇 已经复印到一个剑之道道果 还能复印到第二个吗 至于生命之道道果 当然很牛逼 但穆青青却是有 以后复印不迟 你最好放了我 否则你们都要死 包括你们全家 女人失去了战力 开始威胁求生 威胁我 有用吗 即使你有大背景 但谁又知道 是我们杀了你 张扬激笑 你太无知了 命运神通 推算神通 都可以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女人冷笑道 那你想杀我们 就没这样的担心 张扬反驳道 我读你们背后 没擅长命运 或者推算的话到进修士 但我背后就有 能推算到一切 所以 若你杀了我 你们也要给我陪葬 女人说 既然你想要杀我们 那我们 也不会放过你 你就死心吧 张扬冷笑 放了女人 对方绝对会报复 他们更加危险 杀了女人 虽然有可能被推算到 但怎么也能 延缓一段时日 何况 女人可能就是 在吓唬她呢 其实我非常漂亮 愿意做你的女人 女人诱惑道 真的 有这样的好事 张扬满脸欢喜 似乎很心动 当然是真的 我发誓 女人真诚道 暗暗却是在冷笑 等我逃出生天 一定把你们撕成碎片 叮 复印完毕 张扬的脑海中 响起复印机的提示声 道术上 竟然出现了 第二个剑之道道果 这个道果 当然要大上很多 而张扬 也自然而然领悟了 剑之道 第二层法则的100% 达到了炼刀大圆满 两个剑之道道果 似乎也没什么影响 反而让我的道术 变得更加高大了 张扬满脸古怪表情 由于复印机变成的道果 变得萎靡了 再复印不了生命道果了 张扬也就不再犹豫 提升了火焰威力 疯狂地烧灼她 啊 女人发出七粒惨叫 拼命用生命神通对抗 可惜张扬的手段太多 伤害转移 剧毒攻击 火焰攻击 恢复再快也没用 最后还是化成了灰剑 张扬你太强了 竟然还领悟了火之道 反杀了如此强大的女秀 三个女生满脸的崇拜 现在她们都对张扬刮目相看了 第十四章 开宗立派的梦想 哇 好多宝物 我们发财了 张扬开始清点空间戒指中的宝物 里面的宝物还是不少的 高级倒是一千多 高级物到单时评 书籍若干 剑道宝典一本 非常厉害 能把剑之道道果修炼成一把 犀利无比的飞剑 遇见千里杀人 简直易如反掌 修炼到极致 一剑斩太阳 灭星星 也都可以做到 毋庸置疑 剑道宝典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然后就是分赃了 杀死这个女修 虽然主要是张扬的功劳 但三个女生也出力了 当时就是在拼命 若没他们帮助 张扬也未必能成功翻盘 所以 这次不能张扬独吞了 但当然分了大头 剑道宝典和空间戒指 归张扬 其余宝物四人平分 至于那把剑 四人都没有 直接用火焰融化了 因为变识度太大 很容易被人认出 从空间戒指的杂物中 得到一些线索 这女人名叫风娇娇 来自一个 擅长见到的家族 张扬严肃地说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 应该不怎么出名 不要太过担心 三人都摇头 看来 那风娇娇 就是在危言耸听 吓唬我 张扬暗暗嘀咕 他们开始收拾现场 非常仔细 连大火的痕迹 都被母亲亲师 斩目之道神通 催生出 无数杂草 和荆棘覆盖 先去武钢城出售宝物 担心将来有人调查 所以他们 都戴上了面具 而且化妆了一番 把宝物都卖掉了 包括三只 惹出大货的小鸟 又换成了各种修炼资源 三个女生 马上就回笑了 张扬 却是往一个 破旧小区而去 路过一家杂货店 走进去看了看 不愧是杂货店 什么都卖 也什么都卖 老板 这种毒液什么价 张扬取出一个 装满毒液的瓶子 这是炼到 进出七巨线出来的毒液 是最低级的 一瓶一块高级刀石 老板看了看 就说 那这种火焰呢 张扬又取出一个 早就准备好的瓶子 这是炼到 进大圆满 修饰巨线出来的火焰 价值四块高级刀石 那这种剑呢 张扬取出一把剑 问道 也是炼到圆满的 修饰巨线出来的 也价值四块高级刀石 老板说 不错呀 张扬暗暗高兴 现在自己每天 都可以巨线一瓶毒液 一瓶火焰 一只长剑 加起来可以卖到 九块高级刀石 虽然还不够修炼 但却是一个 很好的开端 至于复印 转移和金之道 他都还没晋级练刀 制作不出道具 否则 定然也能价值不菲 若今后 又复印到更多的道果 能制作更多的道具 收入还能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的提升 有复印机 爽爆了 今后吃香喝辣 买房买车 根本不用贷款 再不会重复 上一世的悲剧 张扬出售了这些道具 走出杂货店 天已经黑了 他走进了一套 狭窄的小屋 爸妈 我回来了 虽然他已经不是 以前的张扬了 但从记忆得知 他的父母 张贵和邹英 虽然都是普通人 但非常爱他 如今邹英 在一家小店 做售货员 张贵 在一家道具店 做伙计 薪资微薄 勉强能糊口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不是周五呀 走音 张贵满脸的惊讶和担心 生怕发生了 什么不好的事 就是想你们了 也是回来报喜的 我悟到了 凝聚出了道具 张扬笑道 不会是 在逗我们开心吧 两人都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扬被人摘走了 雷霆道具 对身体造成了 巨大的损伤 天赋彻底被废 到处都变得病奄奄的了 怎么还能凝聚出 第二枚道具呢 是真的 你们看 张扬伸出手 心面一动 一团火焰 就从掌心中冒出来了 又开始瞬移 在小厅中 闪转腾挪 脚步不动 声音全无 如同鬼妹 领悟了两种道 火之道和空间之道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等你晋级练道径 就可以制作道具赚钱了 两人又惊又喜 他们的工作 都和道具有点关系 当然知道 这两种道的道具 很值钱 尤其是空间之道 这是转移之道 不是空间之道 比空间之道 还要适用 甚至更加厉害 张扬细细地解释了 一番转移之道的功能 这么厉害的心道 那一旦成长起来 岂不是可以开宗立派 张贵两眼放光 兴奋激动至极 开创出一种心道 的确可以开宗立派 等你修炼到和道境 就可以绘制道图 可以传道 不过 必须是一门 很厉害的心道才行 若很普通 没什么威力 那可没人愿意 加入你的宗门 也收不到弟子 当然 想要修炼到和道境 那是无比艰难的 要经历无数的磨难和危险 由于是心道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没有任何道图 给你领悟 全靠自己摸索 想要晋级和道境 从而开宗立派 那比登天还难 所以 即使林青五母亲 倾向美云三人知道 张扬领悟了心道 还非常厉害 但也没太过羡慕 因为张扬在有生之年 未必能修炼到和道境 99.9%是修炼不到的 也就没开宗立派的机会 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人领悟了心道 但老死也没晋级和道 心道也就夭折 没有传承下来 而他们领悟的 虽然是旧道 但有开创者 早就修炼到道天境 第九层法则也都完善 传下各种道徒 他们可以用之悟道 进度会很快 而力量 时间 生命都是顶级大道 所以 他们都很傲娇 自恃甚高 不过 现在他们 已经接受了张扬 把他当成了 不亚于他们的天才 开宗立派虽然遥远 但却是可以期待 到时我创立一个 转移之道宗门 成为至高无上 天下无敌的门主 招收众多天才弟子 美女如云 适女如雨 前世坑死自己的许老板 创办的歌舞团也要甘拜下风 张扬忍不住心神荡漾 满脸潮红 想想就激动 第十五章 和林轻武的第一次约会 儿子 既然你又凝聚出道果 医生说的话就不对了吧 长命百岁 应该没问题吧 邹英可不在乎 儿子能不能开宗立派 关心的还是儿子的寿命 昔日张扬被人夺了道果 不仅道数变得病粘粘的 而且身体也变差了 医生说 寿命会很短暂 妈你就放心吧 我的道数早就恢复了 枝繁叶茂 生机勃勃 我的身体也变得非常好 不要说活百年 就是千年万年都没问题 张扬认真的说 那太好了 张贵和邹英满脸狂喜 曾经的忧愁和颓丧 都一扫而空 但是 若我没凝聚出道果也就罢了 现在我凝聚出道果 那个堵我雷霆道果的女人 一旦知道 可能就要下毒手了 所以 我们必须搬家 搬去都城圣经 我也会报考圣经的道远 绝对能考上的 张扬画风一转说 这的确是他心中的隐忧 加上风娇娇的是 他越发担心连累父母 打算未雨绸缪 对 必须搬家 两人也紧张起来 他们自己倒是无所谓 担心的是 他们成了儿子的拖累 他们商议了一番 决定马上搬 不告诉邻居 他们搬去了哪里 销声匿迹 想来对方以为 他们是壁伙 不会想 张扬竟然成了修士 当天父母就去了圣经 投奔了圣经的小姨 在小姨的帮助下 安顿了下来 也用手机联系了张扬 这里的手机 可不是前世的手机 而是擅长声音之道的 修士巨线出来的道具 比前世的手机还要牛逼 可以万里传音 甚至不用充能 可以使用三年 甚至五年 终于把转移法则 领悟到了第二层 虽然第二层法则 只领悟了0.1% 但却是可以制作转移道具了 张扬喜气洋洋地 走出了悟道店大门 这一个月 他一直在悟道店中苦修 把上一次得到的宝物 换成了丹药 高级道时 外加悟道茶果 都消耗殆尽了 穷的要吃土了 他仅仅修炼转移之道 甚至都没修炼复印之道 和别的道 否则 消耗更大 所以 穷人是很难修行的 即使你可以制作道具 但绝大部分道具都不值钱 积攒十几天 才能进悟道店修炼一次 进步当然很缓慢 张扬能制作的道具虽然多 其实也不太值钱 所以 他期待的 还是转移之道道具 张扬 我终于晋级练道具了 林青武带着一股香风走来 那太好了 可以复印了 我们去后山试试威力 张扬心中大喜 复印练道具道果 才是最合适的 若道具道果 就没必要复印了 没什么用处 他抓住林青武的先鲜御手 往后扇而去 轻轻看到要吃醋了 林青武白了张扬一眼 正脱开去 娘嬉痞 张扬差点骂娘 或许是被向美云忽悠的原因 林青武和穆青青 都误以为张扬对他们有意思 他们都变得怪怪的 一前一后 来到幽静的后山 施展你的时间神通阻止我 张扬如同猛虎一样的 扑向林青武 时间迟滞 林青武伸手一指 张扬就仿佛陷入了泥浆之中 举步维艰 速度也变得无比缓慢 而林青武 却是转到了张扬身后 一脚踢在张扬的屁股上 但他却是感觉屁股一痛 直接就扑倒在张扬的背上 很有料啊 张扬感受着哪种 让人刻骨铭心的柔软 暗暗赞叹 张扬你太坏了 林青武气急败坏地 揉着差点撞爆的胸 张扬的伤害转移 是真的无解啊 时间神通虽然厉害 但攻击威力却是不足 必须辅助别的道的攻击 对付别人当然没问题 但对付还领悟了 金之道具备很强防御能力 又能转移伤害的张扬 却是不行 我不是故意的 张扬转身 拉着林青武的手 欠然道 他还是想要复应 他的时间道过 因为时间之道太厉害了 简直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张扬同学 你怎么喜欢拉拉扯扯 男女瘦瘦不清 不知道吗 林青武称怪地说完 又甩开了张扬 位置转移 张扬心念一动 就出现在百米之外 在心念一动 又腾上了百米高空 快得不可思议 好厉害 林青武目眩神迷 赞叹连连 原来张扬的转移之道 也晋级练道近了 不过 到了第二层法则 要进步就很艰难了 毕竟 空间道徒 不是转移道徒 类似的地方 还是有限的 主要还是要靠自己摸索 小心了 张扬突然坏笑一声 给林青武转移了位置 林青武悠得一下 就出现在百米高空 呀 林青武吓得尖叫出声 别怕 有我呢 张扬一把就搂住了他 你这个大坏蛋 吓死我了 林青武气急败坏 双拳不停地锤打张扬的胸口 别打了 还打骨头都断了 张扬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搂着他 不停在虚空移动位置 就是不落下去 快放我下去 否则我真生气了 林青武板着脸 语气很不好 快都爆发边缘了 你若喜欢我 就表白 二话不说就占便宜 算怎么回事 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张扬不得不回到了地面 松开了他 复印当然就又失败了 哼 不理你了 林青武狠狠地瞪了张扬一眼 转身走了 张扬摸着额头 有点无奈 复印女生的倒果真难啊 接触一会没问题 五分钟就难比登天 难道前提条件 是要先成为情侣 但即使追求他 他就会答应吗 何况 穆青青也非常温柔美丽 也适合做女朋友呢 到底追求哪个 我还没做出选择 他摇摇头 不再多想 探出右手 一片树叶缓缓地凝聚出来 当然就是转移之道道具 张扬仔细地试验了一回 然后就发现 这道具很牛逼 可以转移伤害 也可以转移位置 用途很广泛 应该很值钱吧 张扬两眼放光 第十六章 复印荔枝道道果 战力暴涨 穆青青同学 有时间吗 同我去一趟武钢城好不好 张扬拨通了穆青青的手机 这几天 他已经制作出了五个转移道具 准备卖掉买修炼资源 至于寻宝 他们都不想去了 因为杀了那个女人 担心有人在调查 你去找青武吧 那天你摟他遨游高空好浪漫哦 穆青青说着怪怪的话 张扬彻底无语 这是没复印到道果 还惹一身骚吗 于是又打给向美云 这一次约成功了 向美云从来不把他自己当成女生 把他自己当成男生 是张扬的兄弟 当然不会拒绝张扬 很快 他们两个就在学校门口见面了 听说你和林青武 取得很大进展了 还一起遨游虚空 好幸福哦 但你不表白 那可不得哦 向美云第一时间就取笑 不等张扬回答 又噼里啪啦道 我知道 你不表白 是因为你很贪心 两个都想追 哪个也舍不得放弃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唐国 虽然可以一夫多妻 但终究是那些大人物 才有资格的 你虽然也有不错的天赋 但未必就能成为大人物 要知道 那些大城市的超级天才 他们小时候就悟到了 高中毕业 很多都进入遇到境 甚至容到境了 掌握的道也多 五六种 七八种 还有十几种的 你和他们一比 还真不算什么 所以 听我的 就选一个 尽快去表白 应该有戏 追求他们不急 前世我单身一辈子了 这一世才十八岁 我急个傻 现在我就想和他们 接触五分钟 复印到过 张扬哭笑不得 很想分辨一下 但欲变无言 因为复印机这个秘密 是绝对不能泄露的 但还是忍不住暗暗羡慕 这世界的大人物 真幸福啊 可以一夫多妻 若我成为大人物 那林轻武和木轻轻是不是 打住 别被向美云忽悠瘸了 林轻武和木轻轻 可不普通 他们的颜值太高 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而且都是罕见的修道天才 一个领悟了时间大道 被圣经道院特招 一个领悟了生命之道 被天山道门看中 将来都会成为大人物 怎么可能委屈自己 共嫁一人 看张扬不说话 向美云又说 那天我见你看他们两个发呆 就知道你的心思了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取一个有可能 两个绝无可能 不过 若这一次五考 你能成为五状元 那或许有一丝希望 五状元 张扬倒抽一口凉气 这可不简单 等同于前世的高考状元 那都是妖念 前世的自己 连想都不敢想 这一世虽然成了挂逼 但积累太浅薄了 夺取五状元 也还是不敢想 向美云 你就别忽悠我了 想看我的笑话 没那么容易 张扬美好气道 我没呼吁你啊 即使你成了五状元 希望也不大 他们两个颜值太高了 又太优秀 潜力太大 将来是要成为国家栋梁 大陆强者的 怎么可能共事一副 所以 我这是在警告你 提醒你 别吃心妄想 向美云理直气壮地说 你晋级练到劲了吧 张扬转移话题 当然 我已经领悟了力量之道 第二层法则的30% 现在我一拳轰出 有一项之力 向美云傲然道 厉害 张扬兴奋地赞叹 他知道 这个世界的普通大象力量 约等于5000斤 现在向美云 就有一项之力 力之道的确很可怕 不愧是顶级大道之一 现在我一拳的伤害 你应该转移不了 向美云得意地说 走走走 我们去卖道具 你应该也积累了一些 力量道具了吧 张扬攀着向美云的肩膀 快步就走 丝毫也没打算 施展转移神通 毕竟 不是太远 最多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足够他复印力量道果 他可是太眼馋 他的力量道果了 若复印成功 自己的战力就能暴涨了 也多出一张 非常厉害的底牌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力量道果 被成功复印了出来 掉在稻树的枝鸭上 看上去就如同一只大象 代表着力量 而他的稻树 也得到了海量的养料 快速地长高了十几米 直径也便大了近半 枝鸭和叶片暴增 可见顶级大道的道果 是何等的不凡 而几乎同时 张扬瞄懂了力量第一层法则 外加第二层法则的30% 向美云 你说 若我也领悟了力量之道 距离五状元 是不是就近了一步 张扬意味深长地说 切 力量之道 那可是顶级大道 哪里是这么容易领悟的 每年高考 近千万考生 领悟了力量之道的天才 也不超十个 而且大部分都才入道 很难踏入练道境 向美云痴笑一声 你呀 就别一想天开了 我看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竟然同时爱上了 林青武和木青青 有得你苦吃的 你一拳可以打断这棵树吗 张扬指着路边 那棵腰身粗细的树纹 应该差不多 向美云瞥了一眼 自信满满 那我试试 张扬捏起拳头 隔空一拳轰了过去 是的 力量之道 第二层法则 可以隔空打人 防不胜防 非常恐怖 至于低层法则 就只能实打实地攻击 威力有限 咔嚓 大树应声而断 轰然倒塌下来 激起了漫天的烟尘 气势惊天 我天 向美云高高地跳了起来 满脸的不敢置信之色 张扬竟然真的领悟了力之道 还领悟了第二层法则 境界不亚于我呀 怪不得敢那么贪心 两个笑话都想追 这是有底气的呀 力之道果然没让我失望 攻击威力就是恐怖 我又多出了一种厉害的底牌 张扬暗暗欢喜 张扬同学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 竟然还领悟了力之道 还一直隐瞒着我 你就说吧 到底领悟了多少种道 向美云羡慕极度恨了 气急败坏地问 第十七章 万宝哥 我叔叔啊 张扬开始扳手指头 转移之道 金之道 毒之道 火之道 剑之道 力之道 其实还有复印之道 但他不准备泄露 要隐瞒到天老地荒 六种道 太厉害了吧 向美云满脸惊骇 又怀疑道 你真领悟了剑之道 我看你连剑都没一把呀 上次寻宝 你也没斩路剑之道神通啊 张扬的确没剑 但现在 他可以巨献出来 由于剑之道 第二层法则大圆满了 巨献出来的剑 还是很坚固很犀利的 虽然不是炼气所得的宝剑 但目前使用 确实够了 天不生我张飞扬 剑到万古如长夜 剑来 张扬摆出一个 潇洒的姿势 手中优地出现了一把剑 随手一剑斩出 只见剑光一闪 十几米外的那片小树林 拦腰而断 哗啦啦地倒塌下来 烟雾腾空 气势惊人 靠 向美云目瞪口呆 脱口而出脏话 这是把剑之道 第二层法则修炼到 大圆满了呀 昔日那个 抢他们宝物的女人 也就这个境界吧 怪不得被张扬轻松干掉了 这家伙是怪物吗 一直在扮猪吃老虎 这实力 还真有可能冲击武状元 嘿嘿嘿 剑之道还是很犀利的 即使对上同级的力之道修士 也有一战之力 甚至有很大 可能取胜 张扬很满意 天不生我张飞扬 剑到万古如长夜 喂喂喂 这两句话有气势呀 但 你不是张扬吗 哪里又叫张飞扬了 向美云问 我有两个名字不行吗 张扬坏笑道 张飞扬 是不是更有气势 张扬 张飞扬 没什么区别吧 我看你就叫张双飞好了 向美云坏笑 以后我就这么喊你了 张双飞 给哥们音一声 闭嘴 若还敢再说一次 我就和你断交 张扬气炸废 向美云太混蛋了 竟然给他取了个这样的婚名 这还怎么贱人 若不是看在他给自己贡献了一枚 荔枝叨叨果分上 早就一巴掌抽上去了 嘿嘿嘿 别生气 我就私下这么喊你 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向美云发出奸笑声 谁让张扬贪心 打林青武和木青青的主意 不就是想双飞吗 名副其实啊 两人打得闹闹 骂骂咧咧 很快就进城了 在向美云的建议下 去了万宝阁 这是最顶级的连锁店 任何国家都有分布 心欲最好 价格公道 很少坑人 果然不凡 门口站着四个眉目如画 前突后翘的美女在迎兵 欢迎光临 见张扬两人走近 同时鞠躬行礼 张扬有梦回前世 和朋友 进东莞酒店 桑拿布的感觉 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老板很懂啊 怪不得能把生意 做这么大 店铺非常宽阔 装修格外豪华 金碧辉煌 柜台里面 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宝物 烛光宝气 耀眼生花 当然 安保也非常严密 八名保安站 在店铺各个角落 任何一个 都是容道境 而毋庸置疑 店铺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只是不露面吧 也只有多宝楼 能与之抗衡了 向美云见 张扬很吃惊 小声嘀咕道 等下我们再去多宝楼看看 多宝楼 也是遍布大陆的连锁宝店 和万宝阁同一级别 也是竞争对手 两位 我们万宝阁 就是最讲信誉 也最公道的宝店 绝对让你们满意 等下你们不用去多宝楼了 一名气概不凡的中年人 赢了上来 显然是非常强大的修士 所以才听到了两人的交谈 张扬和向美云 彻底无语 也有点心切 殿大欺客呀 加上中年人鲜声夺人 何况 他们可不是什么大客户 就想出售一些道具而已 底气不足啊 请问你们是出售宝物 还是购买 中年人微笑着问 出售宝物 张扬说 我们去贵宾市洽谈 请 中年人笑道 不必了 我们就是出售一些道具 张扬很尴尬 难道 中年人把他们两个误会成大客户了 我们两个看着也不像啊 两位气概不凡 显然领悟了顶级大道 潜力无限 你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可别小觑自己 能和你们合作 是本店的荣幸 中年人真诚地说 这么会说话的吗 张扬暗暗震惊 看来 乾坤大陆的商业模式非常成熟 若我没踏上修行路 靠前世的经验 还真未必能出人头地啊 于是他们两个也不反对了 跟着中年人进了贵宾室 分头而坐 中年人喊来一名侍女 给他们三个倒上茶 才取出一张名片 本人郭帆 店主 还请两位多多关照 武刚就是一个小县城 在小县城当一名店长 的确不算什么 但这气度 却是让人心折 可见万宝阁真不愧是遍布全大陆的连锁店铺 网络了不少人才 一番寒暄 张扬不卑不亢 毕竟多活了一世 但向美云却是应对不了 干脆就不说话了 让张扬和郭帆谈生意 郭帆竟然要和他们两个签订一份长期的合约 要垄断他们两个制作出来的道具 外加各种宝物 价格当然有优惠 出售的价格 上幅一成 购买宝物的价格 下幅一成 也就是打九折 这对于他们两个而言 是大好事 请问你们的客户总共分成多少等级 张扬问 这本来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但相信 两位会成为我们的合作客户 所以就不隐瞒了 郭帆说 总共分成四级 低级 中级 高级 特级 让一成的利 就是高级客户 高级客户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底细 就敢给我们高级客户合约 张扬疑惑道 你们还是高三学生吧 但都已经晋级练道径 而且 都领悟了利之道 利之道可是顶级大道 所以 你们是很罕见的天才 前途无量 这些就足够给你们高级客户合约了 郭帆笑道 那特级客户 让利多少 张扬脸上浮出了 佩服之色 这家伙简直就是人精啊 怪不得能做店长 第十八章 谈崩了 特级客户 让利三成 而且 若特级客户有危险 可以向我们万宝阁球员 有求必应 郭帆说 为何有这么好的待遇 张扬和向美云都非常吃惊和意外 因为特级客户 是十年也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是时代的天骄 一旦成长起来 就能成为真正的大佬 领千年风骚 对我们店铺 是有巨大逼异的 郭帆说 我要成为特级客户 张扬心中一动 自己可没任何背景 是非常危险的 但若是万宝阁的特级客户 那就可以向万宝阁球员了 反正 有备无患 合约我们就不签了 打定主意之后 张扬以退为禁说 这就是我们要出售的道具 张扬的事件之道 火之道 毒之道道具 又当场制作出了一个力之道道具 就是一个拳套 能暴涨几百进千斤力量 但只能使用一次 至于转移道具 他还没拿出来 向美云的道具 也是拳套 十几个 竟然对高级客户还不满意 想成为特级客户 果然人心不足蛇吞向啊 郭凡暗暗摇头 似笑非笑道 上一届我们南湖省高考五状元贺宇 你们应该知道吧 他领悟九种道 六种道修炼道 玉道大圆满 三种道 荣道竞中期 而且 他九种道中 有三种是顶级大道 分别是命运 空间和死亡之道 但 他也仅仅勉强成为我们的特级客户 连这种货色 都成为了特级客户 张扬更是不爽了 虽然说贺宇的境界很高 但领悟的道太少了 才九种 自己若是想办法 再复印十几种道果都没问题 距离高考 还有一个月时间呢 何况 将来自己还可以复印无数道果 你是在讥笑我们 不自量力吗 但谁又敢说 我兄弟 他不能成为这一届的武状元呢 向美云很敏感 第一时间就反驳道 你兄弟的确很天才 但他想要成为武状元的概率为零 郭凡说 不是我贬低他 而是全省有很多比他厉害很多的天才 其中一个名叫王天一 领悟了十五种道 其中有四种顶级大道 境界也早就是容道境 比上一届的贺宇 还要天才得多 武状元早就被他预定了 没有任何悬念 这么天才 向美云目瞪口呆 不好意思争辩了 王天一太天才了 简直就是妖孽啊 张扬比不上啊 王天一 靠 难道向其特级大师也穿越了 成了超级天才 张扬满脸古怪表情 要不 还是千高级客户 向美云在张扬耳边说 高考后再决定吧 张扬毫不犹豫拒绝 自己有复印机 真正的挂逼 若现在只签了高级客户 真就一笑大方了 这样的傻事绝不能做 郭凡微微醋眉 耐心也消耗殆尽 不再游说 这种不知好歹的客户 没必要浪费口舌 他给了这些道具 一个公道的价格 和杂货铺老板给的价差不多 而最值钱的 还是荔枝道道具 价值九块 高级到十 这种道具 你出多少价 张扬终于拿出了撒手锏 转移道具 五片树叶 心道道具 郭凡来了兴趣 是的 张扬点头 心道虽然有潜力 但实际上很难成长 在很多人的眼中 并不怎么看重 所以他并不担心泄露了秘密 功能是什么呢 转移伤害和位置 甚至可以把敌人的攻击伤害 转移给敌人自己 很不错呀 我可以试试吗 郭凡的眼睛亮起 可以 张扬没拒绝 这是应该的 心道道具 不试验一番 傻子也不会买 也没人敢出价 很快就验证完毕 完全和张通说的一样 这种道具 一百高级到十一枚 郭凡说 若你们愿意签订高级客户合约 那就是一百一十枚 那我们再看看 张扬把所有道具都收了起来 并不担心对方起杀机 不是因为万宝格信誉好 这么大的连锁店铺 没黑手段 那是不可能的 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具 加起来也不到一万高级到十 对于日进斗金的万宝格而言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完全不值一提 最有价值的 就是张扬的转移道具 因为是心道道具 功能又不凡 但仅仅只有张扬一人能制作 量就大不了 即使卖一百高级到十一个 价值也不大 起杀机 那不是搞笑吗 我相信 没店铺能出更高的价 也不会给出更高的合约 郭凡起身送客 傲然道 你们还是会回来的 我们还是欢迎 那可未必 张扬在心中反驳 即使没更好的价 和更好的合约 他也不会回来了 反正道具不多 也少不了多少利益 至于合约 不到特辑 是不签的 将来强大起来 复印了几百种道 绝对会求着他签 张扬和向美云走了出去 直接就进入了 附近不远处的多宝楼 同样是超级豪华的店铺 同样有四个千交百妹的美女迎宾 店长名叫欧阳飞红 三十来岁 正是女人最美的年纪 性感 美丽 优雅 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让人心生好感 他热情地接待了两人 显然也看出了 他们两个是不凡的天才 要和他们签约 把他们变成永久客户 给的也是高级客户的合约 同样让利一成 道具的价格也基本上一样 没什么区别 显然两家 都知根知底 不打价格战 不过 当张扬拿出转移道具 验证一番 就完全不一样了 欧阳飞红变得格外热情 这种转移道具 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的吗 是的 张扬点头 你是高三学生 今年18岁 但已经涉足了 转移法则第二层 欧阳飞红又问 你们是不是去过了万宝阁 是的 张扬也不隐瞒 估计也隐瞒不住 合约等级可以再商议 但我必须向总部汇报 请稍等 欧阳飞红沉吟良久 认真地说 第十九章 东边不亮 西边亮 难道还可以签特级客户 向美云兴奋激动地说 难说 张扬却是不敢乐观 欧阳飞红明显比郭凡精明一些 眼光也长远一些 说不定真有戏 向美云说 等了大约十分钟 欧阳飞红就回来了 微笑道 我们愿意给你特级合约 为何这么大方 张扬疑惑道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是在赌 读你将来能开宗立派 传到天下 那就是一门大生意 本店也会获利巨大 从此压万宝格一头 我也能立下大功 欧阳飞红坦然道 这女人好厉害 比郭凡厉害百倍 张扬暗暗赞叹 乾坤大陆不好混啊 一个三级小县城的宝店的店长 也如此厉害 佩服啊 很快 合约签订完毕 向美云也签订了合约 只是她的是高级客户约 两人各自得了一个身份名牌 于是就把道具出售了 又全部买了他们需要的修炼资源 都也就变得比脸干净了 正准备离去 欧阳飞红又送上一个箱子 灿烂笑道 这是我们多宝楼赠送给特级客户的礼物 希望你能喜欢 多谢 张扬高兴的结果 不要白不要 一出店门 向美云就兴奋地说 快打开看看 是什么礼物 你也太着急了吧 张扬哭笑不得 向美云其实还是个孩子 嗯 是个会忽悠的孩子 就想看她和灵青五目轻轻的笑话 打开了箱子 里面的宝物不少 悟到茶果一千个 高级悟到单十瓶 飞剑一把 这可不是道具 是炼器所得 是法宝 可以遇见飞行的 道具剑仅仅可以搏杀 是遇见飞行不了的 而且稀利度 耐久度也差太多了 还有一套盔甲 同样是法宝 天呐 这也太大方了吧 向美云羡慕极度地 眼睛都红了 还行吧 张扬虽然也很惊讶 但到底多活了一时 当然知道 这些宝物对于多宝楼而言 简直不值一提 不过 多宝楼的确有气魄 千诚特级客户 前妻算是自己赚了 那两个天才竟然没再回来 郭凡有点不安 他让一个小丝在盯着 但一直没回复消息 突然 小丝气喘吁吁地飞奔进来 店长 那两个天才进多宝楼 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出来后 还多出一个箱子 说是多宝楼送的礼物 他还有特级客户的身份名牌 郭凡的脸色变得铁青 旋即又冷笑连连 欧阳飞红啊 欧阳飞红 你就喜欢赌 但这一次 你注定要亏 亏死不可 区区一个高三学生 虽然领悟了心道 但想要成长到开宗立派的地步 那可是要经历9981难 几乎不可能成功 等着瞧吧 但他还是很生气 噼里啪啦地摔了一个茶杯 两个花瓶 哈哈 欲剑飞行好爽啊 城外 张扬欲剑飞翔在天空 如同流星一样快速 飞剑之中 布置了空间阵法 和速度阵法 当然也还有犀利 兼顾阵法等等 就是用来杀人和飞翔的法宝 而且 这是高级飞剑 价值不菲 品质当然是杠杠的 你就不怕摔死 向美云在下面看的是羡慕不已 别的修饰得到飞剑 欲剑飞行 那都是小心翼翼 要训练很长时间的 哪敢像张扬这么大胆 那一个不好 就会出事故 摔死也不是不可能 哈哈 我能伤害转移 还能位置转移 怕个屁呀 张扬怪笑连连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领悟了 剑之道法则第二层 大圆满 遇剑也就比别的修饰容易 走了 回学校了 向美云没好气说 要不 我带你遇剑飞回去 张扬说 不 绝不 向美云满脸恐惧 飞快地摇头 张扬能伤害转移 他可不会 摔下来就真的变成肉饼了 嗖嗖嗖 张扬降落下来 把飞剑收进丹田 施展位置转移神通 带着向美云快速移动 每次都是一百多米 几个呼吸时间 就回到了学校 臭男人 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向美云说完就走了 啥意思啊 张扬有点摸不着头脑 向美云 不会是中邪了吧 向美云回到洞府 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满脸的不高兴 林轻武和穆轻轻 面面相去 向美云 这是怎么了 谁惹他了 难道道具没卖出好价 林轻武问 不是 是被张扬气坏了 向美云气呼呼地说 难道他向你表白了 你把他当兄弟 他竟然想睡你 沐轻轻调侃道 噗 林轻武当场笑喷 呵呵 你们敢笑我 等一下你们绝对笑不出来 向美云冷笑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人更是好奇了 今天 向美云就细细地 把今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什么 张扬还领悟了 立之道和剑之道 转移 火 金 毒 力 剑 都是很厉害的大刀呀 还和多宝楼签了特级客户约 多宝楼赌他将来能开宗立派 还送他一箱子宝物 林轻武和穆轻轻 都满脸震惊 原来张扬竟然如此天才 连多宝楼都敢对他压重重 张扬是我们凤凰寻宝队的队员 他有出息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啊 怎么会笑不出来呢 你也太小看我们的心胸了吧 林轻武和穆轻轻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有点不满 我还有一个是没说出来呢 向美云说 回校的时候 张扬施展转移神通 带我回来的 但你们知道吗 他竟然没拉我 也没搂我 显然 他带人转移是 不用身体接触的 但那一次 他带你们上悬崖摘物到茶果 搂着你们的腰 现在明白了吗 他在占你们的便宜 他的人品有问题 我们看错了他 亏我还以为他是好人 鼓励他表白你们中某一个呢 大坏蛋 大色狼 大渣男 两个美女也都醒悟过来 羞红了脸 一顿臭骂 决定今后 尽量和张扬保持距离 可不能再让他占便宜了 第二十章 新韭菜王具 张扬 我领悟丹知道了 唉 修行太消耗资源了 几天过去 张扬开始常探 他早就发现 一次服用多个物到茶果 或者物到丹 物到效果更好 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 服用的越来越多 现在又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不过 进步也还是很大的 转移法则 终于第二层大渊满了 一次转移 可以达到两百米 另外 他还苦修了复印之道 把复印法则 晋级到了第二层的百分之三十 毕竟 复印之道 才是自己的根本 而复印法则晋级 就等于复印机晋级 复印能力 也就暴涨了 现在可以同时复印两种道果 时间也是五分钟 但若复印一种 时间还是五分钟不变的 另外 还可以复印别人的误导经验 打个比方 他有精知道道果 但仅仅领悟了第一层法则 若遇到精知道遇到修士 就可以复印 他的误导经验 让他的精知道法则 迅速晋级到第三层 先试试看 张扬很快就去找到了王俊 问道 你知道贺坤在哪里吗 贺坤购买了很多高级的修炼资源 还找了一张金属性道图 在密室苦修呢 说要快速变强 找你报仇 王俊说 那他修炼到什么地步了 张扬的眼睛亮起 前几天就领悟第二层法则了 现在应该更厉害了 你可要小心 精知道还是很厉害的 王俊严肃地说 我去找他玩玩 张扬坏笑着往密室而去 你就不问我的情况吗 王俊跟上 忧愿地问 你 入道了吧 张扬有点尴尬 嘿嘿嘿 我入了单之道 爽爆了 王俊得意洋洋 从此吃香地喝辣 女朋友三天换一个 单之道 虽然不是最顶级的大道 但却是来钱最快的大道 因为能炼制各种丹药 任何修饰都不能或缺 所以 任何单修 都是富豪 生活奢靡 前世的许老板 和他们一比 也要自愧不如 好一颗水淋淋的韭菜啊 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割了 张扬满脸惊喜 看王俊的目光 都带着灼热 羡慕吧 嘿嘿 王俊却是越发得意了 扬眉吐气 昂首挺凶 那你要努力啊 等你领悟了第二层单之道法则 就要和我分享喜悦啊 我请你吃饭 张扬鼓励道 一定一定的 以后 我给你练单半价 王俊哈哈大笑 越发舒爽 昔日可是被张扬装逼了多次 今天总算装了回来 很快 他们找到了贺坤 一见面 张扬就说 贺坤 听说你想找我报仇 走走走 我们去后山比划比划 不去 绝对不去 贺坤把头摇成了货郎鼓 虽然已经领悟了 金之道第二层法则 但战力还是有限 应该还打不过张扬 可不想被虐 这可由不得你 张扬怪笑一声 施展转移神通 带着贺坤往后山去了 救命啊 贺坤发现自己 身不由己地开始瞬移 怎么也没办法停止 吓得连连惨叫 卧槽 张扬这要牛逼了 王俊目瞪口呆 砰的一声 张扬带着贺坤 降落在后山隐秘处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开始复印误导惊艳 嘴里却是说 来来来 攻击我 可不要怂 不敢 真的不敢 贺坤缩缩脖子 就如同一只鞍唇 但你不就是想报仇吗 张扬说 我可是打了你 还羞辱了你 甚至还勒索了你的宝物 等我打得过你再说 现在打不过呀 贺坤在心中苦笑 嘴里继续矢口否认 我真没想报仇 你就是我大哥 是我的偶像 三分钟不到 复印结束了 张扬的脑海 莫名就出现了 许多误导经验 他对金之道法 则理解 也是蹭蹭蹭往上涨 眨眼就涨到了 第二层的百分之三十 而他的金之道道果 也变大了很多 道数也同样得到了 不少好处 长大了一些 看来 若有了某种道的道果 就不要复印 更高级的道果了 直接复印经验 方便太多了 张扬欢喜之余 又暗暗地感叹 贺坤卧心肠胆 修炼速度果然快啊 必须好好鼓励 于是 给了贺坤一个大嘴巴子 打得贺坤的脑袋直晃荡 耸货 你忽悠谁呢 把身上的修炼资源交出来 否则 打死你 很快 贺坤身上的宝物 就被洗劫一空 张扬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回家 要修炼资源 去道馆闭关修炼 五考钱才出来 我要晋级遇到镜 打不死你 贺坤在心中发誓 欺人太甚了 被他莫名打了一顿 还被抢劫了 看来效果不错 我期待你的成长 张扬看着贺坤 那肖色的背影 暗暗满意 五考在即 必须用特殊手段 强大起来 取得好名次 那就可以进入 顶级的修道院 或者门派 得到最好的培育 获得各种修炼资源 也容易太多 能用最快的速度 成长起来 现在还是不够强啊 除了金 转移 复印 其余的大道 都没进步 不知道像美云 这颗韭菜 尝好了没有 但不急 五考前 收割就行了 张扬按按盘算 还要多找一些韭菜才好 对了 学校的风云人物杜豪 领悟了雷霆 和弓箭之道 前者是顶级大道 后者也不凡 嘿嘿嘿 找杜豪去 他协笑着走了 有点小话呀 难道人品 真有问题 穆轻轻 从一棵树后 走了出来 目送张扬离去 若有所思 真是个大坏蛋啊 竟然这么欺负同学 像美云和林轻武 也从树后走出 前者复合道 也是巧了 他们三个今天来 后山游玩 放松心情 结果 就遇到了张扬欺负贺昆 也不能这么说 贺昆人品更差 曾经欺负过张扬 张扬欺负回去 也很正常 林轻武辩驳道 那你得好好管管 免得他掌外 穆轻轻戏谑道 还是你好好管管吧 他对你一往情深 我估计啊 他很快就要对你表白了 林轻武娇笑着反驳 第21章 复印弓箭和雷霆道果 咚咚咚 张扬敲开杜豪洞府的门 指着杜豪的鼻子喝道 杜豪 你给我记好了 林轻武和穆轻轻 是本少看中的女人 今后给我离他们远点 否则 我打不死你 他清楚知道 杜豪一直在想办法 靠近林轻武和穆轻轻 当然就是想追求 他警告对方一番 也算合情合理 张扬你竟然敢威胁我 杜豪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可是高三学生中 第一个入道的天才 如今 他已经是遇到高手 弓箭法则 领悟第三层百分之十了 雷霆法则 也领悟到第二层百分之五十了 素来只有他欺负别人的分 哪里有人敢欺负他 怎么能忍 威胁你又咋的 张扬挑衅道 后山单挑 敢吗 杜豪非常干脆 直接约战 学生之间私斗 喜欢去后山 因为不容易被老师发现 有什么不敢 走 不去的是王八 张扬丝毫不怂 很快 他们两个就来到后山的隐秘处 就是先前张扬七 附和坤的那个地方 张扬约斗杜豪 有好戏看了 林轻武 穆轻轻 向美云还没走 更是小心翼翼地藏好 可不想被两人发现 张扬 我认你很久了 你竟然加入了 凤凰寻宝队部说 还来威胁我 别靠近林轻武 和穆轻轻 说他们是你看中的女人 你这狗东西 怎么就如此色胆包天呢 今天我要狠狠教训你 让你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杜豪丸取出弓箭 愤怒地喝道 少废话 手底见真张 张扬鼻孔朝天 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这两个家伙 竟然是因为你们而约斗 向美云似笑非笑地 看了林轻武 和穆轻轻一眼 简直就是无聊 林轻武和穆轻轻飞双甲 有点尴尬 又有点舒爽 三人继续兴致勃勃地观战 倒要看看 到底谁更强大一些 张扬虽然误了六种刀 但仅仅是练道径 而杜豪虽然只误到两种 但却是遇道径 胜负很难说啊 给我躺下 杜豪弯弓搭剑 松手 三支剑如同流星一样地射出 快 快得不可思议 洞穿虚空 洞穿时间 眨眼就到了张扬面前 张扬本来想转移位置躲避 或者转移走三支剑 但竟然来不急 直接就中剑了 被三支剑射入了胸膛 不过 他虽然没穿盔甲 但却是运起了金钟罩 皮肤早就变成了钢铁 阻挡其深入 没伤到心脏 伤害转移 张扬飞快地拔出剑 伤口就神奇地消失了 仿佛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 而杜豪却是惨叫着倒下了 胸口上出现了三个血洞洞的伤口 血暴事而出 毕竟 两人的距离没超过两百米 就在转移区域之中 所以 杜豪中招了 你的弓箭之道的确不凡 但奈何不了我 张扬笑得很欢畅 听说你领悟了转移之道 能转移伤害 看来是真的 不过 这才刚开始 马上就让你笑不出来 杜豪的伤口处猛然就冒出了电火花 伤口直接烧焦了 不再流血 他取出一个空间道具 启动 瞬间就暴退了一百多米 距离远一些 张扬应该就不能把伤害转移给他了 再次弯弓搭箭把箭如同雨点一样的射向张扬 哈哈 有个屁用啊 张扬怪笑 不等对方射箭 他就已经转移了位置 到了杜豪的侧面 距离也接近了 隔空一拳就把杜豪连人带弓轰飞了 摔在地上 蹊跷流血 胸骨都断了不知道多少根 根本承受不住这一拳 这还是张扬没用权力的结果 否则 直接就打死了 李知道太凶残了 这么不经打 张扬走了过去 发现杜豪早就昏迷了 他摇摇头 用手贴在他的胸膛上 开始复印弓箭之道 和雷霆之道的道果 同时也是在给他转移伤害 免得真隔屁了 这可是一颗顶级韭菜 能隔一茬又一茬 张扬赢了 杜豪根本不是对手 是李知道太恐怖 能跃及杀敌 张扬还算知道分寸 给杜豪疗伤 否则 杜豪可能隔屁 三个女生在小声嘀咕着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复印也终于结束了 张扬的道数上 多出了两枚道果 弓箭之道和雷霆之道道果 前者如同一把弓箭 后者如同一道闪电 他的道数再次发育 长高长大了不少 而张扬也瞄懂了两种法则 弓箭之道第三层法则的10% 雷霆之道第二层法则的50% 杜豪果然名不虚传 嘿嘿嘿 还是复印男人的道果容易 一场约斗就搞定 但女人真的太麻烦 尤其是美女 特别介意有身体上的接触 五分钟那是绝对不行的 看来今后还是找男生 复印道果 只是可惜 林轻武的时间道果 全校就只有他一人有啊 穆轻轻的生命道果也是 舍不得放弃啊 杜豪终于悠悠醒过来 发现伤势竟然痊愈了 断裂的骨头也彻底恢复了 他脸色复杂地看着张扬 这混蛋竟然还给我疗伤 特么的我怎么好报仇 啪 张扬当然知道 他心知所思 为了培育韭菜 他直接狠狠给了杜豪一耳光 再警告你一次 林轻武和穆轻轻 那可本少爷看中的女人 若还敢觊觎他们 我见你一次 就打一次 林轻武和穆轻轻当然都听到了 又羞又气 这混蛋果然是这么威胁杜豪的 杜豪一点也没冤枉他 简直就是贪心不足 色胆包天啊 张扬 这一下是锤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向美云用同情的目光 看了张扬一眼 虽然认定张扬人品不好 但他还是把张扬当兄弟的 或许是感觉 仇恨值还不够 张扬又毫不客气地 取下杜豪的空间戒指 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立竿见影 杜豪的眼睛都变红了 仇恨值暴涨 发誓要疯狂修炼变强 再来狠狠教训张扬 特摩德利之道虽然牛逼 但我的雷霆之道也是大道 可不会亚于你 总有一天 我要报仇雪恨 打得你跪地求饶 第二十二章 薅高远羊毛 去死 杜豪爬起来就跑 跑到三百米外 反手甩了一道闪电 狠狠地轰在张扬身上 雷霆攻击太快了 没人可以躲避开去 张扬也不例外 杜豪也不看结果 逃之夭夭了 张扬的速度太快 很容易就靠近他 转移伤害 那他还是要办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雷霆知道 晋急遇到 加大远程攻击的威劣 一击把张扬轰死 那就转移不了伤害了 哎呦 张扬呲牙咧嘴地爬了起来 浑身冒黑烟 但下一秒 他就恢复如初了 身边的一棵大树 却是变得焦黑 这转移伤害的能力 让三个女生 羡慕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呵呵 救你会雷霆大刀 哥也会 张扬傲然冷笑一声 随手一挥 一道大腿粗细的雷霆 就暴食而出 把一棵核爆大树 轰成了鸡粉 然后燃起了熊熊大火 三个女生目瞪口呆 面面相去 天哪 张扬竟然还领悟了雷霆之道 看上去丝毫也不亚于杜豪啊 这也太天才了吧 这混蛋前几天 还和我说他领悟了六种刀 但现在 又多出了一种雷霆之道 太坏了 太狡诈了 又很气愤 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兄弟情义 有了裂痕 再试试弓箭之道 张扬右手探出 飞快地巨献出了一副弓箭 弯弓搭箭 松手 搜 箭出如流星 眨眼就洞穿了千米之外的一棵大树 这速度简直太快了 弓箭之道 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我得想办法弄一把宝弓了 张扬微微满意 悠闲地走了 简直就是一个妖念 他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 三个女生 再一次被震撼了 面面相去 久久不能言 原来张扬不禁领悟了雷霆之道 而且还领悟了弓箭之道 后者竟然还达到了遇到境 就他目前表现出来的 已经八种道了 转移 金 毒 火 剑 力量 雷霆 弓箭 莫一种是弱道 力量 雷霆 转移还都是顶级大道 原来张扬如此天才 怪不得想同时追求 你们两个 这是有底气啊 向美云坏笑着感叹道 林轻武和沐轻轻久久无语 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都是心高气傲 自视甚高 又潜力逆天的笑话 喜欢他们的男生太多了 张扬喜欢他们 也很正常 但竟然想让他们两个 都做女朋友 太贪心太过分了 不过 或许他是故意这么说 威胁杜豪吧 他最终 只会对我们中 一人表白吧 若他对我表白 要不要答应呢 想到这里 他们的脸都红了 穷鬼 张扬看了看杜豪的空间戒指 里面就只有一些道石 别的宝物一概没有 怪不得杜豪不怎么在意 当然空间戒指 也还是吃点钱的 但 张扬怎么看得上 区区一个空间戒指 没修炼资源了呀 怎么办 张扬苦思冥想 虽然又练制了一些道具 可以换取一些修炼资源 但也修炼不了两天 对了 还有学校的羊毛没薅呢 张扬的脑海中 突然就闪过了灵感 两眼就开始放光 校长名叫孙长空 今年五十岁 看上去 还是很年轻的 毕竟是容道净修士 此时此刻 他正坐在办公椅上 愁眉苦脸 长须短叹 唉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他前年刚做了校长 去年学校的无考生学率 就在三个重点学校中垫底 本来期望今年翻身 但没想到 今年的情况更差 虽然林轻武领悟了时间之道 但境界不高 穆轻轻领悟了生命之道 但不擅长搏杀 杜豪领悟了弓箭和雷霆 可惜雷霆之道领悟不深 向美云也不错 可惜仅仅掌握了力之道 太单调了 很容易被淘汰 也就四个学生能上得了台面 想要压过一中和三中 很难啊 因为这一届 一中和三中出了不少厉害的天才 难道今年还是要垫底 看来 我坐不稳校长这个位置 摔到家了 真就没别的天才了 孙长空看着秘书柳珊珊 满脸都不甘 真没有了 校长你就别幻想了 柳珊珊认真的说 明年我就不是校长了 你好自为之吧 孙长空异性阑珊 无比落寞 唉 柳珊珊也轻轻地叹息一声 孙长空做校长 其实挺合格的 兢兢业业 如履薄冰 品性也很好 从不骚扰他 可惜运气不好 摔得很 他一上位 天才学生就锐减了 咚咚咚 突然门被敲响了 柳珊珊拉开门 却见一个学生 站在门口 看上去非常帅气 你谁啊 有事吗 柳珊珊黑着脸问 心情正不好呢 不会是校长和秘书 正在那啥吧 我撞破了他们的好事 张阳见两人的脸色都不好 似乎怪他打扰了 忍不住就想歪了 这个 我找孙校长有事 张阳硬着头皮说 那进来吧 柳珊珊勉强一笑 张阳走了进去 自我介绍道 孙校长你好 我是高三一班 学生张阳 这次五考 若我拿下五状元 有奖励吗 啥啥啥 你说啥 孙长空目瞪口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柳珊珊也彻底傻眼 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张阳 这是何等 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 竟然敢出如此狂言 要知道 南湖省五状元 年年都出自几个大城市 一个是人口多 两个是教育资源好 三个是大家族多 基因好 天赋好 小县城 哪有这个命 这学生不会是 脑子有问题吧 林老师 你班上的学生 张阳的脑子 有没有问题 孙长空没理会张阳 取出手机 联系高三一班的班主任林默 张阳脑子有问题 没听说过呀 林默那惊讶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来 那他是天才吗 孙长空的精神一振 他领悟了三种道 剑之道 转移之道 精之道 但境界不高 入道境而已 勉强也可以算天才吧 林默答 他虽然 时刻关注着张阳 了解张阳一些情况 但却如同盲人摸想 不了解全部 实在是张阳成长得太快了 小子 你在逗我 孙长空的脸色 瞬间变得漆黑 目光凌厉如刀 校长的威严 展露无遗 第二十三章 哈哈 出了一个妖孽学生 发达了 我是来要奖励的 不是来逗你的 张阳掏出一支烟 手指上突然就燃起火焰 点燃 美美地吸了一口 吐出一个烟圈 是的 乾坤大陆也有烟 也不知是巧合 还是和地球 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我知道 还有呢 孙长空的眼睛亮起 这里不适合施展 张阳说 你自信能比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度好厉害 孙长空没忙着测试 严肃地问 一只手吊打他们 张阳自信满满 侠浩学校羊毛 不狂妄一点 那是很难达到目的 走走走 去练五场测试 孙长空抓住张阳的手臂 拉着就走 路上死也不松开 似乎怕张阳跑掉一样 监测到土之道 何众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复印机发出提示 好家伙 土之道何众之道 张阳暗暗惊叹 土之道何众之道 是一个体系的 都非常牛逼 而众之道 也是顶级大道 非常适合搏杀 复印 张阳马上下令 复印失败 道果境界太高 容道境初期 看来 复印最多只能 越一个大境界 越两个大境界就不行了 今后 还必须努力地 修行复印之道 张阳暗暗地惋戏 有点不甘心 就又下令到 复印两种误道经验 复印中 预计时间六分钟 竟然真的可以 张阳心中大喜 故意放慢了脚步 其实就是施展 励志道法 则对抗 励志道 遇到静大圆满 孙长空以为 张阳开始展露实力了 眼睛亮起了 璀璨光芒 励志道 是顶级大道 最善于搏杀 往往隔空一拳 就可以打爆敌人 完全不需要什么技巧 火之道 加励志道 前者防御 后者攻击 却是容易取得好成绩 给我起 孙长空也想试试 张阳的实力 用力拉扯 但竟然一动不动 仿佛拉着一座大山 毕竟 他擅长的是 种和土之道 力量不是强项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还有别的吗 孙长空大笑 小心了 一到雷霆 突然就从张阳的体内 蔓延而出 又通过手臂 蔓延到孙长空的身上 噼里啪啦 孙长空的头发 都根根竖起 眼睛直翻白 好好好 竟然还擅长雷霆之道 你果然 是一个隐藏着的天才 孙长空并不介意 反而嘴巴都笑歪了 火之道 力之道 雷霆之道 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弓手兼备 取得好成绩 没太大疑问了 天哪 这样也可以 张阳的嘴巴 也笑歪了 因为复印机 源源不绝 复印到两种道的误导经验 道数发生了变化 开出了两朵花 快速地变大 然后结果 赫然就成了两个道果 众之道和土之道 而且 一路突破境界 悟道 入道 遇到 直到遇到大圆满 才停止下来 这一下爽爆了 又多了两种牛逼的道 好学校羊毛 更有把握了 张阳同学 尽情地施展 你的神通 若让我满意 奖励大大的有 一到练武场 孙长空 就期待地说 柳珊珊 也满脸喜色 双眼放光 等待张阳掩饰 看好了 张阳心念一动 身上的皮肤 就发生了变化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手中出现了 一把犀利的镖枪 当然是用金之道具 献出来的 狠狠一扔 镖枪洞穿虚空 眨眼就洞穿了一个 机械木偶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音 好 四种了 火之道 力之道 雷霆之道 金之道 孙长空一拍大腿 去 张阳张开嘴巴 吐出了一口黑气 无声无息地阴晕开去 空中的蚊虫 纷纷毒死 坠落在地 好 毒之道 五种了 还有吗 孙长空眼睛放光 嗖嗖嗖 张阳巨献出弓箭 射了三箭 洞穿了千米外的木偶 手中又出现了 那把飞箭 隔空一箭斩出 斩掉了千米之外木偶的头颅 七种了 种种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孙校长的声音 都开始颤抖了 天哪 真是绝世天才啊 这一次 走狗使运了 这些够了吧 张阳问 不够 当然不够 想夺五状元 七种哪里够 孙长空断定张阳 还有所保留 催促道 快点施展 还想不想要奖励了 幸好临时复应道两种道 否则都快前驴技穷了 牛皮吹得有点大了 张阳暗暗摇头 不再保留 伸手一指 给我躺下 孙长空应声而道 他可是猝不及防 这种之道攻击 无影无形 让人防不胜防啊 好 种之道 再来 孙长空 兴奋地大喊 扑 柳珊珊看孙长空 这求财若渴的滑稽模样 实在憋不住 笑喷了 小心了 张阳大喊一声 轰隆一声巨响 孙长空身下的大地崩溃 出现了一个大洞 他直接就坠落了进去 哈哈 还有土之道 竟然还是遇到静大圆满 来来来 再来 孙长空灰头土脸 从洞中爬上来 激动地手舞足道 九种了 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这个学生 简直就是妖孽啊 没有了 就这些 张阳说 不不不 你还有 否则 就这些 可夺取不到五状元 孙长空断言道 林老师说过 张阳还有转移之道 一种心道 还有一种很厉害的 也是压箱底的 但不想施展 否则 你可能承受不起 张阳说 你尽管施展 柳秘书在呢 他可是医生 孙长空不但不怕 反而越发期待 那你看好了 张阳取出匕首 直接就在自己的大腿上 插了一刀 唯有如此表演 才能让对方明白 伤害转移的厉害之处 攻击大地 转移伤害 还是不明晰 但他的腿上 却是没伤口 而孙长空的大腿 却是出现了一个 深深的伤口 血喷射了出来 天 转移之道很厉害啊 孙长空 倒抽了一口凉气 柳珊珊施展治疗神通 给他治疗了一下 很快就痊愈了 连个伤口也没有 唯有裤子上 还有一个洞 这是我领悟的心道 转移之道 能转移位置 和伤害 张阳还表演了 一番转移位置 转移之道 好厉害的心道啊 捡到宝了 林默身为班主任 简直就是个二货 竟然不知道班上有个妖孽 还认为他是普通天才 孙长空笑歪了嘴巴 柳珊珊也笑得分外灿烂 仿佛盛开的桃花 第二十四章 学校差点破产 孙校长欢喜之余 又打手机 让张阳的班主任 林默过来了 指着张阳问 林老师 他是不是你班上的张阳 其实就是在确认一下 张阳的身份 万一 张阳是冒充学生 来骗修行资源的骗子 那不是惨了 是的 他就是我班上的张阳同学 林默肯定地点头 又威严地问 张阳同学 你闯什么祸了 张阳同学当然没闯祸 反而是你 闯大祸了 孙校长美好气道 我闯什么祸了 还请校长明言 林老师的脸色微变 你有眼无珠啊 张阳同学 明明是爵士天才 掌握了十种 非常厉害的大道 你竟然认定 他是普通天才 浪费了多少时间 孙校长黑着脸说 不可能 校长 你一定是在做梦 林老师跳了起来 满脸都不敢置信 张阳掌握了十种道 骗鬼呢 他可是清楚知道 张阳的道数 曾经出了问题 变得病奄奄的 没开花没结果 虽然最近恢复了 领悟了三种道 但境界很低 怎么就变成 领悟十种了呢 刚才我已经亲自测试过了 张阳同学 掌握了转移 金 毒 火 力 雷霆 剑 弓箭 土 重 最后两种 已经遇到静大圆满 弓箭之道 也遇到中期 其余的 也都在练道静 就他的实力 不说一定能夺取五状元 但进入前十 还是很有希望的 孙校长意气风发道 林老师抽烟 张阳地上一支烟 用手指发出火焰 给他点火 免得林老师 固执地不肯相信 那奖励什么时候 才能拿到 我知道 你真是超级天才 林老师 开始打哆嗦了 这是要躺赢吗 但这也太尴尬了吧 自己竟然不知道 还要校长提醒 幸好我没客戴张阳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孙校长摆摆手 工具人的任务完成了 就没必要在这里碍眼了 校长 我们要大力培育张阳啊 林默怎么可能走 他又不是傻子 他继续赖在这里 各种建议 各种口号 你个老油条 孙校长有点无奈 看了张阳一眼 发现张阳也没反对 也就不坚持了 开始仔细地分析起来 上一届的五状元 也就领悟了九种道 境界要高一些 荣道初七 但这一届 有个妖孽 叫王天一 领悟了十五种道 据说已经晋级荣道 实力非常强 就张阳你目前的实力 想要打败 他几乎不可能 不过 你有转移之道 若一直隐藏着 对上王天一的时候才施展 也不是没有可能 孙校长说 转移之道 真的很厉害吗 林默的眼睛放光 满脸红光 校长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 末了又叮嘱道 这是秘密 天之地之 我们四人之 这可是撒手锏 要用来对付王天一的 打死我都不会泄露 林默阵 惊得差点咬断舌头 连连拍胸脯保证 王天一修炼到了容道镜 张阳微微醋眉 悟道是倒数开花 入道是倒数结果 炼道是巨线道具 遇到是驾驭大盗 攻击力暴涨 容道是把大盗融入己身 从而构成大盗领域 具备很强的防御力 也不知转移伤害 能不能起作用 会不会被领域克制 施展领域的情况下 伤害转移效果 绝对会降低大半 孙校长严肃地说 但至少还有用 所以 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先前他就暗暗测试过了 他可是容道高手 施展大盗领域 面对境界低的修饰 几乎万法不清 绝不会被张扬搞得那么狼狈 只是故意不施展罢了 那还是很不保险啊 得想办法 提升张扬的境界 林老师越发兴奋 转移之道太牛逼啊 这一下自己要出名了 班上出了一个绝世天才 爽爆了 容道竟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达到的 孙校长严肃地说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从今天开始 张扬你的修炼资源 全部报销 你把每天需要的 修炼资源报上来 我亲自给你准备 另外 我还会请超级高手 来特训你一段时间 现在他不打算躺平了 要全力培育张扬 从而在五考中一鸣惊人 我每天需要 一百个误道茶果 三十枚高级误道单 一瓶万年灵犬 张扬哪里 还会客气 孙校长林老师 外加小秘书的眼睛越睁越大 满脸的不敢置信 什么叫狮子大张口 这就是啊 真是长见识了 这样的天才地宝 大部分修士 都是服用一个 修炼一天 但他是服用一百个 不要说他区区一个小校长 就是大势力大门派 也供应不起啊 误道茶果这样的宝物 百年才能成熟一次呢 至于万年灵犬 可遇不可求啊 反而是高级误道单 还算可以大量炼制 但也价值不菲 每天十个误道茶果 十枚误道单 一滴万年灵犬 孙校长无比肉痛地说 这已经超出学校极限 甚至我还要找人见 谢谢校长 我会努力的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张扬微微有点失望 但暗暗地估算了一番 这些宝物是真的价值惊人 也就不再勉强 反正他就修炼复印和转移之道 别的倒是绝对不修的 可以割韭菜 甚至校长也是韭菜一课 这些勉强够修炼了 没想到找学校真能好到羊毛 爽 你先去修炼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修炼资源 校长说 你是要去多宝楼 或者万宝阁买这些宝物吗 张扬突然问道 是的 别的地方买不到这么多 校长说 那你拿我的身份名牌去 同样的价 可以多买三成 那就是每天十三个误道茶果 十三枚高级误道单 一点三滴万年灵犬 张扬取出多宝楼的 特级客户身份名牌 三人彻底无语 你区区一个高三学生 竟然是多宝楼的特级客户 要不要这么离谱 第二十五章 多宝楼也要赞助 委托别人去买 估计不行 你还是一起去吧 孙校长说 或许还可以让多宝楼给点好处 林默说 再耗多宝楼的羊毛 张扬的眼睛亮起 但已经耗过一次了 再耗不好吧 也可能成功吧 事实又没损失 怕什么 万一成功了呢 你的修炼资源 不是远远不够吗 孙校长也来了兴趣 劝说道 对对对 多宝楼才大气粗 拔个毛笔学校的腿都粗 张扬同学 你可是绝世天才 还领悟了心道 多宝楼定然愿意大出血的 秘书柳珊珊也兴奋地说 卧槽 原来就我最善良啊 前世 我就是太善良 越工了三十年 都没住上自己的房子 老实善良 就是太吃亏啊 我必须吸取经验教训 张扬暗暗感叹 五分钟后 他们就出现在多宝楼 见到是特级客户 当然用最高的规格接待 店长欧阳飞鸿第一时间 就把四人 请进了那间 最豪华的贵宾室 一番介绍之后 校长开门见山道 这一次 我们是来给张扬购买修炼资源的 他递上一个 早就准备好的单子 数量不少啊 欧阳飞鸿 微微惊讶 但却是毫不犹豫着人 把宝物送了上来 打了七折 结账完毕 校长又叹气说 可惜啊 我们学校太穷了 买不了太多的修炼资源 满足不了张扬的需要 可能要和武状元 失之交臂了 扑 欧阳飞鸿猝不及防 一口茶水喷在地上 孙校长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竟然妄想张扬 能夺取武状元 多宝楼之所以和张扬签订 特级客户合约 是在赌张扬的将来 可以开宗立派 那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 可从来没想过 张扬现在 就可以独领风骚 夺取武状元 那和做梦差不多吧 不好意思 我失礼了 他全力地憋住笑 抱歉道 你是不认可吗 校长开始吓套了 张扬的确是罕见的天才 我们也认可他 所以才和他签订 特级客户合约 但张扬仅仅领悟了六种道 最厉害的是他的心道 可惜他的心道 才到炼道径 连玉道都没达到 而顶级天才王天一 那可是领悟了十五种道 而且已经晋级荣道 领域一出 防御无敌 他才是今年武状元 最热门的人选 欧阳飞鸿为婉道 看来欧阳店长 还是不太了解张扬啊 校长意味深长地笑了 不过 也不能怪店长 张扬从来就喜欢低调 爱隐藏实力 什么 张扬上次你隐藏了实力 欧阳飞鸿恶然 有点难以置信 我隐藏了个毛线 只是后来 复印到了一些道 张扬暗暗吐槽 嘴里却是说 稍稍隐藏了一点点 难道你还领悟了一种 厉害的大道 而且境界很高 欧阳飞鸿道 还是我来说吧 其实张扬 还领悟了弓剑之道 遇到中期 雷霆之道 炼道境 土之道 遇到大圆满 众之道 也遇到大圆满 孙校长风淡云青地说 这是千年老六吧 隐藏了这么多 境界还这么高 土和众之道 都遇到大圆满的话 随时都可以晋级荣道啊 还真有资格夺取武状元 欧阳飞鸿半赏无语 看怪物一样地看着张扬 张扬怎么就这么幸运 领悟的 都是超级厉害的大道 莫一种弱道啊 校长你的意思是 欧阳飞鸿隐隐约约地 猜出了他们的目的 似笑非笑地问道 我们就是希望你们 也免费供应张扬一些修炼资源 那他在五考前有很大 可能晋级荣道境 那打败王天一 就有很大可能了 孙校长说 将来张扬成长起来 定然会有回报的 我要向总部禀报 还要先验证一下张扬的实力 欧阳飞鸿沉吟了一下道 尽管测试 校长笑道 于是他们又去了后面的练武场 测试了一番 这一次张扬可是全力施展 没有任何保留 反正 他随时可以复印 战力的增长日新月异 现在还是好好表现 那或许可以 得到更多更好的修炼资源 尽快强大起来 万一遇到那个 夺取太雷霆倒果的女人 或许就有逃命之力 甚至反杀 好强啊 欧阳飞鸿彻底震惊了 张扬任何一种神通 都很厉害 连金之道都突飞猛进了 若能突破戎道 王天一还真旧未必能顶得住 他进入了密室 开始视频联系总部 视频其实就是一个法宝 布置了声音和影像之道阵法 很快 视频上就出现了一个威严的中年人 赫然就是多保楼的值班长老 欧阳飞鸿细细地禀报了一番 莫了道 若给他足够的修炼资源 让他晋级融到晋 夺取五状元的概率很大 我认为可以赌一把 他的转移之道 修炼到什么地步了 值班长老很不简单 问出了问题的核心 他们看中的是张扬的心道 其余都是旁之末节 五状元又如何 未必够资格做特级客户 第二层法则大圆满了 随时可以进入第三层 欧阳飞鸿回答 第二层大圆满了 进不太快了 有点异常啊 你去问问情况 值班长老醋没 进不快当然是好事 开宗立派就有希望 但太快定然是有问题的 不弄清原因不放心 欧阳飞鸿点头英试 去询问了张扬一番 就回来禀报道 转移之道有两种基本功能 一种是转移伤害 一种是转移位置 第一种和空间之道有关联 第二种也可能有一点关联 他参悟空间之道道图 加上天赋的确不错 所以进步如此快速 这就对了 值班长老点点头 你的运气不错 找到了一个 潜力极大的合作客户 将来开宗立派的概率极大 我们可以提供他一批修炼资源 助他夺取五状元 缩短他成长的时间 我们也能早点受理 这投资还是很划算的 第二十六章 危险灵界 张扬四人满载而归 多宝楼的确给了资助 是学校给的十倍还多 反正遇到尽所需要的顶级修炼资源 全部都有 足足十五种 足够张扬修炼近一个月的了 不愧是多宝楼 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回到学校 孙校长三人还在不停地感叹 至于张扬 当然是修炼去了 唯有修炼到无比强大 才能心安 这世界其实很残酷 动不动就是杀人夺宝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袭击 火 我 我女儿死于火 一名魁梧的中年人 盘西坐在荒野禁区的山丘上 从推算中醒来 满脸的悲愤 他名叫疯烈 杨成仁 他虽然有三个兄弟 但也不知什么原因 两个弟弟都没后代 他也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 从小当成了心肝宝贝 养成了一副娇纵的性格 得罪了不少人 他也赔了不少礼 毕竟 他也紧紧凝聚出推算道果 天赋不好 仅仅止步于遇到镜 推算也不是很准确 所以 混得不是太好 还经常干盗墓的活 但自从 他从某个古墓中 挖出一本剑道宝典 就彻底改变了命运 剑道宝典非常神奇 让他迅速凝聚出剑之道道果 之后提升迅猛 仅仅三年 就修炼到容道镜 遇见千里一瞬 杀人百里一秒 日子就变得好过了 风娇娇当然也修炼了剑道宝典 天赋也很不错 很快就凝聚出剑之道道果 又晋级炼道镜大圆满 加上他还领悟了生命之道 可以说是潜力巨大的天才 前途无量 这一次来荒野禁区 说是想要抓一只漂亮的座鳍 结果一去不返 他前来寻找 但却是没有引踪 于是开始推算 推算结果就是死了 死于火 他遇见缓缓飞翔 同时推算女儿陨落地点 最后来到了荒野禁区边缘 就是这里 他降落了下来 仔细地观察 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 这里曾经被火烧过 只是被掩饰了现场 毕竟 重新长出的草木荆棘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他终于确定了 自己的天才女儿 是被人杀死的 不是死于盗兽或者盗职 报仇 报仇 一定要报仇 将凶手找出来 碎尸万段 再杀他全家 锋裂满脸的仇恨和杀鸡 其实 除了报仇 找回见到宝典 也是重要目的 因为见到宝典非常神奇 你复印不了 也抄录不了 因为得到的权势乱马 只能关键点修炼 所以 即使是他 也没领悟化道径的修炼秘法 若不夺回 他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下一个境界了 他当然不心肝 他是超级厉害的盗墓高手 心思缜密 如今又是荣道径初期的剑刀巨拨 战力非常恐怖 甚至能跃及杀人 所以 他朋友挺多 能量也非常大 他开始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调查 凶手是本地人的概率极大 因为荒野禁区没什么名气 宝物也不是太多太珍贵 外地人很少来 封裂得出结论 那么接下来就简单了 调查那几天 有哪些人进入荒野禁区寻宝 虽然这比较艰难 但还是可以克服的 比如 那几天出售宝物的修饰 只要去那些店铺问 就可以知道 再一一试探 一一排查 迟早可以找到 他是盗墓贼 有时为了盗一个大墓 往往要准备几个月 甚至几年 是非常有耐心和毅力的 他开始了行动 张扬 不好了 有人在调查我们 穆青青找到张扬 紧张地说 由于担心反杀风娇娇的事情 有麻烦 张扬私存过 敌人如何寻找他们 当然就是常规方法 至于推算 那还是算了 若对方真是推算大佬 绝对位高权重 风娇娇也不至于没保镖了 所以他就让穆青青暗中关注 因为穆青青有个亲戚 在城里开了一家肉店 就是收购和售卖各种瘦肉 别慌 找个地方戏说 张扬拉着穆青青 走向后山 哼 穆青青白了张扬一眼 振脱开去 自从那天看张扬和杜豪大战时的所作所为 他就深信不疑 张扬喜欢他和林青武 想让他们两个都做女朋友 果然这坏蛋 见面就占他便宜 他哪能让他如愿 五分钟时间都不给我 张扬有点郁闷 每一次都功败垂成 很快 来到后山僻静处 张扬细细地询问 就是昨天 有人进我亲戚的店 打听那天 谁来卖到瘦肉了 那是一个中年人 戴着人品面具 看上去非常强大 穆清青说 不用担心 反而可以放心了 因为对方没推算出什么信息来 才不得不用常规方法寻找 张扬尝出了一口气 那他们真的要找到我们 并不容易 需要较长时间 毕竟 那天我们都易戎啦 还戴面具啦 不用应对吗 穆清青鳄然道 越应对 暴露得越快 张扬说 对方很可能就是在钓鱼 等人跳出来 反过来调查他们的来历 顺着线索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所以 不用理会 不过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若被人找上门来询问或者调查 同一口径 我们没去过荒野禁区寻宝 但那天我们遇到过一些寻宝人 他们可能认识我们 我们凤凰寻宝队 还是有一些名气的 木青青心思很缜密 有人认识你们 张扬微微醋眉 那只能改变计划了 就承认去过荒野禁区 虽然收获不错 但绝对没得到什么小鸟 风娇娇是看到小鸟起杀鸡的 这就是关键线索 绝对不能承认 这办法好 木青青说 幸好我们早就把小鸟卖掉了 否则 就是一个隐患 另外 我们要努力修炼 快速变强 才有反击能力 张扬说 嗯嗯 我会努力的 木青青认真的点头 我的生命和木之道第二层法则 终于大圆满了 最近我又领悟了一种刀 风之道 第一层法则快圆满了 风之道 张扬的眼睛亮起 这种刀他很需要 独之道配风之道 威力暴涨啊 另外 木青青的生命和木之道 自己也非常需要 因为都可以增强生命力 恢复力也暴涨 不容易死 那配合伤害转移 就非常厉害了 青青 自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魂牵梦绕 怎么也忘记不了 做我女朋友好吗 张扬突然就捉住 木青青的手 开始表白 第27章 渣男表白 五种盗果盗手 你你你 说什么啊 木青青满脸红郁 结结巴巴 不敢看张扬一眼 也忘记了要挣脱开去 我说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好吗 张扬又柔声说 同时再复印她的生命道果 没办法 敌人马上就要找到她了 绝对是超级厉害的剑道修士 她得到了风娇娇的剑道宝典 被里面的神通秘技所震惊 所以 她必须快速变强 表白在死亡面前 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 木青青本就优秀 又颜值超高 做她的女朋友 完全够格 你 是不是也对林轻武表白过了 木青青娇称 没有 我最喜欢的是你啊 张扬满脸真诚 我才不信呢 木青青哪里肯信 她可是掌握证据的 张扬或许喜欢她 但也喜欢林轻武 她坏得很 只是没想到 张扬第一个对她表白 自己竟然赢了林轻武 现在怎么办呀 她脑子乱哄哄的 双腿发软 被张扬握住的双手 更是无力 张扬又是一阵甜言蜜语 木青青的脑子 就变成了一片空白 不知不觉 就依偎到张扬的怀中 两人的呼吸 都变得急促 甜蜜美好的感觉 让他们迷醉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很快就过去了十几分钟 三种道果 都被复印成功 张扬的道数 又长到了不少 最近张扬得到了 足够的修炼资源 但仅仅修炼复印和转移之道 虽然都是心道 也进步如飞 已经领悟了复印法则 第二层70% 转移法则也进入了第三层 达到了60% 复印三种境界较低的道果 并不吃力 哈哈 总算成功了 不容易啊 张扬在心中大笑 这一下 自己的综合战力 又得到较大提升了 再看怀中木青青 那意乱情迷的模样 她更是心情舒爽 上辈子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孤独一生 这辈子牛逼了 竟然追到了一个 如此美丽优秀的女朋友 想到这里 她实在忍不住了 低头去吻她 我 还没答应你呢 大坏蛋 木青青羞红着脸 推开了张扬 逃一般地跑掉了 也太怕羞了吧 张扬差点憋不住笑 不过 现在也没心情 和她亲亲我我 重要的是提升实力 她休息了好一会 等复印道果彻底恢复 她就又联系林青武 把她约到了后山 出什么事了 林青武这一身白色的骨裙 长发飘飘 冰激玉骨 别提多么的清纯美丽了 张扬把有人调查的事情 说了一遍 我们要怎么应对 林青武竟然不怎么紧张 很淡定 张扬把对策说了一遍 莫了又说 这事是瞒不住的 敌人迟早会找上门 毕竟 那天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寻宝人 认识你们 不过 是我杀死风娇娇的 和你们无关 一人做事一人当 大不了我来认罪 不连累你们 那怎么行 我们是凤凰寻宝队 生死与共 怎么能让你一人顶罪 这是最坏的打算 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 张扬捉住他的双手 柔声道 不过 有件事 还是得未雨绸缪 我怕将来没机会说出来了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魂牵梦绕 怎么也忘记不了你 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你 是不是也对木轻轻表白了 林青武的脸变得飞红 声音带着一丝颤音 和木轻轻的反应如出一辙 没有 张扬矢口否认 又开始说甜言蜜语 否则 休想复应成功 林青武 那可是悟到了四种 时间之道 水之道 武之道 美之道 后两种他不想复应 但前两种 那是必须复应的 时间大到的恐怖 就不用说了 水之道也非常适用 乾坤大陆的大海 比大陆宽阔十倍 大陆上也有无数的河流 湖泊 领悟了水之道 生存能力就大大提升了 林青武虽然很矜持很傲娇 但还是被天才帅哥的表白 弄得意乱情迷了 软倒在张扬怀中 五分钟后 张扬的道数上 多出了两种道果 时间和水之道道果 张扬也瞄懂了 时间法则第一层 和第二层大圆满 水之道法则第三层 百分之二十 显然 时间大到的法则 领悟起来艰难一些 所以 境界要低一些 但相比别人 却是非常快了 所以 林青武才被圣经道院特招的 很好 现在我的战力又暴涨了 时间法则的威力无比恐怖 绝对可以越级杀人 张扬感觉安全了不少 玄机他彻底迷失在林青武那 无边美丽和温柔之中 彻底忘记了初衷 就是复印道果 他吻了他 林青武竟然比木青青 还容易动情 没有反抗 没有逃走 任凭张扬轻薄 还声色娇羞地回应 两辈子加起来 张扬都没体会过这样的美好 所以 完全就停不下来 甚至还得寸进尺 想爬山越岭 张扬 你干什么 林青武捉住张扬的手 脸红如血 娇称不已 对不起 你太美了 我轻不自禁 张扬继续甜言蜜语 至于穿帮之后 怎么办 到时再说吧 保命最重要 我担心我爸妈不会同意 所以 不许攻不出去 林青武撬脸烟红 美目水汪汪的 嗯嗯 张扬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简直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那就不容易穿帮了 怎么也没想到 表白两个 竟然都成功了 帅哥泡妞 这么容易的吗 我去修炼了 你也要努力 林青武娇羞地说完 欣然去了 旋即 张扬又找了向美云 叮嘱了他一番 又复应了他最近的修炼经验 让他的立之道法则 领悟到第二层大圆满了 立之道是顶级大道 领悟是非常艰难的 据说比时间法则还难 向美云的天赋 绝对是杠杠的 好韭菜一刻 张扬又去寻找杜豪和贺坤 想要收割一回 可惜都不再笑 也不知去哪里鬼混了 一点也没韭菜的自觉 突然 张扬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校长打来的 张扬 给你找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剑道前辈 教你实战 你到学校的练武场来 第二十八章 就是他 杀了我女儿 张扬来到了练武场上 校长和一名气势很强的中年人 也几乎同时抵达了 张扬 这是剑道大师封裂 我特意找来特训你的 相信能让你的剑道战力暴涨 封大师 这就是张扬 高三学生 他也领悟了剑之道 请你指点一下他的剑计 孙校长热情地说 也姓风 张扬心中凛然 莫非就是封娇娇的父亲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但他却是不动声色 恭敬地行礼 见过封大师 还请大师指点 好说好说 封裂皮笑若不笑 上上下下地打量张扬 你还擅长哪些道 我才好指点你 毕竟 见到配合别的大道 威力才会更加恐怖 我还擅长为之道 别的就不值一提了 没什么威力 张扬谎言道 你谦虚了 我看你的火之道 就很厉害 至少也是练到大圆满 甚至可能 晋级遇到镜了 封裂说 封大师 你果然会眼入剧 佩服佩服 不过 张扬的火之道 还没晋级遇到镜 也就练到大圆满 毫不知情的孙校长插言 心中也是暗暗佩服 张扬隐藏实力的本事 掌握了那么多道 竟然仅仅暴露雷霆之道 但封大师 可不是普通高手 却是看出了 他身上隐而不发的 火之道法则气息 就是这混蛋杀我女儿 终于找到你了 封裂心中杀鸡万丈 找到张扬比想象中 还要容易 有一些经常在荒野 禁区寻宝的修饰 他细细询问过他们 也就知道了 凤凰寻宝队 那天进入过 但去城里的店铺打听 却没凤凰寻宝队 卖宝的信息 可见 他们就是做贼心虚 出售各种宝物的时候 改变了容貌 所以他把重点 放在凤凰寻宝队上 张扬有最大的嫌疑 因为另外三个队员 都不善长火之道 所以 他故意来拜访孙校长 孙校长一想天开 让他指点张扬见记 于是就有了这次见面 他用了推算 加上察言观色 终于认定了 张扬是凶手 但他是老江湖 狡诈至极 还是不动声色 又问了问张扬的情况 末了说 今天我还有点事 明天晚上 你去我的道场 就在武冈城里 我就指点你一次 你可要珍惜 谢谢风大师 张扬满脸的感激 告辞 风烈欲见而去 校长 风大师很强大吗 是哪里人 张扬问道 风大师可不简单 校长细细地介绍了一番 但并不知道 风烈是盗墓大师 仅仅知道 他是剑刀巨博 虽然仅仅容道境初期 却是可以跃及杀敌 战力无比恐怖 往往见光一闪 敌人的人头已经落地 连反应都来不及 厉害 张通连声赞叹 暗暗却是长出一口气 还好 不是什么大家族 就是一个小家族 人口不多 不过 对付他张扬 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 得想想办法 给我盯紧了 我猜他 今天就会逃走 风烈出了学校 并没离去 就站在校外 一座小山上 对一百多名属下下令 其中就有他的两个兄弟 都是剑刀高手 其余人 也都是盗墓贼中的佼佼者 也都是强大的修士 他们可能会化妆 给我仔细一些 不要让他们溜走 凤烈又取出四张画像 赫然就是张扬 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的画像 他有绝对的把握 自己打草金蛇成功了 张扬四人 定然会害怕 逃出学校 找地方避风头 是必然的 毕竟就是几个小屁孩 没什么人生经验 和社会阅历 而他也调查了四人的底细 张扬和向美云 都是普通人家出身 家里就没修饰 至于林青武 和穆青青 似乎有点来历 但既然在三级小城的学校上学 来历应该很普通 所以 他们应该没什么强缘 他才做了这个计划的 至于在学校杀人 他还是不敢 虽然学校 没几个高手 但到底是国家创办的 威严不容侵犯 否则国家定然会派出高手 追杀他们 那结果 就不用说了 四个小屁孩 也敢杀我女儿 今夜就把你们一个个虐杀 给我女儿报仇 风裂身上 散发出的杀气 如同实质 天渐渐黑了 戴了面具 化妆了一番的张扬 从校内出来 没走前门 也没走后门 而是翻侧墙而出 鬼鬼祟祟的往远处溜走 一个人逃走 没告诉同伴 你的人品 也不怎么样吗 戴着面具的风裂 如同鬼魅一样的 拦截在张扬面前 他非常小心 早就释放出了 剑制道领域 周围一米之内的光线 都在扭曲 那是因为充斥了 无数的剑制道规则 那即使张扬是 放出火焰攻击他 也伤不了他嘶吼 而他却是可以一剑 斩杀张扬 你是谁 想干什么 张扬紧张地问 当然是杀你 风裂宁笑道 敢杀我女儿风娇娇 夺她的剑道宝典 你死有余辜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何曾杀了什么女人 张扬满脸的冤枉 你就不用否认了 因为没用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现在 你交出剑道宝典 那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风裂喝道 看来 我不承认也不行了 张扬说 是的 我杀了你女儿 但却是因为 她要杀我夺宝 被我反杀 我问心无愧 你要报仇 那就来吧 鹿死水手 由未可知 很好 你终于承认了 我果然没找错人 你就拿命来吧 风裂满脸怨毒 一把飞剑 从嘴里暴射而出 化成流光射向张扬 太快了 快得不可思议 但张扬早有准备 一道雷霆 从她的体内暴射而出 轰在飞剑上 唯有雷霆 能挡住飞剑 因为雷霆速度更快 轰隆 一声巨响 飞剑遭受了致命一击 但竟然仅仅稍稍地改变了方向 没动穿张扬的脑袋 却是洞穿了她的肩膀 诡异的是 张扬的肩膀处 没任何伤口 反而是风裂 肩膀处出现了一个 深深的伤口 但没有洞穿 显然 领域的守护 还是有用处的 降低了伤害 啊 风裂发出了一声 痛苦惨叫 但反应 却是无比快速 又有一把飞剑 从她的嘴里射出 斩向张扬的脖子 刚才张扬全力 发出了雷霆攻击 消耗巨大 定然难以发出第二劫 所以 这一击 张扬必死无疑 第二十九章 你有埋伏 我有援军 秀 飞剑斩来 光芒万丈 杀气冲天 剑修气势 彻底斩露无疑 但这一次张扬 却是做好了准备 确切地说 在对方发出惨叫的时候 张扬就已经行动了 他优得转移了位置 出现在风裂身后 十几米处 隔空一拳 轰向对方后背 轰隆一声巨响 剑之道领域震动 风裂稳不住身躯 向前冲了十几步 领域果然厉害 竟然挡住了 我的力量神通 张扬暗暗忌惮 马上转移了位置 果然如此 风裂突然拔出背上的长剑 反手一剑斩出 剑盲摆杖 把张扬先前所在的位置 斩出一条十几米深的裂缝 地动山摇 碎石乱飞 尘土飞扬 气势害人 和剑修搏杀 太过危险 一个不好 就死无全尸 给我躺下 出现在侧面的 张扬大喊一声 咔嚓一声巨响 剑烈脚下的大地崩溃 出现了一个机密深的大洞 剑烈裹挟着领域 跌了进去 但眨眼就冷笑着跳出 可惜又有恐怖的重力出现 让他仿佛背上了一座大山 风裂再次坠落了下去 一个猎切 差点跌倒 好机会 张扬是放出一个 巨大的火球 砸进了深坑之中 呼 汹涌的大火 覆盖了封链 疯狂地烧灼 领域虽然具备 很强的防御能力 但防御火的攻击 还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 他发生了痛苦的惨叫 心中也是凛然 这个小屁孩 如此厉害 到底领悟了多少种道 他取出一个道具 瞬间 就抵消了恐怖的重力 如同羽毛一样的往上飘起 毋庸置疑 这是轻之道道具 让他轻弱羽毛 眼看就要出坑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时间突然就变得无比缓慢 他几乎就是一寸寸地往上飘 时间之道神通 封链心中大害 埋伏在暗中的封家人 也莫名震撼 这少年 原来如此天才 怪不得能杀死风娇娇 幸好今天人多 否则 可能封链也要吃大亏 给我死 张扬举起匕首 开始疯狂地刺入大地 啊 哎呀 封链的胸口 脖子 小腹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伤口 虽然在领域的防御下 伤口不是太深 但放血 却是足够了 所以 血哗哗地流出 又噼里啪啦地掉落下去 很快就让封链成了血人 可怕的是 火焰还在疯狂地烧烛 重力也还作用在他的身上 一起上 杀了他 封链有点抵挡不住了 虽然还能挥剑攻击 但被时间神通影响 也就失去了速度 很难伤到张扬 只能拿出最大的底牌了 杀 一百多盗墓贼 哗啦啦地冲了出来 穿着盔甲 戴着面具 拿着各种法宝 十几把飞剑 也是暴尸而出 斩向张扬 小子 现在知道 我都厉害了吗 今晚你必死 封链名笑 呵呵 鸡笑声响起 一个气势凌厉的中年人 从黑暗中踏出 随手就是一巴掌拍出 十几把飞剑 直接就被拍飞 变成了废铁 叮叮当当地掉落在地 再没任何动静 这怎么可能 封家所有人 尤其是封链 彻底傻眼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中年人是谁 怎么如此强大 难道 是张扬找来的高手 调查过他 没什么背景 何出身 请问前辈是谁 为何多管闲事 封链一边抵挡张扬的攻击 一边怒气冲冲地问 你要杀我们多保罗的特级客户 我怎么算是多管闲事呢 中年人讥笑 区区一个人丁稀薄的小家族 也敢对付我们的特级客户 简直不知死活 这怎么可能 封链满脸惊骇 汗流加倍 区区一个高三学生 竟然是多保罗的特级客户 这太荒唐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 刚才张扬展露出了雷霆 火 重 时间 空间 还有一种转移伤势的道 天赋非常恐怖 被多保罗看中 也不是不可能 旋即他猛然惊醒 不好 中计了 以为打草金蛇成功 吓唬张扬逃出学校去避风头 趁机斩杀 结果 却是对方暗中找来了多保罗的高手 要把他们来得一网打尽 你小小年纪 有如此心界 封链还是不敢相信 愿读地问张扬 死人 就没必要知道太多 张扬淡淡地说 还请前辈出手 全部杀了 至于这个家伙 还是我来对付 逃啊 封家众人当然听到了 马上转身 四散而逃 速度非常快 蹭蹭蹭 就如同受到惊吓的鸟 但逃出的 仅仅是他们的身体 头颅 却是留在了原地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 他们的脖子断了 真就是莫名其妙断的 连张扬都没看明白 因为没有剑光 也没有任何端倪 众多头颅 如同雨点一样地掉落在地 如同西瓜一样 滚动着 扑通扑通 所有无头尸体 也先后倒在地上 再无生机 断之道神通 你是断头道君旁济海 风裂下的速速发抖 脸色惨白如指 断头道君旁济海 领悟了心道 断之道 18岁成为北湖省武状元 19岁 荣道境大圆满 之后境界提升比较缓慢 用了30年 才进入花道境 但战力 却是非常吓人 往往能跃及杀敌 喜欢断人之头 场面血腥 曾入海屠龙 上天斩雕 扑袭敌国 屠一万大军 燃血而回 凶名赫赫 危阵大江南北 没想到 今天既然出现在这里 张扬到底何得何能 能得到如此拒搏庇护 他却是不知 庞济海也和张扬一样 高中就成了多保罗的特级客户 得到了多保罗的庇护 度过了多次危机 从而顺利成长起来 虽然还没晋级河道 从而开宗立派 但却是化道尽修士了 可以反补多保罗了 这一次他恰好路过武冈 因欧阳飞鸿的请求 前来救援张扬 而张扬也有点猛逼 就是联系了欧阳飞鸿 请求援助 竟然来了这么恐怖的一个巨拨 我有这么大的面子吗 小友 要不要我帮忙 这家伙可不弱 庞济海哪里可能和一个死人啰嗦 淡淡地问张扬 第三十章 杀死疯烈 复印见到惊艳 多谢前辈 我自己能行 张扬毫不犹豫地拒绝 继续疯狂地攻击封裂 火 重 雷 力 转移 剑 时间 木 毒 风 金 弓箭之道等等神通 轮番上场 打得封裂死去活来 凄惨无比 他全身破破烂烂 到处都是伤口 伤口流出的都是黑血 显然已经中了剧毒 领域频铃崩溃 吃食不了多久了 有趣 庞济海在一边憋不住笑 容道静剑修 竟然被一个高三学生虐败 简直就是一笑大方 啊 我和你拼了 风链猛然取出一根白骨 只有手指那么大 狠狠地扔向张扬 但不可思议的是 白骨突然转移了位置 出现在几百米之外 落在一棵大树上 大树就无声无息 失去了生机 变成了一棵干枯的死树 好厉害的死亡道具 张扬暗暗忌惮 还好自己机灵 将之当成了炸弹 转移开去 否则 自己可就要倒霉了 转移之道真不错呀 不亚于我的断移道 庞几海暗暗赞叹 看着意气风发的张扬 仿佛就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非常亲切 给我死 张扬加大了攻击力度 很快 封裂的领域彻底崩溃 顿时就坠落进坑洞之中 被重力死死碾压 被恐怖的火焰 疯狂地烧灼 他发出了凄厉惨叫 渐渐地变成了焦谈 气息奄奄 张扬心念一动 就把对方转移到了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开始复印推算道果和剑之道经验 同时开始审问 当然就是问风家的情况 还有什么高手 还有什么人 拜你之次 我风家绝种了 一个也没有了 封裂有气无力 绝望愿毒地回答 你休想误导我 张扬其实就是在拖延时间 又一番折腾 终于复印成功 道书上出现了一枚新的道果 推算之道的道果 练到大圆满 估计没太大用处 反而是剑道经验 让他收获巨大 直接就把剑之道法则 领悟到了第三层大圆满 让他成为了遇到大圆满修士 可惜没复印到第四层的经验 再次得到验证 真只能跃一个大境界复印 复印法则还停留在第二层 所以复印不了容道境的悟道经验 但 第四层法则主要就是关于领域 但剑之道领域的防御力不怎么样 所以 三层法则的攻击威力 和四层没太大区别 张阳的战力又暴涨了 多谢前辈来源 张阳再次感谢庞济海 你的天赋很不错 不过 不要修炼太多道 那会分散你的精力 选择几种厉害的 天赋好的 经修下去 才能快速的 出人意料的变强 那才可以应对无数危机 要知道 并不是每次你都有时间 向多宝楼求助的 有时候 危机是突如其来 没任何预兆 你根本来不及求援 庞济海语重心长的指点道 多谢前辈指点 张阳非常感激 这和自己的计划 不谋而合 今后就只修炼复印 和转移之道 别的都靠复印 割韭菜 否则 谁有那么多时间 和自愿修炼 而快速变强 让敌人意想不到 的确是保命的最好办法 可惜啊 我还没进击合道 否则 一定送你断之道道图 让你成为我的弟子 庞济海满脸欣赏 和遗憾之色 眼前的少年 将来也是开宗立派的存在 开的是转移之道 转移位置 转移伤害 前辈 我的误导能力很强 你和我说说断之道的奥义 或许我可以快速地领悟断之道 未必需要道徒 张扬眼睛一亮 他也很眼馋断之道 真是很牛逼啊 心念一动 敌人断头 特么的 应该叫断头之道 而不是断之道 哪有这么容易 庞济海哑然失笑 我传过很多超级天才的断之道奥义 但他们都没能领悟 让道树开花都做不到 显然 没道徒是不行的 这么多年来 断之道一直没被人领悟 唯有我 也是有原因的 反正 你传过那么多天才 再传过也没损失 但万一成功了呢 张扬说 那我不就多出一个厉害的师尊 你多出一个牛逼的徒弟了吗 哈哈 你这小子 还真能说 那就传你试试 能不能领悟 全看你自己 庞济海笑了 拉着张扬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开始述说断之道的奥义 果然复杂无比 让人满脑子江湖 张扬当然是领悟不了的 不过 复印却是没问题 虽然复印不到道果 但可以复印经验 复印条件也具备了 由于石头有点小 两人紧挨着 有身体接触 张扬的道树 慢慢地开出了断之道花朵 然后就凝聚出了一个小小的道果 还在缓缓变大 好了 奥义就是如此 怎么样 有什么领悟吗 庞济海站起身 细血地问 当然 就脱离了接触 让复印中断了 让张扬一阵遗憾 这真是一颗天大的韭菜啊 竟然领悟了三十多种道 可惜 时间有限 只复印到断之道经验 凝聚出断之道道果 只领悟了第一层法则 刚好入道大圆满 领悟了一些 可惜不多 张扬抓抓头发 惋惜道 你还领悟了一些 难道都树开花了 庞济海压根也不相信 看来 这小子喜欢吹牛 这习惯不好 先是开花 后来就结果了 可惜不大 我精进领悟了第一层法则 张扬说 你还打蛇随棍上了 牛皮吹到我头上了 庞济海有点不悦了 冷冷地说 那你施展一下断之道神通 给我断 张扬一指面前那棵小腿粗细的树 咔嚓一声 小树就拦腰断裂 轰然倒塌下来 卧槽 你还真领悟了 庞济海的眼睛都瞪得溜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传过那么多天才 有的天才比张扬还要优秀 二十岁就领悟三十多种刀 但也还是领悟不了断之道奥义 怎么张扬就例外呢 这太不可思议了 第三十一章 清点战利品 一夜暴富 哈哈 我终于传道成功了 有了一个弟子 爽 庞济海仰天大笑 满脸的激动 古往今来 众多开宗立派的大佬 在晋级河道 能绘制悟道图之前 都收了不少弟子 都领悟了他的道 最牛逼的一个闻道大佬 那可是有七十二名弟子 而他到处寻找天才传道 但一直没任何进展 也就心灰意冷 没想到 今天无意中就传道成功了 而且还是一个开山怪 创出了转移之道 所以 这是一件大喜事 我已经传了你断之道奥义 今后你要努力感悟 可不能懈怠了 庞济海说 张扬点头英试 暗暗却是不以为然 我感悟个毛线啊 我只喜欢收割韭菜 这是我制作出来的断之道道宝 一旦施展 相当于我全力一击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我走了 期待下次的见面 庞济海给了张扬一个道宝 他们身上的宝物就送给你了 价值可不会少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盗墓贼 他腾空而起 落在一朵白云之上 驾云西去 眨眼无踪 腾云驾沃啊 好羡慕 张扬满脸羡慕和期待 这便宜师尊太强了 就是个大宝藏 可惜自己的复印能力跟不上 小心翼翼地收起断之道道宝 这可是保命的宝贝 盗宝可不是道具 要封印庞大的法力 制作也非常好精神 制作一个 往往要虚弱三个月 若恰好遇到强敌 那就必死无疑 很多修饰 就是因为制作盗宝 然后被人灭杀 至于道具 仅仅是道的巨线 虽然也封印法力 但仅仅封印一丝 所以 道具常见 盗宝无比稀少 可遇不可求 连多宝楼也没得出售 张扬开始收拾现场 把所有宝物 包括封裂的两把飞剑 都收集起来 再放火 把所有尸体化成灰烬 他还尝试 想要复印尸体的道果 可惜没成功 生死道消 人死了 道果也就消散了 五分钟后 张扬出现在多宝楼 对欧阳飞宏表示谢意 另外就是出售众多赃物 大部分道具 法宝 他都用不上 偏偏数量又多 而且 其中有一些特殊的宝物 可能是古董 也可能一文不值 不过 多宝楼的大师 应该能鉴定出来 张扬 你为何 就喜欢隐藏实力 若不是庞道军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 你竟然还领悟了 时间大道 欧阳飞宏称怪地说 庞济海已经告诉他结果了 任务完成 还是要交代一句的 当时时间大道 才刚刚领悟 没什么威力 就没必要显摆了 张扬轻描淡写 时间之道 那可是最顶级的大道 谁领悟了 不显摆一下 偏偏你就魂不在意 你真的才18岁吗 欧阳飞宏彻底无语 你给坚定一下 估个价 张扬取出众多战利品 空间戒指就有一百多个 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财富 各种道具 更是堆积如山 最有价值的 就是一种羽毛 是青之道道具 可以对抗 众之道神通 数量很多 有三百多个 他们是盗墓贼 众多古墓之中 都布置了恐怖的重力大阵 没青之道道具 那寸步难行 欧阳飞宏解释 好东西 张扬拿回了一百片羽毛 和一些非常适用的道具 打算自己用 关键时刻 或许可以救命 传承道徒也有四种 晋级和道径的修士 会把他们对某种大道的理解 外加他们创造的功法秘籍 融合晋道徒之中 门人弟子 后裔都可以参悟 只要天赋好 就可以得到传承 这样的道徒 就叫传承道徒 比普通道徒 珍贵太多了 张扬得到的剑道宝典 其实就是传承道徒 分别是生命 时间 不死 单之道传承道徒 都是道墓所得 有腐朽气息 欧阳飞红说 但若天赋不够 是很难参悟的 当然 都价值不菲 因为能造就四个门派 古往今来 出过很多河道巨波 这样的传承道徒 还是不少的 但都掌握在强大势力 或者国家手中 不死之道 张扬好奇地问 真能不死 不死之道 又叫长生之道 一旦领悟 寿命至少百万年 若能领悟第九层法则 甚至可以永生 一些活了几万年 甚至十几万年的老古董 都是修炼长生之道的 当然 他们也修炼别的道 无数年月的积累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道兽道职 都有长生一脉 活了几百万年的都有 欧阳飞红说 所以 乾坤大陆的强大存在 远超你的想象 千万别骄傲和懈怠 也别盛气凌人 一个不好 招惹了那样的存在 那即使我们多保楼 也保不住你 四 张扬导抽了一口凉气 活几百万年的道兽道职 那又强大到何等地步 没领悟长生之道 修行终究是一场空 即使晋级天道境 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地 也只有十万年寿命 欧阳飞红道 这张不死之道传承道图 你可别卖掉了 有时间好好地感悟一番 若能悟到 那你就发达了 不过 不死之道是最难感悟的道 百年也难得有一人领悟 所以 也别太过期待 将来一定要找机会 复印不死道果 张扬暗暗嘀咕 那直接就拥有了不死体制 太爽了 至于自己参悟 那还是算了 应该没这个天赋 这是一个飞行法宝 名叫山海舟 意思就是 可以尽情地欣赏山海 速度比飞舰还快 若遇到强敌 你可以驾驭逃走 留着吧 欧阳飞红又指着一艘小船说 一番鉴定 让张扬大开眼界 留下了不少的宝物 比如传承道图 一张也没卖 一个小时后 张扬走出了多宝楼 现在他有财大气粗的感觉了 因为一夜暴富了 果然是人无横财不负啊 不过 这一次也是运气 封家是盗墓贼 积累了庞大的财富 而传承道图 他们必须随身携带 因为要随时感悟修行 现在全便宜了张扬 当然 那些战利品 也算是庞几海送给张扬的 否则 他完全有权力 将之全部带走 真是个好运的小子 欧阳飞红目送张扬远去 暗暗地感叹 也无比期待 庞道军说过 封烈是张扬自己杀死的 他没帮忙 可见 张扬虽然还没容到 但却是可以杀戎到初期 见修了 冲击武状元 有希望啊 若能成功 之后一路快速成长 开宗立派 我作为发掘人 那该多么有面子 又会得到多少奖赏 第三十二章 傻男约会 学校后山 夜深人静 穿着青色古裙 长发急腰的沐青青 满脸娇羞地出现在张扬面前 这么晚了 你找我干啥 我得到的宝贝 和你分享一下 张扬取出山河粥 放在地上 心念一动 就快速便搭成了一艘大船 灯具亮起柔和的光芒 非常的漂亮和精致 甚至不亚于前世的豪华游艇 当然 山河粥要珍贵无数倍 因为这是法宝 可以变大变小 能飞天 能入海 张扬拉着沐青青走了进去 心念一动 山海粥就飞上了都空 两人站在船上 欣赏武冈城的万家灯火美景 有点迷醉 山河粥 你是怎么得到的 沐青青 好奇地问 说来话长 张扬也没隐瞒 把今晚上的骚操作都说了一遍 我的天 你为何不告诉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和你并肩作战啊 你一人冒险 若出了意外怎么办 沐青青目瞪口呆 紧紧抓住张扬的手腕 我向多保罗求援了的 就没必要让你们也一起冒险了 反正 我是十拿九稳的 张扬解释安慰一番 又兴奋地说 原来风家是盗墓贼 宝物很多 其中一个宝物很合适你 送给你 他取出一张古朴的道图 生命之道传承道图 沐青青惊呼出声 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张扬 你知不知道它的价值 这可是能造就一个强大门派的宝物 价值连城 而且生命之道很特殊 一旦领悟第八层第九层法则 寿命很漫长 虽然比不上不死之道 但也非常恐怖 所以生命之道门派都很强大 不允许生命传承道图流传在外的 所以 越发珍贵 但在我心中 它远远不如你珍贵 你能用之更快变强 就是我的心愿 张扬柔声说 沐青青快速变强 他复印悟到惊艳 爽歪歪 说沐青青是给他修炼 也没什么问题 你 为何对我这么好 沐青青感动得泪流满面 倒进张扬怀中 紧紧地搂住他 眼眸之中全是爱恋 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当然要对你好啊 张扬深情道 怀中家人太美了 皮肤如同绸缎一样光滑 身材火爆地让人惊叹 扑鼻的忧香让他迷醉 他搂紧了他 情不自禁就开始吻他 这次沐青青没有拒绝 也没反抗 反而热情回应 热吻了不知道多久 张扬一乱情迷 又控制不住双手了 沐青青娇撑着推开了他 逃一般跑掉了 旋即张扬约来了林青武 一番同样的操作 把时间传承道图送给了林青武 把林青武感动得稀里哗啦 主动依偎张扬怀中 张扬哪里抵挡得住如此诱惑 意乱情迷 受血沸腾 幸好林青武定力好 否则非出是不可 等林青武娇羞地离去 张扬还回味无穷 惬意无比 原来做渣男 如此快乐 张扬 你这个渣男 太渣了 突然王骏 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双眼冒火 拳头捏得紧紧 恨不得一拳打死张扬 张扬约木青青和林青武 他都见到了 虽然没看到清热场面 但能恼不得到 你这韭菜 怎么不去努力修炼 竟然在这里 浪费光阴 张扬痛心疾首 韭菜 啥意思啊 王骏满脸猛逼 乾坤大陆没韭菜 所以王骏理解不了 韭菜就是天才的意思 张扬胡扯道 别转移话题 你为何如此诈 欺骗两个笑话的感情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王骏愤怒地问 这是我的私事 你别管 也不许说出去 否则 我一巴掌拍死你 张扬威胁道 你打死我 我也会说的 王骏正义凛然 我会把你的真面目 都揭露出来 拯救两位笑话 我们好好聊聊 张扬盘着王骏的肩膀 开始复印他的道果 五分钟后 张扬的道术上 出现了一枚丹芝道道果 看上去就如同一枚丹药 非常的漂亮 几乎同时 张扬也领悟了 单知道第一层 第二层法则 全部大圆满 放开我 你到底想干嘛 王骏一直在用力挣扎 但当然挣扎不脱 气急败坏 又有点恐惧 担心张扬真的打死他 不错啊 这么短的时日 你竟然把单知道法则 第二层法则 都领悟圆满了 马上就要涉足第三层了 若能晋级第三层 那任何道院 你都可以进啊 张扬赞叹道 这有什么稀奇 我可是单到奇才 将来是能成为 单知道道地的 王骏傲然道 你最好别得罪我 否则 后果很严重 我们是最好的兄弟啊 你竟然担心我欺负你 张扬痛心疾首 你太小看我的人品了 我 才不想 和大渣男做兄弟 王骏满脸不屑 我有一个超级好的宝物 本想借给你参悟 但现在我 却是要考虑一下 张扬说 什么宝物 王骏实在忍不住 问道 你自己看 张扬取出单知道 传承道徒 我的天 单知道传承道徒 你竟然有这样的宝物 你你你真愿意 借给我参悟 王骏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若你把我当兄弟 就借给你 张扬淡淡地说 宝物再贵重 也不如兄弟情义啊 我当然一直把你 当成好兄弟的 只是刚才 我怀疑你是渣男 才反胆你 说了不好听的话 王骏结巴巴说 那就借给你吧 好好修炼 千万别让我失望 张扬 你对我太好了 我一定好好修炼 将来强大起来 一定全力回报你 先前我简直就是太蠢了 竟然敢怀疑 你是渣男 王骏激动地不停颤抖 满脸的红韵 现在不怀疑了 张扬满脸戏血 你的人品绝世无双 怎么可能欺骗 两个笑话的感情 你定然是对他们真心的 也只有你这样的绝世天才 才配得上他们 难怪他们 都深深地爱上你 王骏轻佩地说 但很快又担心地说 杨哥 你脚踩两只船 就不怕穿帮吗 他们住一个洞府 还是好朋友家闺蜜 穿帮很容易啊 乌鸦嘴 滚 张扬气坏了 脸都黑了 王骏这么一说 他心惊肉跳 有很不好的预感 不会真的穿帮吧 第三十三章 果然穿帮了 洞府大厅 向美云狐疑地看看林青武 又瞅瞅目青青 他们两个这几天太古怪了 一个个翘脸烟红 目如秋水 经常发呆 还无缘无故地娇羞 尤其是今天 更加严重 喂喂 你们两个 到底怎么回事 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向美云 实在忍不住 问道 这个 林青武和穆青青 支支吾吾 没承认 也没否认 这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的却谈恋爱了 前段时间 张扬就表白了 而今晚又送了定情信武 自己收下了 就等于订婚了 就是张扬的未婚妻了 张扬这么天才 这么深情 自己也欣赏他 喜欢他 想来父母也不会反对 所以也没隐瞒的必要了 看来 你们真的太恋爱了 青武 你可是领悟了 时间大到的绝世天才 将来是要成为大人物的 他配得上你吗 向美云认真的问 他比我还要天才 和我们当户对 林青武娇羞地说 好吧 向美云点点头 又看着木青青 青青 你的倒数生来 就与众不同 将来是要凝聚很多道果的 如今已经领悟了三种 生命 木 风 他配得上你吗 他比我天才很多 对我也很好 我相信他爱我很甚 木青青霞飞双颊 娇羞满脸 但语气非常肯定 张扬啊张扬 你喜欢的女人 都有男朋友了 你晚了一步 可惜啊 向美云暗暗地叹息 他当然知道 这世界上的天才很多 配得上两个校花的 还是不少的 或许 他们有什么厉害的朋友 突然对他们表白了 他们也就答应了 张扬只能干瞪眼了 他到底是谁啊 应该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 这个 两人都支支吾吾 不好意思说出来 其实他们也很好奇 怎么恰好对方 也恋爱了 说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还能给你们把把关 出出主意 向美云没好气说 是张扬 林青武第一个回答道 竟然是张扬 张扬真厉害啊 这么快就追求到手了 他到底 还是选择了林青武 其实沐青青 也非常优秀和美丽 也是绝代佳人 可惜了 向美云暗暗惊讶 什么 你说什么 沐青青却是满脸的震惊 和不敢置信 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 我说我和张扬谈恋爱了 前几天 他就对我表白了 今天又送了我丁青信武 我收下了 我已经是他的未婚妻 林青武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完全就是在一想 前几天张扬 是对我表白了 今天他送了我 非常珍贵的定情信武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沐青青脱口出 卧槽 向美云暗瞪口呆 彻底傻眼 原来张扬这么扎的吗 同时 对两个笑话表白 两个还都接受了他 脚踏两只船 如履平地 但现在穿帮了 东窗事发了 要出大事 不可能 林青武也满脸的不敢置信 脸色也变得惨白 他们心中 都涌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原来张扬是渣男 同时表白了 他们两个 若不是向美云追问 可能还真要被他瞒过 旋即 他们互相沟通 交流 很快就知道了一切 向美云在一边 摸着额头 不知说什么好 昔日就知道 张扬喜欢他们两个 但他只以为 张扬会选择其中之一表白 但没想到 他是两个都要 特么的就没见过这么渣的男生 简直色胆包天啊 突然 张扬的手机响起 一接通 林青武的声音就传出 张扬 你过来一趟 好好解释一下 我和穆青青 到底谁才是你的女朋友 不好 真的穿帮了 王军就是个乌鸦嘴 这可如何是好 张扬暗叫不妙 额头上冷汗直流 本以为还能隐瞒很长时间 若能隐瞒到高中毕业 将来他们一个在圣经 一个在天山 相隔万里 那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 自己就可以左右逢源 美滋滋 这一下 可能要鸡飞蛋打了 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磨磨蹭蹭地 走进了他们的洞府 满脸的纠结 张扬 你太胆大包天了 竟然敢脚踩两只船 现在你就自求多福吧 向美云瞪了张扬一眼 张扬 你为什么要骗我 说爱的是我 穆青青眼睛红红的 张扬 你也要给我一个解释 林青武 脸色苍白 我 就是想赋印你们的道果 保命 被逼表白 否则 我定然不会如此荒唐的同时 表白两人 张扬在心中 苦涩的辩解 但却是不能说出来 你说话呀 两个女生 眼泪长流 你们两个都非常优秀 我都一见钟情了 所以就一时糊涂 对你们都表白了 张扬把心一横 没别的好办法了呀 还能怎么办 你 滚 分手吧 两个女生气得要吐血了 同时脱口而出 帮帮忙 张扬向向美云求助 张扬 你真是太糊涂了 怎么可以如此扎呢 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就说吧 到底选谁 向美云打圆场说 还可以选一个 张扬看了看两个女生 发现她们没反对 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 她是无比恶然 这世界的女人 真乖啊 这样的情况下 还给我机会 若是前世的女人 早就翻脸了 玄机张扬犯难了 两个都是绝世无双的家人 也都无比的优秀 让她放弃任何一个 都无比的痛苦啊 小孩子才选择 我是大人 当然全要 张扬都囊道 你想得美 林青武和木青 轻插点气笑了 努力板着脸 对张扬怒目而示 昔日 我的直觉是对的 张扬就是想打两人的主意 像美云的眼睛都瞪大了 为什么别人可以 我就不行 张扬不服气道 别人 什么别人 林青武气呼呼问 比如上一届的武装员贺雨 张扬说 人家武考前 就领悟了九种道 其中有好几种 厉害的大道 而且 她两个女朋友 不是很优秀 颜值不算顶级 林青武强忍着怒火 木青青也深深地蹙眉了 他们两个 那可是 非常罕见的天才 将来成长起来 必然会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找 同一个男朋友 那不是一笑大方吗 若不是收了 张扬的定情信武 还被他吻了爆了 他们早就 不和张扬客气了 哪里还会浪费口舌 第三十四章 只要你夺取武装员 就原谅你 我相信我的天赋 不比他差 我相信自己 可以夺取武装员 张扬拍着胸脯说 你仅仅领悟了 区区八种道 就想和上一届的武装员比肩 还想夺取这一届的武装员 王天一可是领悟了十五种道 是你可以打败的 像美云戏学道 暗暗却是差点笑出声来了 那天忽悠张扬成功了 他真的一想天开 想夺取武装员 以为就可以左搂右抱了 但我仅仅说过 只有一丝希望啊 你当成了救命稻草 他领悟了八种道啊 力量 转移 金 火 剑 毒 雷霆 弓箭 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还曾经救我两次 木青青和林青武 都在心中叹息 但凭借这些 就想夺取武装员 还是远远不够的 否则 也未必不能考虑一下 其实 我还领悟了一些别的道 只是一直没展露而已 张扬说 不会吧 你一定是在吹牛 向美云第一个质疑 你也太搞笑了 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我没吹牛 张扬说 那你说吧 还领悟了哪几种道 向美云问 种 土 水 木 时间 生命 风 丹 断 推算 张扬说 什么 十八种 其中还有时间 雷霆 生命等顶级大道 甚至还有 能报复的丹之道 你这简直就是 吹牛不打草稿啊 太离谱了 谁信呀 向美云满脸比翼 认定张扬就是在吹牛 林青武和木青青 也都摸着额头 不敢置信 吹得太离谱了 我可以证明 张扬一一展露了一番 把三个女生 惊得目瞪口呆 看怪物一样地看着张通 竟然是真的 还没高中毕业 就领悟了十八种大道 而且 没一种是弱道 其中 还有一种是心道 这也太天才了吧 比王天一 还要天才 不是说断之道 是庞济海道军独创的吗 你竟然也领悟了 向美云疑惑地问 是庞济海传给我的 我运气好领悟了 我是他的第一名弟子 张扬说 又连连对象 美云打眼色 帮帮忙呀 一定后报 你可要记住承诺 向美云冲张扬眨眼睛 拉着林青武和木青 亲近房间去了 张扬的确扎了一点 但他确实很天才 十八种道啊 其中大部分 都是顶级大道 若他成长起来 将来一定可以 开宗立派 身份地位 绝对非常高 重要的是 他还是庞济海的首徒 庞济海 如今已经画到大圆满了 距离河道 只有一步之遥 说不定每天 就晋级成功了 那就可以开宗立派 成为真正的大佬了 他有庞济海庇护 后台可是很硬的 成长起来 也会顺利一些 虽然你们两个 也很优秀 将来也会成为大人物 但我还是要说 张扬比你们更优秀 既然他深深地爱上你们 一个也不愿放弃 而你们也喜欢他 甚至都说了他的定情信物 我看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向美云开始游说 不行 沐青青和林青武 几乎同时反对 这事儿不能通融 看在他痴心一片的份上 你们就给他的机会 至少也让他知难而退 向美云换了一种说法 要不就让他夺取五状元 若失败了 那一切免谈 过了一会 三女生出来了 向美云充张扬打眼色 没成功 紧紧态度有点点改变 下面就看你自己的了 张扬你过来一下 林青武把张扬带进他的房间 取出那一张时间传承道图 你拿回去吧 我没办法接受 你这样的渣男 我送出去的东西 是不会收回去的 你就拿着好好修炼吧 算我对你的补偿 张扬满脸深情 你自己也领悟了时间之道 真不收回去 告诉你 即使你不收回 我们也不可能了 林青武冷冷地说 时间传承道图 从我送出去的那一天开始 就属于你了 这和我们再不在一起无关 张扬斩钉截铁说 如此结果 两世为人的他早就遇见了 至于时间道图 虽然珍贵 但对他无用啊 他可没那么多时间去感悟 直接割林青武的韭菜就行 何必收回来 我已经和穆青青商议好了 都不会选择你的 你还是收回去吧 林青武说 不收 他是你的 张扬认真道 若你现在选择我 放弃穆青青 我还是你的未婚妻 林青武似乎装不下去了 娇羞地说 不行 我放弃不了任何一个 否则我会痛苦终生 张扬说 那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夺取武状元 我就答应你 不过 他愿不愿意答应 我就不知道了 林青武一咬牙 说 显然 刚才就是一个考验 也是一种诱惑 而张扬通过了 青武 我爱你 张扬大喜 转身就抱住林青武 满脸的感激 眼眸之中 全是爱恋 怎么也不敢想 自己竟然有机会 得到两个绝世佳人 光明正大的那种 因为 对于别人而言 夺取武状元 难比登天 但对于自己这个挂笔而言 未必就做不到 你还没达成条件呢 林青武狠心 推开了张扬 又把他推出了房间 现在 绝对不能给他好脸色 否则他就肆无忌惮 蹬鼻子上脸了 搞定了吗 见张扬出来 向美云暧昧地问 当然 张扬一脸得意 你太厉害了 牛逼啊 向美云伸出了大拇指 看我再接再列 张扬推开了 沐青青的房门 反手把门关上 沐青青气鼓鼓地 坐在床上 看都不看张扬一眼 你还来干什么 是不是要收回 你送的定情信物 那你拿去吧 取出生命之道传承图 扔向张扬 张扬接住 又把知色回沐青青的手中 说了一番同样的话 沐青青同样感动了 然后又是一番差不多的考验 张扬这次有经验了 当然是成功度过 而沐青青的条件也一样 让张扬能夺取五状元 哇塞 我太幸福了 张扬心中大喜 只要夺取五状元 就有两个如此优秀美丽的女朋友了 而且是光明正大 不用偷偷摸摸 爽 第三十五章 杜豪贺坤回来报仇了 接下来的日子 张扬一直在努力修行 修行之余 就是约林青武和沐青青 可惜 他们虽然还是温柔如稀 爱他不便 但却是不给他搂搂抱抱了 连牵手都不行 向美云还光明正大的阻止 张扬 不许你过来骚扰林青武和沐青青 你都还没成为五状元 没达成条件呢 而五考的日期也临近了 五考分成多个地点 有限考地点 试考地点 省城地点 若你认定自己是绝世天才 就可以去省城参加五考 所以 众多天才学生都云集省城 校长已经宣布了 去省城参加五考的名单 张扬 穆青青 林青武 向美云 贺坤 杜豪 总共六人 其实 穆青青和林青武都已经被特招了 参不参加 五考都没关系 但他们 还是坚持参加 一个是开开眼界 二个 是给张扬助威 希望他能夺取五状元 一直离校苦修的杜豪和贺坤 也都及时回到了学校 直接找到了张扬 杜豪怒吼道 张扬来来来 我们单挑 今天我要打出你的屎来 张扬 我也要挑战你 今天必报昔日之仇 贺坤也气势汹汹 他们两个卧心长胆 用了无数的修炼资源 强大了很多 杜豪如今已经把弓箭之道 修炼到容道境初期 能发出领域 他的雷霆之道 也第三层大圆满了 至于贺坤 因为只修炼一门金之道 所以也把金之道 修炼到第三层大圆满了 而校长 就是因为知道了他们的进度 才让他们去省城 参加无考的 那就切磋一下吧 张扬怎么可能会拒绝 笑眯眯的答应 韭菜长好了 主动送上门球收割呀 爽 张扬 小心一些 我看他们来者不善 王军很担心 在张扬耳边嘀嘀咕咕 他承受了张扬的大恩 早就把张扬当成了 一波云天的铁杆兄弟 至于林青武 和木青青向美云 当然是一点也不担心 练武场上 张扬和杜豪相隔 五百米对峙 张扬手中空空 杜豪手中却是拿着一副宝弓 气势无比恐怖 众多同学在看热闹 议论纷纷 猜测到底谁更强 张扬你小心了 射死你我可不管 杜豪弯弓搭剑 瞄准张扬 杀气腾腾到 你尽管射 张扬魂不在意的白手 嗖嗖嗖 杜豪毫不客气 瞬间射出三剑 太快了 眨眼就到了张扬面前 但张扬却是突兀得不见了 下一秒 他已经出现在杜豪的身后 沙波大的拳头 如同雨点一样的 轰在杜豪的弓箭之道领域上 砰砰砰 沉闷的声音响起 领域承受不住 开始崩溃 张扬又收割了向美云一次 励志道法则 领悟到了第三层80% 这样的恐怖大道 往往可以越击杀敌 所以 打爆弓箭领域 是完全可能的 去死 杜豪猛然转身 再次射出三箭 可惜的是 张扬又转移了位置 又射空了 张扬继续疯狂地出拳轰击 雷之道 杜豪身上亮起了璀璨光芒 无数的雷霆 如同雨点一样的暴射出来 连续不断地轰在张扬的身上 轰轰轰 但惨叫的却是杜豪 全身焦黑 头发化成焦炭 张扬却是毫发无损 伤害转移 恐怖如斯 下一秒 张扬一拳彻底打爆了杜豪的领域 抓住了杜豪的脖子 开始复印悟道经验 你服不服 张扬还怪笑着问道 不服 不服 一万个不服 杜豪怒气冲冲 愤怒无比 真是一颗百折不挠的好酒菜啊 张扬暗暗感叹 甚至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收割了 他东拉西扯地拖延了一会时间 两种道的经验都复印成功了 可惜他的复印能力还差了一点 没能复印到弓箭之道 第四层法则的悟道经验 但 弓箭和雷霆之道法则 他都领悟了第三层 直接大圆满 嘿嘿嘿 收割韭菜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张扬暗暗感叹 变强就是这么简单 三千大道又如何 我仅仅只要修炼复印之道 其余的都可以复印得到 包括转移之道 前提是要找到当初那一棵树 想来 那树现在一定强大了不少 滚 张扬将杜豪扔到十几米外 然后 看着微微缩缩的贺坤 现在轮到你了 还不过来受死 我我我 不挑战了 我认输 贺坤早就被吓到了 杜豪晋级了荣道 但竟然被张扬轻轻松松就打败了 凄惨得很 他哪里可能打得赢张扬 那可由不得你 张扬怪笑一声 施展了转移神通 贺坤就身不由己地出现在张扬面前 张扬抓住他的脖子 开始复印悟到惊艳 还冷冷地问 男子汉大丈夫 一口吐抹一个钉 说了要挑战我 就应该挑战 怎么能打退堂鼓呢 我又不是傻子 挑战你被虐吗 贺坤在心中委屈地大喊 张扬又磨蹭了一会 终于复印到了悟到经验 让他的精知道法则 也第三层法则大圆满了 不错不错 贺坤也是好韭菜 时不时就可以收割一次 张扬非常满意 但为了激励韭菜 还是狠狠地打了贺坤一顿 免得他失去斗志 张扬你给我等着 等我晋级荣道 一定要狠狠地报复 贺坤愤怒至极 在心中发誓 他也是天才 距离荣道 只有一步之遥了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张扬的欺负 这就对了 张扬在心中暗笑 虽然还没晋级荣道 但进步还是很大的 具备荣道初期 修饰的战力了 未必就不能和王天一争争争武状元 孙校长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切 暗暗点头 本来他对张扬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消耗了那么多修炼资源 竟然没晋级荣道境 现在却是改变了看法 不过 他还是一点也不敢乐观 因为王天一 可不是才仅仅领悟两种道的杜豪 而是领悟十五种道的超级天才 第36章 前往省城 空间道果送上门 武冈中心广场 一艘豪华的飞艇停在中心区域 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庞大的飞碟 一大清早 众多天才学生就在老师 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 准备乘坐飞碟前往省城参加五口 帅得吊渣的张扬同学 在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贺坤 杜豪等人的簇拥下 迈着不可一世的螃蟹布走了过来 林青武和穆青青 都打扮得前所未有的漂亮 简直就如同天仙下凡 任何男人见到都要迷糊 迎面就碰上了一群来自异中的天才 为首的名叫云千里 气宇轩昂 意气风发 他被二十来的天才学生簇拥 一定是一颗好韭菜 张扬看着云千里 暗暗地嘀咕 你瞅啥 云千里很敏感 气势汹汹地问 他早就对张扬不爽了 帅得吊渣不说 竟然还带着两个如此美丽的妹子 瞅你咋的 张扬丝毫不怂 单挑 干嘛 云千里不怀好意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单挑 张扬激笑道 老子是一中第一天才云千里 领悟空间之道 剑之道 都第三层法则大圆满 现在够资格了吗 云千里傲然道 空间之道是顶级大道 剑之道也非常犀利可怕 两种大道结合 战力当然是非常恐怖的 怪不得是一中第一天才 要去省城参加五口 空间之道 张扬的眼睛亮起了璀璨光芒 自己的转移之道 仅仅具备了空间之道一点点功能 转移位置也不是真正的飞翔 真正厉害之处是转移伤害 而空间之道是顶级大道 飞翔是基本功能 瞬间千里不是梦 还能折叠空间 攻敌 防御 或者隐藏 掌握了空间之道 腾云驾雾就不是梦想了 另外 还可以制作各种空间道具 价值不菲 在乾坤大陆 有两大道是最赚钱的 一种是单之道 另一种就是空间之道 空间道具 比时间道具还要值钱 因为运用太广泛了 即使是普通人 也想要一个空间道具 所以 空间道具价值不菲 也供不应求 何况 很多法宝的炼制 也需要布置空间阵法 所以 空间修饰都是有钱人 也是美女们 争相追逐的对象 怎么 不敢了 云千里讥笑 那就来吧 张扬说 两人找了个空旷之处 拉开架势 准备单挑 众人都来了兴趣 围了过去 陪同前来的孙校长 和义中的王校长 不但没阻止 反而杠上了 敢不敢和我打赌 就赌一万高级到十 我赌张扬一招秒杀云千里 一招秒杀 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堵了 等我打败他 你们就会知道 他并不算什么 根本配不上你们 云千里还偏头看了 林青武和沐青青一眼 拔出背上的大剑 做了个无比帅气的姿势 小子 取出你的兵器 对付你 何须兵器 张扬背着双手 卧槽 二中这家伙 也太爱装逼了吧 等下被打哭 就搞笑了 两个装逼佬 一个比一个能装 到底谁更牛逼呢 众多外校学生 都在意润纷纷 看见 云千里怒吼一声 手中的剑闪电板斩出 剑盲百丈 璀璨夺目 威势惊人 但 却是斩了一个空 把大地斩出一条 几百米长的裂缝 张扬转移了位置 出现在云千里的后面 竟然在我的面前 施展空间神通 云千里满脸的嘲弄之色 空间进发 反手一剑斩向张扬的双腿 张扬惊讶地发现 施展不出转移位置的神通了 但却是一点也不慌 帅气地打了一个响指 时间停滞 瞬间 云千里就一动不能动了 被凝固在空中 可见 张扬的时间法则 威力暴涨了 这当然是林轻武的功劳 他得到时间传承道徒 苦修几天 进展巨大 时间法则已经领悟到 第三层80% 被张扬复印了过去 时间法则 一中王校长的脸色变得铁青 也无比的疑惑 二中 不是只有林轻武 掌握了时间法则吗 据说没领悟第三层法则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一个男生 领悟时间法则第三层了 天哪 张扬竟然还领悟了时间法则 遇到静 也隐藏得太深了吧 孙校长当然是又惊又喜 张扬的时间天赋太好了 没用传承道徒修炼 也和我的进度一样 林轻武也非常钦佩 张扬好强 竟然还这么帅 别的女生也都一个个 眼睛放光 心动神摇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能挣脱算你赢 张扬捏住云千里的脖子 我怎么挣脱 时间都停滞了 云千里气急败坏 张扬一定就是在故意羞辱他 奈何时间几乎停滞 他也说不出话 只能无奈地承受这种羞辱 众人包括校长 也都不好意思阻止了 万一云千里能挣脱呢 或者张扬停滞时间 支持不了那么久呢 嘿嘿嘿 有时间神通配合 复印道国很方便啊 张扬暗笑 因为停滞时间 也就是一个很小的区域 他复印道国的时间 还是在流逝的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复印完成 张扬的道数上 多了一种道国 空间道国 遇到大圆满 由于是顶级大道 再次让张扬的 道数长高长大了很多 哈哈 我又多了一张厉害的底牌 张通在心中大笑 如今自己的底牌 可不少了 时间 空间 力量 转移 雷霆 都是顶级大道啊 云千里 你还是有点弱啊 连我一招也挡不住 给你五分钟时间 也挣脱不了 哎 太让我失望了 张扬得了便宜 还卖乖 啊 气死我了 云千里 郁闷憋屈的差点撞墙 有点后悔 不该挑衅张扬 特抹得这混蛋 竟然还掌握了时间之道 而且领悟了第三层时间法则 遇到镜的自己是绝对打不过他的 唯有镜及荣道镜 才有希望 我要变强 我要洗刷今日之耻 云千里 在心中渴望的大喊 第37章 吞天蛤蟆挡路 近百名天才学生 上了这看上去像飞碟的飞艇 非常的宽阔和豪华 坐在里面很舒服 很快 飞艇就起飞了 快速地往省城而去 孙校长 不错呀 你们学校竟然还能找出六个天才 虽然没你们人多 但拿出一个 却可以调达 你像二十多个天才 三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坐在一起 互相冷嘲热讽 或许 地球上见到的飞碟 来自乾坤大陆啊 张扬在胡思乱想 飞艇没发动机 也没翅膀 布置的应该是空间阵法 和轻之道阵法 后者可以称呼为反重力装置 林青五目青青 坐在张扬身边 叽叽喳喳 非常开心 也牢牢地吸引了众多男生的目光 他们实在是太好看了 前世就听说看美女能长寿 一定是真的 因为让我心情愉快 张扬也忍不住多看了他们几眼 窗外的景色也很美 高山连绵 长河陶陶 仿佛一条绿色巨龙 在无边的大地上 蜿蜒盘旋 太阳高悬虚空 洒下无限的光和热 飞船三三两两 有修饰腾云架雾 还有人遇见飞翔 仿若流光 更有道兽林空 张开翅膀 仿佛一片巨大的云彩 或白或黑或红 侧面远处的高空 有一株像日葵一样的植物在飘荡 高耸云天 散发出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修饰和飞船都远远避开 似乎很忌惮它 那是什么道直 张扬好奇地问 领悟了空间和时间大道的恐怖道直 时空向日葵 喜欢到处旅游看风景 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道直 但也绝不可招惹 这一株虽然不是太强 但也达到了画道镜 孙校长答 时间空间属性的画道镜道直 张扬倒抽一口凉气 好大一颗韭菜啊 这一届真好 随处都是韭菜 怪不得我穿越才短短十日 已经复印到很多道国 五行 金木水火土 齐全了 顶级大道 时间 空间 力量 雷霆 生命 转移 剑 重 另外还有 断 弓箭 风 毒 单 推算 足足十九种 生命道果能让我的寿命达到十万年 若将来复印到不死道果 就可以永生不死 想想就无比舒爽 难道就任凭它在人类区域游荡 不清理吗 张通又疑惑地问 当然要清理或者驱逐的 这一次估计城主会亲自出手 不过 由于不是很危险的道直 所以也不是太急 孙校长说 那是什么 又过了半个小时 张扬又看到了什么 指着窗外惊讶的大汗 前方的大地上 是宽阔浩瀚的龙江 直通大海 据说曾经郁郁过龙这种恐怖的生物 江星 有一个生物探出了头颅 仅仅是头颅 就有小岛那么大 两个眼睛仿佛巨大的红灯笼 射出凶残的光芒 就定格在飞来的飞艇上 不好 那是吞颠蛤蟆 快躲遍 孙校长发出了恐惧的大喊 驾驭飞碟的修饰 也吓得速速发抖 马上操控着飞碟 快速后退 但蹭的一声巨响 吞颠蛤蟆腾空而起 直上云霄 出现在飞艇前 静静地悬浮虚空 散发出无比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它庞大无比 就如同一座大山 两个巨眼死死盯看飞艇 跃跃欲试 准备猎 完了 逃不掉了 驾驶员不得不让飞艇停下 因为越是移动 越是会成为目标 不动的话 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因为吞颠蛤蟆 喜欢猎杀活物 死的反而不感兴趣 我天 这么大 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本能地感觉到 一种恐惧和惊悚 有人甚至吓得尿裤子了 有多强 张扬也满脸忌惮 吞颠蛤蟆一般 擅长吞噬之道 声音之道 外加空间之道 这一只吞颠蛤蟆 应该是化刀镜道兽 我们应付不来 孙校长颤抖道 怎么这么倒霉 竟然遇到了 如此恐怖的道兽 义中校长也恐惧道 快 联系城主 让城主来救援 有聪明人提醒道 武刚虽然是三线小城 但也配备高手 否则 早就被道兽到直面了 城主临定节 就是化刀镜巨拨 应该可以对付这一只 吞颠蛤蟆 来不及了 孙校长恐惧地说 快 做好逃走的准备 分散逃 话音刚落 吞颠蛤蟆的嘴巴 就张开了 发出了恐怖的声音攻击 哇 声波眨眼 就轰在飞艇上 飞艇应声而碎 化成了无数碎片 鸡射向四面八方 里面的人 当然也就露了出来 如同下饺子一样地往下坠去 他们赶紧施展神通 或者使用飞翔道具 向四面八方逃去 呜 吞颠蛤蟆怎么可能放过 这些猎物 嘴巴张大到极限 狠狠地一吸 所有人就开始疯狂地旋转 身不由己地 往吞天蛤蟆的嘴里投去 显然 吞天蛤蟆的目标不是飞艇 而是里面的人 所以才先轰碎飞艇 再吞众人的 杀杀杀 众多校长 老师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 但当然不甘心被吞掉 全部向吞天蛤蟆 发出了他们最强的攻击 火焰 雷霆 剑芒 众之道神通 当然也还有他们珍藏的各种道具 甚至有擅长弓杀的 容道镜大圆满修士 制作出来的道具 还是很厉害的 可惜 没有盗宝 盗宝具被制作者的权力一击 威力逆天 可惜没几个修士 愿意制作 轰轰轰 嗖嗖嗖 道具化成雷霆 犀利的长剑 千百张的剑芒 铺天盖地攻向吞天蛤蟆 但 吞天蛤蟆 仅仅叫了一声 所有的攻击 包括斩过去的法宝 道具 都震得稀碎 而他的吞天神通还没停止 作用在众人身上 众人惨叫着 恐惧地大喊着 往吞天蛤蟆的嘴里投去 卧槽 这只吞天蛤蟆这么强大 如此凶残 竟然要吞掉我们一百多人 张扬目瞪口呆 终于再一次见识到了 乾坤大陆的残酷和危险 也非常的郁闷和憋屈 老子才穿越过来不久 还没成长起来 竟然要被一只蛤蟆吞掉了 第38章 断肢到道宝的恐怖威力 我不想死 林青武和穆青青都泪流满面 他们都是绝世天才 一个擅长时间大盗 一个擅长生命大盗 潜力无限 可惜都没成长起来 紧紧修炼道遇道尽 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今天这一劫的 和他拼了 向美云一脸凄厉 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把巨斧 准备拼命 你这臭蛤蟆 别过来啊 妈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其余的学生也都无比绝望 静了 静了 眼看就要被吞天蛤蟆吞掉 张阳终于拿出了撒手锏 手中优地出现了一根不起眼的线 当然就是便宜 师傅庞济海给他的救命盗宝 先前张阳就已经施展了 各种法则对抗 可惜没任何作用 他擅长的法则虽然厉害 但相比于吞天蛤蟆的吞天法则 太过低级了 只能用最大的底牌了 保住小B要紧 张阳竟然有盗宝 那是什么到的盗宝 能不能对付吞天蛤蟆 几个校长和老师当然注意到了 都非常期待 去 张阳催动了道具 长线亮起了黑色光芒 然后寸寸破碎 化成了虚无 几乎同时 吞天蛤蟆的脸 尚浮出了痛苦之色 一道红线 出现在他那粗大的脖子处 然后就喷出了红烟烟的血 仿佛红色喷泉 喷起几千米高 化成了红色的雨 哗啦啦地坠落下来 而蛤蟆 那庞大的头颅 也很快就和身躯分离 和乌头尸身一起仿佛两座山 从空中坠落了下去 把大的都砸出了两个大坑 庞济海的断之道道宝 果然恐怖 一击就让如此强大的吞天蛤蟆断头 卧槽 便宜师尊的道宝如此厉害 为何仅仅给我一个 怎么也要给十个八个吧 张阳目瞪口呆 非常意外 毕竟 吞天蛤蟆和庞济海一样 也是话道尽 难道 断之道比吞噬 声音之道还要牛逼不成 也或许是因为吞天蛤蟆太无知 并不知道断之道的厉害 所以没提前攻击我 否则 他吼一声 我就化成鸡粉了 还启动个毛线的道宝 所以 这一次赢得侥幸 天哪 这怎么可能 那到底是什么道具 怎么如此恐怖 几个校长和老师 也彻底地惊呆了 众多学生 却是一个个喜极而起 一个个驾驭着道具 和法宝降落了下去 至于张阳 却是施展了空间神通 带着林轻舞 木轻轻向美云降落了下去 他还哭丧着脸 对几个校长说 这一次 为了你救你们 我可是用了最厉害 最珍贵的道宝 你们必须陪我 你不也要救你自己 几个老师和校长 摸着额头 在心中反驳 我们必须禀报城主 也必须禀报 无考委员会 一定要弥补 张阳同学的损失 对了 张阳同学 你用的是什么道宝 孙校长点点头 复合道 断之道道宝 张阳说 幸好吞天蛤蟆不认识 否则 死的一定是我们 庞吉海制作的断之道道宝 那可就珍贵了 独一无二 绝对是买不到的 孙校长倒抽了一口凉气 众人也按照侥幸 若张阳用的是 时间之道道宝 绝对来不及使用 就会被吞天蛤蟆 用声音之道震死 所以 心道道宝有时候 能出其不意 立下大功的 旋即 张阳把吞天蛤蟆的尸体 收了起来 也幸好张阳赶死了 盗墓家族风家得到了不少空间戒指 其中就有一个空间 超级大的 张阳留下来了 没卖掉 今天派上了用场 刚好能装蛤蟆尸体 甚至 张阳还用空间容器装了一些蛤蟆的血 这也是宝物 可以炼铁 也可以炼丹 当然也能吃 非常滋补 化道径的吞天蛤蟆 吸收和炼化了多少的 天地精华 当然全身都是宝 张阳你发财了 这蛤蟆尸体 可值钱了 未必亚于 你损失的那个道具 杜豪还羡慕地说 区区尸体怎么能比得上我损失的道宝 张阳美好气道 城主和五考委员会会补偿你的 你急啥呀 杜豪说 张阳 这一次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今天要死了 我也是 到现在我才清醒过来 吞天蛤蟆太可怕了 其实我准备和吞天蛤蟆拼命 可惜没机会了 被张阳你干掉了 但还是谢谢你 否则我可能没命了 林青五木青青向美云 也围在张阳身边 唧唧喳喳 先前他们全下猛了 不知所措 所以 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变强 还要多弄一些保密的道宝 张阳说 休整了一番 他们就再次出发了 这一次用的是另外一个飞翔法宝 是一种王校长提供的 那是一只飞鹤 肚子里面有巨大空间 可以坐很多人 飞鹤煽动翅膀 飞天而起 笔直地往省城飞去 这一次 故意避开了大河和茂密的大山 以免发生类似事故 即使是人类世界 也经常能遇到强大的道兽或者道职 所以 没有高手陪同 单枪匹马 最好不要远行 当然 乘坐大型航空公司的交通工具 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有强者护送 孙校长严肃地对张阳说 若你将来 晋级到化道径 那基本上 就安全了 但仅限于人类世界 各种恐怖境地 包括大海 还是不能去 因为那样的地方 有不少河道径的道兽或者道职 甚至还有很多 更强的存在 听说 大海之中 有长生道兽 张阳点点头 又好奇地问 当然有 但强大的不可思议 一般就生活在大海深处 孙校长说 无边无际的天地 无数的奇观美景 但也蕴藏着无数的危险 唯有快速地成长成无敌的强者 开宗立派 才能活得自由自在 张阳暗暗地感叹 继续欣赏窗外的美景 观看着世界的宏伟 一时之间 心中豪情万丈 总有一天 我要游遍这世界的任何地方 那里有各种韭菜 不 是美人和朋友 等着和我邂逅 第39章 抵达省城 嘚瑟的孙校长 飞鹤悬浮在省城 白沙城的上空 张阳激动地往下俯瞰 城群城群的建筑物 不是太高 最高也就十来层的样子 但都很精美 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 城市建造了高高的围墙 城门有六个之多 人群进进出出 非常繁华热闹 城墙上有全副武装的修饰巡逻 非常警惕 可见 即使是高手如云的白沙城 也要担心 有强大的道兽和道职入侵 毕竟 对于一些食肉道兽和道职而言 白沙城中的人 就是美味的食物 做梦也想杀进来饱餐一顿 若是在地球 建造如此恢弘的城市 需要耗费庞大的财力物理 但这里却很容易 有擅长土之道 石之道 建筑之道的修饰 他们的建造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一人一天建造十栋楼都很轻松 三千大道世界的各种神通 可比科技要方便多了 很快 他们降落了下去 进了白沙城 走在繁华热闹的街道上 张扬背感兴起 一个这里的人的衣着打扮 和地球人截然不同 大部分都穿着铠甲 而女人的铠甲又非常精致 还恰到好处地露出性感诱人的部位 容易让人到心不稳 大部分人携带宝剑 或者背着大刀和斧子 飙悍的气息流露无遗 各种店铺千奇百怪 饭店 道具店 酒店 法宝店 道馆 天才地宝店 单药店 还有无数的杂货店 青楼更是一家接一家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姐 在门口亭亭玉立 招手拉客 格外吸人眼球 不许看 林青武和穆青青 同时给了张扬一个娇称的白眼 我在找多保楼啊 要处理掉蛤蟆尸体 根本就没看那些女人 张扬满脸的冤枉之色 暗暗却是很激动和兴奋 这果然 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啊 不但可以一夫多妻 青楼业还如此发达 简直就是男人的天堂 若打个电话回地球 绝对有很多狼友 哭着喊着要过来 很快 他们就来到无考地点 白沙广场上 宽阔至极 一眼望不到头 早就布置成了考场 分成了很多豆腐块一样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安置一个线的考生 而且已经扎好帐篷 可以在里面休息 早就来了不少考生 成群结队在练武场上走来走去 都是意气风发的天才 男男女女 其中就有大帅哥 也有性感美艳的女生 走 我们进去报道 孙校长带着众人 走进了无考委员会的大门 同样很宽阔 人也非常多 都是来报道的 报道非常简单和容易 就是交上考生名单 张阳他们报道用了较长的时间 因为孙校长细细地说明了 路上遇到吞天蛤蟆袭击的事 重点说了张阳的损失 担心会长雷久天不幸 又让张阳取出吞天蛤蟆的尸体 验证了一番 果然是画道镜的道兽 幸好才画道中期 抵挡不了庞济海的断制道道具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雷久天满脸的后怕 旋即又勃然大怒道 一些道兽道直视 越发嚣张和狂妄了 竟然敢在内地袭击我们的考生 看来 要再次清理一下河道和山林了 会长 你看怎么弥补张阳的损失 孙校长打断雷久天 期待地问 这是我制作出来的雷之道道宝 拿去吧 雷久天肉痛地取出了一个 仿佛锤子一样的道宝 修炼到画道大圆满之后 他一共也就制作了三个道宝 每次制作都偷偷摸摸 潜藏在无人之道的隐秘之地 从而度过制作道宝带来的虚弱期 多谢会长 张阳的眼睛亮起 飞快的结果 这可是雷属性道宝 应该不会亚于庞济海制作的断制道道宝 至少杀伤力是差不多的 而且前者还有优势 那就是速度快的不可思议 你根本躲不开 断制道道宝的攻击 却是可以躲开的 若那只吞天蛤蟆 认识断制道道宝 一见张阳取出 他就逃走 逃的一命 还是有可能的 如此一来 张阳又有了一张很厉害的保命底牌 安全感爆棚 而既然得到了补偿 张阳当然是马上就告辞走了 孙校长还赖着不走 自信满满说 会长 这一次 我们五纲二中绝对能一鸣惊人 你就拭目以待吧 呵呵呵呵 雷九天只笑不说话 显然是不以为然 敢不敢和我打赌 就打赌五状怨 花落我五纲二中 赌注百万高级道石 敢吗 孙校长又识破天津道 他清楚知道 张阳喜欢隐藏实力 但即便如此 曾经展露过的 也有近二十种道了 时间 空间 力量 雷霆 转移 重 这些顶级大道配合 即使没入容道 却有容道进实力 夺取五状怨 还是有可能的 富贵 显中求 万一赢了呢 中午你吃了几个菜啊 就醉成这样 雷九天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孙校长 每一次午考 汇集省城的天才如云 高手如雨 尤其这一届更是出色 不仅有王天一那样的妖孽 还有好几个同级的妖孽 任何一个都不敢说 有把握夺取五状怨 但眼前的二货校长 竟然基于五状怨 神经错乱了吧 你竟然不敢和我赌 难道还怕输 孙校长激将道 哼 那我就和你赌了 你准备好百万高级到十吧 雷九天冷笑 虽然自己很富有 不在乎百万高级到十 但送上门来的财富 不要白不要 天赐不取 必有奇货呀 你也一样 孙校长鬼秘地笑道 你笑有学生晋级融道进吗 雷九天又淡淡地问 还真有一个 孙校长得意道 领悟了几种道啊 雷九天扬了一下眉毛 两种 雷霆和弓箭之道 前者遇到大圆满 后者荣道初七 扑 雷九天一口茶喷出来 就靠这种货色 也想夺取五状怨 还敢和我打赌 简直就是白痴啊 嘿嘿嘿 简直就是人在家中坐 财富天上来 爽 第四十章 到底谁羞辱谁 好热闹啊 张阳和穆青青并肩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一边走 一边感叹 他们这是前往多宝楼 出售吞天蛤蟆的尸体和血 本来还叫了林青武的 但林青武拒绝了 说要好好地修炼 提升实力 为五口做准备 美女也多 你别看花眼了 穆青青娇称着 白了张阳一眼 美女虽然多 但我的女朋友 却是最漂亮的 无人可及 张阳口花花道 虽然夸张了一些 但也不算离谱 穆青青要身材有身材 要颜值有颜值 不逊色路上遇到的任何美女 甚至略胜一筹 你还没达成条件呢 就在这里胡言乱语了 穆青青娇称道 达成条件很简单 我一定能做到的 张阳尽管心中也没底 但还是装出一副 自信满满的样子 但你还没晋级容道 真能打败 王天一那样的超级天才吗 穆青青欲言又止 终于 他们来到了多宝楼 白沙分店门前 比武刚成的多宝楼 要宽阔豪华得多 迎宾女的颜值也更高 直追穆青青林青舞 这样的顶级美女 当然 生意也要好上很多 进出的修饰 川流不息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张阳穆青青这样 来参加五考的学生 五考在即 他们当然也要准备一些 特殊的道具 比如疗伤的 恢复法力的丹药什么的 欢迎光临 八名迎宾美女 对张阳和穆青青 鞠躬行礼 显得愈发丰满 性感迷人 越发向前世的天上人间了 张阳的脸上 浮出一丝古怪之色 扑 这是哪里来的傻子 看美女都看傻了 这是香巴老进城了 丑太百出啊 后面四人见张阳 被八个迎宾美女 吸引了目光 直接赤笑道 他们也和张阳穆青青一眼 学生打扮 为首的高大魁梧 面如关玉 非常帅 仅仅比张阳差一点点 其中那个女生非常漂亮 气质也很好 可以媲美迎宾美女 她亲热地 搂着帅哥的胳膊 一看就是情侣关系 另外两个男生 一胖一搜 满脸的嚣张和张狂 就是他们两个 在嘲笑张阳 香巴老笑谁 张阳回头问 香巴老笑你 瘦子一点也不怂 不假思索的对道 噗 周围有人笑喷了 穆青青也笑得花枝乱颤 瘦子太傻了 直接承认是香巴老 你 才是香巴老 我不是 我可是白杀人 瘦子也醒悟过来 气急败坏地辩驳道 刚才你都承认了 现在又否认 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 张阳说 好了 好了 你没必要对我解释 我不想认识你 这样的香巴老 然后就拉着穆青青走了进去 啊 气死我了 瘦子都要吐血了 没事 我给你出戒 帅哥蒙意淡淡地说着 带着他们快步走了进去 取出一张特殊的身份卡 这服务员找来了店长 指着张阳说 那个家伙刚才侮辱了我的朋友 把他请出去 这个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 店长是个气势不凡的中年人 他微微醋眉 看了看张阳 为难道 这样的事一年 也不见得发生几次 但今儿却是遇上了 他不想赶走任何一个客人 但蒙意是高级客户 有这个权利 不行 必须赶走他 给他一个教训 蒙意气势万丈的坚持 寸步不让 好吧 店长有点无奈 走到张阳面前 委婉道 小妖你好 我是本店店长罗霄 抱歉 今天本店不接待你 请你离去吧 卧槽 张阳愣住了 沐青青也是恶然 哈哈 香巴佬 傻眼了吧 知道厉害了吗 瘦子疯狂地怪笑起来 我大哥那可是绝世天才 是多保罗的高级客户 赶走你这个香巴佬 就一句话的事 高级客户还可以赶人 那特级客户 是不是也可以 张阳的眼睛亮起 精神来了 那是当然 但你是特级客户吗 我看啊 你还是回娘谈 好好改造一番 那下辈子 或许有可能 瘦子比一道 蒙逸和他的女伴 也是无比的镇定 死毫也不担心 因为他们深信 张阳绝对不是特级客户 也不是高级客户 我就是特级客户啊 你不信也没办法 张阳取出那张尊贵的身份卡 渐渐地说 店长 请你把他们请出去 我不想看到他们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好歹 竟然敢伪造特级客户卡 不想活了 四人同时怒吼 那是一点也不相信 但接下来的事情 出乎他们的意料 也出乎众多看热闹的客人的意料 店长接过卡片 仔细地看了看 就对四人说 不好意思 这真就是我们多保楼的特级客户卡 所以 只能请你们出去了 卧槽 这少年是谁啊 竟然有特级客户卡 连王天一都没有啊 难道是来自圣经的大家族的少爷 或者是大门派的精英弟子 他绝对有着惊天的背景 恐怖的来历 众多客人都满脸的敬畏和羡慕 四个家伙却是彻底傻眼 不知所措 面面相去了好一会 在无数戏谑和鄙夷的目光下 羞骚地退了出去 这一次 是真的提到了铁板 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少年 竟然是多保楼的特级客户 简直就是离谱 你最好祈祷 不要在五考上遇到我 否则 打得你爹妈都不认识 蒙义走到门口 还回头恶狠狠地威胁 他出身白沙大族蒙家 是蒙家这一代的第一天才 天赋和实力不亚于王天一 自信有资格夺取这一届的武状元 所以他才成了多保楼的高级客户 他这样的天之骄子 素来都高傲无比 自恃甚高 从来只有他欺负人 没被人欺负过 就更不用说 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反打脸 赶出多保楼了 若有机会 他当然要找回场子 那五考见 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嘴巴一样硬 张扬轻蔑的反击 第41章 湘江之上玉色狼 罗店长把张扬和穆青青 请进了贵宾室 诚恳地道歉 祈求张扬的原谅 无妨 你也不知道我是特级客户 最后 你不也把他们赶出去了吗 张扬摆摆手 非常大度 取出吞天蛤蟆的尸体和血 让罗店长估价 化道进中期的吞天蛤蟆 好宝贝啊 非常罕见 价值不菲 罗店长很惊讶 不是你自己杀死的吧 张扬严谨一概地说了说 杀死吞天蛤蟆的过程 好险啊 幸好你带了庞道军制作的 断支到盗宝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封店长一脸后怕 若张扬被吞天蛤蟆吃掉 多宝楼就做了一回赔本买卖 价值一千万高级到时 而你是特级客户 在家三成 细细地估算了一番 他就激昂地说 哇塞 发财了 张扬两眼放光 沐青青也满脸喜色 张扬煤药到时 全部换成了修炼资源 丹药 灵拳 悟到茶果 飞剑 铠甲 飞翔法宝 那个少年名叫蒙逸 是不亚于王天一的天才 无考上若遇到他 你要小心 可别大意了 封店长送两人出来 还认真地叮嘱 领悟了什么道 张扬严肃地问 高级客户的资料 是不能泄露的 不过 你是特级客户 不在此里 他领悟了黑暗 死亡 杀戮 虚无 病 枯萎 诅咒 毒之道 虽然仅仅八种 但却全是黑暗戏的 所以战力非常强 说不定 他还有保留 还领悟了 另外一些厉害的道 封店长说 是个厉害的家伙 张扬微微醋眉 自己没踏入容道境 若对上蒙逸 还是有危险的 黑暗戏大道的杀伤力 可不少 幸好自己领悟的大道多 还有转移之道 能转移伤害 应该不拒 谢谢提醒 我会小心的 张扬谢过一声 带着沐青青扬长而去 张扬身边的女生 真是太漂亮了 或许就是 他的女朋友 封店长沐送张扬离去 暗暗地赞叹 看来 又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 天骄啊 张扬 我想去香州看香江 一出多宝楼 沐青青就期待地说 香江是一条大江 从白沙城穿过 壮观又宏大 风景极好 而看香江最好的地方 当然就是香州了 别的大江大河 有强大道寿存在 非常危险 但香江却是例外 因为会定期清理 江中的道寿 将之变成美食吃掉 所以 即使香江有道寿 但都是很弱小 不具备威胁性的那种 那就去看看 张扬当然不会拒绝 反正今天也没事 五考后 天才开始 他施展空间之道 带着沐青青 腾云驾雾 笔直地往香江飞去 其实沐青青自己 也能飞 不过是施展风之道法则 飞的过程中 狂风呼啸 不是太美 你这个大坏蛋 竟然还领悟了空间之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沐青青椒称道 我是最近才领悟的 还来不及告诉你呢 骗鬼呢 我才不信你最近领悟 就可以一口气 突破到遇到大圆满 我是绝世天才啊 就这么牛逼 没办法 张扬得意一笑 很快 他们两个就亲密地降落在香州之上 香州其实就是一个江心小岛 长满了各种绿植和小草小花 非常美丽 周围是宽阔的大江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零零 缓缓流淌下 江面上飘荡着各种船只 有的是游船 有的是渔船 江风拂面 带来阵阵花香和鱼米气息 还真是无比的惬意和舒爽 好美 张扬和沐青青都迷醉了 两人并肩而立 仿佛一对金童玉女 成了这美景中的意境 真就没任何工业气息 也没任何污染 乾坤大陆的生态太完美了 怪不得这里的普通人的寿命 都能达到200 张扬暗暗地感叹 前世过的是什么日子 完全就是为了生存 这一世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要制作一些香水 你来帮我呀 沐青青椒笑着 走进了花丛中 他擅长生命之道和木之道 提炼香水 当然很拿手 他也经常提炼 自己用 好啊 我帮你 张扬微笑着跟了上去 和沐青青一起 施展木之道 收集花朵 又施展生命之道 提取香水 装进沐青青 准备好的小瓶中 哇 好香呀 质量真高 沐青青深深地嗅了一口 娇笑道 没你香 张扬笑道 大坏蛋 就会甜言蜜语 沐青青娇羞地 白了张扬一眼 看上去风情万种 艳丽绝伦 勾得张扬心中痒痒 恨不得搂住清热一番 心中也是无比期待 一旦夺取了五状元 沐青青和林青舞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了 可以公开的那种 那会多么的幸福 制作到足够多的香水 张扬取出山海粥 放在江面上 开始玉州游览 江景果然绝美 让他们流连忘返 也让他们的心情 前所未有的美好 一对小情侣 情意绵绵 让我很羡慕 突然 一名戴着面具的中年人 从水中冒出 跳上了甲板 手中拿着一把犀利的长剑 泄露出 强大的威压和气势 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看着两人 你是谁 想干什么 张扬把沐青轻护在身后 满脸警惕之色 心中也是有点郁闷 本来游玩得好好的 简直不要太美 但竟然有人破坏了氛围 而且似乎要对他们不利 乾坤大陆 虽然美丽 自由 但危险 却是无处不在 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变成尸体 我是谁 你就不必打听了 我仅仅就是羡慕你们 所以 就想找点乐子 现在 你自断双腿 那我可以留你一命 至于你的女朋友 只要能好好地伺候我 我也不会杀她 想来 你们不会拒绝吧 面具人宁笑道 原来 是一个短命的萧小之辈 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张扬满脸怒容 声音也变得冰寒 带着一丝激笑 色狼 等下淹了你 沐青青 也被深深激怒了 第四十二章 生死一线的反杀 呵呵 遇到劲而已 口气倒是挺大 看我怎么玩弄你们 面具人冷笑一声 庞大的领域 瞬间发出 画成了一个 十来米的黑色光圈 把它包裹 其实领域 都是无影无形的 但很多人 喜欢故意展露颜色 从而造成一股特殊的气势 眼前的蒙面人 就是如此 死亡 剧毒 黑暗 水 融到中期 张扬的脸色微变 眼前的面具人 绝对比封裂强大 如此高手 为何盯上了自己两人 难道和蒙翼有关 但 也就一件小事 就要杀人 难道蒙翼邪恶 凶残到如此低波 尽管如此怀疑 但张扬绝对不会问出来 免得打草惊蛇 一旦杀不死对方 那对方定然会派出更多的高手 来杀人灭口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张扬率先发起了攻击 双手一扬 几时到闪电 就暴射而出 瞬间轰在面具人的领域上 轰隆轰隆轰隆 天崩地裂 光芒耀眼 领域在摇晃 似乎有点支持不住 雷霆之道是顶级大道 张扬又是遇到圆满 所以 攻击威力 还是很厉害的 原来领悟了雷霆之道 但想跃及杀我 还差得太远 面具人凝笑一声 突然就展出了一剑 太快了 快得不可思议 张扬甚至来不及反应 只觉双腿一痛 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他才发现 双腿已经被斩断 显然 对方要玩猫戏耗子的游戏 所以没攻击张扬的脖子 伤害转移 张扬冷笑一声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重启一样 张扬瞬间 就又恢复了过来 双腿好好的 连伤口也没有 而面具人的双腿 却是突然断裂 摔倒在血泊之中 发出痛苦的惨叫 但动作却是不慢 手中的剑 狠狠地刺向张扬的心脏 只要杀死张扬 那不管张扬领悟了 什么神奇的斗 都没施展的能力了 但这一次 却没用了 他的动作 变得缓慢了很多 简直就是 一寸一寸地刺向张扬 因为张扬早做预防 施展了时间之道 时间法则 面具人的脸色大变 冷汗直流 领域全力运起 想要破解 但来不及了 张扬的嘴里 飞出了一把飞剑 只见剑光一闪 咔嚓一声 面具人的脖子断裂 斗大的头颅 掉落下来 又咕噜噜地滚了好远 也不知他有没有后悔 若是第一击 不选择斩斩张扬的双腿 而是洞穿张扬的心脏 或者斩斩张扬的脖子 那死的就是张扬了 享受胜利果实的就是他 一不知差 就生死两个 好险 他竟然还领悟了速度之道 出现太快了 木青轻抹一把头上的冷汗 满脸的后怕 的确很强 赢得侥幸 张扬也认真点头 看来 要尽快晋级容道 容道竟能释放领域 具备很强防御能力 再加上转移伤害 那就会安全很多 旋即 他仔细地搜索面具人 但惊讶地发现 身上什么也没有 面具下 是一张腐烂的脸 早就面目全非 根本就判断 不出他是什么人 这是剧毒面具 一旦死了 就会释放出剧毒 腐烂面容 隐藏身份 这是死事 木青轻惊讶地说 这人是临时起义 还是特意来找我们的 可能蒙一查到了我的身份 发现我除了多保罗之外 就没什么靠山 所以就想报复我 就派出了死士 成功固然好 失败 也不担心什么 当然 也可能和蒙家无关 是面具人临时起义 毕竟 木青轻蚀 再是太美了 引人犯罪啊 张扬在心中推测 但没说出来 反而笑道 我们从来没来过白沙城 没任何仇人 不可能是故意来找我们的 定然是因为 嫉妒我们两个 又看你太美 临时起义 不想让木青轻担心 这世界上 就有这么多混蛋 喜欢嫉妒别人 木青轻愤怒地说 等我们变强了 具备自保能力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张扬安慰道 他释放出火焰 把尸体化成了灰烬 洒进了盒中 出了这样的事 太扫兴了 两人也没心情游玩了 快速地回去了 这一次游玩 让张扬再一次见识到 这世界的危险 无处不在 即使是在城中 也可能遭遇危险 唯有变强 具备自保能力 才能活得长久 活得幸福 你们两个 怎么这个时候才会 孙校长黑着脸 我都急死了 就玩了一会 你急什么呀 这可是白沙城 城卫军随处可见 安全得很 张扬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假话张口就来啊 木青清白了 张扬一眼 刚才还被人袭击呢 差点就回不来 你们两个 还知道回来 我还以为你们私奔了呢 旋即又迎来了林青武的埋怨 他穿一身白裙 刚刚沐浴过 长发飘飘 幽香扑鼻 育后美女 格外诱人 木青青 心虚地解释了一番 就去沐浴了 张扬情不自禁 就搂住林青武 深深呼吸着扑鼻幽香 满脸的迷醉 大坏蛋 你干嘛呀 条件还没达成呢 林青武娇撑着推开了张扬 放心 很快就达成了 张扬干笑一声 举出一个空间道具 得意地说 吞天蛤蟆很值钱 卖了1300万 高级道石 我买了很多修炼资源 我分三分之一给你 反正是白赚的 雷九天 给补偿了一个道宝 等于完全没损失 吞天蛤蟆尸体 的确是白赚的 谢谢你 林青武甜蜜一笑 那我去修炼了 我要尽快晋级戎道具 我也要取得好成见 去吧去吧 张扬当然不会阻止 林青武修炼 就等于是给他修炼 他怎么能不遗余力地支持呢 不过 要尽快提升复印之道 把法则晋级第三层 否则 复印不到戎道具的修炼经验 正要去修炼 但沐清清沐浴完了 走了出来 乌发飘飘 裙魅飘飘 大长腿 小蛮腰 精致容颜 甜美笑容 组合成一副绝美图画 张扬的双脚 如同钉子一样 被钉住了 被深深吸引 太美了 顶不住啊 第四十三章 武考开始了 清晨 众多考生整齐地站在练武场上 一个个青春飞扬 意气风发 等着武考开始 哇靠 好多美女啊 赫坤和杜豪的眼睛 都在放光 其实别的男考生也差不多 瞪大眼睛欣赏美女 这么好的机会 不可错过啊 这可是全省的优秀美女的会集 过后就永远也聚集不到一块了 除了林青武 穆青青 还有很多高颜值的女生 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啊 杨哥 快看 那边有个顶级美女 赫坤碰了一下 张扬的胳膊 眉飞色舞 可能是被张扬打服了 加上被张扬 从吞天蛤蟆嘴里救过 赫坤没那么仇视张扬了 张扬忍不住 就看了过去 侧后方几十米远处 婷婷玉立着一个女生 不失粉带 但容貌精致的没一丝瑕疵 皮肤圣血 粉嫩的掐直可破 姿态优美 气质高雅 似乎知道有很多男生关注她 她满脸的傲娇 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颜值的确很高 可惜一副 鼻孔朝天的傲娇模样 降低了我的印象分 反正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张扬淡淡的点评 但别的男生 却一个个两眼放光 满脸的迷嘴 恨不得马上要到她的联系方式 那是白沙一种笑花 第一天才奉翩翩 五岁就领悟了 空间大道和火之道 七岁入道 之后又领悟了好几种大道 早就被华清道院特招 可不容易追求 你们还是洗洗睡吧 有男生说 华清道院和圣经道院 都是唐国顶级的道院 前者擅长时间之道 后者擅长空间之道 当然 还擅长不少别的道 能被这两所道院特招 绝对都是顶级天才 凤翩翩 这名字很好听啊 不就是我老婆的名字吗 放屁 是我老婆的名字 我未婚妻也叫凤翩翩 不少男生胆大包天 一个个在兴奋迷醉地嘀咕 一群浪货 张扬在心中暗骂 莫名地有一种熟悉感 前世 一些美女视频的评论区 就充斥着这样的言论 得不到 一赢一下 还是可以的 天一 你看 那有两个超级美女 蒙翼攀着王天一的肩膀 指点着说 他们两个都来自白沙二种 都是顶级天才 惺惺相惜 是兄弟 也是朋友 是吗 王天一片头看了过去 然后就两眼亮起 满脸的激动和兴奋 他是省城首屈一指的天才 见多识广 见过很多很多的美女 但都没什么感觉 不过 这两个女生 任何一个都让他怦然心动 甚至可以用一见钟情来形容 他们的来历你知道吗 王天一问 他们来自武钢 一个叫林青武 掌握时间大道 被圣经道院特招 一个叫穆青青 生命之道天赋 超级出色 而且道术 天生茁壮 潜力极大 被天山道门特招 蒙翼早就打听 清楚张扬的来历 顺带也了解了 武钢二中几个天才 任何一个都适合做我女朋友 王天一无比满意 大踏步走了过去 无视张扬 目光灼热地 看着穆青青和林青武 霸气道 两位美女请了 再下王天一 能不能交个朋友 嘿嘿嘿 小子 这一下 看你如何应对 蒙翼在一边音效 他一直认定穆青青 就是张扬的女朋友 现在就是怂恿 王天一去挖墙角 从而抱一箭之仇 滚一边去 好狗不挡路 张扬把林青武 和穆青青拉到身后 冷冷地说 本来还以为 王天一是个品行 很好的天才 但没想到 如此骚包 真以为他是超级天才 就可以女生 就都会喜欢他吗 天哪 那家伙也太大胆了吧 竟然敢说 王天一是狗 所有考生都惊呆了 这是要爆发大战的节奏啊 好胆 王天一气炸了肺 他是何等牛逼的天才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骂过 他抬手就要发出攻击 狠狠教训张扬 但却是被蒙翼拉住 小声说 天一 别乱来 这家伙名叫张扬 是武钢县排名第一的天才 这两个美女 很可能都是他的女朋友 还是算了吧 他当然就是在胡说八道 天言家错的拱火 但他也是仔细观察过的 他发现 林青武和穆青青一样 看张扬的眼神 很特别 会放光 那绝对是看恋人的目光 王天一 就惋惜地摇摇头 两位美女 你们出生小县城 没见过世面 不知道世界的广阔 错把蚯蚓 当成了巨龙宝宝 真是可悲可叹 王天一威武霸气啊 暗讽那男生是蚯蚓 两个女生眼瞎 才会看上他 难道 那男生 真是他们两个的男朋友不成 十有八九吧 我看他们 对那男生很特别 不过 现在他们 一定后悔了 早知道 王天一这样的绝世天才 也会喜欢他们 何必喜欢上一条蚯蚓呢 周围都是怪异的议论生 都兴致勃勃地吃瓜看戏 他们喜欢谁 爱上谁 关你屁事 你在这里喋喋不休 真以为 你自己是巨龙宝宝 说不定 你才是真正的小蚯蚓呢 张扬机笑道 我和他们说话 关你屁事 王天一彻底怒了 吼道 他们是我同学 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不想认识你 拾去的就滚开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张扬冷冷说 林青武和穆青青 继续亲密地站在张扬身后 看都不看王天一 显然是真的不想认识王天一 否则 早出生了 你 无考的时候 千万别遇到我 否则 虐死你 王天一很难堪 放了一句狠话 灰溜溜地退了开去 王天一太轻浮太狂妄妄 真以为他是超级天才 所有的美女都要围着他转 王天一碰一鼻子灰 原来也有美女 不把他放在眼中 对他不感兴趣 连搭理都不想 他们有不搭理王天一的资格 张扬彻底得罪了王天一 若真的无考遇到王天一 定然会被修理得很惨 众多看热闹的考生 都议论纷纷 张扬好紧张你们呀 生怕被人撬走了 向美云在林青武和木青青耳边取笑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林青武和木青青的脸又得红了 第44章 五口 二 诸位 又到了每年一次的五口 我们南湖 每年都涌现出很多天才 给圣经 华清道院 给天山 唐山道派 输送了很多人才 成长起来后 都成了一方大佬 或是镇守边关的将军 或是某城城主 或是护国长老 或是灭兽军中大将 会长雷九天站在高台上 激昂地发言 众多考生 一个个热血沸腾 激动兴奋至极 就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在乾坤大陆 修士本就是人上人 天才修士更是不凡 只要不陨落 成为一方大佬 那是很正常的事 而他们都是天才 当然也是前途无量的 唯有张扬 一点也不激动 前世听过太多的心灵鸡汤了 很多都是毒鸡汤 甚至 他听出了浓浓的危机 唐国虽然面积很广阔 但在乾坤大陆 也就是一个小国 还有大国和超级大国 更可怕的是 人类不算是乾坤大陆的主人 比人类强大的种族 比比皆是 占据了广袤的土地 和好地方 比如大海 就属于海族的地盘 比如森林 就属于兽族和道职族地盘 所以 唐国有两个兵种 一个就是边军 用来防御敌国入侵的 另一个就是灭兽军 用来抵道 受到职为主的外族入侵 所以 战争连年不断 军人和修士的死亡率很高 天才学生 要成长起来 成为一方大佬 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 必须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 五考开始 雷九天终于宣布 轰轰轰 雷霆 从雷九天的手中轰出 在九天之上乍响 连续响了九声 气势惊天 考场分成两个区 一个就是遇到近后期 外加以上的考生 其余的 就是另外一个区 五纲二中来的都是天才 所以 全部都进入了第一考区 而别的学校 至少一半考生 只能进第二考区 嘿嘿 王天一和蒙毅 当然也进了第一考场 不停地冲张阳冷笑 呵呵 张阳也抱以冷笑 做了个手指朝下的手势 等下我关注 王天一的五考情况 找出他的破绽 你一定要赢 孙校长说 否则 我就破产了 啥 张阳恶然 没什么 但你一定要赢 否则 就被王天一打脸成功了 又怎么好意思 追求林轻武和穆轻轻 孙校长说 他也是个人精 看出了张阳喜欢林轻武和穆轻轻 用之来激励张阳 很快 就抽签完毕 只要抽到同一个后 就上擂台切磋 赢者得三分 输者得零分 平手得一分 每人都有十次切磋的机会 之后再根据积分高低 选取一定人数 再互相切磋 选取前十 第一名 当然就是五状元了 第一考区的一百个擂台 同时开放 一百对学生 也马上跳上擂台上大战 砰砰砰 轰轰轰 拳打脚踢 神通护轰 电闪雷鸣 火焰冰锥 锋刃腾漫 毒气吐刺 时间空间 重力变化 让人眼花缭乱 叹为观止 果然是三千大道 无奇不有啊 张阳看的是目瞪口呆 兴奋莫名 有一些大道神通 那是 他做梦也不敢想的 其中一种 竟然是杀鱼之道 是杀之道的变种 竟然可以把对手 变成弱小的鱼 然后一击重创 还有一种防御之道 竟然具现了一个堡垒 在堡垒之中悠哉悠哉 对手拼命地攻击 却是攻不破堡垒 累个半死 不得不认输 阵之道 也非常厉害 直接具现出一个大阵 围困对手 破不了阵 就只能认输 便之道 也非常恐怖 千变万化 三头六臂 战力暴涨 终于轮到了王天一 对手是一名榜大妖元 魁梧如同铁塔的学生 领悟的势力之道 拿着一把巨大的铁锤 境界也不凡 遇到后期 他率先发动了攻击 狠狠一锤 轰向王天一的脑袋 就如同一座小山 砸了下去 的确是非常的凶猛 王天一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把弯刀 随手就是一刀斩了过去 速度太快了 锤子还没落下 对手的两条腿 就已经断裂 轰然倒塌下来 摔了个半死 王天一胜 刀之道 容到中期 孙校长惊呼 无敌刀 王者剑 刀之道和剑之道一样 都是非常犀利的刀 出手就分生死 容到中期的刀之道 战力是非常恐怖的 嘎嘎 王天一下擂台前 还冲张阳做了个歌喉的动作 耀武扬威 嚣张狂妄不可一世 张阳没理会他 没入容到 胜算不大 难道我要破产 孙校长却是有点沮丧 被王天一的恐怖实力吓住了 若对上王天一 你要小心一点 若真不敌 大不了认输 你的天赋更好 潜力更大 不可争一日之短长 强者之路 长着呢 即使你输给他 也不丢人 你的境界没他高 虽然达成不了那个条件 但我们还是好朋友 将来 若你能超越王天一 也可以算你达成了条件 林青武和穆青青 也有点信心不足 竟然主动把条件放宽 生怕张阳 为了达成条件 死战不退 那就有陨落的可能 放心吧 我能赢 张阳非常感动 林青武和穆青青 也太善良了 对他太好了 简直就是贤妻良母啊 必须追到手 很快轮到了林青武 张阳 穆青青 向美云 贺坤 杜豪等人 都淘汰了对手 锋刃斩斩断对手的手臂 向美云的立之道太恐怖 义府就把对方连人带剑斩飞了 杜豪施展了雷霆之道 一击把对手轰下擂台 贺坤遇到的对手有点强 竟然是剑之道高手 但他防御厉害 敖战取胜 但他也受伤了 大腿中了一剑 剑之道而已 连戎道都不到 也敢和我争一日之长短 王天一当然也关注了张阳 讥笑连连 比一不已 若鸡 蒙义更是满脸轻蔑 第四十五章 五考 三 复印防御之道道果 接下来就是第二轮 第三轮 一连九轮 张阳 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杜豪都取得了胜利 积分达到了27分 穆青青其实很强 他的生命之道 配合穆之道 外加锋刃 非常恐怖 得到生命之道加持的藤蔓 生命力太强了 可以轻松缠住对手 再用锋刃攻击 无往而不利 而贺坤五胜二败一合 只得了16分 第十轮 张阳终于遇到了厉害的高手 赫然就是那个 擅长防御之道 用堡垒作战的学生 他名叫金汤 金汤就具现出堡垒 藏在里面叫嚣 张阳是吧 我知道你的剑之道很厉害 但绝对攻不破我的堡垒 你还是乖乖认输 此前九轮 他的对手都没一个 能攻破他的堡垒 都不得不认输 毕竟 他是荣道初期高手 想要越级打败他 几乎不可能 天一啊 你想要亲自教训他 估计不可能了 我猜啊 他绝对过不了这一关 27分 可没资格参与后面的排名战 蒙逸攀着王天一的肩膀 笑道 他们两个都已经十轮全胜 积30分 所以现在有心情看张阳的笑话 自始至终 他仅仅展露初剑之道 可能还有底牌 否则 林青武和穆青青 怎么会看上他 但他没晋级荣道 有底牌 也未必能战胜金汤 应该是个天才 但不算顶级 哪有资格和我们比 你这乌龟壳 倒是挺别致的 张阳摸着堡垒 淡淡地说 而几乎同时 复印机发出提示 丁 监测到防御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堡垒就是靠防御道果 具现出来的 接触堡垒 也就满足了复印条件 复印 打败了九个对手 都没遇到张阳看得上的道 即使有 也是他已经掌握的道 现在终于遇上一种 当然不会放过 丁 复印失败 道果等级过高 超出复印能力 复印经验 张阳又下令 复印法则没晋级第三层 有很大限制 而复印之道是一种新道 没有任何借鉴的道图 比转移之道还难修炼 因为转移之道和空间之道有关联 观摩空间道图有用 所以 尽管张阳消耗了很多修炼资源 也还是没能领悟第三层法则 丁 复印经验开始 特么的你到底认不认输 浪费时间不是 金汤不耐烦了 你急什么 我还没研究清楚呢 张阳美好气道 研究 金汤差点气死 下面的学生也一个个哭笑不得 你研究就是摸吗 不应该用剑砍吗 跳梁小丑 不值一提 王天一和蒙毅同时讥笑 丁 复印完毕 张阳的记忆中出现了 无数关于防御之道的误导经验 而他的道术也迅速地开出了一朵花 又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道果 道果还在快速变大 入道 练道 遇到大圆满 爽 张阳暗暗地感叹 终于收回了右手 研究完了 金汤姬笑道 是的 张阳点头 那研究出什么 名堂没有 金汤姬讽道 你具现的堡垒 对我有巨大启迪 让我领悟了防御之道 可惜没能达到龙道境 你以为你是慧经大师啊 吹什么牛逼 金汤笔一道 慧经大师是佛教大佬 智慧逆天 悟性逆天 曾经一日领悟了一种道 而且连破三个境界 达到遇到大圆满 如今的慧经大师 早就晋级了天道境 威名赫赫 战力无双 是大国 盟国最顶级的巨博之一 见过会吹的 但没见过这么能吹的 很多学生也都满脸的讥笑 试试我的堡垒 张扬心念一动 一个堡垒 就快速地出现在擂台上 看上去和金汤的堡垒一模一样 紧紧哀笑一些 至于张扬 当然就是在堡垒之中 还真领悟了防御之道 真的是遇到大圆满 这逼被他装上了呀 他定然早就领悟了防御之道 刚才故意装天才呢 张扬竟然一直隐藏着防御之道 能攻能守啊 怪不得被美女青烂 大部分人都表示不信 尤其是蒙毅和王天一 更是嗤之以鼻 压根也不信 但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孙校长 却是将信将疑了 张扬以前 可没展露过防御之道 难道 她的悟到天赋 如此恐怖 摸了摸堡垒 就领悟了防御之道 而且还达到了遇到大圆满 你领悟了防御之道又如何 难道还能打败我 快认输吧 金汤美好气道 难道你还能打败我 有本事来攻 攻不破 你就认输吧 张扬反驳说 你 金汤气得要吐血了 这可是自己的专利 竟然被对方抢了 这可怎么办 难道真要去攻击她的堡垒 那她突然用剑之道攻击我 我不是要悲剧 防御之道领域 未必能防御剑之道攻击 剑之道太犀利了 若你们都不攻击 就算平手 只能的一分 裁判提醒道 那可能参加不了后续的排名赛了 那可不行 张扬马上就收起了堡垒 她已经试验了一番 防御之道有妙用 成为自己一张很厉害的底牌 但对付只擅长防御的金汤 就没用了 张扬 你是要认输吗 金汤期待地问 认输 那怎么可能 别人攻不破 你的防御 我只要一招 张扬满脸的轻描淡写 具献出一把励之道巨斧 狠狠一斧就斩在堡垒上 咔嚓 固若金汤的堡垒 硬身而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卧槽 励之道 遇到大圆满 众人都惊呆了 励之道 是顶级大道 能跃及败敌 有时比时间大道 还要试用 是非常厉害的 说实话 这么多天才 但把励之道修炼 道遇到大圆满的 也就只有 像美云和张扬 当然 或许还有人 没有展露 故意藏着用作底牌 很好 应该可以遇上了 就让我 狠狠蹂躏你 萌翼和王天一 都来了精神 眼眸之中全是杀机 第四十六章 五考 大战凤翩翩 我认输 金汤停止了抵抗 沮丧地认输了 张扬取得了 第十轮的胜利 而灵青舞 穆青青 向美云 也都战胜了对手 他们都积三十分 杜豪在第十轮输了 运气不好 遇到了凤翩翩 雷霆和弓箭 都破不了 凤翩翩的多重领域 而凤翩翩 施展了恐怖的火之道 差点把杜豪烧成灰 甚至 凤翩翩 还没用全力 空间之道 没怎么施展 哈哈 这一次 我们五纲二中 崛起了 竟然有四个满分考生 孙校长却很满意了 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 全靠张扬 张扬提供的传承道徒 和修炼资源 让三个女生突飞猛进 进步神速 否则 他们虽然会表现良好 但很难成为满分考生 顶级大道的特性 就是领悟很困难 进步很缓慢 但通过积累 往往可以后来居上 成为无敌大佬 这一天的五考结束了 所有考生 都回自己的区域休息 孙校长 还跑去五纲一中 三中校长那里炫耀 哈哈 你们人多又如何 还不是一个满分 也没有 特么的你 这是走了狗屎运 两个校长气急败坏 郁闷憋屈 这逼被这狗东西装到了 会长 今天我五纲二中不错吧 孙校长又去雷九天面前炫耀 难道你有学生满分了 雷九天愕然道 四个满分 孙校长有点不满 雷九天竟然还不知道 看来根本就没关注 这是有多看不起我五纲二中啊 那的确不错 但我还是没看到 哪一个具备争夺五状元的实力 雷九天说 莫非 张扬就是你的撒手锏 嘿嘿 明天你就知道了 孙校长迈着螃蟹布 得意洋洋地走了 他就是来装一波逼 可不是来泄密的 这狗东西 雷九天气到了 笑妈不已 张扬 你的防御之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房间中 林清武和穆清清 正在好奇地询问 可能是我的防御之道天赋太好 所以 近距离接触堡垒 就得到了巨大启迪 我就仿佛顿悟了一样 到处开始开花 张扬半真半假地说 不信 我也不信 你再骗人 其实我早就领悟了防御之道 只是我 一直没展露而已 张扬哭笑不得 不得不说谎 真话没人相信啊 你就喜欢隐藏实力 对我们都有所保留 哼 林清武和穆清清 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但他们都是温柔贤惠 通情达理的女人 张扬三言二语 就哄好了她们 旋即她们就又开始修炼了 天终于亮起 哎 复印法则还是没晋级第三层 卡在第二层大圆满 张扬睁开了眼睛 至于转移法则 也同样卡在第三层大圆满 没能晋级第四层戎道进 心道果然艰难啊 而林清武穆清 倾向美云也都没突破 修行果然 没有一蹴而就的 必须用时间积累 早餐之后 五考排位赛 就开启了 只有达到29分 或者以上的考生能参加 不多不少 刚好一百人 现场非常热闹 白关站的修士很多 简直人山人海 雷九天又发布了演讲 然后就宣布了规则 还是抽签 两两切磋 赢 三分 输 零分 平手 一分 再做一个积分排名 也就是前百名排名 排名高 就可以上好的道远 或者门派 实际上 这一百名考生 就有一少部分 被特招了的 抽签很快完成 五十对考生 跳上了各自的擂台 开始大战 张扬的运气不好 第一个对手竟然遇到了强的离谱的凤翩翩 张扬有麻烦了 杜豪担心地说 他被凤翩翩打败 输得没有脾气 差距太大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张扬你还是认输吧 否则 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凤翩翩一上台 就毫不客气地说 还是你认输吧 我真不想拉手催花 张扬说 你连荣道都不是 还想打败我 凤翩翩击笑 想 张扬老实地点头 扑 台下很多学生都笑喷了 这果然是大实话 傻子才不想呢 只是能不能做到 是另外一回事 既然你不知趣 我就只能下狠手了 凤翩翩脸色一沉 裹挟着一股庞大的气势 扑向张通 而恐怖的火焰 也是从他的体内爆发 席卷整个擂台 连结界都在燃烧 温度太高了 简直可以融化一切 沙 张扬怒吼一声 狠狠一幅 斩了过去 但空间层层叠叠阻挡 凤翩翩看上去很近 但实际上 却无比遥远 当然斩不到他 啊 张扬发出了七粒惨叫 然后就扑通一声 倒在火焰之中 无声无息了 死了 众多看热闹的修饰 很惋惜 只能说 凤翩翩的火焰之道 太过厉害了 不愧是荣道中期的超级天才 谁让你不认输的 死了不要怪我 凤翩翩收起了火焰 走了过去 伸手去摸张扬的脉搏 想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但 张扬突然动了 一把就抓住了凤翩翩的手腕 跳起来怪笑道 现在你认输吧 否则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而几乎同时 复应机发出了提醒 钉 监测到火 空间 木 声音 雷霆 煤 命运之道道果 是否复应经验 或者道果 卧槽 这妞这么天才 领悟了这么多牛逼的大道 张扬暗暗的震惊 七种大道 其中空间 命运 雷霆是顶级大道 火焰 木 声音 也是非常厉害的大道 唯有美之道要弱一些 但正是因为 她天生丽质 才能领悟美之道 女人 有了绝世的容颜 那就有了最厉害的武器 所以 这妞将来定然是一个人物 不复应 张扬选择了放弃 这么恐怖的女生 哪会给她复应的时间 你竟然骗我 找死呢 凤翩翩勃然大怒 这混蛋竟然还抓住了她的手腕 轰隆 恐怖至极的雷霆 可以毁灭一切的火焰 从她体内蔓延而出 瞬间把张扬淹没 第四十七章 无考 无 凤翩翩被打哭了 先前装死 这一下是真的要死了 雷霆火焰同时攻击 不要说遇到修士 就是容道 也抵挡不住 马上就会死翘翘 无数人议论纷纷 叹息连连 我让你装死 现在就让你真死 凤翩翩愤怒的大吼 但就在这时 张扬另外一只手动了 重重一拳 就轰在凤翩翩的小腹上 碰 重如山月的力量 让凤翩翩的盔甲破碎 啊 凤翩翩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 腾云架雾一样地飞下了擂台 砸在地上 翻滚了十几圈才停下来 双手捂住小腹 痛得死去活来 怎么也爬不起身 而张扬 却是从火焰和雷霆中走出 虽然看上去 就如同一个黑包宫 但实际上 却是丝毫无损 他暗中转移了伤害 而且是转移给了大帝 不转移给凤翩翩 不是怜香西域 而是隐瞒底牌 毕竟 后面还有对战更多超级天才 而到目前为止 他也紧紧暴露了剑之道 力之道 防御之道 别的一概都没泄露 既然境界不如别人 就只能多隐藏底牌了 全场震撼 鸦雀无声 都被这样的变故惊呆了 凤翩翩发出那么恐怖的攻击 张扬竟然抵挡住了 还反击成功 简直太离谱了 卑鄙无耻的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在医生的治疗下 凤翩翩迅速地恢复了过来 指着张扬悲愈欠的大喊 张扬利用了他的善良 趁机抓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之道打败了他 否则 自己一直远程攻击 轻松就可以取得胜利 张扬也太卑鄙了 不但骗 下手还狠 一点也不怜香惜玉 这么绝美的女生 你也下得了手 嘿嘿嘿 张扬今后有难了 凤翩翩一定会狠狠报复的 就张扬那实力 抵挡不住啊 众人又开始纷纷议论 凤翩翩 我这是给你上一刻 兵不厌诈的道理懂不懂 张扬满脸悲愤之色 你竟然不敢激我 还恨我 你 卑鄙无耻 凤翩翩气炸肺 你最好祈祷 不要在擂台上再遇到我 应该不会遇到了吧 你应该被淘汰了 张扬怂怂肩膀 你 凤翩翩气得速速发抖 火焰和雷霆 从身上冒出来了 你别乱来 张扬看情况不对 一溜烟地跑掉了 这妞长得倒是好看 还是一颗大韭菜 本来想攀点交情 趁机复印 但看这样子 还是算了 他怕这暴躁妞 一个控制不住 直接就暴成碎片 五考继续 接下来九场比试 张扬又一一取得了胜利 还是没暴露更多底牌 因为遇到的对手 没一个强过风翩翩 林青武也实战全胜 时间之道的确厉害 可以克制一切 当然 也因为他运气好 莫遇到龙道中期的高手 向美云和穆青青 都败了两局 即24分 向美云 仅仅领悟了力之道 虽然强大 但遇到了雷之道高手 他就完全失去了反击之力 溃败了 穆青青擅长生命之道 穆之道 风之道 容易备火之道克制 被打败很正常 他还要用漫长的生命 去修炼和积累 才能成为无敌的强者 张扬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告诉你 我胜了九场 即27分 进入了前十名 可以参加前十的排位赛 我们还会相遇的 你就等死吧 凤翩翩 还特意来张扬面前炫耀 加威胁 显然是要报复 你怎么招惹他了 林青武和穆青青 还不知道情况 因为他们当时 也在擂台上大战 这个 今天的天气真好 张扬有点尴尬 王顾左右而言他 是因为张扬用卑鄙手段 赢了他 杜豪和贺坤哪里 还能忍得住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噗 林青武和穆青青 都笑喷了 张扬为了保留底牌 把凤翩翩彻底得罪了 怪不得他如此的愤怒 休息了两个小时 前十名的排位赛 开始了 参加的就是 积分最高的十人 分别是 王天一 蒙毅 张扬 林青武 黄沙吉 凤翩翩 龙空空 孔令武 和志远 高有道 龙空空也是女生 所以是七男三女 现在他们都跳上了擂台 准备抽签 至于比赛规则 就是每人都要和另外九人比试一场 根据积分多少来确定排名 牛逼不 你们就说我笑牛逼不 前十就占了两个 孙校长在台下炫耀 就如同一只骄傲的大公鸡 牛逼 太牛逼了 周围的人也只能捏着鼻子恭维 这逼装的他们 心服口服啊 张扬的第一场 对上了黄沙吉 黄沙吉看上去其貌不扬 也没展露太多厉害的手段和神通 但却从来没败过一次 胜得非常顺利 显然实力非常强 所以张扬没敢小聚对方 你连领域都没有 就不必比了吧 我是绝对不会犯和凤翩翩 同样错误的 黄沙吉早就释放出了领域 稳坐钓鱼台 满脸的轻面 在他眼中 张扬就是一个靠卑鄙手段 进前十的家伙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他可是荣道初期高手 荣道鱼体 领域防御 对遇到修士绝对是降维打击 杀 张扬懒得和他啰嗦 身上出现了特殊的铠甲 这是金之道和防御之道组合出来的 具备非常强的防御 他的手中出现了巨斧 狠狠一斧斩出 空间都在撕裂 杀气也是冲天 你以为我怕你 黄沙吉冷笑着 竖起一面盾牌 挡住了斧子 答案 张通被巨大的反阵之力 震退了十几步 而黄沙吉 紧紧后退了三步 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黄沙吉也领悟了防御之道 而且是戎道初七 硬抗住了力量之道 这么说来 黄沙吉出了先前 展露出来的速度 锋锐 剑之道之外 还有防御之道 隐藏得很深啊 黄沙吉不简单 三种进攻属性的大道 配上防御之道 进可攻 退可守 我看他能进前五 台下众人都满脸惊讶 都看好黄沙吉 断定他一定能赢张扬 第四十八章 五口 六 大战龙空空 挡住了你的力之道 你就前驴技穷了 还不乖乖认输 黄沙吉傲然道 区区防御之道 也想抵挡我的攻击 我看你就是在做梦呢 张扬满脸的讥笑 若你用进攻属性的道攻击我 你还有一丝机会 但现在你必败无疑 他如同鬼魅一样的出现在黄沙吉的后面 手中的巨斧 全力斩出 是的 他施展了空间之道 再出一张厉害的底牌 当当当 黄沙吉的脸色大变 飞快地转身 用盾牌抵挡 但张扬粘着在前 忽烟在后 下一秒又出现在侧面 仿佛有无数的巨斧 从四面八方同时斩向黄沙吉一样 任何一斧 都蕴含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只要漏掉一斧 那他不死也差不多了 黄沙吉还是很强大的 经验很丰富 挡了足足十八斧 第十九斧没挡住 斩破了他的领域 把他斩飞在空中 惨叫着飞下了擂台 一个肩膀都被斩掉了 血染全身 凄惨至极 而张扬却是毫发无损 傲然触力 霸气无双 张扬也是老六啊 隐藏得太好了 竟然一直隐藏着 空中之道 没有施展 黄沙吉太惨了 黄沙吉应该用速度 封锐剑之道攻击 而不是显摆的 用防御之道防御 他可能就是想要破张扬的 力之道装逼 结果就是被虐 众人议论纷纷 孙校长 杜豪 贺坤等人 当然是欢呼雀跃 兴奋激动 张扬虽然没进入戎道 但领悟得到太多了 才仅仅展露 区区几种了 还有那么多厉害的大道 没展露 比如时间 雷霆 众 土 毒 火 所以 张扬一定可以走得更远啊 值得期待 第二场 张扬对上了林轻武 林轻武主动认输了 于是张扬取得两连胜 积六分 接下来张扬又对战孔令武 和志愿高有道 全部一一战胜 取得六连胜 但又多展露出一种道 土之道 第七场 张扬对上了龙空空 张扬同学 你区区遇道境 竟然连胜六名戎道高手 不能不说你很强 而力之道 也不愧是顶级大道 在有防御之道的配合下 威力的确不凡 龙空空 双手化成龙爪 傲娇处力 遗憾的是 我龙空空 那可是龙人族 力之道是拿手好戏 空间之道 也比你高明太多 但狮子薄兔 亦用权力 所以 你最好认输 否则 被我误杀 就后悔来不及了 乾坤大陆 有众多强大种族 龙人族 虽然没落了 但曾经也是强族 龙人的天赋 普遍都很高 龙空空 就是罕见的天才 已经展露出了空间 力量 防御 水 兵 声音之道 全部都是龙道初期 和张扬展露出来的道 大部分重合 所以 龙空空才希望 张扬知难而退 免得他全力出手 误杀了他 小龙女 难怪长得比大明星 还要好看 张扬答非所问的感叹 龙空空 一米八的高挑身材 五官绝美 皮肤白皙 气质高贵 仿佛高高在上的女皇 的确是顶级美女 不亚于凤翩翩 林轻舞 木轻轻 简直让人赏心悦目 所以 张扬的心情很好 大明星是什么 龙空空的听力 超级出色 听到了 疑惑道 你听错了 我说 你比凤翩翩 还要好看 张扬说 反正 已经得罪了凤翩翩 估计是没机会 复印到果的了 所以也不怕 多得罪一点 谢谢夸奖 龙空空莫名地开心 展颜一笑 那你认不认输 其实 我希望你认输 你这么漂亮 我不忍心 打得你鼻青脸肿 吐血昏迷 张扬真诚地说 你 龙空空 当场气炸废 你也就擅长空间 剑 力量 防御 嗯 应该还有金知道 也想越击打败我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等一下你败了 不要怪我就行 张扬说 可不要学凤翩翩 卑鄙无耻的浑蛋 等一下看我怎么教训你 我要打得你爹妈都不认识 凤翩翩刚刚赢了一场 就听到了 张扬在大放厥词 气得柳梅倒树 怒目圆争 既然你不怕死 那我就赐你一败 龙空空体表浮出了 无数密密麻麻的白色龙铃 散发出坚不可摧的气息 多重领域也释放出来 化成了一个朦胧的光团 把他笼罩 杀 他大喊一声 鬼魅一般出现在了张扬的后面 笼罩狠狠地抓向张扬的后背 张扬反手一抚 斩在笼罩上 当 张扬被震飞出去几十米 龙空空若无其事 穿空而至 又狠狠抓向张扬脖子 他非常生气 如此情况 你还不认输 当我真不敢杀你吗 轰隆 但张扬的身上猛然就蹦射出了璀璨的闪电 狠狠地轰在龙空空的身上 龙空空被垫得愈仙愈死 头发都根根树立 怒吼道 你果然还隐藏了实力 但区区雷霆之道 也想打败我 做你的轻敲大梦呢 他施展空间之道 瞬间消失不见 彻底地隐藏了起来 擂台之上 再看不到他 对付雷霆之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隐藏 让对方找不到你 你再施展致命一击 就可以取胜了 张扬瞪大眼睛 放出灵厥 仔细地观察擂台的 任何一寸空间 但没发现任何一场 对方的空间之道 比他高深 隐藏起来 他还真找不到 扑 突然 一个只有拳头那么大的龙空空 悠得从张扬的后面现身 龙爪之中的 短剑暴射而出 瞬间洞穿了张扬的胸膛 故意避开了张扬的心脏 担心来不及抢救 因为他的短剑 那可是锋锐道具 非常犀利 砖破防御和金之道盔甲 而他也在这一刻 展露出了两张隐藏的底牌 风锐之道 和变之道 就是因为变小了身躯 施展空间之道 才能隐藏得非常好 不用龙爪攻击 是怕触电 于是才用风锐之道 结果 一击重创张扬 龙空空好强啊 竟然还领悟了变之道 风锐之道 张扬终于败了 进不去前三了 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钦佩至极 呵呵 想赢我 做你的青秋大梦啊 雷九天还嘲弄的 看了孙校长一眼 第四十九章 五考 七 七战七胜 龙空空 你说了 张扬转过身 笑道 怎么可能是我输了 明明是我一见 重创了你 若不是手下留情 你已经变成尸体了 已经变回了正常身高的 龙空空气炸飞 重创了我 没有啊 你看我身上有伤口吗 张扬挺起胸膛 让龙空空和台下的修饰看 怎么回事 竟然没伤口 难道刚才是幻觉 是真洞穿了他的胸膛 只是他掌握了神奇的秘法 或者神奇的宝物 能瞬间恢复过来 众人意润纷纷 雷九天也摸了一下额头 满脸的尴尬之色 靠 这是个妖孽吧 这样都还若无其事 难道 还真能冲击五状元不成 怎么可能 龙空空目瞪口呆了好一会 才脱口而出道 难道 你领悟了不死之道 不死之道 就是长生之道 修炼到高深处 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活着 就可以恢复过来 具备不死的特性 他们有着无限的寿命 可以苟到天荒地老 那就无敌了 龙人族当年就是因为 得罪了一个不起眼的少年 那少年却领悟了不死之道 用漫长的年月成长了起来 成为了威名赫赫的不死道地 开舌血腥报仇 把偌大一个龙人族杀的七零八落 不得不四撒而逃 分散到了乾坤大陆各处 隐姓埋名 苟延残喘 最近万年 不死道地不在现身 龙族才敢冒头试探 若引来不死道地的打压 就继续潜藏 没有 没有 你别乱猜 我仅仅领悟了生命之道 慕之道 有超强的疗伤能力 张扬下了一大跳 连忙否认 虽然迟早 自己能复应到不死道果 但绝对打算隐瞒住所有人 因为不死道果干系太大了 绝对会引出一些 掌握不死之道的老怪物 把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毕竟 他们绝对不想世界上 再多出一个无敌的同类 那会分走他们的权威 和各种好处 所以 张扬不得不泄露两张底牌 用来掩饰转移之道 生命之道 慕之道 外加空间 力量 雷霆 剑 防御 七种厉害的大道 怪不得你到现在还不肯认输 龙空空说 但你也不能胡说八道 说是我输了吧 的确是你输了 因为你中毒了 道爷 张扬怪笑一声 龙空空突然就眼睛发黑 身躯发软 摇摇欲坠 最后就扑通一声 倒在张扬怀中 彻底失去了战力 刚才为了隐身 他收起了领域 洞穿张扬 感觉已经稳赢 也就没怎么防备 所以 张扬趁机放毒 而在先前几次的搏杀中 他复印了一个 考生的毒知道经验 让他的毒知道法 则晋级到了遇到大圆满 放出的剧毒 威力还是很厉害的 张扬胜 裁判毫不犹豫宣布 放开他 龙空空就毒的学校的女校长发现 张扬竟然抱着龙空空不放 勃然大怒 一闪上了擂台 把龙空空抢了过来 为了一粒解毒丹 龙空空悠悠醒过来 愤怒地大喊 裁判 应该是我赢了 先前我只是不忍心杀死他 才避开了他的心脏 否则他的恢复能力再强 也定然失去再战之力 直接就输了 哪里还有放毒的机会 但事实上却是 你在比试中昏迷不醒 生死不由自己 所以 是你败了 他赢了 战场之上 怜悯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敌人也绝对不会怜悯你 只会用最快的速度 杀死你 裁判冷冷地说 但 这不是战场 而是无口 龙空空不服气道 无考的目的就是选拔杀法果断的天才 将之培育成能争善战的强者 怜悯之心 还是收起吧 你不要辩驳了 输了 就是输了 以后吸取教训吧 裁判说 张阳 你这个卑鄙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竟然利用了我的善良 用剧毒暗算我 你的手段 一点也不光彩 龙空空没有办法 只能把怒火 发泄在张阳的身上 你们女人 就是麻烦 败了还找各种理由 各种埋怨 先前我就说过了 打败你 你不要恨我 但你还是恨上了 张阳黑着脸说 若你凭借真正的实力打败我 我怎么可能恨你 龙空空气得直跺脚 独知道 难道不是我真正的实力 张阳痴笑一声 跳下擂台走了 暗暗却是在遗憾 可惜了 仅仅复应道 一点点便知道经验 道数刚刚开话 龙空空擅长多种厉害的道 空间 力量 防御 水 冰 声音 风锐 便知道 其中冰 声音 风锐 便知道张通没掌握 他非常眼馋 但最在意的 还是便知道 因为便知道 配合空间知道 保命能力 就暴涨了 可以隐藏 也可以变成草木泥土石头 甚至重置 从而让敌人失去目标 莫办法继续追杀 担心没复应的时间 所以 张阳选择复应 龙空空的便知道物到经验 让道数开出一朵 便知道花朵 距离凝聚到 国也就只有一丝之差 也就是说 他的便知道 处于物到尽大圆满 凤翩翩 还去安慰龙空空说 等下就是 我和张阳那个 卑鄙无耻的浑蛋比试 这一次 我绝对不给他任何机会 我会彻底打败他 给我报仇 也给你报仇 等他遇到我 我会打得他跪地求饶 最后一场 他会对上我 我会打断他全身骨头 倒要看看 他能不能瞬间愈合 蒙逸和王天一 也去安慰龙空空 虽然不是一个学校的 但都是白杀天才 当然认识 而且颇有交情 距离武状元 只有三场了 你一定要努力啊 孙校长也在给张阳打气 林轻武已经败了三场 时间之道 虽然牛逼 能跃及杀敌 但对上荣到中期的 超级天才蒙逸和王天一 他还是抵挡不住 败了 唯有张阳 七战全胜 成了一匹最大的黑马 也的确有资格 燃指武状元 只是最后三场 想要赢 太难太难了 张阳 蒙逸和王天一非常强 现在还隐藏着不少底牌 若是不可违 你不要死战 林轻武还严肃地提醒 第五十章 五考 八 再打哭凤翩翩 想不到吧 我们还有对战的机会 这一次 绝对不给你 卑鄙无耻的机会 擂台之上 凤翩翩正在和张阳对峙 杀气腾腾地说 自己实力不行 老怪别人卑鄙无耻 张阳怂怂肩膀 我算是怕了 你合胸空空了 你 凤翩翩气疯了 眼睛都冒出火来 也不和张阳啰嗦了 恐怖的火焰 迅速爆发了出来 席卷擂台 淹没了张通 轰隆隆 恐怖的雷霆 也暴射而出 疯狂地轰击张阳 而他自己 不仅仅释放出领域 而且隐藏在空中 绝对不给张阳 攻击到他的机会 他这是吃一欠掌一掷 张阳虽然领悟了 很多大道 力量 空间 雷霆 剑 生命 木之道 防御 金 土 毒 天赋很不错 但是他的境界太低了 没入戎道 注定不是奉翩翩的对手 这一次 他败定了 有人在感叹 好厉害 张阳努力地转移着伤害 但发现 有点支持不住 伤害太过恐怖了 所以 他具现出一个堡垒 又用金之道 加固了一番 他藏身堡垒之中 这样 就可以减少伤害了 果然有用 雷霆 火焰虽然无比凶猛 但想要毁灭堡垒 却是没这么容易 防御之道 就是擅长防御 只怕荔枝道 或者风锐之道 但凤翩翩 没掌握这两种道 你以为乌龟 一般藏在堡垒中 就可以对抗我了 做梦呢 凤翩翩冷笑连连 来到了堡垒近处 全力施展火焰神通 烧烛堡垒 至于雷霆 他反而停止了 火焰也是 可以克制防御之道的 迟早可以 把堡垒化成灰烬 再把张阳烧成焦炭 苟延残喘而已 萌易讥笑 凤翩翩加油 把他烧成猪头 龙空空兴奋地大喊 呼呼呼 凤翩翩毫不停顿 疯狂地释放火焰 把堡垒化成了一个 巨大的火球 温度高到可怕的地步 堡垒很快就开始变红 软化 要崩溃了 张阳 你有本事 就别认输 看我不把你烧成灰 凤翩翩兴奋地大喊 但下一秒 三只剑从堡垒之中 暴射而出 太快了 快得不可思议 凤翩翩虽然发现了 但来不及躲避 眼睁睁地看着三只剑 洞穿了他的胸膛 小腹 大腿 啊 他惨叫着倒在地上 痛得昏死过去 火焰瞬间停止 彻底熄灭 张阳胜 裁判毫不犹豫地宣判 全场震惊 鸦雀无声 凤翩翩竟然又被阴了 比上一回败得更加凄惨 这也太气人了 张阳竟然还有底牌 弓箭之道 卑鄙 无耻 龙空空本来很高兴 现在却是气得跳起来 连连破口大骂 孙校长 林清武 穆青青等人 当然是在欢呼雀跃 张通太厉害了 凭借着智慧 又轻松地取胜 最厉害的底牌 转移 时间 中之道 还没有暴露 前三吻了 卑鄙无耻 张阳你就是个坏胚子 大混蛋 很快凤翩翩翩 也被医生治疗了一番 恢复了过来 指着张阳 就是一顿 愤怒的大骂 上一次 被张阳骗了 这一次小心翼翼 竟然又上当了 被他用弓箭之道 投袭了 自己缺乏实战经验 被打败 就怪别人 如同泼妇一样 告诉你 我可不是你爸妈 绝不会惯着你 张阳反击道 你等着 给我等着 迟早我会打败你 让你跪下道歉 凤翩翩 越发愤怒 这阴险狡诈的混蛋 用卑鄙手段赢了 还不许别人说他 好了 好了 别气了 让我来收拾他 打得他跪地喊爸爸 蒙翼安慰 半个小时后 张阳和蒙翼 就站在擂台上 这是他们各自的 第八场比武 前面七场 他们两个 都是全胜 上次我就说过 千万别在 无考场上遇到我 蒙翼看死人 一样地看着张阳 但你命不好 终于还是遇上我了 等下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凄惨 你的废话太多了 有什么手段 就用出来吧 我全接着 张阳冷笑着 去献出堡垒 加强了防御 他清楚知道 蒙翼领悟了黑暗 死亡 杀戮 虚无 病之道 枯萎之道 诅咒之道 毒之道 虚无之道 是最顶级的大道 非常厉害 甚至可以对抗 时间之道 先前他甚至都没用过 虚无之道 显然那是 他最厉害的底牌 估计是用来 对付王天一的 你以为你的乌龟 可能抵挡我的攻击 蒙翼轻蔑一笑 手中忧的 出现了一把大锤 高高地举起空中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和气势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卧槽 立之道 有人惊呼 蒙翼竟然还隐藏着底牌 立之道 怪不得如此自信 嗖嗖嗖 三只剑 从堡垒中射出 眨眼就射在蒙翼的身上 但却是没起到任何效果 连声音都没有 反正 三只剑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卧槽 虚无之道 很多人都发出了惊呼 连孙校长都吓猛了 这一下完蛋了 张扬必输无疑 虚无之道 可以让一切都化成虚无 包括敌人的弓箭 包括各种道具 和兵器 连时间之道 都很难压制虚无之道 猛一这么强 还隐藏着虚无合理之道 凤翩翩 龙空空 王天一也都满脸震惊 旋即 王天一就开始琢磨对策 要如何打败蒙翼 夺取五状元 在这一刻 他有点感激张扬 就是张扬 让蒙翼暴露了 最大的两张底牌 让他有时间应对 哈哈 现在知道五状元 不是你的学生 可以觊觎的了吧 雷九天来到了孙校长身边 大笑着说 赌注可准备好了 还没分出胜负呢 孙校长底气不足道 嘎嘎嘎 张扬 那天你竟然敢羞辱我 今天我要虐死你 蒙翼嚣张的怪笑 狠狠一重锤 就轰在堡垒上 咔嚓一声 堡垒硬身而破 哈哈 遇到大圆满的立之道 我还以为是容到尽呢 那你可赢不了我 张扬不但不惊慌 反而欢喜地大笑 收起堡垒 直面蒙翼 立之道攻破堡垒就行了 我用虚无之道防御 用毒之道 病之道 枯萎之道 诅咒之道 对付你 你就是神仙 也必输无疑 蒙翼傲然道 第五十一章 五考 九 吊打蒙翼 复印道果 别人奈何不了你 但我可以 张扬怪笑一声 突然就出现在蒙翼的身后 一把抓住了蒙翼的胳膊 钉 监测到黑暗 死亡 杀戮 虚无 病 枯萎 诅咒 毒 立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道果 或者悟到经验 复印机发出了提醒的意念 复印虚无之道道果 张扬下令道 复印开始 哈哈 你的虚无之道如此粗浅 也想赢我 张扬怪笑连连 既然能复印 显然蒙翼的虚无道果 没进及荣道 他马上就可以掌握 这一门恐怖的大道了 遇到大圆满 也足够对付你了 蒙翼反手抓住张扬的手不放 明笑道 从来都没人敢 和我近身搏杀 你既然自动送上门来 简直鱼不可及 他的虚无之道 可以把任何攻击都化成虚无 而他的毒 枯萎 病 诅咒之道 却是可以让敌人迅速虚弱 失去战力 他在用力之道反杀 所以 他就是近战之王 张扬太蠢了 既然送上门 被蒙翼抓住了 这和自己找死 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悬念了 张扬必败 台下的人都连连摇头 都不看好张扬 蒙翼加油 打死张扬那个混蛋 张扬 有本事你再卑鄙无耻一次 凤翩翩和龙空空在台下大喊 由于这一场比武非常关键 所以 别的擂台都停止了 所有人都在观战 给我躺下 蒙翼没有任何耽搁 马上就发起了无比恐怖的攻击 病之道 枯萎之道 毒之道 诅咒之道 全部启动 疯狂帝攻击张扬 伤害转移 张扬没敢大意 把伤害全部转移给了蒙翼 咦 蒙翼马上就感觉到了不是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攻击敌人后 才会造成的伤害吗 怎么到了我的身上 难道 张扬还掌握了一种 转移伤害的道 心道吗 虚无之道 防御 蒙翼不得不启动了虚无之道 瞬间 一切转移过来的伤害 都化成了虚无 再不能伤害到他死后 但 如此一来 两人就僵住了 你伤不了我 我也伤不了你 互相大眼瞪小眼 怎么回事 台下众人都满脸疑惑 有点看不懂了 怎么两人一副握手言和的样子 哈哈 张扬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 你还有底牌 不过 没用 你必输无疑 蒙翼死死地 盯看张扬一会 就疯狂地大笑起来 因为他发现 张扬转移伤害转移得非常勉强 快坚持不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诅咒 枯萎 病 毒之道 都是荣道中期 张扬的转移之道 仅仅遇到大圆满 何况 他是四种道攻击 伤害增加四倍 呵呵 张扬冷笑一声 身上突然就发出了 恐怖至极的火焰 疯狂地烧灼着 诅咒 枯萎 病 毒 这些道的攻击都很怕火 至少会降低威力 轰隆 张扬还不罢休 又是放出了雷霆 同样可以降低 黑暗系道的攻击威力 那他可以支持久一些 呵呵 有屁用啊 最多让你 多坚持一会而已 萌义满脸 激笑 他有领域 和虚无之道护身 丝毫不怕火焰 和雷霆 遇到大圆满而已 怎么可能对抗得了 容道中期的 几种道的攻击 迟早转移不了 全部伤害 落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错不错呀 你这学生很厉害 竟然领悟了一种心道 可以转移伤害 是不是叫转移之道 雷九天拍了一下 孙校长的肩膀 三千大道不全 没想到 又出现了一种心道 似乎很不凡啊 是的 可惜他没进击容道 孙校长满脸沮丧 把伤害转移给敌人 的确牛逼啊 可惜 被虚无之道克制了 他必输无疑 不过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雷九天赞叹道 丁 复印完毕 你获得虚无道果一枚 复印机提醒道 几乎同时 一枚虚无道果 出现在张通的道数之鸭上 看上去非常虚幻 不仔细看 甚至很难发现 而张扬也马上就领悟了虚无法 则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大圆满 晋级遇到大圆满 一切攻击都给我化成虚无 张扬马上启动了虚无神通 瞬间 他轻松了很多 虽然还有伤害 却是被他的转移神通 转移给了蒙逸 哈哈 挺不住了吧 蒙逸当然就感觉到了 他并没发现张扬施展了虚无之道 虚无之道本身就很虚幻 是很难感觉到的 复印黑暗之道误到惊艳 张扬没回答 而是继续复印 这么大的韭菜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可能放过 黑暗之道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大道 在黑夜之中 威力更是无穷 至少逃命能力可以暴涨 他的复印之道也就练到大圆满 复印能力还是有限的 复印两种这么高级的道果和惊艳 估计会有点失利 很难复印第三种 当然要选择最好的复印 时间很快就又过去了五分钟 丁 复印完毕 你领悟了黑暗之道 地前三层法则 百分之一百圆满 复印机再次提醒 而张通的道数早就开花 后面就变成了道果 也是遇到大圆满 好了 不和你玩了 张扬发现自己的复印道 果果然变得唯靡了 暂时失去了复印能力 也就不再耽搁了 左手继续抓住蒙艺的手臂 右拳抡起 疯狂地轰在蒙艺的身上 砰砰砰砰 虚无之道虽然牛逼 但也仅仅合力之道平级而已 虚无了张通转移过去的伤害 就很难全部虚无力量之道的伤害了 你找死啊 蒙艺怒了 也扬起拳头 施展力之道 疯狂地抵挡外加攻击 这一攻击就坏了 转移过去的伤害 当然就增加了很多 转移不完 也有虚无之道消除 张扬自己是一点也不承受的 所以蒙艺很快就鼻青脸肿 骨头都被打断多根 蹊跷流泻 狼狈如狗 怎么回事啊 所有人都满脸猛逼 虚无之道 也克制不了转移之道 真是奇灾怪也 妖念 真是妖念啊 竟然还领悟了虚无之道 雷会长满脸愕然 哈哈 雷会长 堵住你可准备好了 孙校长却是扬眉吐气 意气风发 第五十二章 五口 十 复印便之道道果 你奈何不了我 蒙艺终于醒悟了过来 停止了对张扬的任何攻击 如此一来 张扬就没办法转移伤害给他 而他就可以用虚无之道 化解张扬的攻击了 没用的 你就没必要挣扎了 张扬意气风发的大笑 加大了攻击力度 火焰疯狂地烧 雷霆疯狂地轰 拳头也是雨点 一般轰在蒙艺身上 甚至他放开了蒙艺 双手连续不断攻击 蒙艺没领悟空间和速度之道 根本就躲避不开 简直就变成了一个沙包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也不敢还手 还手伤害转移 他更惨 蒙艺太惨了 真是太惨了 快认输啊 张扬太强了 打得蒙艺凄惨无比 狼狈如狗啊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这结果简直让人大跌眼镜啊 还说要打得张扬跪地求饶呢 自己成了沙包 龙空空半上无语 有点不忍目睹了 原来张扬如此强大 先前用毒引我 却是因为最省力 我却是有点胡搅蛮缠了 张扬那卑鄙无耻的混蛋 一定用了什么诡计 太坏了 凤翩翩 却还是一如既往地认定 张扬是坏人 看到蒙艺如此凄惨 她感同心兽 被张扬一拳轰飞 三剑破体的痛苦 也重现脑海 她越发地咬牙切齿 对张扬痛恨至极 我 我认输 蒙艺终于抵挡不住了 憋屈地认输了 无脸逃下了擂台 不好意思见人啊 被打得太惨了 偏偏以前牛皮 又吹得太大 现在是牛逼吹破了啊 哇塞 张扬赢了 做二望一 即将创造历史 孙校长 林清武 穆清清 向美云 贺坤 杜豪 一个个兴奋 激动地手舞足蹈 喜笑颜开 尤其是孙校长 笑得嘴巴都歪了 她还怪笑着说 雷会长 你可能要输了 嘿嘿嘿 若她晋级了容道进 那我输定了 但她没有 所以 还不一定 输赢五五分吧 雷九天说 但 不管是输还是赢 她不是状元 就是第二名 你们学校要出名了 你的狗屎运 倒是不错 你以为培育她容易吗 我可是花了太多的心血 孙校长装出一副苦逼的样子 你培育个屁呀 也就培育了一个月 林清武和穆清清 都满脸古怪表情 但当然不会拆穿 张扬同学 对不起 先前是我在胡绝蛮缠 让你受委屈了 张扬一下擂台 龙空空就诚恳地道歉 那握个手 解除误会 张扬的眼睛亮起 握住了龙空空 那随时可以变成龙爪的御手 开始飞快地复印她的变质道经验 握手有什么含义吗 龙空空有点猛逼 在我们家乡 有一句话 就叫握手言和 张扬忽悠道 如果握手超过五分钟 就叫化敌为友 那我们就握五分钟 龙空空被忽悠瘸了 点头说 她出身龙人族 龙人族的悲催经历 告诉她 不能随便得罪人 尤其是不能得罪超级天才 偏偏张扬 就是超级天才 领悟了多种大道 空间 力量 雷霆 剑 转移 虚无 火 若成长起来 会非常强大和可怕 还是化敌为友的好 哈哈 那今后 我们就是朋友了 五分钟时间 很快过去 张扬的道数上 多出了一颗 变数性道果 而且是遇到大圆满境界 她主动松开了 龙空空的手 欢喜地大笑 这妞可比凤 偏偏偏通情达理太多了 看来 可以做一颗大韭菜 很高兴能和你做朋友 龙空空也很高兴 和这种恐怖天才 化敌为友 是一件开心的事 或许 今后还能得到她的帮助呢 龙空空也太不自爱了 还去道歉 化敌为友 凤偏偏气的鼻子 都歪了 王天一也很不舒服 先前龙空空 还在痛恨张扬呢 现在见张扬 打败了蒙义 就去握手言和 化敌为友 太去援覆式了吧 太容易改变 立场了吧 我一定要打败张扬 让你知道 我才是最顶级的天才 怎么又去招惹 龙空空了 张扬一走过来 林青武和穆青青 就同时追问 是他来道歉 握手言和 化敌为友 我都有点猛逼 怀疑他脑壞掉了 张扬解释道 看来 龙人族的苦难遭遇 让很多龙人 都有了改变 孙校长在一边叹息道 什么苦难遭遇 张扬 林青武 穆青青都很好奇 那是三十万年前的事情了 孙校长 把龙人族得罪 不死道地尸横的事情 说了一遍 张扬目瞪口呆 脱口出道 你的意思是 不死道地尸横 还活着 那是当然啊 不死之道 是可以长生的 而且他还一直就是少年模样 或许就在附近风流潇洒 游戏人间呢 孙校长说 他不传道吗 林青武好奇地问 别的道都可以传 从而让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 但不死之道 却不行 因为一旦传了 就多了一个不死之人 将来定然会强大到可怕的地步 谁又希望世界上多一个和自己一样不死 甚至更强的存在呢 孙校长说 所以 那些不死老怪 都很少传道 喜欢改头换面 换一个身份生活 你根本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但我可以摸出来 张扬在心中反驳 但愿自己运气好一些 能在有生之年 接触到有不死道果的存在 幸好自己有生命道果 比别的修士的寿命长很多 张扬同学 你很不错呀 竟然还领悟了虚无之道 雷九天淡淡地问 没有啊 张扬否认 你就别骗我了 刚才你就施展了虚无神通 否则怎么能赢得了蒙意 雷九天说 噓 这是我最厉害的底牌 可别泄露出去 张扬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你这小子 鬼精鬼精的 雷九天笑了笑 有把握 打败王天一吗 等一下你就知道结果了 张扬怀疑雷九天 想打探他还有没有底牌 但我怎么可能告诉你 万一你泄密给王天一呢 那要努力哦 今年给武状元准备的奖品 非常珍贵 雷九天笑道 武状元还有奖品 是什么宝物 张扬的眼睛亮起 第53章 大战王天一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雷九天细血地 看了张扬一眼 转身走到一个中年人面前 摇头道 王兄 那小子很鬼精鬼精的 连虚无之道他都不想承认 我一点也打探不到 那小子定然还有底牌 真是个妖孽啊 中年人满脸正重 这一次我儿子 可能有点麻烦了 遇到对手了 力量 雷霆 空间 虚无 生命 转移 木 火 毒 剑 防御 弓剑 他展露出来的 已经有十二种道 直追天一啊 若还有底牌 胜负很难说 雷九天笑道 天一运气不好 遇到了同级的妖孽 只能手底下 见真张了 王坑摇摇头 五考继续 嗖嗖 破空声响起 王天一和蒙逸 同时飞上了擂台 是的 这一场是王天一对战 蒙逸 蒙逸在医生的治疗下 已经恢复了过来 张阳 看仔细了 或许能找到 王天一的破绽 孙校长很兴奋 刚才张阳对战 蒙逸 泄露了不少底牌 比如虚无和转移之斗 让孙校长 林青五目 青青三人五语的事 张阳竟然还领悟了虚无之斗 连他们三个都瞒着 城府太深了吧 蒙逸 现在你已经无缘夺取五状元了 所以 还是认输吧 那我就没必要泄露更多底牌 便宜张阳了 王天一真诚地说 但若我打败你 我就是第二名 可比第三名要好多了 蒙逸迟一道 你打败不了我的 我领悟的道比你多 攻击力比你强 我只要复制张阳打败你的办法 就可以取得胜利 王天一自信满满 蒙逸沉默了很久 最后还是认输了 对战张阳 他施展了全部底牌 竟然还没打赢 对上境界比张阳高 领悟了十五种大刀的王天一 还真就没任何胜算 不是怕再被打败 而是如同王天一所说 不想便宜张阳 他对了张阳没任何好感 靠 竟然认输 张阳气坏了 孙校长也气得不好作声 但这是规则允许的 就如同林清武对上张阳 主动认输一样 别人也没话说 张阳 你上来 我们分一胜负 决定武状元花落谁家 王天一冲张阳勾手 蹭 张阳也没任何二话 直接就飞了上去 两人相隔十几米 虎视眈眈的对峙 张阳 你很天才 领悟了十几种道 其中一些还是顶级大道 若是再往年 你就是武状元 可惜 今年有我 你就只能想想而已 王天一傲然道 吹牛皮的人很多 但都已经被我打败 包括蒙义和凤翩翩 张阳眈眈的说 你也不会例外 你以为你的虚无 和转移之道我不能破解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汪洋大海 王天一探出右手 一张阵图瞬间巨线出来 急速扩大 光芒暴射 笼罩了整个擂台 把张阳和他自己都笼罩其中 张阳只觉天地一变 时空变幻 王天一不见了 擂台也不见了 他处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能听到波涛轰击 海风呼啸的声音 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海兽 在附近游动 若不是他擅长水之道 可能直接就淹死了 朕知道 戎道中期 这底牌够大啊 张阳有麻烦了 想要取胜 几乎不可能了 我最讨厌朕之道修士了 和他们对上 永远都要吃亏 众人意润纷纷 孙校长 林青武 沐青青等人 也都变得紧张起来 朕知道 是顶级大道 非常的厉害 施展阵图 可以越级困住敌人 也就是说 王天一施展的阵图 甚至可以困住 龙道后期的修士 而张阳才遇到大圆满 想要破这儿出 那根本不可能 张阳 你可以施展 虚无之道试试看 让幻觉消失 王天一大笑 我试过了 没用 张阳说 虚无之道 的确可以让幻觉消失 但只能消失一点点 归根结底 是因为 王天一的境界 比他高 你可以用转移之道 转移试试看 王天一怪笑的 幻觉不是伤害 转移不了 张阳老老实实说 王天一布置的阵法 是迷阵 针对的是精神 不是对肉体的伤害 至少目前的转移之道 转移不了 对精神的攻击 或许 等他的境界高了 可以 那你就认输吧 王天一快意地说 再知道 张阳领悟了 虚无和转移之道 他就想好了对策 那就是用阵之道 不攻击张阳 虚无之道和转移之道 就没用武之地 只围困张阳 张阳破不了阵 当然 就算张阳输了 我要尝试着破阵 张阳说 也对 不尝试一番 终究是不心肝的 王天一说 你尽管尝试 我给你一个小时 不用 五分钟就可以了 张阳淡淡地说 可不是吹牛 一陷入阵法之中 其实就等于 陷入了阵途之中了 等于发生了接触 所以 复印机早就 发出了提醒 监测到高级的阵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经验 复印也早就开始了 那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在五分钟之内 破阵而出 王天一冷冷地说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复印也结束了 张阳的倒数 快速地开花 结果 道果变大 直接达到了 遇到大圆满 他瞬间就成了一个阵之道高手 虽然不如王天一 但破阵还是可以做到的 他呵呵一笑 区区一个水阵 也想困住我 你也太天真了 施展土之道 具现了一座岛屿 从汪洋大海之中 破水而出 直冲云霄 然后阵法就破了 土壳水 就这么简单 你竟然还懂土壳水的倒脸 王天一的脸变得漆黑 算你走了狗屎运 不过 我还有更厉害的大阵 你绝对破解不了 阵之道你就不必再用了 我也会 虽然没你高深 但自保没什么问题 张阳随手据献出 一张汪洋大海阵图 我天哪 张阳竟然还掌握了阵之道 隐藏得太深了吧 底牌无数啊 我看张阳 就是超级老六 王天一遇到对手了 台下众人目瞪口呆 第五十四章 大战王天一 二 张阳到底隐藏了多少底牌 到底领悟了多少种道 怎么似乎无穷无尽一样 孙校长 林清武 穆清清 也都惊呆了 先前张阳展露虚无之道 现在又展露正之道 都是顶级大道啊 用妖孽 也不足以形容吧 王天一无语凝掖 半天也不知说什么好 张阳会正知道没什么 但他还掌握虚无和转移之道 那就麻烦大了 攻击大阵不敢施展 那等于就是攻击自己 困阵也没用 张阳能破开 怎么办 怎么 束手无策了 那你认输好了 张阳快意地笑了 自己还有好多底牌没用出来 认输 你想得美呢 王天一冷笑 既然正知道对付不了你 那我就用真正的实力打败你好了 免得别人说我投机取巧 名不负实 话音刚落 他就开始快速地长高变大 很快就变成了十几米高的巨人 气势非常惊人 他施展的就是大只道 可以放大自己的力量和速度 也能放大自己的身躯和重量 能让战力暴涨多倍 是最顶级的搏杀之道 没有之一 张阳复印道的便知道和大只道不同 便知道更多的侧重于变化 千变万化 逃命暗算都妙用无穷 但只能算是一种辅助的道 卧槽 竟然还隐藏着大只道 牛逼啊 不过 我很怀疑 大只道能克制转移之道 和虚无之道吗 众人都议论纷纷 无比的好奇 你这不是个靶子吗 张阳的手中出现了一把斧子 挥斧就斩 打 王天一把刀斩在张阳的斧子上 火花飞剑 张阳稳不住身躯 连续后退了十几步 但王天一却是傲然处理 不动如山 他的境界高出张阳不少 刀之道外 加大只道 放大了他的力量和战力 轻松地压制了张阳的力之道 大只道很厉害啊 张阳感觉到了威胁 暗暗地赞叹 若能复印过来就好了 对于自己而言 就是如虎天翼啊 杀 王天一气势暴涨 开始疯狂攻击张阳 火力全开 刀之道 杀之道 空间之道 速度之道 打之道 无比的凶残 杀得张阳抵挡不住 不到不施展虚无和转移之道应对 前者消除灵身的伤害 后者把消除不掉的伤害 转移给王天一 王天一的身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伤口 但相对于他那庞大的身躯而言 可以忽略不计 就如同被蚂蚁咬了一口 或者被茅草划破皮肤一样 生命之道 王天一傲然大喊 他身上的伤口就开始快速地愈合 连个伤疤都不留 王天一真是个人才 他竟然用大只道和生命之道 破解了转移和虚无只道 虽然张阳暂时无碍 但他境界太低 承受太久攻击 法力消耗殆尽 也就必败无疑了 厉害 太厉害了 王天一的脑子很好使啊 看来 武状运终究还是属于王天一 台下众人议润纷纷 赞叹连连 张阳 你最好还是认输 否则 一个不好 就会被我打死 王天一一边攻击 一边傲然大喊 杀到癫狂处 他甚至抬起大脚 疯狂地踩向张阳 就如同一座座大山砸下来一样 砰砰砰 声音震天 擂台都在崩溃 烟雾腾空 乱石尘土飞扬 原来王天一最大的底牌 能放大战力的确恐怖 张阳一边抵挡 一边躲避 若被踩中 伤害一定超出虚无 和转移之道的能力范围 几乎同时 张阳的身上 暴射出了恐怖的火焰和雷霆 疯狂地烧灼和轰击对方 可惜 没什么用处 王天一早就释放出了领域 防御能力很强 轻松地抵挡 没遭受什么伤害 所以 还是稳稳占据了上风 王天一展露出的六种刀 阵 刀 杀 空间 速度 大之道 都修炼到了容道中期 释放出的领域 就具备超强的防御 可怕的是 他还有九种道 没有展露 其实 张阳也很天才 不亚于王天一 若他也是容道境 那胜负 就很难说了 众人一边观战 一边点评 众之道 张阳再不保留 施展出了众之道神通 瞬间 王天一感觉身上 压着一座大山 让他举步困难 速度和灵活度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根本就攻击不到张通了 而张通 却是舞动着斧子 疯狂地攻击 轰到王天一的领域 出现了一条 又一条裂缝 然后 又在王天一的身上 展出了一个个伤口 天哪 张阳竟然还隐藏住众之道 众之道 那可是大之道的克星 王天一有麻烦了 台下有人在惊呼 大之道 让躯体变大了多倍 重量 当然也提升了多倍 而众之道 能让重力暴涨 你越重 受到的影响 也就越大 我即使不动 也能打败你 王天一并不慌张 冷笑着喝道 下一秒 他开始远程攻击 同样也是火焰和雷霆 但比张阳的要高级 因为这两种 道他也掌握 而且都修炼到了 戎道中期 可怕的是 他还用大之道 加持了攻击威力 确保张阳的虚无 和转移之道消除 和转移不了 全部伤害 那他等于 就是和张阳互相伤害 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轰轰轰 呼呼呼 王天一和张阳 都在发出痛苦的呻吟 他们的身躯都在变黑 似乎要变成焦坦 但 看上去 王天一要轻松一些 因为他变大了身躯 等于承受能力 提升了十几倍 唉 最厉害的底牌 还是保不住啊 张阳暗暗地感叹 心念一动 时间神通发出 时间流速 瞬间变得无比缓慢 他承受到的攻击 也就减低了十几倍 他把伤害全部转移给了王天一 同时 他还举起斧子 继续疯狂地攻击 哈哈 王天一就凄惨了 他在时间法则 和重力法则的禁锢下 一动无比艰难 想要用兵器 攻击张通 就是痴心妄想 只能用火焰和雷霆 但伤害 却是被转移给他 等于就是自己攻击自己 再自杀 显然 很快就要分出胜负 第五十五章 我是五状元 天哪 张阳竟然还掌握了时间大到 所有人都惊呆了 时间 空间 雷霆 力量 虚无 转移 重 这就是七种最顶级的大道了 就没见过哪个天才 如此厉害 可以领悟如此多顶级大道的 你赢不了我 王天一脸色铁青 但还是很自信 他停止了对张阳的攻击 火焰 雷霆都停歇下来 那张阳转移过来的伤害 就没有了 至于张阳 对他的攻击 在他的大知道生命之道 和领域的防御下 可以忽略不计 那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或许就能想到 打败张阳的办法 你以为不攻击我 我就奈何不了你 张阳冷笑 疯狂一幅 斩入了大地 伤害 却是转移给了王天一 咔嚓 王天一的脖子处 突然就爆开了一道口子 血爆事而出 虽然 马上被生命之道修复 但张阳对大地的攻击 却是没有停止 闪电般 斩出几十幅 咔嚓咔嚓 王天一的脖子上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虽然脖子很大 但现在生命之道 修复不过来 血流失很快 脖子也有被斩断的危险 精之道 防御之道 兵之道 王天一慌了手脚 赶紧又拿出三张底牌 他的皮肤变成了钢铁 又覆盖了防御之道法 则构成了盔甲 再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兵 可惜 没有任何用处 伤口还是不停地 出现在他的脖子上 伤害转移 无视这些道的防御 唯有领域 有一点点作用 我天啊 转移之道太邪门了 简直就是无敌啊 是很邪门 但定然有破绽 一定有办法破解 台下有人在大喊 空间进发 王天一似乎得到了提醒 脑海中也是闪过了灵感 转移之道 一定和空间有关 他马上就施展空间神通 禁锢空间 果然有用 再没伤害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哈哈 我终于找到了 转移之道的破绽 张扬 现在你休想引我 王天一 兴奋地大笑起来 空间神通 可以破解伤害转移 张扬有点猛逼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不过 若把转移之道 修炼到戎道中期 未必就会被破解 还有 若距离近一些 是不是就又行了呢 张扬没有任何耽搁 用最快的速度 靠近了王天一 甚至 进入了他的领域之中 领域具备防御 和报警功能 但现在 却是成了摆设 在时间神通的影响下 时间流速变慢 在虚无神通的影响下 和张扬接触的领域 部分化成了虚无 你找死 王天一当然知道 张扬的目的 应该就是想要 就近攻击他 但他怎么可能 让张扬如愿 再一次施展了雷霆 火焰 攻击张扬 没用的 你拜定了 张扬怪笑 虚无神通防御 转移神通 再次起了效果 把伤害转移到了 王天一身上 验证了张扬的猜测 杀杀杀 同时 张扬举起斧子疯狂地 斩杀王天一的双腿 就如同砍两棵巨树一样 尽管巨树的 恢复能力很强 但还是快不过 张扬造成的伤害 王天一想要施展空间 神通逃开 但受到时间神通的影响 却是做不到 现在 他只能挨打 不能攻击 哈哈 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不过 他也是真顽强 很快就施展了金之道 防御之道 兵之道 土之道防御 你以为你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张扬冷笑一声 收起斧子 左手抓住王天一的足踝 右拳疯狂地轰击 同时复印王天一的大之道 悟到经验 复印经验比复印道果更好 即使时间不够 也会有收获 王天一竟然有十六种道果 阵 刀 杀 空间 生命 速度 大 金 木 水 火 土 雷霆 防御 兵 齐之道 其中竟然还有齐之道 难道真是地球的 王天一穿越过来了 得到复印机的反馈 还在全力攻击的张扬很惊讶 这十六种道 小部分是张通没掌握的 阵之道已经复印到了 现在还在复印大之道经验 另外就是速度 杀 刀 兵 为什么不用斧子 为什么还要抓住他的足踝 怕他逃吗 但被时间神通和重力神通影响 他逃不掉 台下众人都满脸猛逼 怎么也想不明白 只能归之于张扬具备怪癖 喜欢拳拳到肉的感觉 砰砰砰 兔甲 金甲 防御甲 都崩溃了 然后就是拳拳到肉 王天一全部底牌都用出来了 可惜都没用 现在成了靶子 不认输都不行了 胜负一分 王天一输了 台下众人都连连摇头 我 认输 王天一 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 可惜脑子一团江湖 空间之道 虽然能破解转移之道 但距离近了 又失去效果 加上张通的时间之道 克制空间之道 众之道克制大之道 虚无之道 又无视一切攻击 真没办法打了 其实你还可以坚持一下的 张扬不得不松开了王天一 才复印了大之道 悟道经验 多出了一个遇到 大圆满的大之道道国 你竟然就认输了 但心中早就涌起了 浓浓的喜悦 我终于打败了王天一 夺取了五状元 真就达成了 林青五和沐青青的条件 从此 他们就是我的女朋友了 而且还复印到了 两种超级厉害的道国 镇之道和大之道 爽啊 王天一收起了大之道神通 满脸的郁闷和憋屈 曾经多次说要狠狠教训张扬 但结果却是相反 他被张扬狠狠教训 狼狈得很 武状元也被张扬夺走了 张扬 你太强了 张扬 武状元 你就是最天才的武状元 杜豪 孙校长 贺坤 林青五 沐青青 向美云等人发出了今天的欢呼 武刚考生也同样欢呼起来 百年来 武状元还是第一次被遇到修饰夺取 这只能说明张扬的天赋出类拔萃 领悟的大道多 而且都是善于搏杀的道 将来 他定然会成为一方大佬 甚至可能成为一代传奇 他领悟了生命之道 寿命至少也有十万年 成为巨博 几乎没什么疑问了 台下众人满脸的钦佩 对张扬各种评价 第五十六章 神奇奖品 名校争抢 So 会长雷九天飞上了擂台 欣慰地表扬了一番张扬 大意就是 张扬天赋超卓 领悟的大到众多 不仅是南湖省超级天才 在全国而言都难得一见 鼓励张扬 今后努力修炼 尽快地成长 为国出力 为国争光 然后就取出一个玉瓶 里面只有一粒粉红色的丹药 传音说 这是我从一个远古洞府之中 得到的神奇丹药 智慧丹 能让人短时间内智慧大增 悟性暴涨 轻松地突破瓶颈 智慧丹的丹方已经失传 现在没修饰能炼制出来 所以 价值连成 就作为奖品奖励给你 谢谢会长 张扬的眼睛亮起了璀璨光芒 心中也是大喜 他的复印之道虽然神奇 但现在一直卡在了炼到镜 怎么也突破不了 大大的限制了他强大的速度 否则 他大部分道都可以晋级融道进 对付汪天一 就没必要如此辛苦了 估计几巴掌就可以搞定 这奖品 就是他目前最需要的 张扬同学 请问你准备去哪里深造 雷九天问 道院还是门派 门派的修饰多 还是道院的修饰多 张扬问 你是不是问错了 应该问 哪里的美女多吧 雷九天打趣道 我个人喜欢热闹而已 张通有点无语 我就是想多复印一些道骨 或者经验罢了 这和美女多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我有两个女朋友 就怀疑我是好色之徒 我只能告诉你 你错了 我就是 不不不 我不是 当然是道院的修饰多 不过 门派的修饰平均实力 要强大一些 顶级美女也很多哦 所以 你得好好地选择一下 雷九天 哈哈大笑着回答 张扬同学 请选择我们圣经道院 我们道院那可是 全国最顶级的道院 我们道院最擅长的时间之道 非常适合你 张扬同学 请选择我们华清道院 一点也不亚于圣经道院 我们道院最擅长空间大道 张扬同学 请选择我们天山道门 张扬同学 请选择我们问道道院 十几名强大的修士 飞上了擂台 围着张扬 纷纷邀请 其中竟然还有好几所外国道院 都是世界排名前几的道院 每一次唐国五考 都会有外国道门 或者道院前来招生 盯上的就是前三名 张扬是五状元 当然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卧槽 我也有今日 张扬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 前世羡慕过那些状元 被众多名校争抢 没想到 这一世 自己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真是扬眉吐气 爽得很啊 有什么待遇和福利 张扬定定神 问道 学杂费全免 有高额奖学金 配置最顶级洞府 还送圣经房产一套 误道店半价进出 有餐物传承道徒资格 华清道院的招生老师 是正当妙龄的女修 高挑其长 容貌绝美 气质极佳 这一身绿衣 乌发如云 气质也飘逸出尘 我们米莎道院 还送顶级美女陪读 十几个来招生的修士 纷纷出招 我选择华清道院 张扬第一时间就定了下来 理由绝不是因为 华清道院的招生老师的颜值最高 而是华清道院也在圣经 擅长空间之道 有空间之道传承道徒 他的根本是复印之道 可惜的是 复印之道是心道 没发现有关联的道 所以去哪里修行都一样 而他的转移之道 也是心道 却关联空间大道 所以擅长空间大道的华清道院 就是最好选择 张扬同学 你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华清道院的招生老师 笑也如花 马上给了张扬录取通知书 外加他的名片 而张扬也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 叶绿一 其余的招生老师 见识不可为 马上就去游说王天一 蒙逸 凤翩翩 龙空空等前世的天才 甚至领悟了力量之道 潜力巨大的向美云 也成了香波波 而更多的道院 门派也进场了 在广场搭起了展台 开始现场招生 张扬同学 等一下有时间再聊 我先工作 叶绿一说完 又去游说另外的考生 他看中的天才考生 有好几个 可不仅仅只有张扬一个 一时之间 热闹非凡 林青武和沐青青 早就被特招了 所以很清闲 但却是故意躲着张扬 热情地 给向美云选择道院 或者门派出谋划策 显然 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从此 他们两个真就是张扬的女朋友了 虽然唐国一夫多妻的事常见 但他们还是怕人取笑 至于孙校长 先是找雷九天要堵住 然后就到处吹牛 红光满面 吐沫横飞 简直风光无限 躲着我 但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张扬坏笑连连 并没忙着 去找林青武和沐青青对线 因为现在不太方便 他找了个隐蔽之处 施展便知道 变成了那天在河上 袭击他的面具人 连衣服 面具都一模一样 至于身高 发型 皮肤颜色 就更没区别了 他故意笔直地向蒙逸走去 关注蒙逸的反应 他现在就是要验证一下 那次袭击到底是不是蒙逸的手笔 安全无小事 必须小心谨慎 你是谁 想干什么 蒙逸非常警惕 戒备地问道 竟然不认识 看来和蒙逸无关了 张扬暗暗长出一口气 若是蒙逸做的 他迟早要报复回去 而蒙逸也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这一点 绝对不会让他顺利成长起来 定然会找更厉害的高手 对付张扬 所以 现在等于排除了一个隐患 张扬变成了面具人 停下了脚步 转身走了 站住 你到底是谁 蒙逸却不善罢甘休 他总感觉面具人 对他不怀好意 当然要问个清楚明白 我是谁关你什么事 小屁孩 当心爷爷揍你 张扬回头瞪了蒙逸一眼 混账 蒙逸快步追了上去 但当然没能追到 张扬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就不见了隐踪 第57章 到底是谁来送人头 那天那个面具人 就是临时见色起 张扬心中大安 悄无声息地出城了 他想要试试 自己复印道的变之道 和黑暗之道 外加大之道 都是顶级大道啊 还没施展过 让他心中痒痒 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否则 担心别人会联想到什么 此时此刻 天早就黑了 天空看不到什么星星 所以光线非常暗 张扬还小心地 选择了一处小树林 施展黑暗法则 他的身躯快速地 变成了黑暗 和周围的黑暗 彻底地融合在一起 即使是张扬自己 也难以发现自己的存在 那别人想要发现 就更加艰难了 不错不错 今后我又多出了一张 非常厉害的底牌 张扬满脸欢喜 身躯一摇就变成了一棵树 和周围的树没什么两样 之后他又变成了一块石头 没有任何生命特征 不过 张扬也发现 变质到有局限 目前而言 他只能变成 体积比自己小的物体 包括动植物 体积比自己大的 变不了 但 张扬也无比满意了 这完全就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那可是有无穷妙用的 爽爆了 大 张扬又把身躯一摇 变成了一个巨人 高了大约五倍 没王天一厉害 毕竟王天一是荣道中期 碰 张扬随手一掌 就拍碎了一块巨石 卧槽 连战力都大了五倍 这也太恐怖了 张扬无比的震撼 大知道 太逆天了 怪不得王天一 那么狂妄和嚣张 今后 要继续割王天一的韭菜 武状元张扬 一名看上去很猥琐的汉子 因为听到动静 摸进了树林 狂喜地喊道 你认识我 张扬微微醋眉 他测试便知道和大知道后 习惯成自然地 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否则 也不会被人认出来 哈哈 我当然认识你啊 我可是混进白沙城中 看了武考 汉子怪笑道 混进城中 你是罪犯 张扬恶然道 罪犯有点过了 我仅仅是盛蒙的一员 代号暗鼠 汉子说 混进城中 就是想要暗杀几个武考天才 可惜一直没机会 没想到 我的运气这么好 武状元竟然一个人出城了 乾坤大陆除了人类 还有很多种族 后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地盘 出产无数的天才地宝 可以炼制一些神奇的丹药和宝物 能让人突破瓶颈 甚至大大的延长寿命 这样的宝物 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 就有一些败类 投靠了外族 成了人类叛徒 而盛蒙就是这么一个叛徒组织 叛徒组织盛蒙的暗鼠 张扬暗暗地惊讶 暗鼠混进城中 还能成功出来 竟然没被发现 难道领悟了 什么厉害的道 嘿嘿嘿 我想和你借个东西 就是你的人头 可以换非常珍贵的奖品 暗鼠怪笑道 我想 你不会拒绝的吧 毕竟 你就是出城送人头的嘛 你以为能吃定我 张扬冷笑 对 吃定了你 若不知道你的底细 我还未必有把握 但现在 我对你的底牌一清二楚 杀你就如同杀摇篮中的婴儿 难道你是荣道精后妻 张扬忌惮惮地问 嘎嘎嘎 你还算聪明 猜到了事实 所以 你认命吧 暗鼠凝笑着 闪电一般扑向张扬 狠狠一拳轰向张扬 张扬本能地想要转移位置 但竟然失败了 因为暗鼠施展了空间法则 破解了张扬的转移神通 但张扬没慌张 他的身上暴射出璀璨雷霆 连续不断地轰向暗鼠 但竟然没用 暗鼠有领域防御 轻松地湮灭了雷霆 张扬不得不全力 一拳轰在暗鼠的拳头上 碰 暗鼠若无其事 张扬却是被轰飞出去十几米远 撞断了好几棵大树 虚无神通 虚无不掉全部的伤害 所以他还是遭受了重创 颧骨断裂 五脏六腑震伤 七翘流血 他想转移伤害给大帝 竟然再一次失败了 显然 暗鼠的空间法则非常高级 彻底克制了他 擅长空间 杀之道 力之道 也算是非常厉害的天才了 但竟然是叛徒 张扬又气又怒又惋惜 全力施展生命之道疗伤 哈哈 知道你的底牌 对付你就无比容易 暗鼠怪笑着 再次攻向张扬 绝不给张扬疗伤的时间 时间减速 张扬终于用出了时间大道 仅仅遇到大圆满 对付不了我 暗鼠的领域全开 对抗时间之道 果然有用 虽然速度降低了不少 但还是在快速靠近张扬 大 张扬猛然就变成了一个近十米的巨人 手中出现了一把巨斧 疯狂斩了过去 咔嚓 领域破开 斩掉了暗鼠的半边头颅 血冲天起 染红了周围的草木 你竟然还擅长大知道 不可能啊 暗鼠的生命力非常强 所以还没死透 满脸的恐惧和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啊 这是张扬啊 不是王天一 但张扬怎么就掌握了王天一的神通 死得好冤啊 现在你告诉我 谁是来送人头的 张扬一把抓住暗鼠的脖子 将它提了起来 盯 监测到空间 杀 力量 便知道道果 是否复应道果或者经验 复应杀之道经验 张扬没任何犹豫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何暗鼠能混进城中 就是因为擅长便知道 你 暗鼠感觉被狠狠打脸 也非常的羞辱 结结巴巴 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头一歪 一动不能动了 也不知是伤势太重 支持不住 还是被气死了 不过 张扬已经复应道足够的经验 他的道数上 多出了一枚杀之道道果 遇到大圆满 杀杀杀 张扬试验了一番 他发现 一旦施展杀之道 速度 力量 都得到较大提升 而敌人在杀之道的压制下 心慌意乱 恐惧颤抖 影响实力发挥 此消彼长 当然就具备了 越级杀敌的能力 从此 张扬又多了一张 厉害的底牌 现在他心中血量 任何一种道 再怎么厉害 也有克制的办法 唯有多掌握一些道 不停地增加底牌 才能活得长久 才能反杀敌人 这一次就是如此 暗鼠不知道 张扬还掌握大支道 结果就被张扬一斧劈死了 你这么强大的叛徒 随身宝物应该不少吧 张扬两眼放光 开始摩尸 动作熟练得很 第58章 服用智慧丹 晋级容道晋 张扬你去哪里了 摩尸收获很大的 张扬春风满面回到广场 就遇到了孙校长 就是去逛街了 张扬笑道 又马上画风一转道 校长 你如何看便知道 便知道啊 那可是顶级大道 非常的厉害和神奇 适合潜伏暗杀逃命 可惜的是 便知道非常难以领悟 这一次 我们南湖省百万考生 也仅仅只有龙空空一人 掌握了便知道 他也和你一样 选择了华清大学 今后你们两个就是同学了 若你能和他成为好朋友 那对你是有好处的 比如 他可以制作高级的便知道道具 送你一个 那或许可以救你一命 孙校长说 怎么歪楼了 说到龙空空身上去了 张扬哭笑不得 马上打断道 那若是叛徒组织 或者敌对国家的修士 掌握了便知道 是不是就可以混入境来 搞各种破坏了 那是当然啊 不仅仅叛徒组织和敌对国家 还有一些外族探子 凭借便知道 混入我们人类之中 搞各种破坏 每年都有一些人类天骄被暗害了 所以 你可要小心一些 不要独自一人外出 孙校长严肃地说 难道就分辨不出来吗 张扬猝眉问 真理道具可以辨别 但若是对方辨知到境界高 那还是无用 孙校长细细地解释了一番 张扬当然听明白了 若境界低的修士 制作出来的真理道具 对上境界高的辨知到高手 就会失去作用 要想办法复印到真理道果 张扬暗暗下定了决心 旋即 他才了解到 向美云选择了圣经道院 杜豪和贺坤选择了华清道院 杜豪是够资格的 贺坤就有点不够格了 但 贺坤家里有关系 竟然成功被录取了 张扬当然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继续割韭菜 张扬 龙空空也选择了华清道院 你可不许招惹他 沐青青和林青武认真的说 我对他没兴趣 真的 绝不骗你们 张扬的脸色有点古怪 这就开始吃醋了 林青武和沐青青同时羞红了脸 林青武还尴尬地解释道 我们不是吃醋 而是担心你的安危 龙族有个恐怖大敌不死道地 而龙空空天赋超好 将来成长为道地也不是不可能 很可能会被不死道地注意到 随手捏死 顺便再杀了他的好朋友张扬 也不是不可能 原来我误会了他们 张扬感动了 幸福萦绕心头 这样好的女人 在地球上绝对无比稀少 乾坤大陆 估计也不会太多 张扬 我有话和你说 沐青青还把张扬拉进了房间中 兴奋地说 我的道书又开花了 而且开了两种花 两种什么属性的花 张扬的眼睛亮起 声音 雷霆 沐青青说 好厉害 张扬震惊了 沐青青领悟了生命之道 沐之道 风之道 现在又领悟了生 雷 这五种倒除了风之道弱一些 其余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而它至少有十万年寿命 偏偏它的道数与众不同 潜力极大 将来还会领悟更多道 定然会成长为顶级强者 于是张扬认真叮嘱 说凝聚雷霆倒果的时候 动静很大 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还要有强大的长辈守护 末了还说 到时让我守护也行 倒数开花 仅仅只是开始 凝聚倒果 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沐青青笑叶如花 仿佛鲜花盛开 美艳迷人至极 青青 我好喜欢你 张扬迷失了 搂住了她的小蛮腰 这一次 沐青青没推开她了 而是娇羞地 依偎她的怀中 爽啊 张扬看着她的花容月貌 呼吸着醉人的幽香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如此绝美的女人 是她张扬的女朋友了 外面 还有一个林青舞 突然 门被推开 孙校长 林青舞 向美云 还有一名女修走了进来 赫然就是华清大学的 招生老师叶绿一 见过老师 见过绿一道军 张扬和沐青青 恭敬的行礼 张扬你是武状元 已经成了外族 和一些人类叛徒的暗杀目标 你可不要懈怠 必须快速提升实力 才能保命 叶绿一委婉的批评 取出一个时钟一样的玩意 这是高级时钟道具 可以让时间流速 加快十倍 足够你修炼一夜 还有这么神奇的时间道具 张扬暗暗地惊讶 等孙校长和叶绿一走了 他马上就开启了时间道具 林青舞和沐青青向美云 开始努力修炼 张扬却是服用了智慧丹 丹药一入腹中 一股清凉的气息 就直冲大脑 智慧蹭蹭蹭暴涨 张扬全力感悟 复印之道 仿佛醍醐灌顶 仿佛毛色顿开一样 他对复印的一些疑难 迅速地找到了答案 前世维修复印机的经验 外加对复印机的认识和了解 也是急速深入 对于复印的原理 也迅速理解和掌握 复印法则终于突破 从第二层大圆满的炼道镜 晋级到了第三层 1% 2% 再缓缓提升 一夜时间快速流逝 智慧丹的要力 也彻底地消耗殆尽 张扬领悟的复印法则 达到了第三层80% 进步不可谓不大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不愧是已经失传的古丹 就是厉害啊 而复印之道晋级 还多出了一种功能 复印血脉 一旦遇到有价值的血脉 复印机就会提醒 张扬对血脉一无所知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我的时间之道 突破戎道了 我的生命之道 也突破戎道了 林青武和穆青青 因为都有传承道徒 所以进步很大 我还是没有突破 白修炼了 向美云满脸沮丧 没事 迟早能突破的 张扬安慰了向美云 又搂住林青武和穆青青 一阵表扬 暗暗却是复印了 他们的误导经验 你呢 有突破吗 林青武和穆青青 都期待地问 我的时间之道 和生命之道 也突破了 晋级了戎道 张扬大言不惭地说 这要巧 林青武 穆青青都满脸诧异 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张扬微微一笑 然后他释放出了时间 和生命领域 细细地感受了一番 原来领域无影无形 看不见 摸不着 但一旦有威胁 进入领域 就会本能地启动防御 时间领域 就是减缓时间流速 降低敌人的速度 生命领域 却是降低敌人的生命能量 让敌人虚弱 嘿嘿 复印晋级了 可以好好地割韭菜了 张扬斜笑着走了出去 第五十九章 狂割韭菜 战力暴涨 正是清晨时分 所有考生都在广场上 互相道别 准备启程回家 张扬第一个 找到了王天一 攀着他的肩膀 笑盈盈地问 王天一 你选择了什么地方身走 我们有交情吗 王天一满脸嫌弃 他对张扬真的没有好感 因为张扬 抢走了他的武状元 不打不相识吗 其实我很佩服你 你非常天才 也非常强大 我差点就败了 张扬为了拖延时间 嘴巴抹蜜一样 我也有点佩服你 嗯 我选择了唐山道门 王天一敷衍道 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张扬 这你前程似锦 张扬祝福了一句 扭头就走 虽然没复印到别的道果 但却是复印到了大知道经验 让他领悟了大知道 第四层法则的60% 他已经很满意 张扬 下一次见面 我一定会打败你 王天一看着张扬的背影 捏紧了拳头 蒙逸 你准备去哪里修炼 张扬又攀着蒙逸的肩膀 虚无道愿 也在圣经 那太好了 今后我有韭菜隔了 张扬满脸惊喜 这一下不用担心 自己的虚无和黑暗之道 没有进展了 龙空空 你是直接去圣经 还是过段时间 张扬又找到了龙空空 和他握手 没话找话 开学还有两个月 我当然是回家啊 要不 到时我们约好 同去圣经 龙空空那绝美的脸 尚浮出了微笑 就如同鲜花盛开 美艳不可芳舞 让众多男生都目眩神迷 张扬这狗日的真不怕死啊 竟然敢招惹龙空空 当心被不死道地一巴掌拍死 不少的男生都在心中嘀咕 而王天一的眼睛之中 却是射出了极度的光芒 他素来喜欢龙空空 但因为担心惹上不死道地 所以不敢表白 也不敢招惹 现在似乎有头铁的张扬 想截足先登 特么的 你有林青武和沐青青还不够 迟早你会被不死道地打死 凤翩翩 能不能握手言和 张扬又找到凤翩翩 伸手说 绝无可能 凤翩翩满脸愤怒 丝毫也不给张扬面子 让张扬复印他火之道 惊艳的愿望落空 张扬当然没有勉强 马上就又换了目标 擅长火之道的天才 可不少 他们可不会 不给张扬这个武装员的面子 一圈下来 除了立 复印 转移 断 单 推算 其余的大道都进击到了荣道境 尤其是从孙校长那里复印到的经验 让他的土核中之道达到荣道境大圆满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而现在他才知道 孙校长不是荣道初期 而是荣道大圆满啊 嘿嘿嘿 简直就是太爽了 别人都是在给我修炼啊 张扬暗暗地感叹 这样下去 想不强大起来 都难啊 十分钟后 众多飞船腾空而起 往四面八方而去 其中一艘 当然就在这张扬等人 返回武装 比来时多了一人 那就是叶绿一 负责把他们安全送回家 说过 让你别去招惹龙空空 你就是不听 我知道龙空空很好看 也很优秀 但真的招惹不得 林清武和穆清清 和张扬站在一起 低声埋怨着 我知道了 今后一定注意 绝不招惹他 张扬一副知错模样 认真的保证 最多 也就过一年 半载割一次韭菜 其余时间保持距离 不死到底 怎么也不可能 来找他麻烦 见张扬认错态度良好 林清武和穆清清 都心中大安 笑叶如花的滴滴怯切切 和张扬有说不完的话 让众多男生 暗暗地羡慕和嫉妒 狗日的张扬艳福不浅啊 竟然泡到了两个笑话 张扬 你过来一下 叶绿一冲张扬招手 老师有什么吩咐 张扬走了过去 叶绿一继续远眺风景 淡淡地说 古往今来 曾经出过很多 你这样的天才 但能成长起来的实不及一 其余的都中途夭折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但大部分 却是因为风流享乐 从而耽误修行 战力提升太慢 保命能力太弱 遭遇强敌 从而被杀 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叶老师 难道被渣男伤害过 否则 怎么就不待见我谈恋爱呢 张扬在心中吐槽 委婉地说 老师 我认为 修行必须劳逸结合 一味苦修 效果不会太好 会玩得修饰 修行速度 也不会慢 前世打了一辈子光棍 孤独终老 那种苦涩 和悲哀的滋味 她是再也不想体验了 这一世上天补偿她 让她有了两个 如此优秀美丽的女朋友 而且性格非常好 比凤翩翩 那种骄傲的女人 耗一万倍 她当然要好好珍惜 怎么能一心修行 冷落她们呢 何况 自己是挂逼 根本不需要苦修 我信你个鬼 叶绿衣的脸色 变得有点不好了 这家伙从哪里学来的歪脸 一套一套的 若是流传出去 不知道会误导多少人 看来 这家伙已经误入歧途 怪不得一会和 灵亲五目青青青青我我 一会又去招惹 龙空空和凤翩翩 看来 要施展一些手段 把她纠正过来 否则 迟早会夭折的 服用智慧单了吧 一夜修行 收获怎么样 叶绿衣冷冷地问 收获出乎意料的好 多谢老师给的时间道具 张扬感激地说 那时间道具价值不菲 昔日 张扬都舍不得买 转移法则提升了多少 叶绿衣又问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张扬有点郁闷 支支吾吾道 我昨夜感悟的是别的道 所以 转移之道没进展 你 朽目不可刁眼 叶绿衣气地速速发抖 张扬服用了失传了的智慧单 竟然没感悟 最难以提升的转移之道 而是去感悟别的道 简直太蠢了 别的道有传承道徒 只要有修炼资源 就可以稳步提升 但转移之道是心道 只能靠他自己领悟 浪费了一颗智慧单 被我气坏了 张扬摸了摸鼻子 有点尴尬 难道 我会告诉你 转移之道不是我的根本 复印之道才是 气死就气死吧 反正不是我的女朋友 不用哄你高兴 第六十章 截杀 见张扬一副无辜的模样 叶绿衣终究还是心软了 或许他就是因为太年轻 不懂事 所以不知道智慧单的珍贵 于是他又语重心长地说 一些独一无二 珍贵无比的修炼资源 必须用在转移之道的修炼上 那是心道 你独自一人摸索前行 千难万难 突然 他的脸色大变 拔剑大喊 这空间不对 准备战斗 空间不对 张扬毛骨悚然 手中出现了巨斧 同时瞪大眼睛 警惕地打亮眼前的虚空 的确有点不对劲 虚空中没有飞鸟 没有白云 也没有任何声音 一片死寂 似乎空间被封锁了 空间大挪移 叶绿一施展神通 包裹了飞船 就要顿出这片空间 可惜没有成功 反而一道灵力的剑光 从高空斩下 太快了 咔嚓一声 飞船直接被斩成了两半 但没斩中一个学生 不是对方心慈手软 而是大家都得到提醒 无比戒备 剑光坠落 他们就躲避了开去 几乎同时 恐怖至极的重力出现 作用在变成了两半的飞船 和众人身上 他们如同流星一样 坠落到一个深谷之中 幸好叶绿一 施展了空间神通 消除了部分重力 他们才没摔死 但飞船 却是彻底破碎 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山谷 白雾笼罩 周围山上林木茂密 而山谷之中 站立了三百来个面具人 哈哈 不愧是华清大学的老师 有点本事 一个面具人 从高空降落下来 迎邪的看着叶绿一 而且如此的清冷美艳 我见尤莲啊 我都不忍心杀死你 只能让你 做我的女人了 哈哈 嘎嘎嘎 其余的面具人 也都迎笑起来 原来是长生联盟 你们就是一群渣子 一群败脸 今天 你们就是来送死 叶绿一满脸怒容 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长生盟和圣盟一样 也是一个 邪恶的叛徒组织 专门暗杀人族 天骄和重要人物 给人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麻烦 昨天遇到了圣盟的暗属 今日又被长生盟截杀 看来 我这个武装员的头颅 很值钱啊 张扬的脸色变得 有点不好了 甚至有点后悔 无考的时候 太出风头了 否则 这些家伙 只能去截杀王天一 自己可以闷声发大财 不过 现在后悔 也来不及了 幸好我是挂逼 还有不少底牌没泄露 不对 是我又增加了很多底牌 想杀我 当心崩掉你们满嘴牙 一起上 除了三个美女 其余都杀了 围守的面具人 也不啰嗦了 宁笑着下令 都跟紧我 随我杀出去 叶绿衣五剑冲杀 因为山谷 布置了重力大阵 和空间阵法 飞不起来 也求援不了 援军虽然会来 但不会太快 所以 只能靠他们自己 杀出一条血路 恐怖的大战 瞬间就爆发了 围守的面具人很强 单枪匹马 就拦住了叶绿衣 两人都是剑道 和空间之道高手 杀得难分难减 分不出胜负 只能看到剑光如雪 杀气冲天 叮叮当当的声音 也如同鱼打芭蕉一样密集 你是贪狼 叶绿衣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情况不对 惊呼出声 贪狼 是长生联盟的一名长老 性灵不详 狡诈凶悍 化道尽中期巨拨 擅长五种大道 曾经做过很多大案 死在他手中的五状元 就有几十名 甚至他成功暗杀过城主 是通缉榜上排 在十九的要犯 哈哈 既然认出了我 那还不束手就擒 贪狼狂笑 攻击越发凌厉 大家想办法突围 我拖住他 叶绿衣心中一片冰凉 自己虽然很强 但太过年轻 才刚刚大肆避疫而已 虽然也是话道静 但只是话道初期 想要越级打败 凶名赫赫的贪狼 几乎不可能 一个也不能放过 贪狼一边和叶绿衣大战 一边杀起腾腾的下令 他丝毫不慌 他带来的这些属下 都很强大 一群没成长起来的学生 外加一些弱鸡老师 对于他们而言 简直就是蝼蚁 随我杀出去 孙校长舞动着斧子 疯狂地往前冲杀 而他的重力神通很恐怖 让敌人一个个 如同陷入了泥浆之中 速度变得缓慢 难以发挥出恐怖战力 区区一个容道修饰 也敢嚣张 一名青发面具人 宁孝一声 施展空间神通 神出鬼没一般 疯狂地攻击孙校长 话到初七 孙校长毛骨悚然 冷汗直流 只能拼命抵挡 再难以前进一步 反而节节后退 至于其余的学生 和老师 也都陷入了群敌之中 处境无比艰难 幸好有向美云 林青武 穆青青 外加不少天才考生 实力还是不错的 暂时还能勉强支持 张扬一直就在打酱油 没用全力 他在暗暗地观察 敌人的实力 现在终于看明白了 总共三个花刀巨拨 除了贪狼 和青发面具人 还有一个胖子面具人 一人拦住了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张扬四人 还轻松占据了上风 其余的 也全部都是容道修饰 实力要超出张扬这边一大捷 哈哈 三分钟解决战斗 胖子面具人 一边把张扬抽翻 得意地大笑 什么武装员 也不过如此 禁锢了空间 转移伤害 就成了笑话 哈哈 叶绿一 听到了吗 贪狼也得意地怪笑 难道 今天要全军覆没 叶绿一心中 涌起了浓浓的绝望 好吧 那就三分钟 解决战斗 张扬飞快地跳了起来 身躯一摇 就变成了一个 近二十米高的巨人 疯狂一斧 就把胖子面具人 斩成了两半 又一个剑步 冲到了孙校长身边 一斧 把青发面具人 连人带斧斩飞出去 冲上去又是两斧 一斧斩断了她的胳膊 另外一斧 斩断了她的脖子 头颅咕噜咕噜地滚动着 脸上还残留着恐惧 和不敢置信之色 杀杀杀 张扬继续发威 舞动斧子 就如同虎鹿羊群一样 一斧 就可以斩杀两三个 再一斧 又是两三个倒在地上 所过之处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凶猛强横的一塌糊涂 所有人都惊呆了 第六十一章 因死贪狼 我的天啊 张扬还擅长大知道 战力暴涨十几倍 所有学生和老师又惊又喜 众多没死的面具人 却是毛骨悚然 恐惧至极 想要逃走 但却是做不到 因为张扬还施展了 重力法则和时间法则 让他们行动缓慢 举步艰难 张扬和众多学生和老师 却是毫不留情 疯狂地屠杀 面具人 如同割麦子一样地倒下 找死 贪狼气急败坏 愤怒欲狂 怎么也没想到 张扬竟然还隐藏着实力 他竭力地要摆脱叶绿一 去击杀张扬 拯救自己的属下 但却是被如同疯子一样的叶绿一 死命地缠住 让他一时之间 脱身不得 很快 贪狼的属下 就全部被干掉了 一个不留 全部变成了尸体 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山谷 血染红了大地 一片狼结 老师 我来帮你 张通举起血淋淋的斧子 扑了过去 开始疯狂地攻击贪狼 他的立之道 虽然没有晋级戎道 但在大之道的加持之下 却是远超戎道境巨拨 所以 能杀死化道初期修士 或许 还能威胁到化道中期修士 也不一定 哈哈 你就是来送死 但贪狼不是一般强大 一对二 还是不败 还很轻松 甚至 他还放声大笑 玄机他的身上 就爆射出了 恐怖至极的火焰 包裹了张通 他要把张通 活生生地烧死 他的火之道早就 达到了化道中期 火焰的威力 是非常厉害的 而这里 布置了空间大阵 张扬施展不了伤害转移 只要他阻止张扬逃出 火焰区域 张扬就必死无疑 那这次截杀 就是成功的 空间大挪移 叶绿一无比交集 拼着挨了对方一箭 施展神通 要把张扬救出去 可惜 还是被贪狼 用空间神通阻止了 张扬 叶绿一血染全身 泪流满面 声音凄烈 张扬施展了大指导神通 身躯暴涨了十倍 表面积也提升了十倍 等于防御能力 降低了十倍 被如此恐怖的火焰烧灼 他怎么能承受得住 咦 竟然伤不到我 我的领域如此厉害 张扬 却是在暗暗地惊讶 他早就释放出领域 竟然强得过分 也是 今天收割了那么多韭菜 二十多种 倒都晋级到了戎道镜 时间 空间 虚无 雷霆 生命 大 变 黑暗 毒 杀 防御 金木水火土 重 弓箭 阵 风 声音 另外力 转移 复印也达到遇到镜 唯有断之道最弱 紧紧练道镜 是的 他复印了木青青生因之道的误道经验 道数开花 又去复印了别的考生的经验 就凝聚出道果 一路晋级到 荣道初期 这么多道的领域叠加 防御若不强 那才见鬼了 张扬这样的天才 整个大陆都相当稀少 能领悟十几种道的考生 就是王天一那样的顶级天骄了 而能把这么多道都晋级容道 就更加稀少了 牛逼的是 张扬擅长防御的道不少 时间 空间 虚无 防御 镇 金 生命 木 土 重 综合在一起 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可以无视化道中期修士 发出的火焰攻击 杀杀杀 既然火焰伤不了他 张扬就彻底的爆发了 舞动着斧子 疯狂地攻击贪狼 施展了不少厉害的大刀 大 力量 时间 雷霆 虚无 杀 毒 重 凶悍至极 厉害无比 杀得贪狼手忙脚乱 满脸的不敢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就烧不死你 容道静的一起上 杀了他 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叶绿一大喊 他担心贪狼逃走 那张扬的真正实力就会暴露 那就危险了 因为长生联盟绝对不会放过他 会派出更强的高手来对付张扬 比如化道后期或者大圆满 杀杀杀 孙笑长早就跃跃欲试 只是被那恐怖的火焰吓住了 现在却是不管不顾了 施展土之道何众之道神通 远程攻击 其余人也出手了 比如灵清武用时间神通攻击 木轻轻用藤蔓和锋刃攻击 向美云隔空空拳 力之道全力迸发 杜豪用雷霆和弓箭 不停骚扰 以多摇死相 贪狼抵挡不住 岌岌可危 左冲右突 想要突围 但却是一次次失败 叶绿一简直就是 不要命地一样拦截 张扬也勇猛无比 不要逼我 否则 你们都要死 贪狼宁笑着 取出了一个宝物 那是一个红色的球体 鸡蛋那么大 散发出危险和恐怖的气息 这是花刀大圆满巨波制作出来的 火属性盗宝 一旦释放 可以毁天灭地 不说能杀死所有人 但杀死大半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 这样的盗宝 非常稀罕和珍贵 你有钱都买不到 所以 即使是贪狼 也有点舍不得 一旦用掉 他想要 再弄到一个 千难万难 莫人愿意虚弱三个月 去制作这样的道具 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而他多次遇到死亡危机 都是用这个道宝吓唬别人 从而逃之夭夭 这一次 他还想顾忌重施 散开 让他走 叶绿衣的脸色大变 张扬 这一次算你命大 下一次 我必杀你 贪狼腾空而起 悬浮虚空 宁笑道 是的 他暗中停止了空间大阵 否则 他也飞不起来 而他只要把张扬的 真正实力禀报上去 那奖励 也定然增加十倍 那个时候 再杀死张扬 他可以获得更大收益 那你去死吧 张扬的手中忧的 出现了那个 雷九天制作的道宝 瞬间激发 轰隆 一道璀璨至极的雷霆 迸逝而出 太快了 只见白光一闪 就已经轰中了贪狼 贪狼连惨叫 都来不及发出 就化成了焦炭 然后寸寸崩溃 化成了无数飞灰 在空中飘散无踪 张扬你傻呀 竟然把如此厉害的道宝 用掉了 孙校长震撼之余 又痛心疾首 雷九天制作的道宝 是能灭杀化到 后期巨拨的 杀贪狼大才小用啊 就如同杀鸡 用了牛刀一样 我没有损失啊 他不是有火之道道宝吗 我看他收尽了 空间戒指中了 张扬捡起 掉落下来的空间戒指 把里面的火焰道具 取了出来 笑得格外灿烂 众人无语 简直就是妖面 不仅 一直隐藏着实力 还很会算计 曾经作恶多端 凶名赫赫 通缉榜排名十九的 叛徒贪狼 就这么被张通干掉了 死的那是无比憋屈 连他宝贝的不得了的道宝 也成了张扬的战利品 第六十二章 超级老六张大骗 张扬同学 原来你在武考的时候 一直隐藏实力 伪装成遇道境 也伪装自己没掌握大指导 用卑鄙手段 赢了凤翩翩 龙空空 再无比艰难地 打败蒙翼和王天一等人 成了武庄园 其实你是荣道大员满境界 打败他们 不费吹灰之力 叶绿一满脸古怪表情 这个 差不多吧 张扬含糊地打 难道我还能告诉你 其实我当时很弱小 是靠复印割韭菜 绞尽脑汁 才打败了他们 成了武状元 事后又继续割了一番韭菜 才晋急融到劲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么才能表演得那么逼真 你竟然把所有人都骗了 丝毫不怀疑 叶绿一摸着额头 看怪物一样地看着张扬 他在华清道院修行了四年 见过了太多天才 也见过很多怪物和妖念 但 没一个 有张扬这么能装 伪装得天衣无缝 甚至连他叶绿一 都被骗得死死的 一直以为张扬就是遇到劲 还是一个风流倜傥 沉迷美色的家伙 哪里知道 他竟然强大如斯 我只是胆小怕死而已 所以习惯性地 喜欢隐藏一点点实力 张扬能怎么办 只能继续装啊 你这是隐藏了一点点实力 你隐藏了九成实力吧 众人彻底无语 尤其是孙校长 差点气哭 若早知道张扬是容道尽修士 还那么苦苦培育他干啥 自己还要那么担心他干啥 看他五口 遇到那么多强敌 担心得不得了 一次次心脏 都差点跳出胸膛 结果 你竟然全是演习 其实你一巴掌 就可以解决任何对手 包括王天一 张扬同学 以后我就叫你张大骗好了 因为你是超级老六 也是大骗子 骗得我们好苦 像美云一巴掌 拍在张扬的肩膀上 张大骗这个外号好 我赞成 张大骗 妙妙妙 杜豪和贺坤 跳脚大笑 林青武和沐青青 也无嘴偷笑 他们两个也一样被骗 丝毫也不知道 张扬的真正实力 向美云 你这个大韭菜 不努力修行 竟然给我取外号 还这么难听 张扬恨不得甩向美云几巴掌 向美云竟然喜欢给人取外号 以前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张双飞 现在又取外号叫张大骗 我哪里骗人了 没有啊 张大骗 我给你取了个这么形象的外号 你不感激我 还怪我 向美云得意的怪笑 张扬同学 你到底是 如何把二十多种道 都修炼到荣道镜的 好几种竟然还达到了荣道大圆满 所以 你的领域非常厉害 才能防御贪狼 发出个恐怖火焰 叶绿一转移话提问 荣道大圆满啊 再进一步 就是化道镜了 就是道君了 但他才十八岁啊 众人也都高山扬指 感叹不尽 这样的妖念 竟然是他们的同学 就是劳逸结合修行啊 张扬吹嘘了一番 劳逸结合的好处 再说了说 爱情的伟大力量 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感觉非常高深 也非常有道理 或许这就是天才的厉害之处 连叶绿一都差点被忽悠瘸了 难道 谈恋爱对修行真有好处 要不要试试 老师 你受伤很严重 我给你疗伤吧 我的转移之道 疗伤效果超好 张扬满脸关切 叶绿一中了十几件 小腹甚至被冻穿 伤势很严重 只不过 他有一只道道具 施展之后 恢复了很多 但当然还没全部痊愈 谢谢 叶绿一不予有他 没有拒绝 于是 张扬握住叶绿一那染血的 鲜鲜御手 给他转移伤害 而几乎同时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 钉 检测到空间 见 速度 柔知道道果 是否复印道果 或者经验 叶老师也很天才啊 领悟了四种大道 其中三种是顶级大道 张扬暗暗感叹 毫不犹豫 开始复印经验 空间和剑之道 他早就掌握了 也提升到了绒道初期 但现在可以继续提升 速度和柔知道 对他也非常有用 速度知道 可以提升战力 毕竟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结合空间之道 那更加厉害 柔知道在薄杀中 也有妙用 你可以做各种 别人掌握不了的 高难度动作 甚至违背人体规律的动作 当然可以 大出敌人的意料之外 给予敌人重创 反正 对于张扬而言 一多不压身 重要的是 能增强领域 提升防御能力 大约十分钟时间 叶绿一的伤势 彻底消失 连一个痕迹都没有了 而张扬的剑和空间之道 也晋级到了 荣道大圆满 还多出了两个道果 速度和柔知道 同样都是遇到大圆满 领悟了第四层法则 百分之一百 收获巨大 嘖嘖嘖 转移之道 竟然还可以疗伤 效果还这么好 简直就是神奇啊 这种道大有可为 叶绿一连连赞叹 对张扬也越发欣赏 叶老师 张扬同学 你们看战利品如何分配 孙校长笑眯眯地问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尸体 都搜刮了一番 所有的宝物都堆积在地上 包括尸体的头颅 是的 这些头颅也值钱 其中有不少是通缉榜上的药饭 比如贪狼 悬赏就很高 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 全靠叶绿一和张扬 当然要让他们两个来分配 九成归张扬 其余你们评分 我就不用了 叶绿一说 他很惭愧 若不是张扬这个老六 隐藏了实力 今天一定全军覆没 他也不会例外 大家都出了力 还是所有人评分吧 张扬迟一道 你领悟了几十种道 需要消耗太多的修炼资源 压力很大的 你就别退辞了 孙校长说 其余人也连连点头 张扬修炼一定非常辛苦 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修炼资源 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汗水 才能把几十种道 都修炼到如此地步 也才能改变今天的战局 拯救了大家 不多分说不过去 分完战利品 收拾了一番 他们也就继续启程 第六十三章 林青武 我爸说 要打断你的腿 拦截失败了 贪狼死了 平静的山谷 突然来了两个面具人 他们仔细地查看了薄杀的痕迹 其中一个断言道 贪狼那么强大 人数又占据优势 对付一群学生 和一个化道初期的老师而已 怎么可能全军覆没 贪狼身上还有盗宝呢 另外一个质疑 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贪狼死于雷霆盗宝 他来不及用火之盗盗宝 这一次 我们失算了 没想到 他们竟然有如此厉害的底牌 那怎么办 任务没完成 准备第二次袭击 务必一击必杀 武冈城张登结彩 满城欢腾 挂满了各种横幅 祝贺我武冈二中学子 张扬勇夺南湖省武状元 祝贺我武冈学子张扬 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 在武考中大放异彩 飞船在万众瞩目之下 冉冉降落在武冈中心广场上 张扬等人鱼贯而下 欢迎你们再遇而归 城主林定杰外加 全城重要人物 在广场上迎接 见过城主大人 孙校长 张扬 叶绿一 等人恭敬的行礼 哈哈 不用多脸 你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 是我们武冈的骄傲 城主林定杰大笑 表扬的话滔滔不绝 玄疾又当场给了张扬 林青武 穆青青 向美云奖励 分别是百万 五十万 三十万 二十万高级到十 那就是张扬吗 好帅啊 不愧是今年的武状元 林青武和穆青青好漂亮 简直就如同仙女一样 他们两个和张扬好般配啊 这一次我们武冈好厉害啊 除了张扬这样的绝世天才 连王天一都被他轻松打败了 你们看 城主的嘴巴都笑歪了 看热闹的人多如牛毛 一个个兴奋的指指点点 张扬 你太厉害了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武冈二中很多同学都过来了 等欢迎仪式结束 王骏就如同猴子一样的 冲到了张扬面前 满脸都是兴奋和激动 玄疾又得意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也被华清道院录取了 我们可以继续做同学 你可一定要照我啊 他领悟了丹之道 经过测试 天赋极佳 值得大力培育 所以被华清道院录取 怎么都去了华清道院 张扬有点猛逼 难道就是为了方便我割韭菜 走走走 我们去买修炼资源 林青武和穆青青 拉着张扬就走 现在有钱了 足够他们修炼好一段时间了 很快 他们三人和向美云 就去到了多宝楼 张扬同学 恭喜你打败王天一 夺取了武状元 一跃成为最顶级的唐国天骄 欧阳飞红带着几个属下 在门口热情的迎接 他满脸的喜色 张扬既然真的夺取了武状元 那必然得到国家最好的培育 将来晋级和道进 开宗立派的概率也就大了很多 全靠店长你的支持 否则 我没那么多修炼资源 实力就大打折扣了 张扬笑道 啊 气死我了 对面的万宝楼门前 店长郭凡 却是用极度羡慕的目光 看着这一幕 他无比的后悔 若是自己也敢赌一把 给张扬特级客户合约 再大力支持张扬修行 这荣誉 就是属于他的 他定然可以很快就高升 离开这座三线小城 去某座大城做店长 哎 小看了欧阳飞红 也小看了张扬 原来他的天赋如此惊人 竟然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怪不得昔日那么傲气 看不上高级客户合约 但 他当时没展露全部实力 我也不知道他那么天才啊 后悔了吧 向美云得意地回头 冲郭凡跳了跳眉梦 在这一刻 他扬眉吐气 非常舒爽 昔日他和张扬 被郭凡气得不轻 很快 他们被喜出望外的欧阳 飞红迎了进去 张扬同学 托你的福 我马上会掉 去圣经工作 欧阳飞红笑道 今后还可以继续为你服务 恭喜了 张扬灿烂地笑了 他对欧阳飞红的印象很好 愿意和他打交道 对了 庞济海道军的境况如何 张扬问道 他联系过庞济海几次 可惜一直联系不上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手机坏掉了 他进某个远古境地 探险寻宝去了 联系不上的 欧阳飞红说 有没有危险 张扬醋眉 庞济海是他的便宜师傅 他还期待着 好好地收割韭菜 把断之道提升到 容道境大圆满 危险当然有 但庞道军很强 或许 这是他晋级何道境的契机 欧阳飞红说 闲聊一番 张扬他们 就出售了很多的赃物 不 战利品 又购买了很多的修行资源 张扬向美云林清武 返回了学校 准备继续修行两个月 之后再去圣经 至于沐清清 却是回家了 说他的小姨过来了 回到学校 当然又是一番热闹 学校高挂着张扬 夺取武状元的横幅 众多同学 一个个热烈迎接 林默老师和孙校长 当然又大大的装了一回逼 我们去修炼了 好不容易应付完热情的老师 和同学 张扬拉着林清武 往他的洞府走去 林清武狭飞双颊 不敢看满脸 暧昧地向美云一眼 一进门 张扬就搂住林清武 开始炽热地吻他 林清武软倒在张扬怀中 娇羞声色地回应 既然张扬达成了条件 他就是他的女朋友了 他说话算数 绝对不会反悔的 只是没想到 张扬如此地迫不及待 这是憋太长时间了吗 意乱情迷之间 张扬有点杀不住车了 实在是林清武太美了 他把他拦腰抱起 往房间走去 林清武的脑子早就一片空白 浑浑噩噩噩 根本不知道拒绝 但林清武的手机 却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林清武马上就清醒过来 挣脱张扬的怀抱 接通手机滴滴地说了几句 嗯嗯嗯嗯 我知道了 挂了手机 娇春说 是我爸打来的 说若你敢欺负我 就打断你的腿 他很强的 一个手指就能吊打你 也绝对说一不二 你可别不断回事 走吧 捅我回家 我爸要见你 第六十四章 林副对张扬的考验 你爸怎么知道我们的事 还这么蛮横 张扬抓了抓头发 尴尬地问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他自己看出来的吧 林清武满脸娇羞 你爸到底是谁啊 他见过我们 我怎么不记得 张扬愕然道 等一下你见到他 不就知道了 林清武卖关子 不愿意说出来 张扬头皮发麻 若只有一个女朋友 他是敢大胆去见 林清武的家人的 但他谈了两个 就有点不敢了 绝对不是愉快的事 不过 必须过这一关 所以 他还是咬牙 答应了下来 开始忙碌地收拾自己 在镜子前晃来晃去 镜子其实也是道具 镜像之道的道具 已经很帅了 就别收拾了 林清武无嘴偷笑 他早就看出了 张扬的紧张 玄机林清武和向美云 打了个招呼 我和张扬有事 外出一趟 你们去哪里 向美云愕然 我爸知道 我和张扬的事了 似乎很生气 让我带他回去见他 林清武有点紧张地说 应该是知道 你们三人之间的事了 否则怎么会生气 向美云一针见血地说 张扬天赋这么好 还这么帅 又是今年南湖省的武状元 配得上林清武 而且是家序 显然生气另有原因吧 或许吧 张扬 你要做好挨打的准备啊 可别被打死了 向美云还特意来张扬面前嘲笑 不怕不怕 我有伤害转移 张扬自嘲道 很快就去到了城中 买了一些礼品 才在林清武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座 非常豪华宽阔的府邸前 这就是我家 林清武轻声说 这么豪华的府邸 张扬倒抽了一口凉气 心中有点不安了 林清武从来没说过他的出身 张扬也没问过 只以为他是普通出身 原来是豪门大户啊 有麻烦了 走呀 林清武拉着张扬走进了大门 小姐好 守门的两名护卫 恭敬的行礼 都用古怪的目光看张扬 第一次见林清武带男生回家 而且还是牵着手 爸 我回来了 一进大厅 就看到一个气势不凡的中年人坐在太师椅上 再静静地喝茶 不怒自威 赫然就是林成主 林清武的父亲就是林成主 张扬愕然 眼睛都瞪大了 怪不得那次说 有人在调查风娇娇被杀的事 林清武不怎么紧张 见过成主 张扬也马上拱手行礼 张扬同学 坐 林成主淡淡地说 等张扬心上心下地坐下 他就冷冷地问 小子你很厉害吗 竟然能追到我女儿 也太直接了吧 你让我怎么回答 张扬的脑子有点发忙 定了定神 才含糊应对了过去 其实就是说自己是真心喜欢林清武 绝对会好好地对他 爱他一生一世等等 但我为何发现 你还和穆清清暧昧不清 林成主冷冷地问 今天他可是亲眼看到 张扬左手牵着林清武 右手牵着穆清清 往多宝楼去了 一直心中很不舒服 后来发现林清武没回家 而是去了学校 他就越发不安 就联系林清武 让他带张扬回来 他就是担心 夺取了五状元的张扬 意气风发 无比自负 会欺负他的女儿 我 张扬汗流加倍 知之无无 若是普通修士如此发问 他还有底气应对 但这是林成主 画道大圆满的巨拨 掌握的是时间之道 战力甚至远远超出雷九天 即使是庞济海 也未必能抗衡它 虽然说 张扬现在也成了 戎道大圆满修士 距离画道只有一步之遥 但 画道境的修行是 无比艰难的 三年也未必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即使张扬有复印道果 可以复印 同样遥遥无期 因为他要把复印之道 提升到戎道境 非常艰难 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达成的 可能要三五年 甚至更长 张扬要提升实力 唯一的办法 还是多复印一些道果 若复印到几百种厉害的道果 都达到戎道大圆满 那应该可以对付画道巨拨 对不起 我同时喜欢上了他们两个 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他们的 张扬一咬牙 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 好胆 林承主气得脸都轻了 一巴掌就拍在桌子上 桌子无声无息 化成了鸡粉 它可是唐国最顶级的天骄 掌握的是时间大道 几乎可以同镜无敌 只是因为年纪不大 才没能晋级和道镜 在小城做城主 其实就是沉淀和猥琐发育 迟早她会成为 唐国最顶级的高手 她的身份和地位 也是顶级的 她的女儿林轻武 同样是绝世天才 将来的成就 绝对不会亚于她 但 竟然和穆青青一起 做了张扬的女朋友 简直就是丢了她的脸 让她如何见人 在这一刻 她对张扬的好感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 浓浓的厌恶 爸 你别生气 是女儿自己愿意的 林轻武惶恐地说 你给我回房去 林轻主怒吼道 然后她盯看张扬冷笑道 小子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马上和穆青青分手 给我女儿一心一意 那我也不会反对 第二个 那就是接受我的考验 我选择第二个 张扬毫不犹豫地说 很好 林轻主冷笑一声 她带着张扬 去到了后面的花园之中 这张扬走进那个凉亭 淡淡地说 若你能在三个小时之内 走出这个凉亭 就算你通过了考验 这很难吗 张扬满脸猛逼 就是一个普通的凉亭 也不是很宽阔 我还能走不出去 考验开始 林轻主冷笑一声 话音刚落 张扬就眼睛一花 景物彻底地变了 变成了一处茂密的山林 丝毫也看不到 那个亭子的影子 不好 阵法 张扬暗叫不妙 虽然他也复应到 阵之道道国 但仅仅容到中气 是根本就看不明白 这里的阵法奥秘 这要如何才能破解 如何才能走出凉亭 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啊 第六十五章 和林轻主斗法 张扬不敢怠慢 用最快的速度 尝试着破阵 阵之道 空间之道 土之道 种之道 一一施展 甚至连大之道 剑之道也用了 想要蛮干破阵 可惜都没任何用处 这里仿佛就是不灭之地 你毁灭了树林 轰破了大地 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恐怖的是 森林无限的宽阔 永远也没有边际 根本就走不出去 其实张扬知道 这是非常厉害的 迷阵和幻阵 还有空间法则的痕迹 自己看似走了 很远很远 但其实还在 凉亭之中的方寸之地 就他目前的实力 根本破解不了 除非他把阵之道 修炼到化道 尽大圆满 看来 城主是真的生气了 不给我任何机会 所以才用这样的办法 让我知难而退 从此和林轻武分手 张扬在心中郁闷地叹息 同时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办法 回忆着前世所见过的众多计谋 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甚至还有三国演义 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哼哼 武状元又如何 我亲手不知的天罗大阵 岂能困不住你 若我愿意 可以困你到死 区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 和根基的臭小子 竟然敢欺负我林定洁的女儿 就是穆青青 也不是你可以欺负的 有人会教训你 还好 我发现的及时 女儿还没吃大馈 但愿穆青青也没吃大馈 否则 他那骚包外公 一定会一巴掌拍死你 林城主站在花园中 冲被困住的张扬 冷笑连连 夫君 你用能困住话道进修士的阵法 考验张扬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一名雍容华贵的美妇人 带着林轻武 走进了花园 没好气到 是那臭小子太过分了 竟然想左搂右抱 一箭双雕 偏偏还是我们女儿和穆青青 我怎么能不加大难度 林城主黑着脸 也是呀 既然张扬有如此妄想 就必须有点真本身 若连这种考验也通不过 那就放弃妄想 林夫人看着林轻武说 妈 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 你说会帮我的 林轻武急了 气得直跺脚 刚才他努力游说老妈 说张扬多么多么优秀 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轻松夺取武状元 来回的路上 两次力挽狂澜 等于救了他两次 甚至连多宝楼都看好他 给他特级客户合约 终于说动了老妈 才带他来花园说情的 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爸 林轻武又游说林城主 甚至在他耳边 小声说出了张扬具备了很强战力 力挽狂澜干掉了叛徒组织袭击的事 张扬吩咐过所有人 要严守这个秘密 免得让敌人知道了 从而派出更强大的高手来对付他 但现在林轻武却顾不上了 务必说动林城主 否则张扬就只能和他分手了 那他一定会很伤心 很痛苦的 呵呵 你就不必给他粉饰了 叶律一和孙校长早就告诉我真相 张扬用雷九天的盗宝 出其不意地杀死了贪狼 其余的叛徒就崩溃了 杀猪一样地杀死了 林城主说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林轻武急了 好好 我相信行吧 林城主说 但即使他很强很天才又如何 修行是一场漫长的旅行 开始走得快不代表 他能一直走得快 很容易就会被各种事情 或者美景耽搁 被人超越 甚至被人灭杀 现在他沉迷美色 就是不好的苗头 我这是在帮他呢 他应该感激我 林轻武欲哭无泪 说不过呀 林城主这理由 一套一套的 也的确是写的惊艳 曾经很多超级厉害的天才 都如同流星一样灿烂过后 就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销声匿迹了 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沉迷美色 就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看他傻傻地坐在地上 一定是放弃了 林夫人戏谑地说 但愿他知道怎么做 不再纠缠我们女儿 若他还敢纠缠 我会一巴掌拍死他 林城主满脸杀气 清武 你可要小心了 不要再联系他 免得被你爸误会 一巴掌拍死他就不好了 林夫人严肃地说 林轻武差点哭了 你们也太坏了 难道今后我和张阳 连普通朋友都做不了吗 他给你的时间传承道徒 等一下就还给他 林城主冷冷地说 我很快就可以静集合道静 也能制作时间传承道徒 没什么稀罕的 圣经道愿 时间传承道徒可不止一份 而是九份 你随时都可以去感悟 张阳 怎么办 林轻武彻底慌了手脚 没想到父母如此顽固 竟然一点机会也不给 本以为父母如此爱他 应该会尊重他的选择的 哪知事与愿违 时间在快速地流逝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 伸手不见五指 时间到 张阳你没走出来 你说了 林城主得意地打了个响指 顿时大阵停止运行 花园的灯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把梁亭照耀的一片明亮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张阳无影无踪 梁亭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张便条 尊敬的岳父大人 小婿有点急事 先去处理一下 明天再来赔罪 张阳 年月日 字迹歪歪扭扭 不堪入目 怎么可能 这魂小子 是怎么溜走的 林城主和夫人看着 便条木凳口呆 彻底傻眼 疑惑无尽 怎么也想不明白 张阳 你太神奇了 林清武当然是又惊又喜 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怎么也没想到 虽然张阳没破阵 但却是成功地走了出来 在黑夜的掩护下 离去了 明天再来赔罪 也很高明 用一个晚上来缓和林城主的尴尬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相信他能溜走 这可是天罗大阵 连化道修士都出不来 或许他施展了什么神通 藏起来了 林城主终于回过神来 怒吼道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这小子还挺狡猾的 林夫人也醒悟过来 附和道 他们两个瞪大眼睛 开始仔细地检查和寻找 不放过任何一点 张阳 你可要藏好啊 林青武也紧张起来了 第66章 林城主猛逼 到底是怎么溜走的 林城主和林夫人 把梁亭里里外外 检查了三遍 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没找到张阳的影子 哈哈 小子 我发现你了 原来你藏在那里 还不给我滚出来 林城主突然一拍脑门 冷笑着喝道 不好 难道父亲 真的找到张阳了 林青武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这是功亏一篑了吗 但 张阳没现身 也没任何回应和动静 似乎 认定林城主就是在炸他 也可能张阳真的 已经溜走了 小子 我可没炸你 是真的发现了你 你再沉得住气 也没用 林城主黑着脸说 你到底处出来 但还是没回应 小子 你就藏在这个花盆之中 对不对 林城主的目光 投射在凉亭角落的花盆上 花盆 有半个人高 里面培育了一株茶花 开着白色的花朵 非常漂亮 爸 你是不是脑子嗅痘了 竟然怀疑张阳藏在花盆中 花盆这么小 根本就藏不了 那么大一个人 林清武 挡在花盆前 娇称着说 他也怀疑张阳藏在里面 梁亭中 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能葬人 这简直就是 和尚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 他擅长空间 土 木之道 施展神通 藏进花盆中并不难 林城主 把林清武扒拉到一边 吃笑道 小子 真以为 你拙劣的计谋会得逞 留下一个便条 我就会相信你 真的溜走了 混小子 你还不乖乖地出来赔罪 林夫人也黑着脸说 他也有点脸上 挂不住了 他们寻找了这么久 竟然一直忽视了花盆 现在才想起来 显得好像他们很傻一样 但 还是没动静 你这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林城主彻底怒了 一把抓起花盆 倾倒了过来 里面的泥土 全部倒出来了 花也七零八落 但还是没发现 张阳的影子 怎么可能 林城主气得要吐血了 恶狠狠地践踏 泥土和花朵 甚至把花盆砸成碎片 他怀疑 张阳掌握了便知道 变成了花盆 或者泥土 甚至花朵 爸 现在相信了吧 他真没藏起来 早就走了 林青武这一下放心了 得意地说 难道真的溜走了不成 林夫人摸着额头 也有点惊议不定了 他怎么溜走得了 这可是我不知的天罗大阵 林城主无比尴尬 也无比地疑惑 脸上也挂不住 先前吹嘘了很久 说了那么多狠话 但结果竟然被狠狠打脸 张阳不仅出来了 而且无声无息地走了 他们甚至都没发现 他很不甘心 又再次寻找了一番味果 才不得不放弃 黑着脸走了 妈 你得安慰一下吧 免得他气炸废 林青武憋着笑 在林夫人耳边小声说 唉 聂元 林夫人深深地叹气 这么天才这么漂亮的女儿 竟然和穆青青 一起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看这情况 阻止不了啊 夫君 绝对是无比郁闷的 还真要好好地安慰 一番才行 他们两个也走了 一进大厅就看到林承主集 冲冲地往外走 我知道那混小子藏在哪里了 他闪电一般扑向花园 林夫人和林青武都是恶然 也赶紧追了上去 林承主来到凉亭 一把抓起桌子上的便条 仔细地检查 你检查字体这么丑的便条干吗 林夫人恶然道 我怀疑他领悟了便知道 变成了这张便条 等我们离去 他再悄悄溜走 但 似乎又不是这样 这真就是一张便条 林承主支支吾吾 满脸的疑惑和迷茫 特么的 到底怎么回事 那混小子 到底是怎么溜走的 爸 你真是疑心病犯了 我发誓 张扬没领悟便知道 林青武认真的保证 夫君 若张扬掌握了便知道 他何必变成便条 变成一粒灰尘 我们就发现不了 林夫人也不以为然说 便知道没你想的 那么神吧 即使把便知道 修炼到容道境 也变不成体积太大的物体 更变不成体积太小的物体 变成灰尘 那是绝无可能 但变成便条 却是可能的 林承主说 但既然便条 不是张扬变的 他就是真的走了 猜测也没任何意义 女儿 明天你问问他 到底是怎么溜走的 再告诉你吧 否则 他绝对睡不着觉了 林夫人说 那我问问他 林青武也非常好奇 马上取出手机 联系张扬 张扬 你在哪 林青武迫不及待地问 在学校啊 张扬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来 你是怎么走出大阵的 林青武疑惑地问 我运气好 胡乱走出去了 张扬煞有介事地说 可见 这就是天意 你骗人 林青武哪里肯信 是真的 不骗你 张扬说 当时间完全黑了 时间也不多了 我彻底绝望了 但还是不甘心 就闭着眼睛乱走 哪里知道 竟然走出来了 你在胡说八道呢 那你还留什么便条啊 林青武跺脚娇称 因为我的本意 就是藏起来 用便条误导你爸 之后趁机溜走 但哪里知道 竟然胡乱走出来了吗 张扬说 好吧 我勉强相信你 至于我爸像不相信 就不知道了 林青武说 不过 若你想靠躲起来 误导我爸 那是绝无可能的 因为啊 他连花盆都仔细检查了 还把花盆踩成碎片 挂了手机 他笑道 妈 他就是运气好 胡乱走出去的 很快 林成竹也知道了 这个答案 气得直拍桌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哪可能 胡乱走出去 莫人的运气 可以这么好 除非他领悟了 福运之道 福运之道 非常神奇 可以逢凶化吉 还能得到各种各样的奇遇 那天罗大镇 还真就困不住他 或许他真的领悟了 福运之道呢 林夫人说 林成竹顿时愣住了 呆若目击 张扬的天赋那么好 已经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再多一种 也不无可能 第67章 真假林青武 夫君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同意还是反对 林夫人问 同意那是绝不可能的 我林定杰的女儿 怎么可能和人共一个男朋友 林定杰怒气冲冲 但他通过你的考验了 林夫人迟疑地说 难道 你堂堂成竹 说话不算数吗 我感觉他作弊了 可惜找不到证据 否则 就可以不承认了 林成竹陈吟道 要不 我如此这般 林夫人 满脸都是顽皮的坏笑 好办法 林成竹眼睛亮起 满脸喜色 叮荡 张扬洞府的门铃响起 谁找我 张扬微微疑惑 去把门打开 然后他就看到美艳 如同天仙的林轻武 就停停玉立在门外 你怎么来了 不怕你爸发飙吗 张扬很惊讶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他发飙也没理由呀 林轻武说 你是偷偷溜出来的吧 张扬问 嗯嗯 林轻武娇羞地点头 张扬彻底无语 这牛胆子也太大了 虽然我通过了考验 你也不能大晚上 偷偷溜出来和我约会啊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明天他还能给我好脸色 我就是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走出大阵的 得到答案之后 我就回去 若他们问我 我就说是去逛街了 林轻武当然明白 张扬心中之所思 娇笑着说 那进来说吧 张扬哭笑不得 林轻武还是一个好奇宝宝 不进去了 我得马上回去 否则 若我爸知道了 还能不打死我 林轻武娇称地说 你快告诉我吧 我都好奇死了 你猜 张扬坏笑 你一定是领悟了 能逢凶化及奇遇 连连的福运之道 所以随便乱走 也能找到正确的路线 从而走出大阵 对不对 林轻武笑道 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道 张扬的眼睛亮起 他是穿越者 虽然获得了前任的一些记忆 但记忆不深 所以对于三千大道 是真的不怎么了解 而学校的误道殿 也没福运之道的道徒 他还真就不知道 有福运之道 你不知道福运之道 林轻武恶然 这么说来 张扬不是靠福运之道走出去的 倒是听说过 但没怎么了解 我也没领悟这种道 不过 可能我有福运之道的天赋 所以运气很好 或许 将来我可以领悟福运之道 张扬笑道 暗暗却是打定主意 一定要尽快想办法 复应福运道果 那就成了欧皇 绝对爽歪歪啊 既然你没领悟福运之道 那是绝对胡乱走不出去的 你就别卖关子了 告诉我答案吧 林轻武用撒娇的语气说 那你一定要保密 千万别告诉你爸妈 张扬抵挡不住林轻武的魅力 很快就说出了答案 原来 他先写了一个字迹丑陋 还脏兮兮的便条 放在空间戒指之中 然后他施展便知道神通 变成了那个便条 就躺在桌子上 由于那么光明正大 所以 林城主没怀疑 只怀疑张扬藏在花盆中 没找到后 就走了 张扬马上就变成一只小鸟 飞走了 当然 临走前 他取出便条留在桌子上 所以 林城主回去检查便条 也没发现 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张扬没能在三个小时之内 走出大镇 没通过考验 所以 张扬才不愿意说出真相 扑 你也太狡诈了 把我爸耍得团团乱转 林轻武笑喷了 很快 他就心满意足地走了 还特意来问答案 小孩子一样 张扬摇摇头 回到洞府 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无比的得意 现在通过了考验 林轻武家 就没阻力了 嘿嘿嘿 爽啊 想到林轻武和穆轻轻 都是自己的女朋友 张扬就美得鼻子冒泡 突然 张扬的手机又响起 竟然是林轻武打来的 张扬 你是不是领悟了福运之道 所以才能胡乱走出去 刚才你不是来我洞府 问过我了吗 怎么又电话重复 张扬满脸疑惑 什么 我刚才去你的洞府了 林轻武的声音 无比震惊 是啊 那不是我 一定是我妈 变成了我的样子 前来套你的话 我妈那可是变之道高手 把变之道 修炼得画到后期了 变成我的样子 绝对是唯妙唯笑 没任何区别 你和他说什么了 林轻武焦急地说 完蛋 上当了 张扬大惊失色 垂胸顿足 脸色也是大变 额上冒出了滚滚冷汗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和林轻武说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然后问 你说 明天你爸妈会怎么做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他们会宣布你作弊 不算 再用大阵 考验你一回 林轻武气急败坏地说 你怎么就那么蠢了 为何要说出答案 必须保密到永远啊 我哪能想到 那不是你啊 你想要知道答案 我怎么能不说啊 张扬摸着额头 头痛欲裂 林承主不好惹 哪里知道林夫人更不好惹啊 竟然如此狡诈 变成林轻武 前来骗答案 当知道他是作弊 也就宣布 张扬的麻烦来了 明天那一关过不去啊 那怎么办啊 林轻武又气又急 明明张扬赢了一局 但还是老妈奇高一招 又翻盘了 傅君 我回来了 回到府邸的林夫人 恢复了原来模样 推门走进书房 笑盈盈地说 怎么样 那小子没怀疑吧 乖乖地告诉了你答案 林承主期待地问 他当然没怀疑 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了 原来他是如此这般 林夫人傲娇地一笑 那浑小子竟然还领悟了便知道 脑子也不错 竟然用这样的办法作弊离去了 林承主感叹道 若不是他亲口说出秘密 我们还猜测不到 也没任何证据说他作弊 那就只能算他通过考验 那真的很没面子 明天就宣布他作弊 再让他重走大阵 看他怎么办 我们两个制多心联手 还对付不了他一个矛头小子 那岂不是一笑大方 林夫人也得意得很 第六十八章 复印福运到果 不要担心 我有办法应对 张扬安慰了一番林青武 就联系欧阳飞鸿 欧阳店长 你知道我们武刚 谁领悟了福运之道吗 要说谁消息最灵通 当然是多宝楼和万宝阁了 他们和无数修士 签订了各种合约 对修士的底细了解得清楚 福运之道是很难领悟的 必须具备大气韵的人 我们武刚只有一个修士 领悟了福运之道 这是秘密 你可不要泄露出去 欧阳飞鸿说 一定不泄露 我就是想认识这样的修士 交个朋友 或许将来能用得上 张扬笑道 他名叫钱大胖 住在 欧阳飞鸿说出了名字和地址 谢了 一百高级到十 还算不错 钱大胖闭眼坐在躺椅上 双腿一摇一摇的 格外的惬意 突然他睁开眼睛 看到脚边有一个破旧的空间带 捡起一看 笑得合不拢嘴 今天都没出门 竟然在院子里 捡到了钱 牛逼 张扬变成的小鸟 就停在院子里的小树上 他可是 看了的全过程 刚才来了一个小偷 捏手捏脚的潜入屋子 可惜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气急败坏走人 反而还掉落了一个 他自己的空间带 倒下 张扬不再耽搁 马上就施展了毒指道 但黑色的毒气 在黑夜的掩护下 向钱大胖倾袭而去 但 突然就刮起了大风 把毒气吹散 丝毫也没能抵达钱大胖那里 卧槽 张扬目瞪口呆 有点难以置信 浮运之道 是真牛逼啊 似乎天地都在帮他 不过 我就不信了 还毒晕不了 一个紧紧掌握 浮运之道的修饰 张扬一不做二不修 再次施展毒之道 把剧毒 如若雨点一样地释放出来 呼呼呼 但却是猛然狂风大作 疯狂地吹拂 把众多毒气再次吹散 风停 张扬勃然大怒 施展了风之道神通 立竿见影 风停顿了下来 但 钱大胖屁股下面的糖衣腿 却是突然断了 钱大胖差点摔倒 骂骂咧咧地站起身 回房间去了 完美地避开了毒气的攻击 果然是嗷黄啊 张扬再次赞叹 但当然不会就此收手 他画成的小鸟跟着飞进了屋 画成人形 一巴掌把钱大胖打晕 抓住他的脖子开始复印 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丁 你复印到浮云倒果一枚 你复印第一层法则圆满 第二层法则圆满 嘿嘿嘿 又复印到一种超级厉害的倒果 可惜境界低了点 张扬暗暗欢喜 把钱大胖扔到床上躺好 取出十个物倒果放在桌子上 真诚地说送你一些修炼资源 希望你好好努力修行 尽快提升境界 下次再来的时候 别让我失望啊 又变成一只小鸟 展翅飞走了 我的后脑怎么这么痛 咦 我怎么躺在床上了 钱大胖苏醒过来 满脸的疑惑 但看到桌子上的雾倒果 他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乖笑道 嘿嘿嘿 睡在床上也能捡到宝物 爽啊 第二天傍晚时分 张扬又来到了林府 林青五忧心冲冲地出来迎接 情况有点不对 我爸妈可能还会继续为难你 你多加小心 不会吧 我已经通过考验了呀 张扬恶人 他就在演戏 假装还没识破林夫人 变成林青五骗他的事 呵呵 作弊也想通过考验 做梦呢 林城主和林夫人当然听到了 都在冷笑 很快 张扬被林青五带到了大厅 林城主和林夫人并排坐在椅子上 气势万丈 见过城主 见过夫人 张扬宫禁闭行礼 张扬同学 昨天你是不是作弊了 其实你根本就没在三个小时内 走出梁亭 林城主 丝毫也不客套 开门见山 没有 我没作弊 真的 我就是胡乱走出来的 我认为 这就是天意 注定我和林青五有夫妻缘分 张扬交集地说 骗人可不是好孩子哦 林夫人意味深长 若不是昨夜 便称林青五问到了答案 或许真会被你蒙骗过去 我没骗人 说的就是实话 张扬惶恐道 既然你没作弊 既然你说是天意 那就再重复考验一次 若你还能在三个小时之内 走出梁亭 我就同意 你们三人的事了 林城主皮笑若不笑 阴险得很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爸妈要顾忌重施 这一次 张扬应该作弊不了了 完蛋 林青五的心变得冰凉 这 不好吧 昨天我已经通过考验了呀 怎么还重复考验 张扬也脸色大变 额头上冒出了豆大汗珠 有什么不好的 既然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你怕什么 林夫人戏学道 就这么定了 林城主根本不容张扬反抗 又来到了花园 再次考验张扬 张扬在走进梁亭前 说 城主 若我再一次通过考验 你们不会再找借口考验我吧 我堂堂城主 说话算数 只要你这一次能通过考验 你就是我林家的女婿了 林城主声音吭腔 既然张扬通不过考验 不妨把话说得漂亮些 也免得女儿埋怨 那我就放心了 张扬长出一口气 又隐晦地冲林轻武挑了挑眉梦 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难道你又想到了 另外作弊的办法 还能成功 林轻武心中微微期待 但更多的是担心 父母精明得很 可不容易糊弄 你上心点吧 哼 他以为我们还没识破他 如何作弊的呢 要顾忌重施 林城主和夫人都在暗暗冷笑 张扬走进了凉亭 林城主毫不犹豫就启动了大阵 张扬再一次困在了天罗大阵之中 嘿嘿嘿 你们以为我还会用变之道 今天我用欧皇气域 张扬在心中冷笑 今天早上一出门 他就捡到了一个储物戒指 里面有不少修炼资源 已经验证了欧皇气域 不幸走不出天罗大阵 第69章 真闭眼乱走 林城主傻眼 你们就看好了 张扬也不等天黑了 直接就闭上眼睛 随心所欲地乱走 咦 他不等天黑用变之道作弊了 想乱走走出来 林城主愕然 可能是在误导我们 林夫人也深深地醋眉 想不明白张扬葫芦里卖什么药 只能继续瞪大眼睛看着 然后他们就彻底地猛逼了 因为张扬走了几步 幻境中一棵树上 就掉落了一根枝鸭 把张扬绊倒了 他爬起来继续走 竟然就改变了一个方向 恰好就是正确的路 他走了几步 又一阵狂风吹来 把他吹了一个亮枪 又改变了方向 走的路线又对了 走了几十步 他终于走到了错误的路线上 林城主长出一口气 但下一秒 他又愣住了 因为张扬突然就踩到了一个石头 踉跄了好几步 方向又改变了 走到了正确的路线上 一路上状况层出不穷 每一次都能让他改变方向 走上正确的路线 仅仅十几分钟 张扬就走出了凉亭 出现在他们三人面前 怎么可能 林城主和林夫人目瞪口呆 彻底傻眼 这是欧皇附体了 好了 张扬你走出来了 可以睁眼了 林青武眉飞色舞 兴奋至极 娇滴滴地提醒道 张扬心中大喜 马上睁开眼睛 冲林城主和林夫人一鞠躬 小叙张扬拜见岳父岳母 啊 林城主和林夫人气得要吐血了 头痛欲裂 憋屈郁闷 先前把话说得很满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爸 你堂堂成主 该不会反悔吧 林青武说 我 当然不会反悔 张扬 今后你就是我林定杰的女婿了 林城主的脸震红震白 思寸半天 还是说了这么一句 若是反悔 那损失太大 因为女儿 绝对会看不起她 或许会和张扬私奔 自己损失了一个天才女儿 还不如承认 女儿还在 还多出了一个毛脚女婿 天赋还不错 若能成长起来 将来也能做出一番事业 只是风流了一些 太好了 张扬和林青武都满脸狂喜 恨不得马上欢呼雀跃 小扬 你闭眼乱走 每一次改变方向 都有如天柱 轻松走出了天罗大阵 你是不是领悟了福运之道 林夫人好奇地问道 是的 张扬也不隐瞒 既然你领悟了福运之道 为何昨天用作弊的手段 林夫人咬牙切齿 若张扬昨天就光明正大地走出来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事 或许还能想到办法 拆散他们 真是个狡诈的小混蛋 哼 林成主也非常的生气 冷哼一声 岳母大人你误会了 昨天我还没领悟福运之道 我是昨夜领悟的 张扬真诚地说 昨夜轻武联系了我 于是我就知道 作弊被发现了 又听你说 福运之道可以走出天罗大阵 所以 我就全力领悟福运之道 结果我的天赋不错 倒数开花结果了 炼到大圆满 今天试验了一番 果然有用 多谢岳母大人您的指点 林成主和林夫人目瞪口呆 彻底无语 你作弊被发现 知道我们要再次考验 就开始领悟福运之道 一夜晋级练到大圆满 太离谱了吧 妥妥的妖念 变态啊 他这么变态的 愣了好久 林成主才清醒过来 看着林轻武 小声问 他很少入屋道殿修行 但却是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甚至有几种 已经融到大圆满了 再突然领悟福运之道 也很正常 不必惊讶 林轻武满脸的傲娇 一副余有容颜的模样 这一次张扬 太给他赚面子了 让自命不凡的父母 都惊呆了 简直爽翻了 我有话和你说 同我来 林成主带着张扬 去到了书房 细细问了问 张扬领悟的大道 就严肃地说 你的天赋很好 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时间 空间 生命 雷霆 转移 大知道 便知道等等 都是让人羡慕极度的顶级大道 潜力无穷 一些叛徒组织 外加一些敌对外族 绝对不希望你成长起来 所以会想方设法地除掉你 你可要小心了 千万别独自外出 即使要 也要变化一番 确保不被敌人认出来 嗯嗯 我会注意的 张扬连连点头 要不 岳父大人 你送我一个盗宝 我曾用盗宝 度过了两次危机 我是城主 肩负着一城人的安危 哪里敢随便制作盗宝 虚弱两个月呢 一旦强敌来袭 后果不堪设想 林城主没好气说 不好意思 是我梦忘了 张扬有点尴尬 你主修几种厉害的大道 不要全部修炼 没那么多时间 也没那么多资源 林城主又认真地叮嘱 就和昔日 旁 张扬的洞府中 林青武笑夜如花 满脸欢喜 奖励我什么 张扬笑道 我跳一曲舞给你看 怎么样 林青武略带羞涩地说 他领悟了五之道 而且已经修炼到遇到大圆满 距离容道 只有一步之差 五之道 其实没太大用处 只能娱乐 让别人欣赏 当然 修炼到高深处 跳舞能让男人神魂颠倒 若配上美之道 那就更恐怖了 是能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带无颜色的 而林青武非常骄傲 不屑于用五之道 和美之道对敌 他有时间之道 最近还在领悟剑之道 不过 五之道和美之道 也是可以犒劳秦郎的 这一次张扬的表现这么好 得奖励和表扬 好啊 张扬的眼睛亮起 格外期待 林青武换上彩色五一 用手机播放音乐 乾坤大陆的手机 是声音之道修饰 制作出来的道具 是声音法则的具现 音乐当然是格外美妙 余音绕梁 三日不绝 林青武伴随着节奏 开始翩翩起舞 武姿轻盈 群昧飞扬 名谋善赖 笑叶如花 武之道 美之道神通 自然而然施展 简直美得不可思议 张扬迷醉迷失 不知方向 只觉灵魂 都受到了洗礼 血液都在沸腾 生命似乎得到了 锐变和进化 这可比前世 见过的任何舞蹈 更精彩更美妙 艺术性也更强 恒大歌舞 和这一笔 就不值一提了 完全没有可比性 简直就是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云泥之别啊 张扬在心中感叹 一股浓浓的幸福 和感动 也涌上心头 这是我一个人 才能欣赏到的舞 他只为我表演 终于 一曲舞蹈结束 张扬用立地鼓掌 轻舞 你跳得太好了 我的心脏狂跳几个月 都停不下来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我的舞和美之道 仅仅遇到大圆满 连荣道都不是 后面还有那么多境界 林轻舞娇称 若领悟第九层法则 那又会如何的迷人 张扬满脸期待 有这么一个女朋友 真是太幸福了 等一下 我要去舞蹈店修行剑之道 你去吗 林轻舞 搂住张扬的脖子 寒情默默地看着她 要不 今晚就别修炼了 张扬也紧紧搂住 她的小蛮腰 口干舌燥 瘦血沸腾 不行不行 必须努力修行 我们还没强大起来呢 随时都可能遭遇强敌 从而导致很不好的后果 林轻舞当然知道 张扬想做什么坏事 她羞红了脸 连连摇头 这本剑道宝典 你拿去修炼吧 笔屋道店中的 剑道图好太多了 张扬取出剑道宝典 我的剑之道 已经修炼到荣道大圆满了 暂时突破不了 不需要它了 谢谢你 林轻舞非常感激 她当然知道 这层是张扬的战利品 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十有八九 张扬的剑之道 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提升 就是剑道宝典的功劳 两人又情不自禁的热吻 根本停不下来 还是林轻舞的定力高一些 率先清醒 焦修说 我回洞府 参务剑道宝典了 你也好好休息 张扬恋恋不舍 松开它 把他送出门 林轻舞走进他的洞府大厅 刚好向美云 从房间出来 素来就喜欢八卦的他 马上就兴奋地问 清舞 你带张扬回家 怎么样 你爸妈同意 还是反对 林轻舞现在 心情很好 也就没怎么隐瞒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哇塞 竟然如此的惊心动魄 向美云满脸震惊 原来 林轻舞的父亲 竟然是城主 怪不得不同意了 身份地位那么高 也怪不得 一而再的为难 和考验张扬了 张扬真的 就是一个妖孽啊 竟然还领悟了变之道 福运之道 被你妈骗了还能翻盘 真是了不起 向美云又连连感叹 张扬领悟变之道 和福运之道 是她的秘密底牌 你可不能说出去啊 叛徒组织和敌对势力 可不会放过她这样的天才的 林轻舞认真的说 放心吧 我一定守口如瓶 你呀 还没结婚呢 就如此向着她了 你爸妈都很郁闷吧 我也一样 向美云取笑道 不过 还是要恭喜你 和张扬修成了正果 终于取得了父母的同意 今后 你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恋爱了 但千万别忘记 我可是你们的媒人 必须好好报答我啊 我去修炼了 林轻舞羞涩难当 马上跑进了房间 张扬你一定很开心吧 不过 你还有一关没过呢 沐青青的家人 也未必同意啊 有的你头痛的 奇人之福 不是这么好想的 向美云又坏笑着自言自语 张扬目送林轻舞 进了洞府 并没马上回去修炼 而是取出一支烟 点燃 美美地吸了一口 吐出一个白色的烟圈 只觉无比的惬意 和舒爽 也没怎么修炼 更没怎么努力 就领悟二十多种大道了 还晋级融到大圆满了 甚至可以越级 对抗化到初期 中期的巨拨了 轻轻松松 就成了五状元 举国闻名 女朋友也有两个了 都是绝世无双的优秀美女 都温柔可爱 又不吃醋 还深深地爱着我 林轻主和林夫人 有意刁难 想要拆散我们 但还是被我轻轻松松 就化解了 现在他们也都同意了 林轻主还声色俱力警告我 别为婚线睡 哈哈 你以为我会听 真睡了你也只能单瞪眼吧 唉 前世是活着 今世才是生化 扔下烟头 踩灭 张扬正要回洞府 却见叶绿衣 翩然而来 如同一只美丽的绿羽天鹅 降落在张扬面前 杀贪狼等人的悬赏 已经拿到了 我换成了一些 修炼资源 给你送过来 的确是叶绿衣 拿那些人头去领悬赏 没想到 这么快就拿到了 谢谢老师 张扬接过除袋 进去坐坐 一起散散步吧 我有话和你说 叶绿衣眼里 闪过一丝寒光 第71章 惨了 落入了陷阱 张扬同学 你打算什么时候 去圣经 张扬和叶绿衣 并肩走出了学校 往后山的方向走去 开学的时候吧 张扬答 趁这一个多月时间 和沐青青龄青舞 好好地谈谈恋爱 再顺便修炼复印 和转移之道 就没必要提前去圣经了 我怀疑 有叛徒混进城中了 准备袭击你 叶绿衣促没说 所以 我希望你提前去圣经 正好和我同路 那会安全很多 提前去圣经 不也一样吗 叛徒组织 可能早就 在圣经做好了准备 一下飞艇 估计就要 承受攻击 张扬说 还不如在熟悉的地方应对 同时提升实力 多准备一些底牌 现在 他找到了复印目标 一个就是城主 林定杰 一定擅长很多 厉害的大道 一旦找到复印机会 就有巨大收获 至少能把时间之道 提升到 荣道大圆满 那自己的战力 就暴涨了 另外一个就是林夫人 若能复印他的 变之道经验 那他的变之道 就可以达到 荣道大圆满了 即使还不能变成 灰尘那么细小的东西 但变成小树叶 应该可以做到 逃命能力 当然也就水涨船高 你说的也有道理 叶绿一点点头 很有可能 叛徒组织 也猜你会提前去圣经 做好了 暗算你的准备 你不提前去 就打乱他们的部署了 明天我就回圣经了 我走之后 你要小心些 多谢老师关心 我会小心的 张扬感激地说 张扬同学 你看老师美吗 叶绿一突然停下了脚步 偏头看着张扬 怎么突然问这样的话 有点轻挑啊 张扬满脸古怪表情 瞪大眼睛 仔细地打量他 却见他皮肤雪白 眼眸清澈 笑容甜蜜 风胸肥吞 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 惊人的魅意 性胆美丽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且 有浓郁的粉红色忧香 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呼吸一口 情人心疲 几乎同时 张扬的脑袋 轰的一声就变成了空白 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 仅仅只剩下了这个女人 老师 你国色天香 沉鱼落雁 是天下第一美人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带无颜色 张扬把全部赞美的话 都说了出来 那我们去 小树林约会好不好 叶绿衣轻轻地 抓住张扬的手 媚眼如丝 艳光四射 好好 我们走 张扬哪里还有思考能力 拉着他主动往小树林走去 丁 监测道便知道 媚知道 香知道 财补知道 空间知道道果 是否复印 脑海中突然就响起了 复印机的提示声 张扬毛骨悚然 卧日啊 竟然不是叶绿衣 而是叛徒组织的杀手 因为 叶绿衣领悟的是空间 剑 速度 柔之道道果 他已经复印过 这杀人 是在施展诱惑手段 因我去小树林中 那里布置了埋伏 尽管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险 但现在 他已经中招了 被香和妹知道 神通禁锢了 彻底迷失了 所以 他竟然控制不了 自己的行为 紧紧搂住这个女人 身不由己的 往小树林走 明明不远处 就有巡逻的城位 但他没办法求援 喊不出来 满脑子都是这个美女的身影 只想和他去小树林快活 复印 张扬唯一能做的 就是对复印机 下达了这个命令 打打打 那小子 被胡门迷晕了头 不知东西南北了 胡门 那可是胡族顶级天才 他出手 诱惑我们人族天骄 那是十拿九稳 武状元张扬 绝对是今年唐国 武考涌现的最顶级天骄之一 可以进前五 拿下他 功劳巨大 小树林中 站着一群黑衣人 正在得意的议论 武状元张扬真风流啊 连华清大学的老师 都要勾搭 我倒是感觉 叶绿一在勾引张扬 那散发出的诱惑气息 太明显了 如此天才的武状元 老师也稳不住呀 想要爬上他的床 巡逻的城卫 也注意到了张扬和胡门 坏笑着议论纷纷 虽然学校在城外 但却是在城边 而且布置了防御阵法 还有专门的巡逻城卫 安全问题 还是能保证的 差点露出破绽 胡门听到了城卫的话 心中凛然 赶紧收敛了一些诱惑气息 老师 你有没有男朋友 张扬似乎清醒了一些 惶恐地问 厉害 我仅仅收敛了一点点 就差点清醒过来了 胡门暗暗地赞叹 不愧是天赋超着的武状元 老师没有男朋友呢 你做老师的男朋友好不好 胡门飞快地 拿着张扬钻进了小树林 马上就提升了两种道德威力 更多粉红色的香物 从他体内散发出来 阴晕开去 香气扑鼻 他的皮肤也变得白里透红 可以掐出水来 眼眸如水 艳光四射 简直魅到极致 张扬顿时魂飞九天 色受魂雨 彻底迷失 什么也不知道了 被这个女人 拉着往树林深处走去 丁 你复阴道胡门的 才不知道道过 领悟第四层法 则百分之一百 丁 你复印道变之道经验 变之道法 则领悟第四层百分之八十 丁 你复印道空间之道经验 领悟空间之道法 则第四层百分之七十 丁 你复印道妹之道道果 香之道道果 领悟第四层法 则的百分之一百 张扬脑海中连续不断 响起复印机的提示声 立竿见影 张扬就清醒了过来 因为他也掌握了 这两种诱惑人的道 抵挡能力 当然就暴涨了 哈 我一个大男人 竟然领悟了香和妹之道 张扬非常尴尬 但却是有天大好处 一个他从此抵挡诱惑的能力提升 不容易中招 两个就是 他变成女人的话 施展这两种道 别人绝对不会怀疑他是男人 总而言之 保命能力提升了 至于才不知道 竟然也适合男人 而且有无穷妙用 但 怎么脱险 张扬暗暗交集 因为 现在已经被几十个黑衣人包围了 任何一个都非常强大 为首的那个 甚至比贪狼还要强 可能是化到后期 或者大圆满 可怕的是 空间已经被禁锢 施展不了转移 和空间神通 第七十二章 关键时刻 还是要靠脑子 嘿嘿嘿 活着武装员张扬 爽 这一下 我们能获得巨额奖赏了 众多黑衣人 一个个看死人一样地看着张扬 满脸欢喜和激动 尼玛 这群叛徒 简直就是无耻之犹 多次来抓我杀我 换什么奖赏 张扬还装出一副 彻底迷失的样子 搂着胡门 不知东西南北 暗暗却是愤怒如狂 想着应对的策略 虽然有一个火之道盗宝 但未必能对付这群叛徒 火之道盗宝威力 虽然恐怖 但速度太慢 还怕水之道神通 加上那为首的叛徒 是化道后期 或者大圆满 更是一点把握 也没有 张扬同学 你别猴急吗 先脱掉衣服 才能办事吗 胡门娇撑着 推开要吻他的张扬 声音无比的交点 让人头皮发麻 骨头发软 就是要羞辱张扬一番 也是要在同伴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恐怖魅力 但不可思议的是 张扬不但没脱衣 甚至连脸上的迷恋之色 也彻底消散 怪笑道 胡门 你真是个狐狸精 还不变回你本来的模样 让大爷看看 这话 简直石破天惊 所有的黑衣人 外加胡门 都彻底地愣住了 一个个满脸的震撼 和不敢置信 张扬他竟然知道 不是叶绿衣 而是胡门 岂不是说 他根本就没迷失 话道初期的妹 和相知道神通 也奈何不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仅仅只是一个 十八岁的学生而已 再天才 也会在胡门的诱惑之下 彻底迷失 难道 他不是张扬 而是另外的高手 变化而成 是将计就计的陷阱 是的 一定是 否则 他即使没迷失 也不可能知道 这是胡门 胡门 还有诸位叛徒 你们好好看看 我是谁 张扬怪笑一声 在脸上一抹 顿时就变成了 另外一副模样 赫然就是凌晨主 林定杰 林定杰 所有人目瞪口呆 果然不是张扬 是林定杰冒充的 将计就计让胡 门又活过来 就是想要 把我们一网打尽 完蛋了 我们都死定了 想到这里 他们都吓得魂飞魄散 有人裤裆都湿透了 然后他们就炸锅了 开始疯狂逃命 有人腾空而逃 有人钻进了 茅草荆棘中 如同老鼠一样狂奔 有人驾驭道具法宝 钻进了黑暗之中 但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你们跑不了 时间停滞 张扬模仿着林成主的声音 大喊一声 时间法则 也施展了出来 周围的时间流速的 却变慢了 他们更是不敢怀疑了 逃得更快了 眨眼就不见了影踪 胡门 当然也不例外 网树林中 一钻就不见了影踪 实在是林成主太强大了 掌握的是时间之道啊 画到大圆满 甚至可以 对抗河道前期的巨拨 哪里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哼 一群萧小之辈 也敢来 算计本少爷这个挂逼 我吓不死你们 嘿嘿嘿 关键时刻 还是要靠脑子啊 张扬无比的得意 马上快速撤退 一出空间禁锢的范围 他就变成了小鸟 飞天去 不对劲啊 怎么没追上来 难道是假的不长 众多黑衣人逃了一会 发现风平浪静 就停下了脚步 一个个面面相去 疑惑至极 可能我们上当了 那真是张扬 只是他掌握了便知道 突然变成了林成主的模样 吓唬我们 一个黑衣人迟疑地说 不对啊 若他是张扬 怎么可能抵挡得了 我的妹何相知道 他再强 也就只有18岁 胡门 第一个反驳 其实就是他第一个逃走的 别人也才跟着逃 实在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张扬能吐醒来 还说他是林成主 那还用怀疑吗 那绝对不是林成主 若是的话 我们一个也跑不掉 早就被他拍死了 所以 那必然就是张扬 只是他天赋一柄 虽然迷失 在你的诱惑手段之下 但却是用坚强毅力 苏醒过来 还将计就计 变成了林成主 吓唬我们 从而逃出生天 为首的黑衣人说 是的 一定是这样 其余人也都连连点头 认可了这个推断 玄机就一个个气得 垂胸顿足 肺都差点气炸 啊 气死我了 最气的当然还是胡门 这可是 他第一次出族干大事 要完成胡族 二十岁的成人里 就他的身份和天赋 无比自负 所以选择了 张扬这个人类天骄 今年的南湖省状元 牺牲了不少色想 第一次被男人抱了 第一次被男人摸了 初吻也摸了 他和这么多强大的同伴 还被他吓得魂飞魄散 落荒而逃 简直就是奇耻大如 那混蛋的胆子 也太大了 竟然敢跟着他来到山林 就是想一路上占便宜吗 在这一刻 他恨不得时光倒流 回到那个时间点 那他绝对不逃 而是要把张扬抓住 带回胡族 做他的炉顶 用财卜之道 慢慢夺取 张扬所有的道果 和天赋 张扬 你别得意 下一次 你绝对逃不掉 而你唯一的下场 就是做我的炉顶 被我们胡族看中的天骄 没一个能逃脱的 你也绝对不会例外 胡门满脸的冷笑 眸中 也是冰寒的冷光 人啊 果然是不能得意 一得意 就会乐极生悲 张扬飞在空中 还在暗暗感叹 也就是在洞府门前 得意了一下 感叹了一回 就被胡门诱惑走了 差点就万劫不复 这世界的危险 果然无处不在 几分钟后 张扬出现在 多保楼的贵宾室 欧阳飞鸿很惊讶 大夜晚的张扬 来干啥 欧阳店长 刚才我遇到了危险 张扬半真半假 把发生的事说出来 谎言说是自己的精神强大 毅力超拙 提前清醒过来 靠智慧脱身 莫了问 我来这里就是想问问 你有没有办法 查到胡门的底细 我感觉那女人很危险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欧阳飞红目瞪口呆 然后她的脸色猛然大变 似乎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 大喊一声 完了 第73章 胡门的惊人身份 完了 胡门一定是最最恐怖 和邪恶的胡女 你被胡女盯上了 但不一定能查到她的资料 毕竟是外族 欧阳飞红满脸的 紧张和担心 但还是取出手机 点击一个特殊的图标 再输入密码 然后就进入了一个资料库 开始查询有关胡门的信息 多保罗的分店 虽然遍布大陆各处 收集了无数资料 密文建立了 庞大的不可思议的消息库 但仅限于人族势力范围 外族的资料还是不多的 所以 欧阳飞红才先打预防针 免得张扬失望 查到了 我发给你 欧阳飞红连连倒抽凉气 马上把胡门的资料 发送到张扬手机上 张扬开始细细地阅读 胡门 二十岁 胡祖九公主 颜值极高 国色天香 清国清城 沉鱼落雁 天赋极高 领悟妹之道 香之道 财补之道 变之道 空间之道道国 前三种道处于化道初期 后三种道处于容道境 深得胡王的宠爱 他的成人礼即将到来 一定会诱补一名人族顶级天骄 作为如顶 通过财补之道 慢慢夺取人族 天骄的道国和天赋 危险指数 五星 还附带了一张胡门的画像 应该是画之道修饰 绘制出来的 栩栩如生 逼真至极 瓜子脸 柳叶眉 樱桃小嘴一点点 一双桃花眼 波光练艳 勾魂射破 肌肤圣血 气质俱佳 还有一头橘红色的长发 飞扬空中 彰显了 他那骄纵自负的个性 目测身材一米七八 该大的地方 巨大的不可思议 该细的地方 堪堪一卧 该长的地方特别长 该翘的地方 也是翘得惊心动魄 绝对是上天的杰作 好漂亮的狐狸精 张扬忍不住 喝彩出声 你了解胡足吗 欧阳飞红 见张扬不知死活的赞叹 就意味深长地问 不了解 张扬摇头 他是穿越客 虽然接受了前身的记忆 但就如同雾里看花 不太清晰 欧阳飞红开始介绍胡足情况 胡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种族 并不是狐狸模样 而是和人族几乎一样 仅仅多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但必要时刻可以隐藏起来 胡足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一代代繁衍下来 也就成了一个庞大的种族 居住地毗邻着唐国 面积是唐国的十倍 胡足是和人族最类似的种族 也是和人族纠缠最深的种族 人类爱上胡女 胡女爱上人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但结局并不美好 往往就是人过早而死 胡越发年轻 强大 因为胡女擅长裁补之道 能裁补人的精气神 厉害的 甚至可以裁补你的倒数精华 把你的道果都裁补过去 让你从天才变成废才 所以 胡女最喜欢勾引人族天骄 将之变成卢顶 日积月累 迟早能把人族天骄的道果裁补过去 而胡足女中的佼佼者 二十岁有个成人里 会去人族各国诱拐天骄 每年人族都要损失很多天骄 可怕的是 胡足没男性 他们靠人族男性繁衍后裔 而且能控制后裔的性别 全为胡女 胡足一直是让人族头痛的种族 又爱又恨 能给你欢愉 给你快乐 但也能夺你的天赋 夺你的寿命 胡女的性格非常坚韧和偏执 一旦选定了卢顶目标 就不会放弃 会一而再地出手 直到达成目标为止 所以 你有很大麻烦了 胡妈那可是九公主 能调用到的资源和人力非常庞大 你必须得小心了 最好还是尽快去圣经 那里高手如云 胡足也不敢放肆 你可不要不放在心上 历史记载 被胡女添交 尤其是公主级别的 胡女钉上的人族添交 从来都没人能逃脱的 欧阳飞红严肃地说 无妨 我能应对 张扬魂不在意 一点也不担心 财补之道 他也复印到了 财补道果的能力虽然厉害 但需要用非常漫长的时间 三五年 七八年 甚至十几年 和他的复印之道一笔 简直垃圾地不行 何况 他还复印到了 媚合相知道 具备了抵挡诱惑的能力 不必太过紧张 当然 还是要稍作预防 于是问道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宝物出售 就是那种能看破变之道 看到别人真身的宝物 倒是有真理属性的道具 但看不破道型高深修饰的真身 使用的次数也有限 我们这里 倒是有一种真理之眼的秘籍 可以修炼出真理之眼 看破一切虚妄 但必须先领悟真理之道 那太难了 欧阳飞鸿说 真理之眼 可以看破一切虚妄 张扬的眼睛亮起 那岂不是不亚于孙悟空的火眼晶晶 或许更强 那必须修炼出来 前提是先复印到 真理道果 你知道 谁领悟了真理之道 我想去请教一番 张扬问 你是想要拜师吗 欧阳飞鸿恶然道 若有真理之道的道王 或者道地指点你 以你出类拔萃的天赋 快速悟道 也不是不可能 拜个毛线 张扬在心中吐槽 嘴里却是说 我就是去请教一番 真理之道非常特殊 必须是那些 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活了很长时间的修饰 才能领悟 所以 掌握真理之道的 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都是一方大佬 武刚还没人领悟真理之道 即使有 也不在武刚 欧阳飞鸿说 武刚没人领悟 张扬愕然 但也是能理解的 前世 他就知道 真理往往掌握在 少数人手中 这些人 都经历丰富 经历过 无数的失败和挫折 才能明目一些人生道理 那些科学家 数学家 各种开国帝王 应该算是掌握了 真理奥义的存在 普通人 能领悟各批的真理 武刚没这样的大佬 很正常 不过 穆家 也就是你女朋友 穆清清家里 来了客人 有人领悟了 真理之道 欧阳飞鸿画风一转 若你能拜师 那就发达了 还有这样的好事 张扬的眼睛亮起 他倒是知道 穆清清的小姨来了 难道 穆清清的小姨 领悟了真理之道 那必须创造机会复印啊 第七十四章 扫包少年柳开天 张扬买下了真理之眼秘籍 告辞而去 十分钟后 他出现在穆清清家的大门前 没林清武家那么奢华 但也不凡 古朴清幽 占地面积非常大 这两天有没有想我了 接到张扬短信的穆清清 从里面走了出来 飞快地拉着张扬 钻进附近的小巷子 一副小心翼翼 捏手捏脚 做贼的模样 似乎生怕被家人看到 但却是眼眸寒情 翘脸带笑 声音娇媚 一副初恋小情人模样 我想死你了 张扬把穆清清拥入怀中 欣赏着她那绝世的容颜 呼吸着淡雅的幽香 她无比的迷醉和满足 我也想你了 穆清清搂住张扬的脖子 含情默默 春情满脸 点起了脚尖 很快 他们就开始热吻 初恋的情人 往往控制不住自己 张扬即使两世为人 但在这方面 也和小白差不多 穆清清更是恋爱小白 陷入情望 那是格外的迷恋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取得了 亲母父母的同意 她爸竟然是城主灵定杰 张扬恋恋不舍 松开她那娇艳欲滴的唇半 开始报喜 她爸竟然是城主 你又是怎么取得 他们的同意的 穆清清很惊讶 张扬臭屁地说出了过程 哇 惊心动魄 一波三折 不容易啊 张扬你真厉害 我为你骄傲 穆清清惊叹连连 满脸崇拜 现在 我要想办法攻略你的家人 你感觉有难度吗 张扬试探着问 其实心中有点打鼓 穆清清的小姨 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领悟了真理之道 会同意她和穆清清 灵清舞的好事吗 这个 我们的事还是先保密 以后再说吧 反正我们还年轻 才十八岁呢 穆清清支支吾吾 显然 她的家人更难攻略 她一点信心也没有 保密就不必了 你们都进来 交代清楚 一道弹幕的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 张扬和穆清清悚然而惊 但竟然连抗拒的念头都生气不了 就一前一后 乖乖地走出了巷子 走向穆家大门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张扬一直在拼命地抵抗 释放出了全部领域 但还是没任何用处 还是鬼上身一般 走进了穆家大门 穆家灯火通明 迎面是一个宽阔的庭院 一对年轻夫妇 脸色漆黑 死死地盯看张扬 一个看上去 仅仅比穆清清大上 一两岁的美女站在一边 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一名衣着鲜艳 无比骚包的少年 正在烧烤一只 至少百斤的巨鸟 手法娴熟 动作夸张 这是我爸妈穆南山和柳千叶 这是我外 我表哥柳开天 她是我小姨柳依依 她是我男朋友张扬 今年南湖省武状元 我们是一次探险寻宝开始认识的 穆清清开始给双方介绍 之后就如同被控制了思维一样 把她和张扬恋爱的点点滴滴 一五一十 没有任何隐瞒地 说出了一切 包括张扬 有两个女朋友的秘密 甚至还把刚才 张扬告诉她 攻略了林清武父母的事 也细细地说了出来 完了 完了 难道这就是真理之道的威劣 言出法随 根本隐瞒不了 张扬满头大汗 脸色苍白 现在 她甚至不知道 到底是谁说了那一句话 让他们乖乖进来了 那声音不像女生 难道是穆清清的父亲 穆南山 还是穆清清的表哥 柳开天 柳开天看上去 非常骚包 名字也格外霸气 但 一个年轻人 怎么就领悟了真理之道 在这一刻 张扬有点迷茫了 气死我了 目父目母气得浑身颤抖 眼睛之中都快冒出火来 一个不小心 自己家的大白菜 就被这头猪拱了 而且还是两女一男 今天要打死这头猪 抽死这个逆女 正在烧烤的骚包少年 也猛然停了下来 冷漠的目光 投射到了张扬的身上 庭院之中的气息 无比的压抑 仿佛狂风骤雨 要来临一样 小姨 救命啊 穆清清现在 清醒了过来 满脸的恐惧 连连颤抖 不停向 小姨柳一一打眼色 柳一一偏头不理 显然也很生气 小家伙有点本事啊 竟然把城主夫妻 耍得团团乱转 率先开口的 竟然是表哥 也就是那个 骚包少年柳开天 他冲张扬招招手 过来坐 张扬就如同鬼上身一样 身不由己走过去 在他对面的板凳上坐下 小家伙 你真像我年轻时候 那些兄弟啊 那年我的八个好兄弟 都是十八岁 天赋无双 意气风发 双手插兜 不知什么是对手 即使是省状元 也不放在他们眼中 他们都很帅 也都很风流 有的谈了两个女朋友 有的谈了三个 有的谈了五个 最多的谈了九个 都是倾国倾城 碧月修花的美女 修行天赋也非常好 骚包少年柳开天满脸 都是追忆表情 你就扯淡吧 表哥而已 能比我大多少岁 还喊我小家伙 还有八个 谈了那么多女朋友的好兄弟 张扬哪里肯心 但没反驳 倒要看看 他想干啥 小家伙 你猜他们的女朋友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 柳开天意味深长地问 我猜他们和他们 走到了最后 过着让无数人羡慕的幸福日子 张扬硬着头皮说 他不是傻子 若他们真有好的下场 估计也不会当作 例子在这里说 现在他也基本上明白了 柳开天的意思 就是想要劝退他 和沐轻轻分手 聪明 竟然猜对了大半 柳开天赞叹道 怎么不按牌里出牌 张扬愕然 彻底的糊涂了 这家伙东拉西扯 到底是啥意思 最后 他们都做了我的女人 我对他们很好 让无数人羡慕 但他们 却并不幸福 也并不快乐 柳开天识破天惊地说 张扬满脸猛逼 彻底傻眼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特么的 你是曹贼吧 喜欢兄弟的女人 翘了他们的墙角 第74章 复印道地道果 你和我的八个兄弟 真的很像啊 柳开天 又意味深长地说 你 张扬气得要吐血了 难道 这家伙 就是在讥讽他 保不住女朋友 迟早会被人夺走 让我提前放弃 免得自寻烦劳 也免得害人 你也如同他们那样天才 也如同他们那么风流 柳开天叹息说 应该也会和他们一样 害了不少美丽的女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张扬怒不可遏 这骚包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 胡乱联想 兄弟们啊 我又想你们了 柳开天满脸的痛苦之色 你们在地下还好吗 张扬彻底无语 气得要骂娘了 原来他的八个天才兄弟 都已经死了 怪不得他们的女朋友 跟着柳开天了 这家伙说我像他的八个兄弟 不就是说我也会早死吗 太气人了 你知道他们有多天才吗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柳开天又看着张扬问 不知 张扬没好气说 他们十八岁就融到大圆满了 和你一样 也都领悟了二十多种道 能越即杀敌 但都死得很惨很惨啊 柳开天说 老大 老三被虎女诱走 成为了卢顶 拼命的修炼和感悟 但所有道果都被裁补走了 不到百岁就死了 老二被叛徒组织成员杀死 脑骨被做成了尿壶 老四成了军中将领 被人暗中一刀捅死 到现在还没找到凶手 老五 老六结伴去胡族救老大老三 当场被斩成了肉泥 老七领悟了不死之道 晋级河道的那天 动静太大 不死一族的老祖杀道 把他一巴掌拍死 老八和我一样 狠狗 所以活了五十岁 在五十大寿的那一天 款待宾客 被毒到巨博毒杀了 他们的女人 都年纪轻轻 做了寡妇 无比的痛苦和悲哀 虽然最后都跟了我 也很少展露笑脸 好惨 张扬倒抽了一口凉气 再一次体会到了 乾坤大陆的残酷 想要活得长久 太难太难了 意外随时会发生 一个不好 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知道他们 为何会横死吗 柳开天又问 因为他们太天才 让人妒忌 也让敌对国家 或者组织忌惮 所以要扼杀他们 在摇篮之中 张扬说 错 柳开天说 是因为他们太高调了 处处展露锋芒 还找多个优秀的女朋友 能不引人瞩目吗 即使是狠狗的老八 也犯傻般受验 那不是告诉别人 快来毒杀他吗 看到我 当时一个女朋友也没有 默默无闻 从不引人瞩目 所以 我活着 他们死了 而他们的女人 也都归我了 现在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都是你编的故事吧 张扬美好气说 清清 告诉他我的身份 柳开山淡淡地说 其实他是我外公 今年五万八千岁 由于领悟了生命之道 所以能青春永驻 看上去就如同一个 十八岁的少年 所以不喜欢 让我喊外公 让我喊表哥 如今 他是天山道门的门主 天道静 我们唐国 最顶级的道地之一 还领悟了真理之道 沐清清 在张扬耳边说 卧槽 顶级大佬啊 张扬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找了两个女朋友 本以为是普通出身 没什么背景 那搞定家人 也不会太难 但没想到 背景一个比一个恐怖 林青武的父亲 是城主 话道尽道君 林家 也定然是大家族 而沐清清的外公 竟然是道地 天山道门的门主 掌握生命 和真理之道的顶级大佬 这一下麻烦大了 他看怪物一样的 看着柳开天 这可是活了 五万八千年的老古董 活生生的道地啊 身份等同于 前世的国家大佬 普通人 那是见不到的 但现在 我见到了 看来我也不普通啊 小家伙 别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柳开天风骚的 撩了一下长发 前辈 你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呀 张扬赶紧恭维道 现在我问你 明白怎么做了吗 柳开天挑了一下眉毛 师父在上 兽徒儿一拜 张扬直接跪了下去 抱住柳开天的一条腿 死也不放了 快 复印真理之道经验 不等复印机监测 柳开天有什么道果 下令道 现在 必须争分夺秒 这么好的机会 失去就没有了 柳开天满脸猛逼 特么的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哪里想收你为徒了 我是让你这个短命鬼马上 和沐青青分手 不要害他 你特么的 是不是有点傻 竟然一想天开 以为我想收你为徒 你想的美呢 天才无数 我都不屑一顾 你又算老姐 能让我看上 这家伙 是不是个傻子 沐青青父母 小姨柳依依也都面面相去 满脸的迷茫 拜师 你做梦想吃屁呢 让你和沐青青分手 你不明白吗 张扬的脑回路 也太亲戚了吧 若是外公 愿意收他为徒就好了 沐青青也看傻了眼 心中莫名的 有了一丝期待 小子你 是不是脑子有病 谁想收你为徒 你这种注定短命的天才 谁要要谁要 反正我不要 我的意思就是 既然你注定短命 就别祸害女人 马上和沐青青分手 最好也和林青五分手 柳开天黑着脸说 前辈 你必须收我为徒啊 否则 你的脸就丢光了 怎么有脸贱人啊 张扬继续抱住不放 必须拖延时间啊 就这么一会 道术已经开花了 马上就要接出真理道果了 啥 我不收你为徒 脸丢光了 又是什么道理 柳开天愕然 这小子的脑回路 怎么这么亲切 前辈你是堂堂道地 堂国的大佬 有义务呵护堂国的 超级天才成长起来 增强堂国的实力 呵护超级天才 最好的办法 不就是你收之为徒 带去天山培育吗 等他们晋级道王 或者道地 不就安全了吗 张扬口若悬河 语速极快 而我就是超级天才 你当然要收我为徒啊 第76章 领悟真理之道 柳开天惊呆了 荒谬 道王 道地是呵护就能出现的吗 是羊骨养出来的 一百只虫 互相残杀 互相竞争 剩下那一只就是王 就是骨 但若好好保护这一百只虫 全部活得好好的 他们到死也出不了亡 柳开天呵斥道 你这样的心态 能成长起来个屁 趁早别害人了 前辈 人不是虫 只要好好培育 加强历练 晋级道王道地的概率 定然大大提升 张扬不敢苟同 有太多的话 太多的理由要说 从而拖延复应时间 可惜 柳开天丝毫不给张扬辩驳的机会 一脚把张扬甩开 飞出去十几米远 闭嘴 你以为只有你聪明 百万年来 别人没想到过 没尝试过 告诉你 通通失败 可惜了 张扬暗暗惋惜 他的道数上 已经接触了一个真理之道的道果 由于复印道的经验太少 仅仅只处于炼道大圆满 也就是说 他仅仅领悟了第二层法则的百分之一百 不涉及遇到精 至于超级天才成长起来 是靠养骨 还是呵护 他一点也不在乎 仅仅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而已 也算达成了目的 应该可以修炼真理之眼了 张扬微微一笑 小子 今后你和穆青青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现在 你可以走了 柳开天指着大门 用的是真理之道神通 言出法随 外公 给他的机会呗 穆青青无比焦急 抓住柳开天的手 摇晃着撒娇 晚了 我已经言出法随了 柳开天甩开穆青青 转过身去 不想看棒打鸳鸯的悲伤痛苦场面 这样的场面 他看过太多 他也笃定 张扬现在正一步步走出门去 从此远离穆青青的世界 也绝不会再联系穆青青 这就是真理 颠簸不破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张扬没走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 前辈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绝处能逢生 九死也还有一生 物极必反 乐极生悲 你怎么就能断定 我是那九死 不是那一生 你怎么就能断定 我和穆青青 不能走到最后 你还是给我一个考验 或者设定一个条件 若晚辈能做到 你就不得阻止 还要祝福我们 当然是因为 张扬有真理之道道果了 练到大圆满 境界也不算低 而柳开天 也没权力施展真理神通 于是就对柳开天的 言出法随 免疫了 咦 柳开天猛然转身 满脸惊讶 你竟然能抵挡我的真理神通 莫非 你还领悟了真理之道不成 穆青青也一脸惊喜 幕父幕母 外加柳依依也满脸惊讶 看怪物一样的看着张扬 刚才晚辈看前辈多次施展真理神通 偶有感悟 就到树就开花 然后结果了 张扬轻描淡写 一副不值一提的模样 穆青青父母 柳依依都目瞪口呆 见过无数天才 但没见过这样的妖孽 毕竟 真理之道是最难领悟的 必须是那些经历过无数磨难 做出一番事业的大佬 才有领悟的可能 年轻人领悟真理之道 那和做梦差不多 柳开天的嘴角也抽了抽 但还是尽量一副平淡的口吻问 那你现在到什么境界了 入道初期 中期 后期 不是 难道还晋级练道了 能制作真理道具了 晚辈晋级到练道大圆满了 真理之道果然很难领悟 昔日 我领悟一些道 大部分都可以视如破竹到遇到境的 张扬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 众人彻底无语 特么的 这魂小子说的是人话吗 一悟道 就可以视如破竹 晋级遇到 真理之道 瞬间晋级练道大圆满 还不满意 你这么会装逼 就不怕被人打死 你 再吹牛皮吧 幕府第一个不幸 这一道 据献个真理道具给我看看 柳开天当然也在怀疑 冷冷地说 这又何难 张扬伸出右手 真理之道具现 很快就出现了一张法纸 其实就是一页纸张 巴掌那么大 空白 没有任何文字 但一旦施展 就可以延出法随 价值不菲 竟然真实练到大圆满进 柳开天彻底无语 其余人也都震撼至极 难以置信 难道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妖念 瞬间领悟真理之道 连破三个大境界 他以前没领悟真理之道 柳开天还是不信 问穆青青 我也不知道啊 但以前他没师长过 不过 他是个老六 永远都隐藏着很多的底牌 所以 他因此了贪狼 穆青青眉飞色舞 说了一些张扬的英勇事迹 无考的时候 伪装成弱小的遇到静 艰难无比 久死一生才打败王天一 勉强夺取了武庄园 结果竟然是荣道大圆满 还掌握了恐怖的大知道 臭名昭著 狡诈无比的贪狼 就这么被阴死了 柳开天 柳依依 目父目母 都有点无语 原来是个超级老六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成长起来的可能 否则 贪狼那一关就过不了 早就尸骨无存了 小子 我给你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考验 柳开天沉吟良久 淡淡地说 多谢前辈 很简单 只要你晋级到底 我就同意 你和穆青青的事 在这之前 你们只是普通朋友 和同学的关系 不是恋人 柳开天冷冷说 晋级到底 满心欢喜和期待的穆青青 彻底傻眼 忧愿地看着柳开天 外公 你这是什么机会和考验 简直就和拒绝没任何区别 穆家人却连连点头 这机会和考验不错 万无一失 就不要担心 张扬能不能成长起来了 中途夭折 丝毫影响不到穆青青的名誉 前辈 你晋级到底 用了多长时间 张扬醋没 问道 也不是太长 刚好一万年 柳开天轻描淡写 一万年 那黄花菜都凉了 张扬气炸废 你这不是玩意吗 有更快晋级的吗 张扬定定神 又问 第七十七章 十年之约 有 历史记载 古往今来 有十个超级天才 仅仅用五千年时间 晋级到地 不过 其中九个过一百年就陨落了 因为寿命到了 另外一个命印 又活了三百年才死 柳开天说 没领悟生命之道 基本上是不能晋级到地的 穆青青在张扬耳边补充道 你也领悟了生命之道 就没这样的担心 原来生命之道如此重要 张扬若有所思 但 五千年 万年 实在是太久了 等不及 大好青春也就流逝了 完全就是暴天天物啊 这条件不能答应 但这可是生命到地啊 太强势了 怎么办呢 前辈 能不能换个条件 换成我的战力 达到道地 到时 只要我光明正大的打败某个道地 就算通过了 怎么样 张扬说 自己是挂逼 若复印到几千种道果 都达到了和道境 战力定然很强 越即打败 道地是有可能的 这比晋级道地 要轻松太多 也快上太多了 既然你要改条件 那就给你改一个 你不一定要晋级道地 只要你能打败我 就算你通过了 柳开天冷笑一声 外公 这不公平 你可是活了几万年的道地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要修炼到比你强大 几乎不可能啊 穆青青急眼了 这比晋级道地 还要艰难无数倍啊 根本没办法达成 是他自己要改的 我这也是 为了防止他作弊 若他和某个道地达成协议 今天就假打一场 那不是今天就达成条件 柳开天冷笑道 他可是有作弊前科的 变成变尖 骗过灵定节 穆青青气坏了 还想辩驳 但却是被张扬阻止 不用担心 我能做到 而且很快 张扬是真生气了 柳开天太可恶了 处处为难他 简直不给任何机会 不过 老子是挂逼 等我再复印几年 未必就不能打败你 到时看你的老脸 往哪里放 很快 穆青青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张扬 其余人也是一样 都怀疑张扬气疯了 再胡言乱语 最多十年 我就可以做到 青青你等我十年 我就会光明正大来娶你 张扬气势万丈地说 张扬 我相信你 我等你 永远等你 穆青青满脸崇拜和爱恋 告辞 张扬一拱手 挺直脊梁而去 呵呵 等你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就知道厉害了 柳开天冷笑连连 不要说十年 就是给你万年 也做不到 柳依依也在吃笑 也只有她才知道 柳开天有多么强大 哪里是区区一个天才少年 用十年时间就可以超越的 做青秋大梦呢 回到洞府 张扬收到了穆青青发来的信息 张扬 他们明天一早 就要带我去天山道门修行 我好舍不得你 张扬 我会一直等你的 永远等你 你不要着急太过努力修行 欲速则不达 心态一定要好 目前你最重要的 就是注意安全 张扬 外公和我说实话了 说你这样的超级天才 太过锋芒毕露 太过耀眼 很像天际的流星 容易陷入永恒的黑暗 所以他担心你成长不起来 才阻止我们的 他是关心我才这么做的 你不要恨他 张扬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要小心虎女的诱惑 外公说你很可能已经成为虎女的目标 一定要警惕 我也会努力修行的 等我变强了 具备自保能力 外公也就管不住我了 张扬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或许是受了刺激 刚才我凝聚雷霆倒果了 声音倒果也同时凝聚了出来 我外公和小姨都很惊讶 表扬我了呢 多好的女人 张扬感动得泪流满面 自己的运气真好 竟然泡到了林青武和穆青青 太幸福了 我一定会破除万难 成长起来 再迎娶你们 和穆青青聊了一会 又安慰了他很久 张扬就开始仔细地阅读 真理之眼秘籍 虽然仅仅是手抄本 但却是超级珍贵的宝物 因为是掌握真理之道的大佬写出来的 哪里是普通人能见到的 张扬是多宝楼的特级客户 也才能买到这种宝贝 怎么可能 练道镜大圆满 竟然不够资格修行真理之眼 必须容道镜 张扬研究了一番之后 就有点傻眼 要求也太高了吧 一咬牙 他开始感悟真理之道 必须修炼出真理之眼 才能看破虎女原型 才能逃过众多暗算和陷阱 没去误道店 因为那里没真理之道道图 他服用了很多误道果和误道单 闭上眼睛 陷入了真理之道玄奥的天地之中 其实就是他的意识 沉入了真理道果 在真理道果之中遨游 各种各样的真理 一一在脑海呈现 但都是一些比较粗浅的真理 都是柳开天领悟道 被张扬复印过来 其实我掌握很多厉害的真理 欧姆定律 电弓定律 娇尔定律 阿基米德定律 电荷守恒定律 高斯定律 牛顿力学定律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元素周期表 张扬的脸上浮出了诡异的笑容 前世所学到的物理和化学 甚至数学知识一一浮现 转化成了真理之道的法则奥义 简直就是汹涌如海 咔嚓一声 张扬突破了 真理法则突破到了第三层 而且在快速的进步 1% 10% 20% 100% 直接就遇到大元满了 但 竟然还是没有停止下来 还有不少的知识定律公式 再转化成真理奥义 咔嚓 又是一声大响 张扬又突破了 真理法则突破到了第四层 1% 2% 3% 最后就停留在100% 一动不动了 卧槽 融到大元满了 这也太快了吧 张扬彻底的猛逼了 这一次可不是靠复印之道 而是靠着自己前世所掌握的知识 感谢前世出生贫穷 所以努力学习 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学到了很多知识 以为无用 但没想到 穿越之后才展露威力 爽啊 第78章 构筑真理第一定律 可惜了 前世没读研究生 也没读博士 没学到更多的知识 否则 定然可以晋级化到 张扬也有点遗憾 而他也知道 今后想要提升境界 就千难万难了 真理之道 是最难修炼的 谁能掌握那么多的真理 根本就不可能 即使是柳开天 估计真理之道的境界 也不会太高 所以 今后要变强 还是要靠复印更多的道果和经验 他马上开始修炼真理之眼 这一次非常轻松 仅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修炼成了 他的两个眼睛 发生了神秘的变化 黑白分明 清澈透明 视力也百倍增强 看得更远 胜过前世超级厉害的望远镜 还能黑夜视雾 和白昼没有区别 对于真理之眼而言 物体就存在那里 和有没有光无关 所以能清晰地看到 更神奇的是 能清楚地看破隐藏着的生物 泥土中的虫质 藏在树洞中的小鸟 隐藏在乌云中的飞鸟 全部都一览无余 第二天清晨 张扬把林清武 向美云带去了学校后山 这里很危险 当心有人暗算你 张扬 你的心也太大了 多次被袭击了 还不惜取教训 林清武和向美云 都有点紧张 不用担心 附近没坏人 张扬神秘一笑 他已经用真理之言 仔细扫描过 十公里区域 都没任何强大生物 最强大的 竟然是那一棵 领悟了转移之道的无名小树 现在 他就藏在某个隐秘的山谷中 继续猥琐发育 但还没尽练道径呢 远远比不上张扬的进步 毕竟他就是一棵树 拥有漫长的寿命 但领悟能力 当然也就差了一点 加上得不到修行的各种资源 真理之眼的能力 简直强得令人发指 估计柳开天 也修炼出了真理之眼 所以 昨天晚上能隔墙看到 张扬和穆青青约会 你想干啥 快说 向美云催促道 我修行有了进步 想和你们切磋一下 看他威力 张扬笑道 然后小声喃喃道 构筑我的真理 第一定律 一切对我的有形攻击 都会落空 这是他苦苦研究一晚上 研究出的真理防御神通 当然 也是因为他听说过 有真理大佬 构筑出了真理三大定律 基本上无敌了 而真理之道 达到容道境 是可以构筑真理 第一定律的 然后他冲两人勾手 你们全力攻击我 杀 向美云非常干脆 取出斧子狠狠地斩向张扬 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斧子 竟然诡异地 脱离了向美云的控制 突然就改变了方向 斩在张扬后面的一棵树上 把树斩断了 轰然倒塌下来 而倒下来的树 本来是 冲着张扬压来 但却突然改变了一个角度 完美地避开了张扬 倒在了另外一边 咦 你的转移之道有突破了 现在可以转移攻击了 向美云惊讶出声 以前张扬的转移之道能转移位置和伤害 现在再增加一个转移攻击 也顺理成章 他误会很正常 不过 这是真理第一定律防御 永远伴随 即使你睡着了 也不会消失 而转移之道虽然厉害 但必须靠张扬驱动才能起作用 而且还容易被空间之道破解 张扬的转移之道很难修行 还没突破到龙道镜呢 当然不可能出现新功能 再来 张扬兴奋不已 真理第一定律真好用啊 时间迟滞 林轻武也伸手一指 时间神通发出 想要禁锢张扬 但 张扬还是若无其事 反而是他身边十几米远处的一个小区域的时间流速降低了 真理第一定律 再斩神气 太厉害了 向美云和林轻武再一次震撼 竟然连时间神通也对付不了张扬 看来张扬的转移之道突破龙道了 真能转移攻击了 甚至能转移时间神通攻击 两人的误会加深 不错不错 张扬自己也很满意 林轻武的时间之道 可是晋级融到晋了 威力是很恐怖的 但也破解不了真理第一定律 从今天起 自己就有真理第一定律防御 安全太多了 不过 张扬也心中血量 真理第一定律虽然厉害 但也是有极限的 若攻击威力太过恐怖 应该就防御不了 频繁攻击 持续攻击 也有可能打破防御 所以 不能骄傲自满 也不能麻痹大意 还是要继续想办法 复印更多的道果和经验 提升战力的厚度 激发自己的潜能 当然 也必须努力 修行复印之道 即使每天只能 进步0.1% 也必须坚持 总有一天 能晋级融到 甚至更高的境界 才能收割 更肥美的韭菜 停止了切磋 张扬搂着林轻武 那如同树卷的小男腰 问 你的剑之道进展如何了 剑之道宝典 很不简单 昨夜我就凝聚出道果了 领悟第一层法则的30% 林轻武妩媚地看着情郎 笑叶如花 我会继续努力地 争取开学前 把剑之道 晋级融到镜 太好了 张扬满脸喜色 心中也暗暗震撼 林轻武的天赋太好了 一领悟剑之道 进展竟然如此快速 自己是捡到宝了 爱死这个美丽优秀 温柔多情的女人了 又攀着像美云的肩膀 问 你呢 力之道有突破吗 领悟了第四层法则的30% 马马虎虎吧 向美云略显傲娇 这进度 绝对可以吊打 别的领悟力之道的天才了 很好 继续努力 早日晋级化道尽 张扬鼓励 很快就复印到了他的悟道经验 让他的力之道又进步了 我去悟道店修行了 免得影响你们 你们也当心点 别在危险区域谈情说爱 向美云打趣地说了一句 就一溜烟走了 必须努力啊 否则 被张扬远远超越 甩下 太没面子了 张扬修炼那么多种道 自己仅仅修炼一种 无论如何也要追上他的境界 他一走 两人就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耳并撕磨 亲密至极 可惜 林青武的手机突然响起 一接通 他的脸色就大变了 第79章 又东窗事发了 怎么了 张扬惊讶地问 我爸让我们马上 去县办公大楼见他 似乎很生气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林青武说 昨夜你 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没有 绝对没有 张扬信誓旦旦 昨夜做了不少的事情 但都是好事啊 没任何坏事 五分钟后 他们两个就走进了县办公大楼城主办公室 林定杰霸气地坐在办公桌后的高背椅上 面前站立了四人 陈卫军 统领李扬 和三名属下 李扬正在小心翼翼地赔罪 城主 属下实在惶恐 知道了这件荒唐事 本不想禀报 让城主宁生气 但又怕轻无所托非人 才硬着头皮请城主恕罪 不会是你们眼花看错了吧 林城主在强压愤怒 我们亲眼所见 绝无虚假 三名城卫军士兵拍着胸脯保证 张扬 昨夜你和叶律一老师 在大马路上搂搂抱抱 场面不堪入目 最后还钻进小树林中去了 你的道德如此败坏 品行如此不端 让我大失所望 也痛心疾首 林定杰看着走进来的张扬 满脸的厌恶 怎么可能 林清武惊呆了 满脸的不敢置信和荒唐之色 张扬 你快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那并不是叶律一老师 而是狐女 狐妈变化而成 张扬很尴尬 不得不把昨夜狐妈勾引她 引她入陷阱 要活捉她带去做炉顶的事 说了出来 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所以她打算一直隐瞒 永远烂在肚子里 但没想到 仅仅一天就东窗事发了 不信 可以让叶老师来作证 莫了张扬还补充着说 众人彻底无语 尤其是林成主和林清武 一个个都摸着额头 不知说什么好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 你差点就被人活捉走了 从此成了卢顶 被财补殆尽 最后尸骨无存 你侥幸逃脱 竟然若无其事 当没发生过一样 你的神经就这么大条 原来是一场误会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李扬率先清醒 连连道歉 又狠狠地瞪了桑的属下一眼 你们是一群白痴啊 看到那样异常的情况 怎么就不怀疑 不禀报 至少也跟上去看看啊 若不是状元狼机灵 应变能力超强 那后果不堪设想 是 我们错了 三名属下也都满脸后怕 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你们退下吧 林成主挥手让四人下去 取出手机 联系叶绿一 让他过来了 叶绿一护送张扬等人回来 并没马上回圣经 因为有一些招生手需要处理 比如招收到的学生档案交接 家人的安置 什么 还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绿一听后目瞪口呆 连也瞬间就变得飞红 狐闷变成他的模样 诱惑勾引张扬 让他很尴尬呀 狐闷是狐足酒公主 天赋一禀 早就晋级化道径 还有那么多的帮手 你竟然能及时清醒 还能逃脱 叶绿一先澄清了自己 然后就质疑道 张扬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我也有点不信 林承主也附和说 凝聚出十五种道谷的许彪道君 被狐闷的姐姐狐妖王 狐瞎诱惑 也没抵挡得住 被裁不走了大半的法力 虽然最后逃了出来 但还是法力大损 道谷崩溃 走火入魔 生命垂危 你又算老姐 能逃过一劫 那是狐妖王啊 比许彪道君高一个大境界 张扬说 狐妖王 相当于人类修饰的道王 当然比道君要强大得多 狐闷也比你高出一个大境界 林承主冷冷地说 许彪道君也是绝世天才 领悟了七八种顶级大道 能越级杀敌 天赋不亚于你 你怎么解释 这个 其实当时我一着了道 我还是心中清楚的 想要反抗 想要求援 但既然做不到 也就是说 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张扬不得不半真半假地解释 若想不出办法 那我就彻底完蛋了 于是我集中生智 全力领悟妹和相知道 由于正在被这两种道的 悬崖攻击和侵袭 我领悟起来的速度飞快 然后结果 于是我就有了对抗的能力 从而清醒过来 再想出了吓唬他们的办法 莫办法 想要蒙骗叶绿衣和林承主 实在是太难了 只能九真一假地交代了 而先前之所以想隐瞒 也有怕解释不清的原因 你是不是在说笑 林承主 叶绿衣 外加林轻武都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 你一个男人 竟然还能领悟妹和相知道 而且是那么快的速度 你是在逗我们吧 真的 不骗你们 张扬满脸真诚 你当场施展一下 我就信 叶绿衣细写道 对对对 林轻武也饶有兴趣 这个 张扬无比尴尬 简直就是要射死啊 你变成狐妹 施展一回试试 若你真掌握了这两种道 那你冒充狐女 是有奇效的 今后会有巨大作用 林承主用诱惑的语气说 国家会给你特殊奖励 有多少奖励 张扬的眼睛亮起 前世穷苦了一辈子 所以对于财富 格外有兴趣 至少一百万高级道士 林承主说 那你就看好了 张扬把身躯一摇 就变成了狐妹 妖娆性感 美艳迷人 简直能让任何男人迷失 而当张扬师展出 魅合相知道神通 就更不得了 皮肤变得娇嫩雪白 弹指可破 浓郁的粉红色香物 从身上散发出来 呼吸一口 魂飞九天 茫茫然不知东西南北 脑海中 眼睛里 只有这个绝世无双的美人 妖狐 你找死 林定杰 有点抵挡不住了 闪电般后退 满脸的忌惮 显然认定这不是张扬 而是狐妹 这不是张扬吧 叶绿衣和林青武 也都在怀疑了 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这是张扬变成的狐女 否则 怎么可能妖娆 美艳到如此地步 施展的魅合相知道神通 怎么会如此恐怖 威力无穷呢 第八十章 出发去圣经 林成主 奴家美吗 狐妹儿妖娆地扭动着妖枝 奄然一笑 风情万种 声音也娇媚动听到极致 这是施展了声音之道配合 即使是狐妹儿本人 也难以发出如此诱人的声音 你到底是谁 林成主额头冒汗 双腿发软 心脏狂跳 血液沸腾 奴家狐妹儿 成主你愿意和奴家走吗 狐妹儿含情默默 媚眼如丝 简直太诱人了 真理计 林定杰的手中 优得出现了一面古朴的铜镜 是真理属性的法宝 可以照出任何妖孽原形 他对着狐妹儿一照 然后就哭笑不得了 哪里是什么狐妹儿 赫然就是一个帅得令人发指的男人 不是张扬 又是谁 张扬 你有点本事啊 竟然真的领悟了两种狐足擅长的道 加上便知道 冒充狐女 那是唯妙唯笑 没有任何区别 林定杰赞叹道 真是张扬 叶律一和林青武 还有点不敢置信 走过去看了一回真理经 才彻底地相信了 奖金拿来 张扬马上就收了神通 便回了自己 期待地问 等你去了圣经 学院会给你申请奖金的 林成主美好气说 见钱眼开的浑小子 我会给你申请 叶律一也笑道 你们收拾一下 明天就去圣经吧 林成主说 那里安全很多 既然你被狐妹儿盯上 他不会放弃的 下一次的袭击 很快就会来临 所以 必须避开 叶律一也附和道 张扬 我想去圣经了 林青武也撒娇道 好吧 那就明天去 张扬其实是不怕狐妹儿的 掌握了真理之道 还修炼成了真理之眼 能看破狐妹儿的原形 甚至有可能反杀他 奈何众人都担心他的安危 加上穆青青今天一早 就去了天山道门 不能和他谈情说爱了 也就没必要继续待在武冈 妈 我们回来了 林青武拉着张扬 走进了林府的大门 他们已经回学校 收拾好了行李 今晚在林府住一宿 明天启程去圣经 这是林城主安排的 生怕今夜出什么幺蛾子 祝他的府邸 那才真正安全 快进来 林夫人满脸欢喜地迎接 请张扬在客厅坐下 自己去忙碌地做饭做菜 要好好款待张扬这个毛脚女婿 竟然能从狐妹儿 布置的陷阱中逃脱 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成长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坐了一会 林青武又拉着张扬去了他的闺房 温馨整洁 充满少女气息 张扬搂住了他 他娇羞地依偎他的怀中 甜蜜幸福的感觉 让人迷醉 你爸快回来了 还不出来 真不知羞 林夫人的声音突然响起 都是你 被我妈听到了 林青武娇羞无限 翘脸烟红 她这么厉害 张扬很惊讶 我妈姓杨 名叫杨宇红 来自圣经杨家 顶级大家族 擅长雷霆 声音之道 一个个都是万里尔 能听到一切 林青武傲娇说 我妈更是出类拔萃 还擅长变之道 剑之道 空间之道 昔日 可是圣经道院的第一笑话呢 哪里能听不到我们的小动作 你爸是不是也出自大家族 张扬点点头 又问 我爸不是 和你一样 出身普通 但天赋好 运气好 又非常聪明老成 度过了很多危机 所以成长了起来 林青武笑道 林府奢华的客厅中 林城主 林夫人 设豪华酒宴 款待张扬 林青武 陪坐张扬身边 四名年轻貌美的侍女 在一边伺候 岳父岳母大人 我敬你们一杯 张扬连连敬酒 就是想要 把他们灌醉 复印一下误到经验 可惜的是 林城主酒量大 千杯不醉 林夫人潜尝折指 让张扬的计划 彻底落空 算了 即使复印 也仅仅能达到 荣道大圆满 张扬不得不放弃 反正林青武 掌握时间之道 很快就可以晋级 荣道大圆满了 至于变之道 由于复印了 胡门的误道经验 也距离荣道大圆满不远了 所以也没太大遗憾 去了圣经 高手更多 还怕没复印的韭菜吗 飞船 从武冈中心广场腾空而起 比值得往圣经的方向飞去 张扬 林青武 向美云 杜豪 贺坤 云千里 王骏 叶绿一 外加另外一些乘客 总数量不是太多 最多也就一百人 但护卫力量 却是很强大 四个护卫 都是化道道君 加上叶绿一 就是五个 武冈 生我养我的地方 别了 张扬看着窗外熟悉的县城 嘴里喃喃 这一去圣经 估计不会轻易 回武冈了 因为父母 早就去了圣经 这是我王骏乘风启航的起点 我杜豪将成为华清道院最帅的帅哥 我贺坤将称霸华清道院 几个二货兴奋激动 胡言乱语 好漂亮的女生啊 简直如仙女一样美丽 那少女太美了 可惜有男朋友了 美女 你放开那小白脸的胳膊 冲我来 众多男性乘客 一直在偷窥林青武 实在是林青武太美了 白色长裙 把她的绝美 身材体现得淋漓尽致 精致绝美的容颜 黑发如铺 倾斜腰盼 看上去飘逸 蠢美 美得让人心痛 让人膜拜 可惜 她那多情的双眸之中 只有张扬 对别人不怎么关注 叶老师 有个乘客有问题 她的原型是一只青狼 张扬很讨厌 这些偷窥林青武的色狼 再次用真理之言 仔细地扫描了一番 然后就发现了问题 在叶绿一的耳边说 是的 叶绿一坐在张扬另外一侧 就是贴身保护张扬 叶绿一今天戴上了人皮面具 看上去就是一名普通男人 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不过 当张扬在她耳边说话 还是闻到了一股淡雅的幽香 非常好闻 她不由得心中暗笑 叶老师 你入出破绽了 傻子 也能知道 你是女人 而且还是美女 青狼 不好 叶绿一脸色大变 完了 敌族魂进来了 四个护卫 也大惊失色 第八十一章 引敌 是哪个乘客 叶绿一冷静下来 问 那个看上去很憨厚的胖子 他的本体 是一头青狼 张扬小声说 看来是混进了 长生盟的叛徒 长生盟成员 投靠的是青狼族 这次下血本了 竟然来了一名青狼族高手 他们的目标一定是你 一名护卫严肃地说 青狼族的居住地 毗邻唐国 地盘比唐国稍大 和唐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 经常爆发战争 这么说 他们是第二次刺杀我 张扬很愤怒 我到底招谁惹谁了 怎么就有这么多坏人 来对付我 圣盟 长生盟 青狼族 狐族 就这么激怒我吗 他是怎么忙过安检的 张扬无比疑惑 不仅仅安检非常严格 当时张扬也用真理之眼 仔细地扫描过 没看出任何一场 但起飞之后 无意中在扫描 竟然发现了问题 他一定领悟了骗之道 施展骗之道神通 骗过了安检的真理境 而过了安检之后 他就松懈了 才被你发现 叶绿一说 骗之道 也是三千大道中 比较厉害的大道 就是擅长骗人 也能蒙骗一些安检的宝物 当然 必须道横高深 毋庸置疑 那青狼把骗之道 修炼到了化道大圆满 骗之道 有点厉害啊 张扬的眼睛 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若能复印过来 又多出了一张底牌啊 现在 必须尽快地找出 魂在里面的圣蒙成员 叶绿一焦急地说 否则 他们突然发动 麻烦就大了 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 布置了埋伏 然后里应外合袭击 林清武插言道 我们必须马上解决内鬼 那就如此这般 张扬坏笑 他们马上就行动了 舱门突然打开 张扬 林清武 向美云 杜豪 贺坤 云千里 王骏 叶绿一 外加四名护卫 突然就冲了出去 转移到了叶绿一的一艘非洲上 驾驭着非洲改变了路线 闪电一般飞翔 改变路线 可以避开前面的埋伏 还能去附近的大城市球员 当然 也可能是虚晃一枪 很快就会 再次向圣经飞去 反正 这一下 他们就占据了主动 敌人要袭击他们 就麻烦很多了 他们发现我们了 给我追 一个也不许放过 再联系胡族人马 马上绕道拦捡 狼青怒吼道 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身后跟着三十多个高手 遇见急速追赶 卧槽 这是有人想要暗杀武 撞远张扬 有乘客醒悟了过来 惊呼出声 这么多 张扬他们大吃一惊 有点难以置信 竟然混进了这么多叛徒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去圣经 是昨天决定的 没泄露任何风声 难道 对方一直 就在筹谋这一次的行动 早就做好了混进来的准备 因为可以判断张扬迟早要去圣经的 哈哈 你们逃不掉 全部要死 狼青已经献出真身 竟然是一只三米多高的巨狼 青色的皮毛 非常的漂亮 看上去无比威武 一看就是画道巨拨 三十多个叛徒 也不简单 画道径十个 其余的都是容道径 根本不用埋伏 就可以灭了张扬他们 实力悬殊太大了 他们这是下定决心 要杀张扬你这个超级天才 定然是评估了你的潜力 非常可怕 所以裁下大血本 叶绿一探气说 我担心 前面埋伏的人会绕道 来拦截 一名护卫严肃地说 必须改变方向了 我已经发出了球员 但时间上可能来不及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另一名护卫焦急地说 不用担心 我来引开他们 他们的目标 是我 不会死追你们 张扬说 现在敌人马上就要追上了 然后就是一场恐怖大战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陨落 甚至可能连林轻武都会陨落 那怎么行 林轻武紧紧地搂住了张扬 眼泪刷的一声就流出来了 我们同生共死 一起对敌 向美云也怒吼道 其余人也一个个拔剑准备厮杀 轻武 你就放心吧 我还隐藏着很多底牌 实力也从来没全部展露过 何况 我还有最擅长逃命的便知道 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我可以轻松地逃出升天 而你们也会安全 我们约定 在圣经见 张扬柔声安慰 自信满满 现在他终于明白柳开天所说的 盗王到底不是靠呵护能出现的 在你成长的漫长旅途之中 有无数的敌人来袭击 你总有呵护不到的时候 靠的只能是自己 张扬你一定要小心 叶绿一也眼泪直流 但没任何优柔寡断 直接打开了舱门 张扬狠心推开林轻武 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往另外一个方向迅速飞翔 施展的是转移神通 一瞬就是几百米 再一瞬又是几百米 转移法则修炼到第三层大圆满 转移的距离大大提升了 他还回头挑衅 你们这群杂碎 有本事就来追我 我会一个个把你们杀死 张扬独自一人逃命 狼亲大喜 众多叛徒也兴奋地浑身颤抖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如此一来 只要对付张扬一个 轻松太多了 否则还要经历一场血战 若耽误那么一会 援军就会赶到 他们固然可以杀死张扬 但未必能全部逃脱 追 他们马上改为追杀张扬 一窝蜂追了上去 so 叶绿一驾于非洲 又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用最快的速度往圣津而去 张扬做出如此巨大牺牲 若还逗留片刻 都是愚蠢的行径 张扬 你一定要活着归来 林青五几次想冲出去 都被向美云死死抱住 现在更是气不成声 只恨自己的实力太弱 不能和张扬并肩作战 张扬 我对不起你 向美云也哽咽了 若不是他一直窜夺张扬 夺武状元 或许张扬不会斩落锋芒 也就不会成为叛徒 和敌对组织的暗杀目标 张扬太惨了 杜豪 贺坤 云千里 王骏 也满脸怜悯之色 但也很佩服 死也不愿连累别人 秦武你放心 援军很快就会倒 你爸已经启程了 叛徒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张通擅长便知道 应该没问题 叶绿一安慰 第82章 血战狼青 嗖嗖嗖 张扬在虚空之中 急速转移位置 流星赶月一样快速 没发出任何的风声 的确很诡异 死 狼青不愧是花到后期修饰 速度就是快 第一个追上了张扬 隔空一剑 狠狠地斩了过去 剑芒几百丈 璀璨夺目 锋利冰寒 杀气浓郁至极 如同实质 转移 张扬装模作样地大喊一声 剑芒就诡异地转移了位置 完美地避开了张扬 没伤害 到张扬嘶吼 这当然是真理第一定律起了作用 和转移之道辟的关系 也没有 但张扬就是要误导对方 不愧是武状元 转移之道这么快就进步了 竟然可以转移攻击了 不过 区区容道境 能有多少法力 够你这么回火 狼青鄙夷的讥笑 继续疯狂地追杀 若不是张扬每次都能改变轨迹 落点无定 他已经抓住张扬了 而每一次被张扬险之又险地躲过 他就会出剑斩杀 消耗张扬的法力 张扬你逃不掉了 投降吧 众多叛徒也追了上来 谁让张扬不敢直线逃走呢 给我死 张扬突然就转移了回去 转移到了众多叛徒的区域 拔剑就斩 修修修 剑光如雪 剑芒如刀 剑气如霜 太快了 啊 啊呀 有人躲避不及 双腿被斩断 有人的手臂被斩断 惨叫着如同陨石一样地坠落了下去 杀杀杀 其余的叛徒勃然大怒 疯狂攻击张扬 剑 刀 斧 火焰 雷霆 冰锥 但 却是成了他们自己的噩梦 因为他们的攻击完美地避开了张扬 然后就轰在同伴身上 啊 啊呀 又是凄厉的惨叫响起 又有七八人遭受了重创 坠落了下去 找死啊 狼青记得要吐血了 闪电一般地飞了回来 狠狠地抓响张扬 拜拜 张扬猛然转移了位置 出现在几百米之外 嘴里吐出一把飞剑 他踏在上面 遇见化成一道光 报事儿去 呵呵 现在你死定了 狼青讥笑一声 化成电光 追了上去 速度比张扬遇见快上多倍 他堂堂化道后期的道军 还擅长空间之道 若抓不到张扬 那真就成笑话了 他应该还擅长杀之道 剑之道 张扬心中凛然 他早就发现 真理第一定律 对狼青的防御有限 虽然攻击避开了他 但却是擦身而过 惊险至极 所以 想要逃脱 必须摆脱狼青的追杀才行 但这很难 咻 张扬遇见突然降低高度 完美地避开了狼青 让狼青 从他头上一闪而过 但众多叛徒 又追了上来 剩下的都是高手 化道巨拨 初期 中期都有 搜 张扬再一次转移了位置 出现在三百米的空中 距离地面更近了 他要逃进森林 施展便知道神通逃走 拦住他 狼青怒吼 他们怎么知道 我擅长便知道神通 难道 他们和胡祖有联系 张扬暗暗大吃一惊 但却是顾不上多想 拼命地施展 转移神通 外加空间神通 闪过拦截 躲过无数攻击 降落在茂密的森林之中 这到底是哪里 张扬一无所知 但怎么也比在虚空之中安全 也更容易逃脱 人呐 众多叛徒 追了下去 然后就发现 张扬无影无踪了 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张扬 你逃不掉 狼青讥笑 早就知道 你擅长便知道 怎么可能不做准备 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面古朴的铜镜 对着森林一照 顿时一个红点就显示 在铜镜上 赫然就是变成一只小鸟 停在枝鸭上的张扬 死吧 狼青施展大神通 一巴掌就从高空拍下 这一掌覆盖了几千米区域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气势轰下 你买啊 张扬毛骨悚然 哪里还敢有片刻的停留 施展空间神通 破空而去 这一掌差一丁点 就轰中他 把森林轰出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掌印 无数的树木都化成了积粉 你逃不掉 狼青锁定了张扬 低空飞翔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很快就追上了张扬 时间加速 张扬冷笑一声 施展了时间神通 速度顿时就暴涨了 嗖的一声就远去了 速度神通 启动 狼青勃然大怒 区区一个容道修饰 也想逃走 做梦呢 他的速度也瞬间暴涨 很快就超过了张扬的速度 仅仅用了几分钟时间 就追上了 不过 追在后面的叛徒 已经被甩掉了 现在张扬 只要面对狼青一人了 死吧 狼青又狠狠一掌拍向张扬 这一次 张扬逃不过了 只能拼命 他猛然就变成了一个 近二十米高的巨人 手中出现了一把巨斧 疯狂一斧 斩在那巨大的可怕的狼爪上 当 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火花飞溅 张扬如同一枚钉子 被打入了大地之中 狼青也倒飞 回去几十米远 手掌出现了一条红线 有淡淡的血渗透了出来 好家伙 竟然还领悟了大之道 容到中期 不过 无用 今天你必死 狼青冷笑一声 又扑了上去 张扬也从地下跳了出来 两人疯狂地大站在一起 张扬的领域全开 真理第一定律 也一直在起作用 大之道佩莉之道 战力暴涨 但竟然还落在了下方 狼青太强了 擅长多种大道 空间 杀戮 速度 力量 剑之道 绝对是青狼族的超级高手 要对张扬一击必杀 时间停滞 火焰 给我烧 张扬 终于用出了撒手锏 因为他快支持不住了 时间神通启动 降低对方速度的同时 他释放出了 恐怖的火焰 一下子就把狼青包裹淹没 笑死人了 你以为没防备这一招 狼青 鸡笑着 取出了一个道具 水凭空出现 一下子就把火焰熄灭了 幸好我没用出火之道道保 否则 直接就浪费了 张扬暗暗地后怕 也无比交集 因为后面传来了声音 是那些叛徒追上来了 第八十三章 地下暗河 远古龙象海骨 他紧紧亚于庞济海 和林城主那样的拒搏一丝 我怎么能打得过 张扬气馁了 放弃了重创狼青的打算 施展出了雷霆神通 轰在狼青身上 也不看结果 化成流光 继续往森林深处逃去 雷霆当然伤不了狼青 但也把他垫抹了一个瞬间 所以就让张扬 拉开了距离 等狼青追上张扬 张扬已经跑了几百公里 把后面的叛徒彻底甩开了 而张扬也终于找到了 对付狼青的办法 一旦狼青追近 他就施展雷霆神通 电麻狼青 他再次拉开距离 就这么一逃一追 张扬的浮运之道 终于崭露神威 方向对了 因为前面出现了一条 非常宽阔的大河 他扑通一声 跳了下去 变成了一条鱼 施展水之道神通 眨眼就潜入了河流深处 狼青气急败坏 取出真理镜 开始还能隐隐约约的 看到红点 但后面就消失了 怎么也找不到了 往下流去了 逃出了真理镜的照耀范围 狼青紧张地判断 也闪电一般地追了下去 他却是不知 张扬一潜入水底 就看到了一个地下暗洞 他马上就钻了进去 因为他相信浮运之道 果然不是死洞 深邃无比 暗流涌动 他随着暗流而去 从而出了狼青的 真理法宝的照耀范围 否则 想要逃掉 还是很难的 至于等待援军 也无比渺茫 因为张扬逃了很远很远了 自己都不知道 处在什么地方 有了不知道多久 张扬筋疲力尽了 先前的追杀 消耗了太多的法力 暗河又无比漫长 还有各种各样的 恐怖盗兽 不时袭击他 又消耗了 他太多法力和精力 休息一下 来到一个水流缓慢的地方 这里是一处 宽阔的地下洞窟 张扬在一块岩石之后停下 等待法力自然恢复 不对劲 张扬很快闻到了一股 淡淡的腐臭味 就是从眼前的岩石上 发出来的 仔细地一看 哪里是什么石头啊 明明就是一个 巨大的骷髅头 露出的部分 就有前世的刻机那么大 而被泥土岩石掩盖的部分 还不知有多大 这是什么动物的头骨 张扬震惊了 仔细地打量 骷髅骨已经氧化了 变得漆黑如墨 但还是坚硬无比 还残留着丝丝的肌肉 或许是很强大的 道地的遗憾 那价值巨大 张扬撕扯骷髅头 测试强度 但 复印机突然就发出了提示声 检测到远古龙象的力量血脉 是否复印 啥 张扬有点猛逼 半天也没回果神来 上一次复印法则 晋级第三层 就出现了这个功能 可以复印血脉 一直以为是垃圾功能 没什么用处 因为这是 三千大道世界 复印道果和经验 就足够让自己快速变强了 血脉有什么屁用吗 现在才知道 还真有用 而且有天大的用处 原来复印血脉 可以从尸体上复印 这真就牛逼了 古往今来 出过太多强大的种族 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只要找到它们的尸骨 就可以复印它们的血脉 具备它们的天赋 那真就可以逆天啊 而远古龙象 就是远古时代 最强大的种族 高大如山 力量逆天 能扛起 比自身重千倍的重物 一出生就有力量道果 具备超好的力量天赋 晋级的速度 快得不可思议 道王 道地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可惜寿命不长 不超过千年 但也曾经横扫一切种族 成为乾坤大陆的霸主 威风了三万年 才被别的强大种族灭掉 没想到这地下暗河深处 竟然潜藏着一只远古龙象的骨骸 经历了无数年 竟然还没腐烂 可见昔日的它 到底有多么强大 不会是曾经的远古龙象王吧 复印 张扬马上就兴奋地下令 很快 五分钟时间过去了 丁 你复印到远古龙象的力量血满 你的力量属性天赋 提升百倍 复印机发出了提示声 虽然倒数和力量倒果 似乎都没任何的变化 但张扬全身都暖洋洋的 仿佛有一股神秘的热流 在体内流动 饥饿消退 法力快速恢复 精神也快速变好 一股庞大的力量 在体内酝酿 张扬扶植心灵 马上开始全力地领悟力之道 它的力量倒过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仿佛一个亮起的灯泡 开始缓缓地变大 变大 力量法则也在快速地进步 很快就领悟了第四层法则的58% 还在继续突破 60% 61% 70% 终于抵达了100% 然后才停滞了下来 卧槽 这么恐怖 张扬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力量之道是顶级大道 是最难领悟的 但现在 自己竟然如此快速地突破 直接从绒道中期 晋级绒道大圆满了 仅仅就是自己领悟啊 没参悟力量道徒 远古龙象的力量血脉 也太厉害了吧 哈哈 我的力量天赋 变得绝世无双了 即使复印之道没办法晋级 不能复印到 更高级的道果和经验 也可以快速提升力量之道 具备恐怖的战力 张扬兴奋地大笑 怎么也没想到 因祸得福 竟然得到了如此奇遇 太不可思议了 这应该是福运之道的功劳啊 给我出来 张扬抓住远古龙象的骷髅 疯狂地用力 河水翻涌 大地裂开 一个巨大 如同小山的骷髅头 被张扬拔了出来 即使过去了无数年 也还是散发出恐怖的威压和气势 十有八九生前 是道地级的强者 甚至可能更强也不一定 好宝贝 张扬大喜 将之收尽了空间戒指 这骷髅头可以练之成厉害的法宝 价值巨大 他不再耽搁 继续顺着暗流前游 又过去了好几天 他才终于找到了出口 从一个水潭之中爬了出来 张扬 你终于出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 赫然就是追杀 张扬的狼青 手握长剑 宁笑连连 不许杀他 抓住就行了 他是我看中的卢顶 娇妹的声音响起 赫然就是胡闷 还有另外一个胡女 同样风骚艳丽 同样勾人魂魄 第八十四章 义府断头 你们怎么知道 我会从这里出来 张扬疑惑地问 若这个问题没弄清楚 那即使这一次逃脱 下一次还是要被堵住 那下场就不用说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八姐胡川 擅长推算之道 有他出马 你是跑不掉的 所以 你就认命吧 乖乖地坐我的卢顶 我保证好好对你 让你多活几年 甚至几十年 但你得一直努力修炼 多领悟一些道 胡闷烟是魅形 声音交调 加上那绝世颜值 火爆的魔鬼身材 格外的吸睛 张扬你绝对是这一次 唐国所有武装院中的 第一帅哥 天赋也能进前五 我九妹爱死你了 所以才花了大力气运筹 终于抓住你了 胡川也娇笑道 又对胡闷说 九妹 到时你可不能小气 一定要经常把他借给我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帅哥呢 两个无耻之油的骚胡离精 你们成功激怒我了 张扬勃然大怒 你们以为就你们区区三人 能吃定我 他深深地相信 自己的福运之道 不会出问题 从这里逃生 一定有道理 未必就是死路 狼青 动手 用最快的速度抓住他 胡川突然猝眉 似乎推算到了什么 杀 狼青一只人力 如同一只直行的青狼 毫不犹豫 拔剑就斩 斩露出绝强的战力 杀 张扬早就发现 空间被禁锢 施展不了空间 和转移神通 逃不掉 所以他也很干脆 施展大之道 变成巨人 举起斧子 和之大站在一起 当当当 俯和剑互相斩击 火花璀璨 声音密集如雨 两人纵横来去 快如闪电 一时之间 竟然分不出胜负 而时间却是在快速地流逝 荣道大圆满 月急对抗花道后期的狼青 竟然紧紧烧落下风 果然不愧是超级天才 我们也动手 胡川说 几乎同时 他们动手了 不过 却是不上去攻击 而是施展了妹之道 香之道 在一边挑起了天狐舞 名谋善赖 腰枝如柳 笑叶如花 声音如喘 简直诱人到极致 太迷人了 太勾人了 狼青是狼 种族不同 所以 他不受什么影响 但对张通的冲击就大了 简直如同山崩海啸 若不是他复印到了这两种道果 早就彻底迷失 被狼青一剑斩个半死了 但现在 他也彻底落在了下风 连续不断后退 因为脑海中 总是浮现两个女人的绝美身影 眼睛也总是想看 她们跳舞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声冷哼响起 狐足妖女 你们找死 一道刀钢 从高空闪电一样地斩了下来 两狐女用最快的速度躲开 咔嚓一声 大地上被斩出一条深深的裂缝 狼青也吓得一个机灵 丢开张通 逃到了两狐女身边 三人并尖力 满脸忌惮 嗖 破空声响起 单手拿刀的林定杰 从高空傲然落下 把张扬护在身后 我的福运之道 果然没错 张扬暗暗地感叹 你们简直就是好胆 竟然敢袭击我唐国武状元 林定杰杀气腾腾 真当我们心慈手软 林定杰 这里可是我们狐足的地盘 你越界了 胡川也满脸杀气 怒吼道 我们可不怕你 胡妹也色黎内人 林定杰 你最好马上滚 否则 死的就是你 狼青也气势汹汹 一副很有底牌的样子 以后再找你们算账 我们走 林定杰拉着张扬就要离去 这时狄静 随时会出现高手 就出张扬再说 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要杀了这只狼 我看上他的皮毛了 张扬却是不走 而且反手握住了林定杰的手 开始疯狂地 复应他的时间之道经验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能错过了 你有把握 林定杰的眼睛 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难道先前张扬 还隐藏了实力不成 有 张扬重重地点头 满脸地自信 那你就去杀了他 皮毛送我 我要做一件皮骄子 林定杰霸气地说 丁 你复应到十年时间之道误道经验 时间法则晋级第四层大圆满 张扬的脑海中 响起了复应机的提示声 张扬大喜 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冲狼青勾手 你出来受死 把你的皮毛贡献出来 你找死 狼青勃然大怒 一闪而至 疯狂一剑斩向张扬 虽然顾忌掌握时间大道的林定杰 但两狐女也不是简单角色 尤其是胡川 诱惑人的道横 厉害至极 林定杰也未必有把握抵挡 杀 张扬高高地跳起 只见寒光一闪 手中的斧子就已经斩在了对方的剑上 咔嚓一声 剑断成了两劫 狼青下的魂飞魄散 施展速度之道 想要逃开 但却是被时间法则禁锢 停顿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 然后他的脖子一痛 就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之中 他的脖子断了 庞大的狼头坠落在地 血冲起十几米高 无头狼尸还站了一会 才轰然倒塌下来 激起了漫天的烟尘 好 林定杰满脸都是激动的红韵 两个狐女呆若目击 脸色惨白 原来张扬一直隐藏着实力 原来他一直可以一招杀死狼青 这就是在玩他们吗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六 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 好皮毛 张扬捡起狼尸 收尽了空间戒指 快走 林定杰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一把抓住张扬 腾空而起 贱人 去死 张扬当然不甘心 就这么撤退 反手一巴掌 隔空抽在狐门的脸上 砰的一声巨响 狐门横飞开去 摔在荆棘丛中 脑骨都出现了裂缝 两个眼睛都被打爆 满嘴的牙齿也全部掉落 这一掌太狠了 几乎同时 又有三名狐足高手赶到 全部都是艳丽绝伦的狐女 其中赫然就有狐妖王狐仙 狐足的三公主 三姐 他们杀死了狼青 还差点杀死九妹 从那边逃了 胡川气急败坏地大喊 追 狐仙勃然大怒 三人冲天起 化成流光开始追杀 第85章 五个盗王 高空之中 狐妖王狐仙带着两名侍女 正在疯狂地追赶 林定杰带着张扬 施展的是 时间加速神通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总是要快对方一撕 让狐仙三人只能干瞪眼 一点办法也没有 林定杰 有胆 你就回头看我一眼 狐仙一边追赶 一边娇媚地大喊 他擅长的就是诱惑 曾经把人类超级天骄 许镖道君 诱惑地死去活来 被裁捕地 只剩半条命 从此让人闻胡色变 林定杰当然不会傻乎乎地回头看 即使有这个定力 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定 监测到时间 刀 速度 正知道道果 是否复印 而在张扬的脑海中 早就想起复印机的提示 原来城主仅有四种道果 其中三种非常善于搏杀 正知道善于防御 若全部是划到大圆满 那还真的非常恐怖和强大 张扬在心中暗暗地感叹 毫不犹豫 就复印刀 速度 正知道的经验 让他快速地把这三种道的法则 领悟到第四层的百分之一百 战力再次大涨 让他的底气也更足 若林定杰愿意停下来 和敌人大战 他或许也能取得战果 而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 原来速度知道 修炼到一定境界 也是可以飞翔的 一点也不亚于空间之道 狐妖王 有本事你继续追 若陨落 可不要怪我 林定杰冷笑着反驳 速度再次飙升 很快就进入了人族区域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定杰 张扬 迟早把你们变成卢顶 狐仙恨恨地停止了追击 因为前面是人类的边关大城 定狐城 高手如云 有好几人能威胁到他 定狐城的城墙上 林定杰看着张扬 我就想不明白了 既然你有一招 就击杀狼青的实力 何必孤身一人引敌 完全可以带着同伴反杀他们 我能说 当时我根本不是狼青的对手吗 我是复印到了 远古龙巷的力量血脉 再复印了你的时间之道经验 才战力暴涨的 张扬暗暗嘀咕 嘴里却是认真的说 我怕一场混战 有同学陨落 何况 青吴也在 我怕他 另外 我担心还有强敌赶来 那可能全军覆没 你很好 林定杰重重地一拍张扬的肩膀 他被感动了 担心林青吴陨落 才孤身引敌的 这是何等的情谊啊 这小子可靠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张扬问 他们早就安全抵达圣经了 你不用担心 倒是我差点被青吴逼死 说我若不救出你 他就自杀 我不得不求助了很多的老朋友 他们还在到处寻找呢 林定杰感叹 他取出手机 开始一一联系 大意就是 张扬找到了 就回来了 让大家撤 可千万别被狐妖王狐虾堵住了 那就只能吃席了 吃席 张扬差点笑喷 他也走到一边 取出手机 联系林青吴 一接通 电话中传来林青吴颤抖的声音 张扬吗 当然是我啊 难道还是别人 你就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逃出了升天 全靠你爸来圆 对了 我还一巴掌打爆了胡门半个脑袋 也不知死了还是活着 我还杀死了狼青 那一身皮毛太亮了 但被你爸勒索走了 否则 我打算送给你的 张扬大大咧咧 得意洋洋 一副平常小事的样子 我 太好了 林青吴又哭又笑 欢喜无限 我爱你 张扬心神荡漾 爱意横溢 我也爱你 你快来圣经 我想你了 定狐城 某酒店包厢 林定杰带着张扬 正在款待一群老朋友 总共五人 丽王王鼎 穆王仆树 土王沙罗 空王孔辉 金王金银桶 都是和道晋的恐怖巨拨 全部身份不凡 是一方大佬 比如 丽王王鼎是定狼城的城主 金王金银桶 就是定狐城的城主 其余三人 也是军中统帅 他们都参与了救援张扬 把那些叛徒全部斩杀了 只是他们运气不好 没能第一个找到张扬 金银桶这名字 到底谁取的 有才啊 张扬差点憋不住笑 也一直心中痒痒 都是一群好酒菜啊 好想复印 可惜都是全是滔天的人物 可不会和你勾结搭背 没复印机会 定杰啊 这一次 你为了救这小子 可是拼老命了 不会是你女婿吧 这还用说吗 不是女婿我名字倒过来写 小子你厌福不浅啊 竟然能追到青武那丫头 我还以为我儿子可能有希望呢 这群家伙 说话无所顾忌 胡乱取笑 丝毫不在乎林定杰的身份和实力 虽然说林定杰掌握了时间大到 但还没晋级到王呢 他们还是有一丝优越感的 当然 若真的一对一单挑 能不能打得过林定杰就难说了 你们可别小看张扬 他单挑杀死了狼青 那皮毛送给我了 林定杰是老狐狸 没承认张扬是女婿 但也没否认 而是飞快地转移了话题 他还取出狼青的皮毛炫耀 是的 皮毛已经包下 而且进行了处理 好皮毛 众人也连连赞叹 羡慕不已 狼青是划到后期巨薄 他的皮毛当然是顶级的 尽管他们位高权重 尽管有实力去猎杀 但担心引发一场战争 想要获得品相如此好的皮毛 还是不太容易 若说皮毛 最好的还是狐足 若能杀死狐妖王狐仙 获得他的皮毛 制成一床被褥 那绝对是最好的享受 嘿嘿嘿 你去试试 可不要死在他的肚皮上 谁敢打狐仙儿的主意啊 连许彪道军都被废了 可惜了一个超级天才 他们又在感叹 对张扬杀死狼青魂不在意 因为他们都认定 林定杰在吹牛皮 或许是张扬杀死了狼青 但定然是狼青受到了林定杰的影响 反正 不是公平状态下的搏杀 林定杰当然不会辩解 他就是引开话题而已 张扬更不会辩解 或者证明一番了 这世界太恐怖了 危险无处不在 还是狗一点好 否则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过 他却是记住了他们的话 狐足皮毛品质最好 将来一定要杀死狐妈和狐川 制作成皮药 送给林青武和沐青青 只是他 还是有点不明白 明明狐女和人一样 哪里来的皮毛呢 第八十六章 庞济海晋级 张扬实在忍不住 就问出了这个疑问 哈哈 众人大笑 玄机金银同怪笑着解释 狐女虽然和人一样 但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一旦寒冬来临 尾巴就会变成最美丽最暖和的皮奥 而他们死亡之后 尾巴也会变成皮奥 根本就不用制作 狐女尾巴变成的皮奥 又香又暖和 又漂亮 简直是上天的杰作 我们人族女人 任何一个都以拥有一件狐足皮奥为荣 小子 若你能猎杀到高品质的狐女 获得她们的尾巴 那你就发财了 因为太值钱了 孔王孔辉也笑道 别听他忽悠 林定杰瞪了孔辉一眼 猎杀狐女是最危险的 一个不好 就会变成卢顶 生不如死 这么说 我们人族和狐足 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想要他们的尾巴 他们要靠我们人族男人繁衍后裔 还要夺取我们天交的道果 从而变得更强 张扬问 差不多吧 众人微微点头 林定杰却还在严肃地叮嘱 狐闷狐川 还没找到卢顶 所以没猜不到厉害的道果 但狐仙不一样 那可是猜不到十几种厉害的道果了 甚至连时间道果都有 恐怖至极 而狐足这样的狐妖王很多 所以非常可怕 我们人族根本就没办法剿灭他们 而他们因为和我们是共生关系 所以也不会大规模地入侵我们人族 只会暗中掠解我们人族天交 所以 你千万别小看狐足 更不要想去猎杀他们 一个不好 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狐女 或许就是狐妖王 猜不到了很多厉害的道果 站立逆天 嗯嗯 我明白了 张扬暗暗忌惮 收起了对狐女轻视的心思 先前一巴掌 差点抽死狐温 他还真有点得意 接下来 张扬继续听他们高谈阔论 然后就明白了 狼族和人族为何会爆发战争 因为狼崽子 可以驯化成宠物或者坐骑 能跑能飞 皮像又好 所以非常拉风 人族修士经常潜入狼族偷狼崽子 而狼族又喜欢吃人类修士 据说能吸收一些道果精华 从而变得更强 所以矛盾也不可调和 天然敌对 狼族费尽心思想要灭唐国 所以才盯上了张扬这个天赋超好的武状元 要扼杀他在摇篮之中 这一次 甚至和狐门联手了 毕竟 若抓住张扬给了狐门 张扬也就成了卢顶 彻底废了 他们狼族也就剪除了人族一个超级天骄 以后一定要多抓一些狼崽子 训练成最好的宠物 张扬暗暗地发誓 这大仇必须报 之后 他又听到了不少的密文 唐太子李安国 善于变之道 喜欢变化身份 到处乱逛 盟国皇帝又抓了一个狐女 收为妃子 龙族龙王五万年寿宴 凤族七公主 凤翩翩翩面向万族择序 人族也包含其中 等等等等 凤族怎么就能和万族通婚 没有生殖隔离吗 张扬摸着额头 疑惑地问 凤族掌握一种神奇的宝物 化形果 能把任何种族都化成人形 而他们也和我们人类差不多 仅仅多出了一双美丽的翅膀 所以 土王沙罗坏笑道 小子 你是不是想去试试 若你去的话 不用吃花形果的 记住时间啊 三年后的这一个月 一定要赶到凤族报名 老沙呀 你还说 定杰饶不了你 其余人怪笑 我倒是赞成 他去试试 开开眼界 长长见识 也才能知道 天下之大 天骄如云 妖孽如雨 难不成 你们还以为 他能横扫万族天骄 抱得公主归 林定杰轻描淡写 魂不在意 也是 众道王尬笑了几声 脸上浮出了苦笑 人族在乾坤大陆 真不算强族 是比较弱小的那种 而唐国在人族中 也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国 唐国的天骄 在人族中 也微不足道 所以 即使张阳很天才 和万族 天骄一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万族天骄 好多韭菜 那必须去收割啊 张阳记住了这回事 无比期待 现在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提升实力的好办法 那就是找一些远古强族的尸体 复印血脉 获得某些大道的超级天赋 或者找那些顶级天才 复印他们的血脉 得到他们的天赋 那自己花点时间修炼 也能进步飞快 到时再去凤族 收割一波韭菜 估计也就成为超级高手了 但不用展露锋芒 不必抱的公主归 我有林青武和穆青青 已经无比幸福了 之后 我就可以去天山挑战柳开天了 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骄 突然张阳的手机响起 赫然是沐青青打来的 张阳 你又被袭击了 没事吧 声音无比紧张 你怎么知道 张阳恶忍 青武告诉我的 你脱险了他才说 说是怕我担心 沐青青说 我没事 好得很哪 张阳柔身安慰 挂了电话 刚坐下 手机又响起来了 赫然是旁击海打来的 张阳 听说你夺取了南湖省状元 还被狼族和湖族联手截杀 结果你反杀了狼青 哈哈 不愧是我旁击海的弟子 就是厉害 师父你终于从静得出来了 有收获吗 张阳又惊又喜 旁击海是他最大的靠山 比林定杰还要牛逼 因为旁击海领悟了新道 而且还领悟了三十多种道 是超级恐怖的天骄 小友收获 终于晋级和道径 能制作道徒了 太好了 恭喜师尊晋级道王 过段时间我会去圣经 顺便去抓了狐漫 送给你暖床 怎么样 你快拉倒吧 别乱来了 哈哈 开个玩笑 就你这小子 还承受不住狐漫 那样的狐女 三天就惊惊人亡了 挂了电话 张阳看众人 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 就甘大的说 我师尊旁击海 喜欢开玩笑 老旁晋级道王了 林定杰追问 是的 张阳说 好家伙 这是真的要开宗立派了 众道王都满脸震撼 无比吃惊 甚至高看了张阳一眼 庞济海的大弟子 南湖省的武庄园 林定杰内定的女婿 多次从狼族狐族的袭击下脱险 有靠山 有天赋 有气韵 成长起来的可能性极大 不枉出手救他 第87章 抵达圣经 一艘飞船 缓缓停在圣经的客运广场上 一个身材颜值 都出类拔萃的美女 带着浓郁的幽香 姿态优美地 从船上下来 让众多男人都看呆了眼睛 目光也是炽热无比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张阳美好气地 扫视了一眼 遇见飞走了 或许 狐族有能力推算到她的行踪 但绝对想不到 她能变成绝世美女 还领悟了香和妹之道 所以 这次路上风平浪静 什么也没发生 安全抵达了唐国都城 圣经 而到了圣经 就丝毫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圣经布置了很厉害的大阵 推算是不起作用的 狐族 狼族 也不敢潜入 分分钟 就会被抓 只能让一些叛徒潜伏 搞一些小动作 只要张阳不展露 真正的容貌 就不用担心 被盯上 安全的感觉 真舒服 张阳走在圣经繁华的街道上 感叹不已 心情 也前所未有的好 还特意绕道到皇宫前 好好地欣赏了一番 唐国 有五千年历史了 皇帝也换了十几个 如今的皇帝名叫李德天 才三十岁 但凭借着 独一无二的帝王之道 把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张阳还担心遇到王子 或者公主 来和他这个大美女 交朋友 那要不要复印 对方的帝王之道 好纠结啊 还没到皇宫门口呢 就被一群 杀气腾腾的侍卫包围 小子 老实交代 你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变成 风骚艳丽的女人 有什么目的 和图谋 好家伙 绝对都是修炼出 真理之眼的高手 张阳不得不变回原来模样 解释了一番 还取出华清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才得以脱身 也就没心情 欣赏巍威鹅霸气的皇宫 更不期待 能遇到王子公主了 用最快的速度 溜了 往小一家去 打算先去见父母 武状元张阳 竟然还有这样的怪癖 喜欢变成超级美女 她竟然还领悟了狐女 才能领悟的几种道 见鬼了呀 那群侍卫 还在连连摇头 满脸荒唐之色 这是一处颇为高级的别墅群落 每一座别墅 占地面积至少3000平方米 可以说非常奢华和宽阔 一点也不亚于张阳前世 那个时代最顶级的别墅 9号别墅 一家人正在吃饭 男主人帅气鹦鹉 女主人贵气漂亮 还有一对普通夫妻 外加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非常的调皮和活泼 她吃饭心不在焉 问道 大姨 表哥他真的考上了华清大学 不会是骗人的吧 当然是真的 怎么可能骗人呢 段后瞪了女儿段琳一眼 她当然也是修士 领悟的是防御之道和刀之道 容道大圆满 是一名成位 算是小队长 待遇非常不错 所以才能住如此豪华的别墅 若是真的 怎么还没来圣经呢 段琳反驳道 华清好多大一的学生 都提前报道了 好热闹 她在华清附属高中就读 就在华清大学隔壁 非常清楚华清道院的情况 姐 你们问过张阳没有 什么时候来圣经 邹兰问 也不知怎么回事 前几天打不通手机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她说 在什么定户城 可能还要过几天 邹英有点拘谨 至于张贵 就更是拘谨了 默默吃饭 不吭声 我听说啊 天赋是有遗传的 大姨和大姨父 你们都没天赋 没成为修士 表哥 即使成了修士 估计不咋低 应该考不上顶级学府 华清大学 段琳可不会客气 更不会给任何人面子 就这么说出了 心中的疑问 就你话多 邹兰白了段琳一眼 妈 你的天赋也很一般 竟然仅仅领悟了水之道 才练到大圆满 害得我的天赋 也很普通 幸好完美继承了 老爸的天赋 否则 我就凄惨了 段琳又翻了翻白眼 一副看不起母亲 这一戏的人模样 张贵和邹英如坐针毡 有点吃不下去了 既然离下的日子不好过呀 虽然妹妹和妹夫挺好的 但奈何 他们有个不懂事的女儿 简直能气死人 我猜啊 表哥 就是在骗你们 其实他根本没考上华清道院 就别指望他 给你们赚面子了 段琳还在喋喋不休 完全就是一个 不懂事的熊孩子 不过 他也已经16岁 这么不懂事 有点说不过去 估计还是看不起 大姨父大姨 毕竟 他们是普通人 四个大人 都心知肚明 有点无奈 突然 门铃响起 张贵飞快地走过去 把门打开 或许 是儿子张阳来了 果然猜对了 门外赫然就是张阳 提着一袋子礼物 爸妈 小姨 小姨夫 表妹 你们好啊 张阳笑盈盈地打招呼 其实他早就听到 里面的谈话内容 掌握声音之道 就是这么牛逼 但当作没听到 儿子 你终于来了 张阳 快坐下吃饭 四个大人 很高兴 齐身迎接 表哥 你真的考上了华清大学 段铃却第一时间 就质疑道 你考不上 就怀疑我也考不上 张阳可不会惯着他 直接回怼 我是考不上 但你也考不上 你就是在骗人 段铃跳了起来 气急败坏说 我骗人 你有证据吗 张阳戏谑道 我当然有证据 我查询过了 你们武刚 只有一人考上了华清大学 那个人 是武庄远张阳 不可能是你吧 段铃冷笑道 难道 张阳真是在骗人 四个大人 都有点紧张了 他们可绝不敢想 张阳能夺取武庄远 那都是真正的妖念 而张阳也没把夺取武庄远这事 告诉父母 只说考上了华清道院 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就夺取了南湖省的武庄远 张阳取出录取通知书 甩了甩 还奖励了一座别墅呢 等下我去报到 然后爸妈你们就可以住过去了 石破天惊 惊涛拍案 四个大人目瞪口呆 段铃也彻底傻眼 难道 张阳竟然真夺取了南湖省武庄远 祖坟冒清淹了不成 第88章 鱼有容烟 一番确认之后 武人终于证实 张阳真的是南湖省庄远 父母固然是老泪横流 惊喜至极 小姨夫和小姨也满脸狂喜 对张阳嘘寒问暖 热情至极 段铃却还处于麻木之中 满脸猛逼 脑子也嗡嗡的 本来以为表哥张阳是骗人 根本没考上华清道院 没想到 他不仅考上了 而且还是武庄远 表哥 你竟然是武庄远 你到底领悟了多少种道 段铃抱住张阳的胳膊 摇晃着撒娇 和先前判若两人 比你多十几倍吧 张阳含糊道 这么一个熊孩子 他是不喜欢的 但也正因为 他还是个熊孩子 也不好一直和他计较 比我多十几倍 真的 是哪些道呀 你快说啊 段铃满脸的震撼 就是时间空间力量 虚无雷霆五行等等 常见的道 没什么特别的 张阳含糊道 天呀 都是顶级大道呀 那我应该也遗传到 这些天赋吧 表哥你说是不是 段铃震撼之余 期待地问 张阳彻底无语了 你做梦想吃屁呢 这是我复印的结果 和血脉 没任何关系 表哥 现在你到底有多强 段铃又兴奋地问 有我爸的几成战力 一只手吊打你爸爸 张阳小声地戏血道 爸 表哥说一只手 就可以吊打你 你服气吗 打他 给他一个教训 段铃突然就跳起来大喊 一脸愤怒 仿佛受到侮辱的样子 他速来崇拜父亲段后 现在张阳竟然如此侵蚀他吧 他真的生气了 张阳彻底无语 这熊孩子没救了 我打不过他 而且特别服气 心服口服 段后认真的说 为什么 段铃满脸的失望 心中的偶像 似乎在崩塌 因为你表哥是妖孽 是变态 他多次逃过 胡祖九公主 胡妹的诱惑和袭击 还一巴掌抽爆了 胡妹的半个脑袋 若不是抢救及时 胡妹就死了 甚至还一招 杀死了化道静后七郎青 你表哥最厉害的绝招 就是大之道 能暴涨十倍战力 轻松跃及杀敌 你表哥还领悟了 心道转一之道 将来是要开宗立派的 他还有个师父 叫庞济海 领悟了心道段之道 如今紧急道亡了 要开宗立派了 段后说 他是成为小队长 消息很灵通 当然知道这些事情 也曾经无比惊叹 那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优秀到如此地步 哪里知道 竟然是自家的亲戚 有没有这么夸张 段铃的眼睛瞪得溜圆 嘴巴也张大到极限 表哥这么厉害 这么恐怖 张贵和邹英 也目瞪口呆 有点难以置信 儿子有这么厉害 也太神奇了吧 哈哈 我的侄儿就是厉害 天赋就是好 现在你们福气了吧 邹兰兴奋地大笑起来 扬眉吐气 得意洋洋 哼 你们父女俩昔日 就看不起我 说我天赋差 说我娘家没强者 现在怎么说 一个侄儿 就可以一只手 吊打你们 连小姨父都知道了我的事 那下一次来袭的敌人 一定更强更恐怖 我得小心了 幸好我的真理之道 还没暴露 还有一条底裤 没被扒下 张扬也在暗暗警惕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 充分利用远古 龙象力量血脉 把力量之道 进即化到进 再去复印几种远古血脉 提升几种大道的境界 表哥 走走走 我带你去报到 华清道院我很熟的 段铃回房间打扮了一番 变成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美少女 张家的基因不错 皮相很好 段后也不丑 反而有点小帅 所以段铃的颜值也颇高 素来就被众多男生追求 从而养成了这种 不讨人喜欢的性格 十分钟后 张扬无奈地跟着 叽叽喳喳的段铃 来到了华清道院 果然不愧是顶级道院 海海茫茫 无比宽阔 来来去去的学生非常多 都意气风发 神采飞扬 一看都是超级天才 表哥 华清道院有四万学生 据说大四学生很多 都能进入花道境 现在的你未必能横扫 段铃还兴奋地介绍说 这么多韭菜 张扬的眼睛亮起 看来自己的选择是没错 华清道院有很多研究院 研究各种道法 研究各种种族 段铃继续介绍 有研究 古往今来那些 超级强大种族吗 有骸骨吗 张扬兴奋地问 这我哪里知道 你的脑回路 怎么如此亲切 段铃有点猛逼 张扬取出手机 联系了叶绿衣 叶绿衣很快就过来了 穿着淡绿色裙昧 乌发如云 肌肤雪白 给了张扬一个热情的拥抱 张扬 能看到 你安然无恙 我真是太高兴了 带球撞人 犯规 张扬被撞晕了 有点不知所措 老师怎么变得如此热情 难道以为上一次就是生理死别 我天 表哥这么厉害 叶绿衣都直接投怀送抱 段铃木瞪口呆 叶绿衣去年 还是华清大学四大小花之一 虽然如今毕业了 但因为留校了 成为了华清道院第一美女老师 她的眼光可高了 没被任何一个天才学生 或者老师追到 也只有表哥这样的绝世天才 才能设服她吧 我太有面子了 表嫂你好 我是张扬的表妹段铃 段铃马上热情洋溢的打招呼 小姑娘你误会了 我仅仅是你表哥的朋友 不对 是她的老师 你表嫂有两个 一个叫林青舞 一个叫木青青 见到他们 你在喊吧 叶绿衣闹了个大红脸 张扬也摸着额头 彻底无语 这熊孩子的脑子 是不是缺一根筋 哼 休想蒙骗我 我可不是傻子 你就是我表哥 第三个女朋友 叶绿衣什么时候 和男人拥抱过 段铃在心中冷哼 那是一点也不行 玄机叶绿衣 就带着张扬提前报到 待遇真的不错 一个豪华洞府 外加一栋 专门安置家人的别墅 甚至还给张扬的父母 安排了工作 就是在道院的店铺 做售货员 当然 只有省状园 才有这样的待遇 天 这也太有面子了 张扬父母都暗暗感叹 无比自豪 段后夫妻也昂首挺胸 意气风发 只觉脸上有光 段铃也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 鱼有容焰 第八十九章 前女友韩冰云的震撼 由于是提前报到 小部分同学还没来 也没正式上课 张扬也不想提前认识那些同学 仅仅和贺坤渡豪王骏吃了一次饭 也就往盛京大学去了 当然是去找林青武 距离华清大学并不远 走路都只要十五分钟 遇见的话更快了 只要一个瞬间 八月的圣经大学非常热闹 毕竟修行是没假期的 只是大一还没开学而已 也就是说 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还在到院修行 这几天所有的男生都有点躁动 因为有一个大一师妹提前报到了 名叫林青武 颜值太高了 美得让人目眩 无可争议的成为了第一校花 至于以前的第一校花 当然就屈居第二了 众多男生一个个喜气洋洋奔走相告 也都摩拳擦掌 准备追求林青武 到处打听林青武的情况 比如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你们想知道林青武的情况 问我就行了 一名也提前报到的女生满脸的傲娇 韩冰云 你真的认识林青武 众多男生都很期待 也有点怀疑 我曾经是林青武的同学 虽然不是一个班 但对他非常了解 韩冰云说 你们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你们不配 为什么 众多男生越发来了兴趣 他父亲名叫林定杰 即将晋级时间到王 他母亲叫杨宇红 出身圣经杨家 也是超级天骄 即将进入到王境 林青武更是天赋极好 领悟了时间之道 水之道 美之道 武之道 据说最近还领悟了剑之道 哪里是你们可以追到的 韩冰云说 我们也不差呀 我们大部分 都是武考前几名 有人不服气 只是没他的出身好罢了 林青武的眼光很高的 普通天才 就别做梦了 状元的话 可以试试 但也不要抱任何期望 韩冰云说 状元 那还是算了吧 总共也就几十个 今年我们道院 也仅仅抢到五个 有人气馁 韩冰云 那你认识南湖省 状元张扬吗 也和你一样 是武刚人 听说他被胡族 和狼族盯上了 多次被袭击 竟然能多次逃脱 还能反杀化到 后期的狼青 有人好奇地问 南湖省状元张扬 韩冰云的脸色 变得有点不好了 脑海中 突然就浮出了 一个大帅哥的容颜 呸呸呸 前男友 张扬就是一个废材 只是和武状元 张扬同名罢了 我想多了 他安慰自己 摇摇头 不认识 韩冰云 你带我们去认识一下 林青武吧 他住的洞府 我打听到了 有男生 还是不想放弃 迫不及待地说 既然韩冰云说 林青武还没男朋友 当然要抓住机会 赶紧追求 或许就可以成功呢 好吧 就带你们去见见他 不过 他看不上你们 可不要怪我 韩冰云没拒绝 于是 他带着一群同班男生 呼啦啦 前往林青武的洞府 来到洞府门前 只见人山人海 很多男生抱着鲜花 站在洞府门前 一个个满脸的激动和兴奋 排着队 去按门铃 自报家门 林青武同学你好 我是这一届 福林省武状元灵号 能和你交个朋友吗 林青武同学你好 我是上一届 北湖省武状元 能开开门吗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修行经验 全部都是武状元 不是武状元的 都不好意思 去按门铃 不够格 但都碰了一鼻子灰 都没敲开 林青武的洞府门 这也太夸张了吧 韩冰云摸着额头 又是羡慕 又是妒忌 若我有林青武的颜值 和出身外加天赋就好了 定然幸福死了呀 为何这么多人 韩冰云的同班同学 也都猛逼了 彻底傻眼了 因为林青武不仅出身好 而且是第一校花 更厉害的是 他天赋超好 领悟的是时间之道 据说快要融到大圆满了 有看热闹的男生回答 圣经道院虽然只招收天才学生 但 真正领悟时间之道的学生 还是很少的 每年也没几个 所以 领悟时间之道的天才学生 是最吃香的 也是地位最高的 让开 让开 张扬黑着脸 在人群中挤着 他就是想要给林青武一个惊喜 所以没告诉林青武 但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学生 来瞧瞧脚 简直气炸他的肺 排队 先来后道知不知道 众多男生 一个个不肯让步 我力气大 你们想咋爹 张扬可不管他们 用力往前挤 众人东倒西歪 抵挡不住 张扬可是立志道 龙道大圆满 力量逆天 非常恐怖 还真就被他挤到了前面 得意地摁下了门铃 然后大喊道 林青武同学 我是南湖省状元张扬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愿意的话 就开门让我进去 靠 又是一个武庄元 这么骚包 林青武愿意见你 才有鬼了 众人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张扬 韩冰云却是心头一颤 不敢置信地 看着那熟悉的背影 难道 那个我抛弃的废材 竟然突然变成了天才 还成了南湖省武 状元不成 突然 洞府门打开来了 白裙长发 美若天仙的林青武 快步走了出来 满脸激动之色 投入了张扬的怀抱 韩晴默默地对视 然后就喜气洋洋地 拉着张扬进了洞府 门砰的一身关上 隔绝了所有人的目光 天哪 林青武真是太美了 但既然有男朋友了 南湖省武状元张扬 哎 如此角色美女 竟然被人截足先登 气死我了 张扬 你出来 我要和你决斗 众多男生 一个个垂胸顿足 气急败坏 而韩冰云 却是如同傻子一样的 呆愣当场 天哪 那废材 不仅成了武状元 还追到了林青武 上天 你为何要如此玩弄我 在这一刻 他憋屈郁闷 痛苦后悔 高一他就知道 张扬天赋很好 误到雷霆知道 凝聚到果是迟早的事 所以 就开始倒追张扬 他也算是美女 虽然没林青武那样的颜值 也可以打八十分 结果 还真就被他追到了 他们成了恋人 哪知后来 张扬的倒数出问题了 花末了 倒数 还变得病奄奄的 十有八九世 被人夺了倒果 废了天赋 不分手 难道等着结婚吗 哪知 第九十章 大二第一强者 不过如此 林青武的洞府内 温暖如春 张扬和林青武 相拥相报 热吻热恋 情意绵绵 那种心心相应 唇舌相连的感觉 太过美好 都感觉对方是自己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存在 张扬 我林青武发誓 绝不成为你的拖累 我一定会努力修行 用最快的速度变强 林青武突然泪流满面 那一天 他好想挣脱向美云的束缚 冲出去和张扬一起对敌 但李智告诉他 他冲出去 就是在拖累张扬 会害得张扬 也逃不掉 他们两个会一起惨死 只能痛苦至极的 随同叶律一等人一起离去 幸好张扬运气好 幸好父亲 拯救张扬及时 才度过了劫难 才能在圣经相聚 是我还不够强大 我会更快地变强 保护你 也保护我自己 我们永远不分离 张扬认真的说 多次遇险 也让他多次明白 乾坤大陆的危险 尤其是他这样的超级天才 更是随时有陨落的危险 太多的敌人 想要扼杀 你在摇篮之中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缩短成长的时间 尽管两人都想着 要努力修炼 提升实力 但这里是圣经 超级安全的独城 张扬这样的超级天才 也比比皆是 即使有敌人潜入 目标也会分散成 几十几百 甚至过千 想要紧张 都很难做到 所以 现在还是好好享受 甜蜜温馨的爱情吧 两人的呼吸越发急促 脸也变得越发烟红 有点停止不下来的架势 又要突破 最好一关的可能 门铃再一次被按响了 一个冰寒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张扬 你算什么东西 马上丢滚出来 林青武士 我们圣经道愿 低笑话 在我们圣经道愿学生 追求失败前 谁敢打主意 滚出来 马上滚出来 我袁凯旋一招拜你 张扬 你不敢出来吗 懦夫 华清道愿 怎么就出了 你这么一个胆小鬼 连挑战都不敢应战吗 洞府门外 站立着一个 高大魁梧的学生 双眉如剑 双目如星 方脸 高鼻 薄唇 脉相很好 可以说是很罕见的帅哥 紧紧亚于张扬一丝 他一直在按门铃 一直在挑衅 显然是有底气 能打败张扬 实际上 他是圣经道愿大二学生 去年重醒状元 重醒 是唐国人口最多的省 省状元的含金量 也最高 袁凯旋的天赋 和强大 可想而知 他领悟了最恐怖的 时间大道 去年就融到大圆满 甚至都没施展 任何别的神通 就横扫一切 轻松夺取了武状元 经过一年的苦修 晋级了 化道竞初期 领悟第五层时间法则的30% 随时可以进入中期 时间之道 是最难修炼的大道 能在19岁 修炼到如此地步 是十年内 唐国第一时间 天赋天才 而他也可以轻松地 跃及拜敌 能打败化道中期 甚至后期的修士 是圣经道愿大二 第一强者 当然是无比的骄傲 和自豪的 听说来了林青武 这么一个学妹 竟然也领悟了时间大道 又美艳绝世 荣登第一校花宝座 真的和他很般配 他也准备追求 但没想到 林青武竟然已经有男朋友了 若是别人 忌惮张扬辉煌战绩 可能就退缩了 他当然不会 当众扬言要把张扬打走 让他永远也不敢 踏入圣经道愿一步 现在就付诸行动 哈哈 有好戏看了 看热闹的学生 越来越多 张扬 你得一个啥 马上就会被狠狠教训 你以为这里是武刚 韩冰云的心中 莫名地生出一股快意 无比期待 接下来要发生的美好场面 张扬被袁凯旋打得鼻青脸肿 狼狈如狗 勇士不敢踏入圣经道远 那就说明 张扬也并不是那么天才 他也能找到 比张扬更天才 更优秀的男朋友 毕竟 他也是美女 天赋也不错 冰 水霜属性 也已经晋级荣道 外面有只疯狗在叫 我去打走 张扬松开林青五 袁凯旋很强的 时间到军 话到初期 你有把握吗 林青五有点不放心 有 张扬自信满满 打开洞府门 大踏步走了出来 看着袁凯旋淡淡地说 马上给我滚蛋 否则后果自负 扑 袁凯旋笑喷了 张扬 你装个毛线啊 还后果自负 在我袁凯旋的眼中 你就是一只蝼蚁而已 领悟那么多道 有个屁用啊 华儿不识 不堪一击 你的转移心道 也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空间和时间之道 都可以轻松地克制你 你以为我在吹牛啊 我说过一招拜你 就绝对不用第二招 来试试 不敢的话 就马上给我滚出去 永远也不要再踏入圣经道远 这不公平 袁凯旋你是大二 张扬是大一 也选择了 圣经道远的向美云 从人群中钻出来 愤愤不平地说 大二的学生 追求大一的学妹 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大一的男生不服 那就来打呀 打不过就憋回去 等你们大二了 再去追求大一的学妹 袁凯旋理直气壮 说得像美云张口结舌 不知怎么辩驳 也说得那些大一 男生无比的郁闷和憋屈 看来 想要脱单 只能等大二了 那就来吧 张扬的手中幽的 出现了一把斧子 身躯一摇 就变成了一个十几米高的巨人 狠狠一幅 展向袁凯旋 卧槽 大知道何理之道 牛逼啊 有人惊呼出声 时间停滞 袁凯旋也无比忌惮 施展了时间神通 伸手一划 眼前就出现了一片 时间停滞曲 抵挡抚批的同时 向张扬倾袭而去 但竟然没用 被张扬一抚 催哭拉朽地斩破 犀利冰寒的斧刃 带着一股毁灭一切的 气势斩向袁凯旋 杀 袁凯旋极好面子 不想躲避示弱 手中出现了一把后背斩刀 全力一刀斩在斧刃上 当 一声巨响 袁凯旋双手的虎口崩裂 刀脱手飞到半空 然后手臂一痛 离体而去 人也被震飞出去十几米 倒在地上 翻滚了好几圈 才停下来 但已经血染全身 狼狈如狗 而张扬 却是傲然战力 一步不退 全场震撼 哑雀雀无声 第九十一章 韩冰云 我竟然没在他心中留下一丝痕迹 原来张扬如此之强 韩冰云的眼皮狂跳 头皮发麻 深深的懊悔 又涌现脑海 若没和张扬分手 啊 袁凯旋终于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断臂之痛 简直痛不欲生 不过 这里是圣经道院 唐国的顶级道院 高手如云 天才如雨 擅长医治到的学生太多了 顿时就有学生冲了上去 给袁凯旋治疗了一番 竟然很快就把胳膊接了回去 而且彻底愈合了 速度紧紧亚于张扬的转移之道一丝 显然是擅长医治道 和生命之道的高手 张扬 你给我等着 袁凯旋又羞又怒 憋屈郁闷 愤怒至极 丢下这么一句场面话 逃一般地走了 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 放出大话 一招败张扬 结果却是被张扬一招打败 脸被打得啪啪响 现在他心中血量 自己虽然强 但张扬的大只道太过逆天 战力暴涨十几倍 他的时间法则 还是太低级 禁锢不住 而他去阁挡 就如同螳螂挡车 犯了天大的错误 想要打败张扬 绝对不能硬拼 等我把时间之道提升到 花到中期 不 后期 一定能打败他 洗刷今日的耻辱 袁凯旋无比坚定和自信 见太多人对他指指点点 他无脸逃进了修炼密室 开始修炼 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 不突破 绝不出关 而袁凯旋挑衅张扬 被张扬一招打败的消息 也很快就传遍了 圣经道院的任何一个角落 反正 袁凯旋成了一个笑话 当然也让圣经大学的众多天才 都很愤怒和憋屈 不仅仅第一笑话被炮走了 而且连二年级第一强者 也被打败和羞辱 这是被华清道院压了一头 要不要教训张扬 我一拳就可以打爆他 我一剑就可以斩下他的头颅 圣经道院强者绑上前十的几个学生 正在商议 他们都是大三大四的天才学生 全部都是画到大圆满 距离晋级道王 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不把张扬放在眼中 打败他又如何 我们可是大三大四 他才大一 还是会被吃笑 那怎么办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 张扬要武扬威 只能期待袁凯旋争气了 若他晋级画到后期 定然可以打败张扬 洗刷羞辱 他距离中期只有一丝 受到如此刺激 或许能快速突破 迅速晋级后期也不一定 我们都贡献一些 顶级悟道资源吧 帮助袁凯旋尽快突破 再去打败张扬 为我们圣经道院证明 林青武的洞府门前 终于清静了 所有的学生 都一哄而散 实在是张扬太强大了 打不过呀 没看到袁凯旋 都成了笑话吗 张扬 你太厉害了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向美云勾住张扬的肩膀 和他一起走进了 林青武的洞府 张扬 我为你骄傲 林青武也笑页如花迎接 就如同迎接凯旋的英雄 嘿嘿嘿 基本操作 张扬笑道 其实在暗暗的后爬 若不是这一次 来圣经的路上发生变故 复印到了远古龙象的力量血脉 把力量之道提升到 容道大圆满 又复印了林定杰的 时间之道经验 时间之道 也晋级到了容道大圆满 增强了对抗时间之道的能力 否则 对上袁凯旋 说的可能性极大 那就一笑大方了 张扬 你的力量之道 似乎大尽了 到底什么境界了 你的时间之道 似乎也大尽了 是不是 向美云和林青武先后问道 两种都才容道大圆满 哎 也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突破话道 张扬愁眉苦脸道 本来以为有复印机 就不用修炼 也不用努力了 但奈何复印之道太难提升了 或许真要苦修时间和力量之道了 向美云和林青武彻底无语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修炼这么多种道 竟然这么快就把时间和力量 两种顶级大道 修炼到容道大圆满了 你还不满意 青武 他是妖念 我们必须努力了 否则 会被他甩得不见影踪 回过神的向美云气击败坏说 他不服气 他也是绝世天才 仅仅修炼力量之道 就不幸还赶不上张扬的进度 嗯嗯 我们是要努力了 林青武也连连点头 走 我们去学校的误道殿修行 张扬你自便吧 他这是趁机赶走张扬 否则 干柴烈火 非出事不可 都怪袁凯旋那个混蛋 张扬郁闷地走出了圣经道院 好不容易有个和女朋友独处的好机会 竟然就这么被破坏了 不爽 不高兴 突然 一个打扮得格外清新动人的女生 带着浓郁的幽香 从对面走来 或许是踢到了石头 一个猎切跌进张扬怀中 张扬也本能地搂住了他 女生俏脸烟红 媚眼如丝 吐气如蓝 还真是格外的动人心弦 他当然就是张扬的前女友 韩冰云 张扬细血地打量怀中的女人 你非常漂亮 身材也很好 但 我女朋友甩你十条件 所以 就别偷怀送抱勾引哥了 哥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松开他 打他不去了 他不是以前那个张扬 对韩冰云没任何印象 即使脑海中 有关于韩冰云的记忆 但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根本就没去阅读 所以 他根本就没认出韩冰云 韩冰云彻底傻眼 他就是炮制了一次 和张扬的偶遇 希望能勾起张扬对他的回忆 那或许可以重续救援 反正 张扬这样的超级天才 谈两个女朋友 甚至多个都很正常 至于说让张扬放弃林青武 他不敢想 林青武比他优秀和天才多了 颜值也高尚很多 但怎么也没想到 张扬竟然没认出他 看他的眼神无比的陌生 我到底是有多失败 竟然没在他的心中 留下一丝痕迹 韩冰云满脸的萧瑟 无比的落寞 在这一刻 他感觉人生很无趣 第九十二章 无名古籍记载的血脉种族 华清道院图书馆 非常宽阔和幽静 看不到什么学生 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 或者教授 正在看书 有人甚至一边看书 一边喝茶 非常的惬意 很快 图书馆的幽静被打破了 因为张扬来了 开始疯狂地寻找一些古籍 看一本就扔一边 再看一本又扔一边 因为找不到他想要的内容 哗哗哗 什么破图书馆 这么多书 就没个目录吗 张扬气得要骂娘了 还顶级的修道院呢 图书馆都管理不好 浪费我的时间 你是提前报道的大义新生吧 想找什么书籍 一个老教授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黑着脸问 想找一本介绍最强生物的书籍 最好包括那些消亡在历史上的强大生物 它们有着恐怖至极的血脉天赋 张扬说 素来就是个老六 喜欢隐藏一些实力 保留一些底牌 但杀了狼青 又和袁凯旋一战 最厉害的底牌连续两次泄露 潜伏在暗中的敌人 还能不知道 现在仅仅剩下真理之道 这一条底裤 很不保险 必须快速增加底牌 复印道果是一个办法 但大部分厉害的道果 他都复印道了 经节又提升不上去 复印强大血脉 才是最好选择 拿去 教授伸手一抓 就从无数的古籍之中 抓出了一本书 扔给了张扬 谢谢老师 张扬结果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本 连封面都没得输 也不后 仅仅介绍了 九种强大血脉生物 第一种 不死兽归 具备让人无比羡慕的 长生血脉 很容易就能把长生知道 也就是不死之道法则 修炼到第九层 从而永生不死 但极难孕育后裔 所以 不死兽归 极数量极少 由于全身都是宝 可以炼制成各种长寿丹药 所以 被万族猎杀 如今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 第二种 时光龙里 具备时间血脉 天生就具有超好的时间天赋 修炼时间之道 简直快如闪电 时光龙里生活在时间长河之中 可以随时穿越过去未来 很难抓捕 第三种 昆 具备大之道血脉 拥有超好的大之道天赋 比龙族还要强大和恐怖 有一些昆 领悟空间之道 晋级成鹏 飞离了此剑 但繁育后裔也非常艰难 所以 如今已经不可见了 第四种 真龙 具备空间血脉 太古时代的霸主 如今的龙族 都有一丝太古真龙的血脉 第五种 真凤 具备火之道血脉 满谷霸主 比如今的凤族 要强大太多了 第六种 荒谷吞天蛤蟆 具备吞噬血脉 后来血脉稀疏 如今的吞天蛤蟆 已经丧失了吞噬血脉 但可以后天悟道 掌握恐怖的吞噬之道 第七种 远古龙象 具备力量血脉 第八种 真理孔雀 也生活在远古时代 具备真理血脉 凭借真理之道 成为非常强大的种族 但不知名原因 血脉丧失 如今的孔雀族 已经不具备真理血脉 只能靠后天悟道掌握 第九种 近古洋人 是人类的一种 具备声音和雷之道血脉 凭借两种道 横扫近古时代 可惜后来血脉 渐渐地稀疏 如今的洋族 已经丧失了血脉 偶尔才会有后裔出现 凡族现象 具备声音 或者雷霆血脉 若我复印了这九种血脉 应该就可以 旷古绝境的无敌了吧 张扬野心勃勃地狂想 问 老师 圣经扬家 是不是禁古洋族的后裔 是 老教授 瞥了张扬这个 不务正业的学生一眼 看来 我女朋友林清武 是禁古洋族后裔 她怎么没领悟 声音和雷霆之道 张扬暗暗疑惑 又问 老师 洋族的祖坟在哪 你知道吗 你想干啥 老教授差点一巴掌扇过去 我想拜计一下曾经的英雄种族 张扬真诚地说 我看不像 你应该是想去盗墓 老教授一针剑写道 但警告你 最好别付诸行动 因为你会死 死得无比凄惨 曾经有到地去盗墓 但被尸体一生吼 镇成了积粪 因为洋族人即使死了 也还能发出死亡之音 所以 洋族的祖坟从没被盗过 成了我们人族圣地 还有 洋族祖坟可不在我们唐国 而是在无比遥远的洋国 你想拜计都做不到 就你目前的实力 根本去不到洋国 啊 张扬摸着额头 这老教授 就如同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竟然知道 我心中之所思 还有 洋家老祖的尸体 那么恐怖 还能发出死亡之音 连到帝都抵挡不住 看这样子 暂时不能去盗墓了 只能以后变强再说 于是他又问 老师 那其余八个种族 有没有祖坟呢 或者有没有遗骸呢 我也想拜计一下 不知道 老教授弃得手 都开始颤抖了 硬邦邦地说完 又忍不住说 龙人族曾经杀了一条昆 据说有骸骨 你可以去龙人族问问 不过 龙人族如今四分五裂 差点被不死到地杀光 那昆的骸骨 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了 张扬彻底无语 看来复印强大血脉 也不容易啊 幸好我复印到了一种 老师 你能和我说说远古龙象吗 他们能用多长时间 把力量之道 修炼到第九层 张扬又问 这到底是个什么学生 怎么脑回路如此亲切 老教授暗暗摇头 但还是认真回答道 据历史资料记载 远古龙象 只有千年寿命 大部分在三十岁 就领悟了 力之道第九层法则 能吊打一切强敌 三十岁就能领悟 第九层法则 哈哈 我还要啥自行车啊 直接全力去领悟力之道就行了 张扬心中暗喜 但远古龙象也是有克星的 比如雷霆 火焰 剑等等神通 单靠一种道 想要永远无敌 那绝无可能 何况 远古龙象寿命短暂 是因为力量太过恐怖 透支了寿命 老教授说 所以 力量之道 最好能和生命之道 搭配着修炼 否则 寿命必然短暂 老师 多谢你的指点 张扬准备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 老教授问 老师 我叫贺坤 张扬报了个假名 就溜之大吉了 这老教授 对他的印象很不好 问名字 绝对没好事 必须防一手 贺坤啊 你就自求多福吧 谁让你以前老欺负前身呢 第九十三章 完了 被老教授盯上了 贺坤 老教授把这名字 用心地记下来了 这种思想品德败坏的学生 必须好好地管教 否则 将来定然会惹出天大的祸患 说不定真会去挖羊族祖坟 华清道院的误道殿 张扬盘西座在蒲团上 参悟力量道徒 他连续参悟十天了 因为一直总感觉 马上要突破 让他欲罢不能 结果十天还是没突破 老天爷 你这是在玩我 张扬气坏了 我可是拥有远古龙象的力量血脉 难道白复印了吗 贺坤 你是不是有什么疑问 一个淡淡的声音响起 张扬偏头一看 然后就看到了 那天那个老教授 就站在他的身后 卧槽 这教授盯上我了 张扬毛骨悚然 华清道院绝对不能出盗墓贼学生 这个学生我要盯紧 老教授也看着张通 在心中嘀咕 老师 我没什么疑问 张扬说 不想向他请教问题了 特么得太爱教真了 真当我会去盗墓不成 我最多也只是 兼职一两次 而且是为了提升实力 我看你双眉紧簇 满脸郁闷 怎么会没疑问呢 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老教授的脸色变得严肃 目光也变得凌厉 一副不怒自危的模样 让人心中凛然 那家伙是什么来历 怎么被副校长和脚盯上了 那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啊 附近的学生 都怜悯地看着张扬 为他默爱 这个 我就是感觉要突破了 但坚持十天 也还是没达到目点 好气啊 张扬无奈 只能请教了 反正现在自己没做坏事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是什么境界 练到还是遇到 和脚促没问 我是绒到大圆满 张扬说 晋级绒到大圆满多久了 和脚微微惊讶 快一个月了吧 张扬谎言道 其实才不到半个月 那你几个屁啊 力量之道是顶级大道 晋级很难 一般而言 晋级绒到大圆满之后 苦修三 五年才有突破的可能 而且 突破必须心平气和 脑子放空 无人无我 智慧自生 和脚黑着脸说 那我试试 张扬的眼睛亮起 看来 有人指点也不错 马上就按照指点 开始尝试 很快 他就进入了一个 神奇的境界之中 脑海中莫名地出现了幻想 一间灰红的宫殿 金碧辉煌 门上写着四个大字 力量道宫 而他的意念 就化成了一只 几百米高的太古龙象 就站在力量道宫门前 而心中也涌起一阵明雾 只要打破力量道宫大门 就可以突破了 于是 张扬心念一动 远古龙象 抬起一只脚 狠狠地踢在大门上 碰 大门 无比坚固和结实 没有破碎 但却是凹陷了一块 而且 在不停地震动 有谢 张扬大喜 操控着远古龙象 疯狂地攻击大门 碰碰碰 紧紧久久 大门就轰然破碎 一股浩大的气势 从张扬的体内散发出来 他突破了 晋级到了化道初期 领悟了力量法则 第五层 直接就飙升到3% 道树上的力量道果 也长大了不少 甚至连道树 都长高了几米 强横至极的力量 在张扬体内流淌 仿佛可以打爆大山 卧槽 真突破了 晋级化道了 力量道君 众多在此参悟的学生 一个个目瞪口呆 羡慕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他们很多 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 也有很好的力量天赋 但也还没突破到化道劲 合脚的嘴角也是抽了抽 刚说要三五年才能突破 这学生就突破了 简直就是 在狠狠地打脸啊 老师 谢谢你的指点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张扬马上就想溜走 但被合脚一把拉住 冷冷地问 混小子 你刚刚突破 是最好的修行机会 竟然不把握 给我坐好 继续修炼 我日 张扬气得要吐血了 就自己的远古龙象天赋 一旦突破 后面就势如破竹了 何必急再一时 现在 我想饱饱地吃一顿 然后睡觉 他用力挣扎 但竟然如同皮肤汗术 一动不能动 他吃惊地看着这个老教授 难道是道王 力量道王吗 他没办法 只能又盘膝而坐 继续参悟力量道徒 果然是速度飞快 就如同河水被拦住 堤坝突破了一个口子 水汹涌下降 仅仅三个小时 他就领悟了力量法则 第五层的30% 然后就停滞了 也就是说 又到了一个小瓶颈 画到中期的关卡 要突破 还需要积累一段时间 他马上就停止修行 站起身 刚走出大殿 那老教授 竟然神出鬼目地出现在他面前 冷冷地问 贺坤同学 有进步吗 领悟第五层法则的10%了 张扬谎言道 暗中却是很郁闷 这变太老教授 老盯着我干啥呀 不错 河角的眼睛一亮 又问 你多少岁了 我28岁了 张扬的谎话 张口就来 没办法 第一印象太坏 必须打消这老家伙 对他的兴趣 最好把他彻底忘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哦 河角点点头 走了 似乎没怀疑 张扬在说谎 有很多经历特殊的学生年岁 都是很大的 因为他们悟到很晚 可能20多岁才悟到 但一旦悟到 却进展神速 嘿嘿嘿 总算糊弄了过去 张扬暗暗得意 还拉住一个高年级学生 指着河角的背影打听 这老师是谁啊 副校长河角啊 有个外号叫矫正校长 最喜欢盯着一些坏学生 那是一定要把他们矫正过来的 被他盯上的学生 那叫一个悲催 有时连半夜 他都会出现在你的床前 问你几个问题 又鬼魅一样的消失 那学生打了个寒颤 洞府他也能潜入吗 张扬倒抽一口凉气 挡不住啊 洞府的阵法都是他布置的 他擅长阵之道 还擅长土之道 掌握第七层土之道法则 能土盾潜入任何地方 还修炼出真理之眼 能看破一切虚妄 完蛋了 张扬大惊失色 第94章 昆古消息 时间一晃 就过去近一个月 开学时间到了 这段时间 张扬一直很本分 就是修炼 约会 有时回家看看父母和小姨 毕竟 被变态副校长盯上了 必须低调一段时间 至于收割韭菜 现在不急 等复印之道 晋级荣道再说 还差得比较远 华清大学 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 大一的新生 也全部出现了 很多都有父母陪同来报道 又是老生 看美女师妹的时刻 张扬 王骏 贺坤 杜豪 外加云千里 也夹杂在老生群中 欣赏这难得的美景 哇 好多美女啊 但 还是龙空空最漂亮啊 杜豪感叹连连 来报道的龙空空 打扮得前所未有的亮丽 那颜值吊打 几乎所有的女生 那身材 好得让所有女生 嫉妒和羡慕 几乎所有男生的眼珠子 都差点掉落 有人甚至鼻血长流 太漂亮了 顶不住啊 张扬顶得住 因为他有林青舞 还有木青青 都是不亚于龙空空的优秀美女 连身份都不逊色 甚至更加尊贵 韭菜应该长好了吧 张扬暗暗期待 龙空空很天才 领悟了空间 力量 防御 水 冰 声音 风锐 便知道 都是很厉害的大道 以前都是容到初期 现在可能大员满了 也不一定 可以收割了吧 哇 又来了一个超级美女 好艳丽好性感啊 又有人发出了惊呼 众多老生的鼻血 又一次长流 这美女 当然就是凤翩翩了 她这鲜艳的羽衣 粉红色的长发 随风飘荡 雪白肌肤 在阳光照耀下 闪闪放光 超高的颜值 傲娇的表情 但很多男生 就吃这一套 一个个越发的 兴奋和激动 呃 这女人 也选择了华清大选 张扬摸着额头 有点不爽 她擅长空间大道 五考前 就被华清道院特招了呀 贺坤说 她叫凤翩翩 凤人族 是真凤的后裔呢 若能觉醒真凤血脉 那就厉害了 有老生 眉飞色舞的介绍 很多老生谄媚的 迎接凤翩翩 促拥她去报道 至于龙空空 却是没这种待遇 因为老生 也都知道 龙人族和不死到底之间的瓜葛 不敢招惹龙空空 凤翩翩竟然看到了张扬 笔直地走了过来 冷笑道 卑鄙无耻的混蛋 我迟早会狠狠地吊打你 让你跪在我脚下求揉 不过 不急 反正在一个道远 你跑不掉的 说完 扬长而去 那混蛋是谁 为何让凤翩翩 如此愤怒 众多老生 就注意上张扬了 一个个脸色不善 杀意横溢 不就是拒绝了你的表白吗 至于这么生气吗 我有女朋友了 能怪我吗 张扬看着凤翩翩的背影 嘟囔道 立竿见影 众多不善的目光消失 一个个没开眼笑 幸好这家伙拒绝了凤翩翩翩 否则 哪里有我们的机会 扑 赫坤 杜豪 云千里当场笑喷了 张扬太损了 凤翩翩遇到对手了 张扬可没这么好惹 张扬同学 你能不能带我去报道呀 龙空空走了过来 期待地问 他也没家长陪同 当然可以 张扬怎么可能会拒绝呢 带着他去报道了 又送他到了他的洞府 你好好休息 我走了 张扬谢谢你 龙空空紧紧握住张扬的手 满脸的感激 这么多同学 也只有张扬敢和他交往 我们是好朋友 就不用客气了 张扬微微一笑 这妞太容易忽悠了 主动和我握手 看来没忘记五分钟的握手里啊 当然不会客气 开始疯狂地 赋应各种悟道经验 进去坐坐吧 龙空空见 张扬握了五分钟 也还没松开 就越发开心了 握得越久 友谊越多 他早就听过 张扬最近的辉煌战绩 这样的天才 一旦成长起来 未必就不如不死到底 好 刚好我想打听点事 张扬笑道 走了进去 并肩坐在沙发上 手还是不松开 张扬问 空空同学 听说你们龙人族 曾经猎杀了一只鲲 还有一骨 那是无比遥远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 我们龙人族非常强大 是乾坤大陆的霸主 龙空空声音清脆的滔滔不绝 原来远古真龙的后裔很多 有人 有龙 还有龙吗 龙龟 龙象 龙蛇等等 龙空空所在的种族 是龙人族 大海之中的龙 称为海龙族 但都可以用龙族来称呼 也都失去了空间血脉 至于昆古 却是被不死到底抢走了 因为昆古 有大之道道文 可以参悟大之道寻傲 从而领悟大之道 或者让大之道精进 是绝世瑰宝 你是不是想要得到一块昆古 用来领悟大之道 让你的大之道进步 是的呢 但没想到 哎 大之道必须具备超好的天赋 天赋不够 参悟昆古也没什么效果的 听说不死到底失衡 虽然也领悟了大之道 参悟昆古也没能进入化道 但我还是想要昆古 我的大之道天赋 不亚于王天一 或许超过了不死到底 张扬说 其实 龙空空欲言又止 脸也变红了 你想说什么 张扬扬扬眉吗 没什么 龙空空白白首 哇 韭菜果然又厚又肥啊 回到自己的洞府 张扬才发现 复印道的悟道经验 让自己的修为暴涨了 空间 力量 防御 水 声音 变之道都晋级容到大圆满了 而且 还多出了两个道果 兵之道和风锐之道 同样容到大圆满 风锐 加持 张扬嘴巴张开 吐出一把飞剑 飞剑瞬间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散发出冰寒彻骨的气息 去 张扬大喊一声 飞剑化成流光 洞穿了那个练习飞剑的钢板 昔日 那是绝对洞穿不了的 威力暴涨啊 张扬暗暗地惊叹 暴 张扬又大喊一声 音波爆发 远处那个用来训练音之道的铁球 就轰然破碎开来 化成了无数的碎片 音波攻击 恐怖如斯啊 兵之道具 张扬开始具现兵之道道具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仿佛空调一样的东西 散发出冰寒气息 让洞府马上就变得凉爽起来了 一一尝试各种道的攻击和防御 甚至还有道具 张扬是越发自信 自己的实力又暴涨了 不过 自己最强的攻击 还是力量之道 加大之道 前者一直在进步 后者却是停滞不前 其实也尝试过修炼 可惜进度太慢了 比复印之道的进度还慢 可惜 昆古落在不死道地手中了 否则可以复印血脉 提升大之道天赋 好事多磨呀 第95章 倒霉的贺昆 第二天 一年级的新生 开始了第一天的上课 是的 一万新生一起上课 根本不分班级 而之后 每天都有教授 或者老师讲课 你可去 也可不去 反正 讲课内容会公布在班级群中 但若年末考核 不通过 那就凄惨了 会被辞退 考核的标准 其实还是你的实力 和战力 若你有修炼上的疑问 可以去找教授 或者老师解惑 也可以去图书馆 阅读修行书籍 寻找答案 若有生活上的问题 就可以找辅导员叶绿一 他会负责解决 另外 有个年纪百强榜 一旦上榜 每个月 都可以获得丰厚的积分 另外 完成一些道院发布的任务 也可以获得积分 晋级荣道有积分 晋级化道也有积分 多领悟了一种道 也有积分 而积分 可以换取各种修炼资源 反正 对于天才是无比友好的 爽啊 张扬非常满意 自己有复印机 而这里韭菜太多 根本收割不完 每天都可以说 自己领悟了道 不过 还是不能如此出风头 否则 狐妖王 甚至狐女道地 都可能盯上我 把我掠回去坐炉顶 那就糟糕透顶了 我加入什么系呢 张扬有点犯难了 学院的确分成了很多系 炼丹系 炼器系 战斗系 医疗系 宠物系 灵药系 寻宝系等等 王骏当然是加入了炼丹系 贺坤和云千里 都加入了空间系 龙空空 加入了寻宝系 而大部分天才 都领悟了很多种道 不能用某一个细线制 所以才允许你去听任 何老师的课 你也加入寻宝系吧 我们一起去寻宝 我非常擅长寻宝 我还知道 很多隐秘 甚至还掌握一些 古老的藏宝图 龙空空建议 我们都擅长便知道 变化一番 就不用担心 泄露行进 寻宝很锻炼人 我们可以更快强大起来 这附近有宝可寻 张扬问 附近很多的禁地 古战场 还有古墓 古洞府 一旦寻到 就有巨大收获 我们还可以 潜入狐足 猎杀狐皮 入狼族抓狼仔 甚至入海寻宝 那更是宝物无数 因为从古至今 有很多宝地都沉没了 龙空空说 探险寻宝 是超级天才成长起来 最快的途径 古墓 古洞府 古战场 张扬的眼睛 亮起了奇异的光芒 或许就能找到 具备血脉天赋的 种族遗骨 复制血脉天赋 也或许可以找到 智慧丹那样的神奇宝物 短时间提升智慧 和悟道能力 让自己的复印知道晋级 于是他也加入了寻宝系 不过 并没马上去寻宝 一个是没做好准备 二个 是修炼资源还没用完 龙空空的底蕴丰厚 张扬是因为 叶绿一给他领取了 杀死贪狼等通缉犯的奖赏 另外 张扬发现自己 有个宝藏 价值巨大 那就是远古龙像的骷髅头 任何一块骨头 都蕴含着力量道文 用之感悟修行 进度不亚于 仓物力量传承道徒 所以就非常值钱了 但骷髅头兼顾至极 没法拆开 所以 就不能分散出售 更不敢整颗出售 因为价值太大了 哪怕是多宝楼值得信任 也担心 有人起贪念 从而惹出天大灾难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啊 尽管如此 张扬也感觉自己是大富豪 所以不慌 不急 第三个原因 他担心狐族会截杀他 上一次就被推算到 这一次也定然一样 所以 他必须复印道命运道国 领悟命运法则 混淆天机 命运之道 是非常神奇和恐怖的 甚至能逆天改命 大道 让国家种族衰落或者崛起 小道让道王道帝 无缘无故陨落或者逃生 和大之道一样 是禁忌的道 很少有人掌握 其实有 也不敢泄露 危害太大 会被人灭杀 或者控制 张扬仔细调查过 这么多学生 竟然只有凤翩翩掌握了 命运之道 他和凤翩翩的关系太差了 不方便复印 何况 凤翩翩的命运之道的境界 一定不高 否则 早就用命运之道 暗中对付张扬了 不过 也难说啊 说不定 他真做了手脚 所以 自己才多次遇到危险 幸好自己有福运之道 能逢凶化吉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增强真理第一定律 防御推算 命运 诅咒等等无影无形的攻击 但要进击道 化道境才行 所以他也抽时间 努力地感悟真理之道 幸好华清道月牛逼 也有真理道徒 加上张扬 还能回忆起前世的一些 模糊的道理真理什么的 进度虽然缓慢 但也有进步 突破是有可能的 这几天叶绿一很忙 生活辅导员 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甚至要帮忙 安排一些妖孽的父母的工作 偏偏和副校长 又找上门来 冷冷地问 叶老师 贺坤同学是你招进来的 贺坤 叶绿一满脸茫然 全力回忆 终于想了起来 那是张扬的同学 擅长精之道 适合练气 看他天赋还不错 外加有人说好话 就招了进来 是的 叶绿一连忙点头 心中有点紧张 难道贺坤惹什么事了 贺坤同学的天赋 虽然不错 但品德不好 他想走捷径 想要去到羊 人族的墓 你可要盯紧了 否则迟早要掌外 和副校长的脸色非常严肃 叶老师 你找我什么事啊 半个小时后 贺坤被叶绿一 请到了办公室 他目光炽热 心脏狂跳 声音都在颤抖 实在是叶绿一的颜值太高 身材太好 曾经的笑话啊 被无数男生追求爱恋 但竟然没人追到 可见他的眼光有多高 性格有多傲 他单独找他 难道是 看上他这个大帅哥了 听说 你对羊人族的祖坟很感兴趣 叶绿一努力地压抑着怒火 冷冷地问 啥 你说啥 贺坤满脸猛逼和茫然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你还装 装什么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的品德 竟然坏到如此地步 让你爸妈过来 我是没办法管你了 叶绿一一顿呵斥 贺坤差点哭了 简直就是人在家中 坐 或从天上调 想要辩解 但老师根本就不给他辩解的机会 只是不停地训斥 他能怎么办 只能不停地保证 一定改正 绝对改正 绝对不敢去盗墓 叶绿一才放过他 没让他喊来父母 但说会继续观察他 一旦表现不好 就要开除他 回到洞府 他郁闷憋屈地想撞墙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误会了 害得他如此凄惨 第96章 百强榜第一名 挑衅张扬 时间一晃 过去了半个月 经过激烈的竞争 一年级百强榜的排名 终于出来了 彻底完整了 张扬没上榜 因为他没去参加 龙空空上榜了 排名第三 凤翩翩翩更厉害 排名第二 他修炼出了恐怖的凤凰真火 晋级化到初七了 排名第一的名叫孔玄成 擅长空间 真理 剑之道 据说 他是真理孔雀族后裔 虽然已经丧射血脉 但也还是很容易领悟真理之道 而且进展神速 如今他的三种道都达到了化道初七 他构筑了真理第一定律 防御无敌 凤翩翩翩也好 龙空空也罢 根本就攻击不到他 所以他轻松夺取第一 张扬 听说你是南湖省状元 敢来挑战我吗 在凤翩翩的怂恿下 孔玄成拦住张扬 挑衅道 没空 张扬拒绝了 复印法则还没进击到第四层 应该割不了对方的韭菜 挑战没有任何意义 不对不对 张扬突然脑海中 闪过了一道 关于复印的灵感 但却是一闪而逝 没能抓住 到底是什么呢 张扬同学 你真的反杀了狼青吗 不会是传说有误吧 你不敢和孔玄成同学切磋 是怕漏线 暴露你是个水货状元 凤翩翩击笑说 哈哈 水货状元 可能是哦 怪不得不敢去打类 上不了百强榜 你们就别强人所难了 孔玄成同学博览群书 苦误真理玄傲 终于构筑了真理第一定律 可以防御任何攻击 哪里是一个水货状元 可以对抗的 那和找死差不多呀 凤翩翩的追求者 也在怪笑 孔玄成博览群书 构筑了真理第一定律 张扬的眼睛突然亮起 自己是靠前世学到的那些物理数学化学知识 晋级到荣道大圆满 然后构筑真理第一定律的 和这世界的知识大有不同 完全不是一个体系 所以 若复印孔玄成的真理之道无道经验 或许可以让自己得到巨大的启迪 突破瓶颈 晋级化道也不是不可能 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 喝道 孔玄成 我答应你的挑战了 擂台上 张扬和孔玄成相隔五米 虎视眈眈的对峙 两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信 也无比的淡定 似乎都有取胜的把握 嘿嘿嘿 两位大大 再等等 还没押住完毕 等下有大力奉上 开赌了 压张扬胜 压二赔一 压孔玄成胜 压三赔一 无数听到消息的同学蜂拥而来 围在擂台下面看热闹 甚至有人开赌 压张扬还是孔玄成 当然是孔玄成啊 他构筑出出真理第一定律 防御无敌 利于不败之地 加上又擅长空间之道 是张扬转移之道的克星 张扬岂能不败 张扬一招就杀死了狼青 还能逃过胡门的诱惑和截杀 实力也很可怕的 那都是吹嘘出来的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反正 我坚定地支持孔玄成 听说啊 前段时间 张扬一招打败了圣经大学二年级百强榜 第一名的袁凯玄 难道还打败不了孔玄成 我压张扬 众多学生开始仔细地分析 压住 都想要趁机发一笔小财 而张扬打败袁凯玄的事儿 也终究传到了华清道院 只不过知道的学生还不多 压住张扬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压住孔玄成 凤翩翩就压了众主 他深信孔玄成能打败张扬 发财的机会来了 贺坤 杜豪 王骏 云千里却是两眼放光 兴奋至极 毫不犹豫就压住了张扬营 别人或许不了解张扬 但他们了解啊 那可是一个超级老六 隐藏实力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的实力 所以他阴死了贪狼 反杀了狼青 多次逃过胡门的诱惑和截杀 甚至一招就打败了袁凯玄 让圣经大学的脸都丢光了 张扬你终于要打榜了 叶绿一也翩然而来 仿佛一只美丽优雅的白鹤 散发出圣洁美丽的气息 他欣赏满意地看了一眼张扬 又鄙夷地看了一眼何坤 你就不能学学张扬 竟然想去盗摸 太多落了 张扬你能赢吗 龙空空也早就飘然而来 乌发飞扬 白裙飘飘 性感冷艳 美丽动人 他没压住 美目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一直定格在张扬的身上 嘿嘿嘿 两位大大 压住完成了 可以开始了 安排赌局的同学怪笑道 他名叫刘一手 由于领悟赌之道 所以有个外号叫赌胜 每一次擂台切磋 他都会开设赌局 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 他也领悟了空间大道 否则 也不会被华青 道怨录取 你尽管攻来 孔玄成也不拔剑 而是冲张扬勾手 满脸的轻蔑之色 他有真理 第一定律防御 同径无敌 张扬的大指导 合力之道再牛逼 也攻击不到他 所以 这就是装逼的最好时刻 说不定啊 打败张扬之后 凤翩翩就会答应 做他的女朋友了 那就幸福了 呵呵 张扬意味深长地笑了 玄成 别大意 张扬是一个 卑鄙无耻的混蛋 诡计多端 阴险狡诈 凤翩翩 莫名地打了个寒战 似乎回忆起了 什么不好的场面 赶紧跳脚大喊 这女人 简直不可理喻 张扬黑着脸 瞥了凤 翩翩翩一眼 伸手缓缓地抓向孔玄成 仿佛手有百万斤重量一样 众人 看得是莫名其妙 孔玄成也有点猛逼 这是什么攻击手段 好厉害的真理 第一定律 张扬很快就感觉到了 巨大的阻力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要扰乱她的攻击 偏离方向 但 由于张扬复印到了 远古龙象的血脉 具备了恐怖至极的力量天赋 这些天一直努力修行 已经领悟了 荔枝道第五层法则的50% 也就是化道中期 而荔枝道也是顶级大道 不亚于真理之道 所以 能抗衡这种神秘力量 感觉神秘力量到了极点 在不能提升之后 张扬的手突然加厉 速度也快如闪电 眨眼之间 她就已经抓住了孔玄成的脖子 提起空中 同时用力收紧 嗯 孔玄成就如同一只被抓住脖子 提在空中的孔雀 拼命地挣扎 但却是挣扎不脱 狼狈如狗 凄惨至极 全场震撼 鸦雀无声 第97章 送上门的韭菜 不个白不个 这怎么可能 那些压住了孔玄成营的同学 尤其是凤翩翩 那是满脸呆滞 难以接受如此结果 这段日子 孔玄成凭借着神奇的真理 第一定律 横扫一切对手 无以招之敌 出尽风头 但怎么今天真理定律就没用了呢 难道张扬又用了什么阴损手段 只是自己没看出来 张扬威武 哈哈 张扬你太强了 很多压住张扬的学生 都兴奋激动 疯狂地大喊 嘿嘿嘿 发财了 王俊 赫坤 杜豪 云千里 一个个眉开眼笑 乐不可知 爽歪歪了 好厉害 荔枝道竟然已经晋级化到中气了 叶绿衣和龙空空的美目放光 满脸的钦佩之色 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张扬是如何赢的 靠的是绝对的实力 放开我 孔玄成只觉脖子差点被捏断 阵阵窒息 四肢发软 施展不出任何的神通 到最后连手都抬不起了 是又羞又气又怒 可惜脖子被掐住 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继续被张扬捏着脖子提在空中 这羞辱的姿势让他差点哭了 丢人丢大发了 今后怎么见人啊 加油 你行的 或许就可以挣脱 张扬还满脸真诚地鼓励他 不是他坏 想羞辱孔玄成 而是正在复印三种道的经验呢 空间 真理 剑 由于这三种 到他已经修炼到了容道大圆满 再复印到一些经验 还真就有一些用处 空间和剑之道 虽然没太大变化 但真理之道 他却是有了强烈的突破的预感 显然 先前的猜测是对的 自己领悟的真理之道的奥义 和这世界的真理之道的奥义差距很大 现在获得孔玄成的悟道经验 真有可能让他突破到花道经 那就可以完善真理第一定律了 不怕敌人的推算 所以 现在张扬的心情很好 前所未有的舒爽 太爽了 张扬也太损了 这是在羞辱孔玄成吗 是可杀不可辱 张扬太过分了 台下有同学愤怒了 当然 最怒的还是奉翩翩 简直就是怒发冲关 一闪就上了擂台 张扬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羞辱别人 你很爽吗 来来来 我挑战你 今天我要狠狠教训你 你们夫妻一起伤 可以的 我无所谓 你尽管攻来 张扬讥笑 但就是不松开孔玄成 你 满嘴喷粪 凤翩翩气的胸都要爆炸了 这混蛋 竟然造谣说他和孔玄成 是夫妻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扑 叶绿衣和龙空空笑喷了 张扬也太损了 这一下 一定把凤翩翩气个半死 一定恨死张扬了 不过 张扬一定不在乎 因为凤翩翩本来就很仇恨他 张扬你太缺德了 这么污蔑一个冰清玉洁的美女 台下那些大二的学生 一个个怒不可遏 目光也变得冰寒 恨不得冲上去 把张扬揍一顿 在他们的眼中 凤翩翩是他们 大二某个天才的女朋友 哪里是 你能污蔑的 张扬你这个混蛋 你满嘴喷喷 我和你拼了 凤翩翩果然气疯了 开始疯狂地 攻击张扬 但不管他如何攻击 都落不到张扬的身上 攻击都完美地避开了张扬 当然是张扬的 第一真理定律 起了作用 但所有人都误会了 只以为 是孔玄成的真理 第一定律在防御 毕竟 现在孔玄成 就在张扬手中 凤翩翩攻击张扬 可能也会波及到孔玄成 触发真理 第一定律的防御 卑鄙 太卑鄙了 竟然用孔玄成 做挡箭牌 张扬 你无耻 你太无耻了 凤翩翩不得不停止攻击 开始不停地破口大骂 定 张扬怒了 时间神通发出 禁锢了凤翩翩 然后右手一探 就捏住了凤翩翩的脖子 也把他提在手中 冷笑道 蝼蚁一样的女人 爷爷不想和你计较 你还蹬鼻子上脸 卧槽 全场震撼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傻眼了 原来张扬的时间神通 如此恐怖的 凤翩翩和他一比 还真就是蝼蚁啊 差距太大了 眨眼就生死不由自己了 定 监测到火焰 空间 木之道 声音 雷霆 美之道 命运之道道果 是否复印 复印机的提示 声响起在张扬的脑海 复印 张扬毫不犹豫下令 送上门的韭菜 不个白不个 刚才已经复印到了 孔玄城三种道的经验 现在刚好可以继续复印 凤翩翩的 命运之道 那可是顶级大道 有时甚至比任何大道 都恐怖 这种道果 必须复印过来 呀 气死我了 凤翩翩又羞又怒 又悲愤 在疯狂地挣扎 但那一只大手的力量 太过恐怖 捏得他两眼发黑 身躯发软 哪里能挣脱 最多只能双脚胡乱地 蹬动几下 贺坤 你太过分了 还不放开他们 何副校长 如同鬼魅一样地 出现在擂台上 脸色一片漆黑 他也是刚好路过 看到贺坤 一手一个 捏着一个学生的脖子 踢在空中 太羞辱人了 果然是品德败坏呀 他当然要制止 贺坤 何副校长认为 张扬是贺坤 叶绿一愕然 难道 何副校长说 品德败坏的贺坤 其实是张扬 他怎么就把张扬 认成了贺坤 你嘛 我破案了 原来是张扬冒充我的身份 做了坏事 被何副校长抓住了 然后我就倒霉了 贺坤也瞬间明误了 差点委屈哭了 不就是曾经小小地 欺负了你几次吗 你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报复 太过分了吧 其余同学 也是满脸猛逼 明明是张扬 何副校长你喊什么贺坤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还是你的眼神不好 认错了人 迟早要完 只是要露馅了 张扬也头皮发麻 暗叫不妙 这变态老师怎么又来了 你这是要坏我好事啊 他眼眸一转 大喊道 老师 摆枪打绑 他们破坏规矩 两个打一个 所以 我只能放一个 才算一对一的单挑 于是他松开了孔玄城 提着凤翩翩翩暴退 啊 张扬我和你拼了 孔玄城 何曾受过如此的羞辱 拔剑就追 同时疯狂地劈砍 剑盲万丈 剑气冲天 恐怖至极 第九十八掌 这次赢妈了 张扬一手提着凤翩翩 另外一个 手出现了一把斧子 舞动斧子 和孔玄城大站在一起 当当当 火花飞剑 声音震天 一时之间 分不出胜负 什么乱七八糟的 和副校长有点猛逼 现在的新生 似乎比老生更调皮啊 但似乎天赋 也更好 贺坤的品德 虽然不行 但战力还很厉害的 看这样子 立之道快要 晋级化到后期了 这个脖子 被捏得也不错 剑之道 空间之道 真理之道 都晋级化到初期了 但 竟然拿不下 贺坤 为什么呢 哦 我明白了 贺坤领悟了很多道 时间 空间 力量 虚无 剑 都是顶级大道 领域很厉害 加上力之道 善于搏杀 才能合之抗衡 必须好好地培育 特别是思想品德方面 绝对不能松险 可不能让他变成盗墓贼 大战了十几分钟 张扬突然就发威了 一幅斩破了对方的真理 第一定律的防御 大喊一声定 孔玄成就停滞了一个瞬间 然后他的脖子 又被张扬捏住了 看在老师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都下去吧 张扬把两人扔下了擂台 又对欣慰地和副校长说 恭送老师 老师再见 再见 和副校长潇洒地背着 双手腾空而起 缓缓去了 自己是副校长 事情处理完了 当然得走 看来 贺坤还是很有眼色的 他一走 下面就彻底乱了 众多赢钱的同学 兴奋激动地如同攻击打鸣 围着留一手拿钱 而孔玄成也第一时间就捂住脸 逃得不见了尹宗 实在是输得太惨了 第一次被张扬抓住脖子 还可以说是自己不小心 但第二次被抓住脖子 就找不到开脱的理由了 尴尬的是 第二次张扬手里 还提着一个人呢 张扬 我一定会报仇的 你给我等着 等着 凤翩翩更是感觉到 生平未有的屈辱 面对张扬 他竟然没有丝毫的抵挡能力 一个瞬间就被抓住脖子 生死不由自己 这混蛋还捏着他的脖子 大战孔玄成 十几分钟啊 这是何等过分的羞辱 这仇不报 势不为人 他流泪满面 亮腔着走了 众多护花使者 也一个个沉默 打不过张扬啊 有什么办法 杨哥 你是不是用我的身份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你不知道 我莫名其妙 被叶绿一老师 训了半个小时 竟然说 我想做盗墓贼 贺坤顾不上去 拿赢的钱 第一时间凑到 跳下擂台的张扬面前 惶恐地说 没有 绝对没有 张扬拾口否认 那刚才和副校长 怎么会喊你贺坤呢 贺坤气呼呼地问 你听错了 他喊我贺坤 张扬真诚地说 就是昨天我随地小便 被他抓住了 问我名字 我就用了个假名 贺坤 绝不是贺坤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张扬怎么可能品得败坏 想盗墓呢 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地 叶绿一长出一口气 也不好意思去问张扬了 随地小便的事 问出来有点尴尬 完蛋 贺坤却是心中一片冰凉 绝对就是张扬盗墓 被和副校长发现 他就用了我的名字 把我害苦了 旋即他心中一动 为何张扬要盗墓呢 难道他就是盗墓 得到了很多神奇的宝物 才领悟了那么多刀 战力才那么强大 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领悟了金之道 能感应到地下墓穴中的 金属陪葬品 有天然的优势 留一首 我的好处呢 张扬挤进人群 索取好处 丝毫不知道他无意中 影响了一个人 又变成盗墓贼的趋势 等一会 留一首眉飞色舞的冲张扬 做了个等下分赃的首饰 飞快地赔付了那些 赢钱的同学 就和张扬去到没人的地方 二一天做午 分了个干干净净 两人各自狂赚十万高级到十 合作愉快 张扬很高兴 和留一首握手 几乎同时 复印机也发出了提示声 检测道变 空间 服御 赌 财富 帝王知道道果 是否复印 卧槽 张扬目瞪口呆 有点难以置信 竟然领悟了帝王知道 难道就是那个 擅长辩知道 喜欢变身 到处乱逛的唐太子李安民 化成留一首 成了华清道运 这一届的新生之一 竟然可以骗过我的真理之眼 他的身上一定有重宝 下次再合作 留一首飞快地抽回手 转身走了 张扬当然就没有复印到道果 不过 没关系 今后有的是机会 张扬 恭喜你戎登摆墙榜第一名 龙空空带着浓郁的幽香走了过来 看上去艳丽绝伦 美得让人目眩 这妞总喜欢往我身边凑 想让我和不死到底对上吗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虽然是时代之子 是挂逼 但也未必能干掉不死到底啊 张扬暗暗警惕 张扬同学 借一步说话 我有个天大的秘密 要告诉你 龙空空笑页如花说 天大的秘密 我不想知道 你别过来啊 张扬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既然已经割了韭菜 加上知道昆谷的下落了 当然就不想和这牛有任何牵扯 我有急事 下次聊 张扬一闪就无影无踪了 张扬 你个大傻逼 你一定会后悔的 龙空空气的直跺脚 爽歪歪呀爽歪歪 张扬回到洞府 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因为这一次淫骂了 复印到了孔玄城的空间 真理 见之道惊艳 又复印到了凤翩翩的火焰 空间 目之道 声音 雷霆 美之道 命运之道经验 张扬的道数上 多出了一个命运之道的道果 可惜 仅仅是练道近初期 没什么大用 但其余的经验都非同小可 都是化道和容道大圆满的悟道经验 对他有着不少的好处 虽然道果还没变化 但终究夯实了基础 张扬马上就盘息而坐 开始全力感悟 复印到的真理之道的悟道经验 果然和自己领悟的内容大不相同 是不同体系 这是一种超强的补充 很快 张扬的身躯就是一阵 第99章 真理之道境界 咔嚓 清脆的声音响起在张扬的心灵境界之中 他的真理之道境界突破了 正式境界化道境 真理法则也终于领悟到了第五层 1% 2% 3% 还在缓缓地推进 最后就停在了第五层15%不动了 但也已经非常了不起 这可是真理之道 顶级大道之一 防御能力甚至可以比你虚无之道 只不过防御的特性 有着很大的不同 爽啊 太爽了 张扬兴奋地大笑 而几乎同时 他的真理 第一定律也快速地完善了 防御能力也暴涨了 不仅仅可以让一切有形的攻击落空 也可以让一切无形的攻击落空 包括推算 诅咒什么的 这一下 想要推算到 他就无比艰难了 除非是道地级别的推算高手 再接再厉 张扬继续感悟复印道的经验 空间 剑 火焰 木 声音 雷霆 美之道 可惜 尽管复印了多人的经验 但也仅仅全部提升到 容道大圆满 丝毫也没有能晋级化道境 显然 这些道和真理之道不一样 悟道经验 领悟的玄奥 都差不多 你复印不到画道境的悟道经验 就是不能突破 想要快速变强 还是要指望复印之道 必须想办法把复印之道提升到容道境 其实也不是太遥远了 第三层法则已经领悟到了84% 若能得到智慧丹那样的宝物 很快就可以晋级 现在真理完善了真理低定律的防御 却是可以出去寻宝了 自己有福运之道 运情逆天 一定能有收获的 现在 自己已经是画道静修士 立之道画道中期 真理之道 画道初期 战力又暴涨了 即使遇到狐足高手 也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圣经城外 一处密林之中 打扮得如同天线一样 美丽的狐闷 和狐仙亭亭玉丽 仿佛一对病地莲花 妖艳又圣洁 简直能诱惑死任何男人 一名侍女 正在禀报 八公主 九公主 又按探发来 关于张扬的消息 她尽极力之道画道静中期了 她一招 打败了袁凯玄 轻松打败孔玄成 容登柏强榜第一名 对了 她加入了寻宝系 迟早会出来寻宝 八姐 你快推算一下 看她什么时候出来寻宝 这一次 一定要抓住她 我要狠狠地裁补她 最多让她活三年 才笑我心头之恨 狐妹儿咬牙切齿地说 好 狐仙儿点头答应 马上就开始推算 但很快 她就停止了下来 震撼地说 不好 完全推算不到了 她可能领悟了命运之道 扰乱了天机 或许就是她领悟了真理之道 而且修炼到花道静了 真理第一定律的威力加强了 要不就是 她得到了屏蔽天机的重宝 啊 气死我了 狐妹儿气得要吐血了 张扬的手段 和底牌 越来越多 要抓住她 越来越难了 若还不抓住 那她就真的强大起来了 可能就永远失去机会 也永远没办法报仇了 别急 狐仙儿的两眼 射出了智慧的光芒 我感觉 这反而是一个机会 她既然知道 我们推算不到她了 定然会出来寻宝 只要让人盯紧她 即使她会变化之道 我们也能找到她 然后抓住她 有道理 狐妹儿的眼睛亮起 他们马上下达指令 又调兵遣将 布置陷阱 准备猎捕张扬 这一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青龙 你看我靠自己 有报仇的机会吗 华青道愿 某洞服 凤翩翩满脸的悲愤 正在向一个 猛着面纱的女人请教 不得不承认 张扬的天赋 比你要好上一些 你靠你自己 报仇几乎没希望了 何况 她的境界 已经超过你了 就她的天赋 一步先 步步先 请老说 要不 让我出手 不行不行 那即使你杀了她 她也不会服气 我也没报仇的快感 凤翩翩 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要让她知道 是我凭借实力报仇 否则 她会看不起我的 你是凤人族天才 我是凤人族长老 负责保护你 我也是你实力的一部分 秦老说 那是祖辈于英 不能真正算我的实力 凤翩翩固执地说 我要如此这般 玄疾 她就在华青道院的论坛上 发布了一个公告 大义就是 哪个男生 能打败张扬 捏住脖子羞辱 张扬三十分钟 她就合之结为夫妻 范围限制在大一和大二 这这这 也不算是 你自己的实力吧 还不如我去杀了她 秦老大惊失色 这当然算我自己的实力 凤翩翩说 我用我的美貌为武器 对她发出致命一击 这又何不可 但你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怎么可以随便托付终身 秦老黑着脸说 怎么能算是 随便托付终身呢 大一大二能打败张扬的男生 难道不是绝世天骄 做我的夫君 绝对合格的 凤翩翩说 秦老无言以对 这何苦来哉 这个帖子 就如同大山一样的陨石坠落湖泊 激起了漫天的浪花 所有的学生都惊呆了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凤翩翩是不是疯了 她到底是有多很张扬啊 竟然用她自己为报仇 大一大二的男生 尤其是那些超级强大的天才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挑战张扬 这么好的机会 必须把握啊 凤翩翩来自强大富有的凤人族 是超级白富美 娶到她少奋斗千年 这妞疯了 张扬也很快得到了消息 看了这个帖子 她就得出了结论 凤翩翩一定是精神病患者 所以才一直如此偏激 自己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特么的你就是一条疯狗 追着我咬啊 我又不是那些舔狗 为何就要舔你 看来得去寻宝避避风头 她悄然离开了华清道院 压根也没叫上龙空空 那也是个不能招惹的女人 说不定哪天不死到底是横 就出现了 把龙空空扼杀在摇篮中 顺便把和她走得近的男生 也干掉 第100章 袁凯璇出关 横扫华清 圣经大学 某修炼密室的门 终于打开来了 袁凯璇带着一股浩大的气势 走了出来 成了 几个好朋友外 家大四大三的大佬 外加几个老师 都闻讯而来 期待地问 我已经领悟时间法则 第五层70% 晋级化到后期了 打败张阳 只要一招 绝对可以洗刷羞辱 袁凯璇说 多谢同学和学校 给她修炼资源 但 所有人都一片沉默 根本就不符合她 发生什么事了 袁凯璇感觉情况不对 恶然问 张阳的立志道 也晋级化到中期了 她甚至不施展大志道 就轻松打败了 华清道院百强榜第一的孔玄成 破掉了她的真理 第一定律 有同学严肃地说 立志道是顶级大道 比时间大道还难修炼 这么短的时间 她这么可能连破这么多境界 袁凯璇彻底傻眼 所有的自信也一扫而空 若张阳再用立志道 配合大志道 那还是可以一招就打败她 那还洗刷个屁的羞辱 难道 我白修炼了吗 难道我永远洗刷不了羞辱了吗 虽然你还是打不过张阳 但却可以洗刷羞辱 只要你如此这般 有老师指点道 哈哈哈哈 好办法 袁凯璇兴奋地大笑起来 于是 在众多学生的簇拥下 袁凯璇来到了华清道院 跳上华清道院的擂台 傲然大喊 我是圣经道院二年级学生袁凯璇 挑战华清道院二年级百强榜前十的所有强者 敢应战吗 好歹 圣经道院的学生 竟然赶来我们华清道院挑战 找死不成 二年级众多强者 这摩拳擦掌 要挑战张阳 羞辱张阳 然后抱得美人归呢 突然来了一个外校的学生霸占了擂台 而且要挑战他们 他们怎么能不握火 你们不敢吗 哎 单纯你们前十一起上好了 我直接横扫你们 这样节省时间 袁凯璇再次挑衅道 这么嚣张 所有的学生都被激怒了 得到消息来看热闹的 也越发多了 凤翩翩和孔玄成也来了 毕竟 打败袁凯璇之后 就要挑战张阳了 我来教训你 二年级百强榜第十名出现了 飞上了擂台 杀气腾腾 气势万丈 一看就是画道径的高手 他拔刀就斩 非常干脆 也把空间神通运用到极致 攻击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但没用 定 冷漠的声音响起 他就一动不能动了 然后被袁凯璇狠狠一个耳光 抽在脸上 打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样 坠落下擂台 满嘴牙齿都掉光 脸也红肿得如同猪头 第九名 也马上就冲了上去 同样被时间法则定住 一脚踢飞在半空 嘴里射出血剑 掉落在地 直接昏迷 凄惨至极 第八名 同样被定住 一脚踢碎下巴 腾云驾雾一样 飞下了擂台 凄惨地让人不忍目睹 第七名 第六名 第五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也一样的下场 被轻松定住 一招打个半死 如同死猪一样的躺在擂台下面 昏迷的昏迷 没昏迷的 也惨叫连连 狗一样狼狈 第一名上去了 他名叫 吕虚 擅长空间 虚无 杀戮 死亡 黑暗等等大道 的确非常强大 可惜 仅仅花到中期 还是被定住 被袁凯璇一把抓住脖子 捏个半死 然后扔垃圾一样的扔下了擂台 这种货色 也是百强榜第一 太让我失望了 华清道院的学生 都傻眼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也气急败坏 郁闷憋屈的不行 连凤翩翩 都有点气馁 靠这些家伙 能打败张扬 那还是洗洗睡吧 现在我越级挑战三年级 百强榜前十 你们不会害怕了 不敢应战吧 那就笑死人了 袁凯璇继续挑衅 弃得三年级众多强者要吐血了 于是 三年级百强榜第十 第九 第八 第七 先后上了擂台 但结果还是一样 一招就被定住 然后被打个半死 败得无比凄惨 第六第五 第四第三第二稍稍好一些 支持了两招 因为他们的领域很强 能对抗一下时间法则 能动 但速度也很缓慢 所以还是败了 一个个不是断腿 就是断手 要不就蹊跷流血 遭遇了重创 第一名呢 不敢来战吗 袁凯璇意气风发 还不过瘾 又急笑道 胡说八道 东和师兄出去历练了 否则 早就上台 一招打抱你了 有学生怒吼道 那就算了 给你们留一块遮羞布吧 袁凯璇吃笑一声 跳下了擂台 袁师兄威武 圣经道院的学生 簇拥着他 扬长而去 在这一刻 袁凯璇无比的舒爽 从今天起 谁还会记得他被张扬一招打败 都只会记得他横扫 华清道院二年级三年级百强榜 前十学生的壮举 华清道院的学生 却是一个个如丧考比 泪流满面 难道 华清道院真就不如圣经道院 差距这么大 真是太后悔了 当初就应该选择圣经道院的 等一下 凤翩翩突然就追了上去 拦住了袁凯璇 不会是美女 要表白吧 袁师兄 你好幸福哦 簇拥袁凯璇的学生 都很是羡慕和嫉妒 师妹 你有什么事吗 袁凯璇本就喜好美色 何曾见过凤 偏偏这种傲娇尊贵的美女 顿时骨头都酥了 腿也软了 声音也在发颤 师兄你好 我是凤人族凤翩翩 华清道院一年级学生 我想请你去打败和一个人 她是我们华清道院一年级学生 只要你能捏住她的脖子 羞辱三十分钟 我就做你女朋友 凤翩翩说 师妹你就说吧 那个人是谁 我马上就去打败她 狠狠地羞辱她 让你出气 袁凯璇两眼放光 满脸激动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凤人族的大美女 自动送上门来 其余人也羡慕极度的 眼睛都红了 她就是卑鄙无耻的 混蛋张扬 凤翩翩咬牙切齿地说 张扬 袁凯璇脸上的喜悦瞬间僵硬 就如同被一盆 凉水浇在头上 从头梁倒酒 其余人也彻底沉默 这个 我还有事 走了 袁凯璇腾空而起 其余人也跟上 落荒而逃 怎么回事 凤翩翩凌乱在风中